你见过这么狗的系统吗? 别的漫画开局,要么是名门正派,形势光明磊落,要么是开局无敌,目龙遇见都能做,哪怕是坠续开局,美女也是左拥右抱。 而眼前这个男主的开局,不仅出声魔门,每日还被扎爹继母轮番虐待,为了活命可谓是想尽办法苟活与世。 幸福攒前18年,终于激活了系统,还特喵的是个智障系统,不仅智障到跑去偷了大魔头的丹药,还惹得女妖缠身,天天被吸取惊气。 原来就在不久前,男主还只是一位21世纪的亡瘾少年,只因一局上亡者的晋升局被坑,最终被弃得口吐鲜血,肺部炸裂而亡,被气炸的男主意外来到了这个可以修仙的世界,心想着自己穿越而来,即将开启挂逼的美丽人生,奈何自己竟然投生到了魔门,更可悲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男主逐渐知晓了父亲强大的育女能力,继母的和蔼可亲。 为了能活到开启系统,男主决定做一位狗到中人,就在男主幻想自己以后的亡者人生时,一盆82年的洗脚水扑面来,直接给男主来了的透心凉,原来是继母的大丫鬟正一脸唾气地给他安排工作来了。 男主非但没有生气,反而暗自庆幸,今天又是成功狗活的一天,滚到下人茅房的男主,打扫完茅房后,翻出了自己藏在屋里的小金库,看着面前的300克零食。 男主感慨万千,18年了,老子终于攒够了开启系统的钱,随即心中大喊一声,出来吧,我的系统。 老子要开始装逼了,让他始料未及的是,系统是出来了,可映入眼帘的却是五音九五的操作系统,看着这槽点满满,连界面都没优化的系统,男主一阵无语,心想着,算了,有总比没有强。 先看看可以修炼的武学,翻了半天,只找到一本家族武学断骨诀可以修炼,再看一眼后面需要修行的时间,顿感无语,我尼玛,第一层就需要十年,而到第三层则需一百年。 想到自己要到一百岁才能学会一个低级武学,男主彻底绝望,就在这时,系统屏幕突然弹送出几个大字,一键修炼,智能时长。 男主心想,这个一看就很智能,是系统看老子可怜故意出现的吧,这十八年的耻辱终于要结束了,一言不合血洗三千里的日子, 就要到来,男主情不由己地按了上去,恭喜宿主一键托管成功,开启智能升级,只见男主身体瞬间就不受控制,被系统所掌控,开始修炼断骨诀,周身的灵气朝着体内喷涌而来,男主感叹,这系统真是太爽了,简直就是美滋滋,让人欲罢不能,什么见面不见面的,这就是系统中的良心系统啊,就在男主感慨系统的良心时,突然弹出一个对话框,即将突破下一层,检测到缺失脆骨单,请稍后,男主心想,整个陪视宗门的大佬 都没有几颗脆骨单,我一个不受待见的旁门弟子,去哪搞脆骨单呢,就在这时,系统又弹出提示,分析完毕,系统将免费赠送10颗脆骨单,我尼玛,这系统居然要送我10颗,然而,就在男主感慨系统的慷慨之时,被系统控制的身体却站了起来,以120卖的速度,朝着屋外就开始狂奔,男主顿时大惊,我尼玛,狗了18年,从未如此嚣张地在这院子里跑过,狗系统,你可别害我啊,男主怎么也不会想到,更绝望的还在后面 被系统控制的身体,居然直接跑到了大魔头的住处,男主心中一万头草泥马奔腾而过,我特么狗了18年,连这个大魔头的大门都不敢看一下,狗系统,你可别带我来这做死啊,这个男主究竟有多嚣张,面对宗门大魔头的院门,上去就是一脚踹开,还嚣张至极地跑到大魔头家里拆架,而大魔头的顶级丹药,他更是说吃就吃,谁能想到,如此嚣张的表现,并非出自他的本意,原来是男主刚刚获得了智能修炼器,智能修炼时,他的身体将会流行 系统的结果,并不受他的控制,让他匪夷所思的是,这尼玛的智障系统,居然直接控制着他的身体来到宗门大魔头的府邸,一脚便踹开了院门,吓得男主一阵哆嗦,要知道崇明宗可是这个世界上最恐怖的存在,一言不合就杀人灭鬼,特别是眼前这就府邸的主人,郑金山,当年可是欺失灭祖之辈,无备魔教之凯,就在男主感慨之余,系统居然直接拖着男主的身体,静止地奔向内院,来到一座小房屋前,一拳就捶烂了大魔头的 房门,男主顿时想死的心都有,这尼玛,这么大动静,惊动了屋内的魔头,那还不是分分钟就隔屁,系统也不管他怎么想,控制着男主大摇大摆地走进屋内,环顾一周后,男主不由探出一股大气,幸好大魔头不在,再一看屋内的白兽,这个郑金山,还是一个老色品啊,这么销魂的侍女屏风,就在此时,系统控制着男主静止地走向一旁的货柜,来抽屉,只见一瓶药丸从抽屉内弹了出来,突然耳边响起系统提示,系统赠送的十颗� 脆骨丹赠送完毕,过尼玛,别人系统赠送都是从系统商城给予,你特么赠送直接从别人家里赠,做系统能厚到点过,还没等男主抱怨完,系统就控制着男主将丹药整平足下,男主想死的心都有,这尼玛可是郑金山的丹药,给老子吐出来啊,系统并没有领会,直接原地打坐,极度嚣张地坐在案发限制,就开始修炼起一段体租,男主直呼刺激,既然无力反抗,只能被迫享受了,你还别说,吃过脆骨丹后,明显感觉修炼速度 男主快了十倍不止,不到半个时辰,修为直接一飞冲天,来到了练气第三层,就在男主感慨脆骨丹药孝敬,布鲁丝时,突然弹出系统提示框,本次托管修炼任务圆满完成,宿主满意,请给五星好评,男主顿时心中奔腾过一万匹草泥马,终于结束了,五星好评你也配,说罢便举起终指在屏幕上,打上一星差评,而就在此时,男主却听到了一阵女人的笑声,环顾四周,却空无一人,忽然,身后屏中上的侍女 抖搏了过来,恶挪多姿的欢呼着,公子,进来娃儿,面对美女们的一阵阵体重,男主眼看就要沦陷了,刚想要进去翻云覆雨一番,突然想到,老子十八年的处男之身,怎能失身于此,急忙向身后闪躲,接连遍几个闪现翻身来到院外,幸好后墙这偏僻,没人发现,吃了郑金山的脆骨子,这宗门是带不下去了,看来以后,要亡命天涯了,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一道质问声,系,你在这壁无院的后墙做什么?眼前的这个男主有多悲催, 就在刚刚,他被系统控制,直接掀翻了摩门大佬郑金山的府邸,还偷吃了郑金山的顶级丹药,好不容易逃了出来,却被家族的管事发现了,面对管事的质问,男主只好尴尬地捕捉了一个借口,随后便赶忙询问管事大哥有的吩咐,哪知管事一脸不耐烦地告诉他,郑金山与家主正在召集所有人开紧集会议,去晚了可要加法伺服,话音刚落,男主便以飞奔而去,原来府内的加法男主从小挨到大,他可太清楚那种滋味了,想想都感觉后 路上突然想到郑金山刚回来便开家族会议,应该还不知道老祖偷查脆补丹的事,心中不由一阵窃喜,不多久,就只见男主来到府中会议厅,走进室内,郑金山端坐在郑中,而家主则坐在其身后,此时家主告诉郑金山,族中弟子皆已在此,还请先师吩咐事宜,郑金山斜眼看着众人说道,本门叛徒吴廷熙刚刚逃入袁老山,而等立刻入山搜寻,发现宗记者赏赐50颗脆补丹,众人听闻,皆是一惊,不快是蠢, 明宗,出手就是破绰,就连一旁的家主也被这丰厚的奖赏惊呆了,只见郑金山眼神微怒,都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行动,家主听闻立刻上前解释道,先师可别误,只是听闻那吴廷熙已是练起七层境境,而毕家弟子实力威莫,怕都不是其对手,郑金山听闻则表示吴廷熙已身负重伤,现在便是出入道徒的修士,也可将其允计,你们只需发现宗记,立刻汇报,自会有人将其请拿,说完便打了一个响指,只见吴廷熙的人影就幻 要化了出来,郑金山告诫众人,仔细看好,可别认错,众人听闻立刻附和,表示谨遵先师之名,郑金山见众人开始行动,便起身要走,一旁的家主还想邀请郑金山赏点品茶,却被郑金山无情拒绝,而此时男主心里想的却是,现在整座路全程,修为最高的就是家主,也就练起七层,而郑金山却达到了恐怖的助击中期,只要他愿意,完全可以屠城,出了这档子事,简直就是出逃的好机会,自己刚拆了郑金山的服务, 要是被抓到,那还不被炼成仿器,画面一转,郑金山孤身来到一座府邸前,低声向屋内求见,通过门缝,依稀可见,屋内是一位身材妖娆的女子,一阵铃声响过,郑金山便头晕脑胀的跪倒在地,不多时,屋内传出询问之声,人抓到你,郑金山听闻冷汗直流,连忙告知,现已确定吴廷熙逃入元老山,为让裴家前去搜查,只听屋内女子冷哼一声,废路,本作便再给你三天时间,见不到六余秘笛,本作便抽了你 人或练气,从没见过如此嚣张之人,小小的练气三层,居然敢明目张胆地抢练气七层大佬的丹药,不仅当面抢走丹药,还特么嚣张至极地坐在大佬面前修炼,气得大佬当场就要灭了他,就在刚才,男主刚拆了魔门大佬郑金山的府邸,郑玉逃跑之际,却被毫不知情的郑金山派来元老山搜查叛徒吴廷熙,男主刚想借搜查之名逃跑,却遇见同样在搜查的二位师兄,无奈之下,男主赶忙慌撑, 这边自己搜过了,并未发现异常,急不可施,现在就是逃跑的最佳时机,趁着天色昏暗,只需乔装打扮一番,顺着山路下去,便可跑到隔壁城池,开启自己的狗道人生,从此海破平逾越,天高任你飞,一想到此处,男主不由一阵窃喜,望着眼前越来越近的城门,男主不由地开始兴奋,乐极生悲,就在这时男主不然感到四肢无力,那感觉就像自己刚以多位美女翻云覆雨之后的感觉,身体被掏空的虚弱度, 让她不由自主的滩软在地,耳边还传来阵阵泥滥之音,联想到在正经山坠里逃跑时,遇见的那副诡异的侍女屏风,只见其身后浮现出一群妖娆的泥,将其死死地压在身下蹂躏,让她无力跑,眼看自己要被吸干,男主灵机一动,在心中默念开启智能修炼,耳边顿时传来系统的声音,智能系统结成为您服务,刹那间身体便被系统接管,系统控制下的身体搜得一下就雄起了,对着身上的女鬼,就是一顿锤,果然 有系统在,那群女鬼,就吸不了我的精气,就在这时,耳边却传来系统的提示音,检测到宿主,气血大亏,免费赠送三颗气血丹,男主顿时一惊,握泥马,上次说好的系统赠送丹药,结果是偷摸门大佬的丹药赠送自己,害得自己要跑路,这次又要去偷谁的,男主口中喊着不要,不要,可身体很实诚地向后转,朝着自己刚逃出来的元老山,就狂奔而去,画面一转,正在煽动疗伤的叛徒无停息,正在感叹自己竟然落到如此田地 拿出怀中仅有的几颗气血丹准备吞服疗伤,就在无停息准备吞服之际,男主已经出现在洞内,只见男主快速奔跑到无停息身后,凌空飞起,一个空中芭蕾再伴随一句,拿来吧,就将无停息准备吞服的丹药抢了下来,顺势拿起丹药便往口中抹灌,不多不省,正好三颗,此时系统也提示,气血丹赠送完毕,突如其来的状况,直接惊呆了无停息,最让他不解的是,男主还极其嚣张地坐在他面前修炼,混了这么多年 从未见过如此嚣张之人,不仅抢了老子丹药,还特么当着老子面吞服修炼,关键是如此嚣张之人修为只有炼器三次,这尼玛能忍,无停息顿时抓狂,老子要杀了你 这个男主刚抢了无停息的丹药,不但没跑,还当着无停息的面服要修炼,其行为直接惊呆了无停息,恼羞成怒的无停息拿起瓶子就砸向男主,接着便是一击五毒掌拍在男主身上,男主顿时如流星一般飞出数十米,狠狠地砸向墙壁,带起满地灰尘 无停息冷喷一声,小小练气三次,也敢在老夫面前嚣张,谁知,随着烟尘散去,男主却只是受了点轻伤,无停息顿时一惊,没死,小小练气三层,接我一掌居然还能活着 其中必有七敲,无停息立刻双目运转,在男主周身扫描一番,不看不知道,一看下一条,这是极品铁骨,无停息赶忙质问男主,你一个练气三层,怎么会修炼出极品铁骨,男主顿时一惊,我去,被发现了,他不会抽走我的捕头练番吧 连忙笑脸相迎,我真是有眼不识二五八万,之前的事,是我不对,至于你说的极品铁骨,我是真不知道,无停息混了这么多年,岂能被眼前的少年给捕骗,立马说道,你就别在这装了,你修的就是崇宁东的断骨局 老夫不会看错,你追进山里,就是为了缉拿老夫吧,男主被吓得瑟瑟发抖,大孩子不要,其实我们才是一伙 这话自己都不信更别说无停息了,男主赶忙哭着解释,我又是天资不错,奈何扎爹继母轮番虐待,后来郑金山来家族落脚,我一时鬼迷心窍,便从他府中偷了十颗脆骨丹服用 无停息听完立刻就猛了,现在的年轻人都做死到这种程度吗,居然敢偷郑金山的丹药 男主听闻立刻表示,不轻狂能叫年轻人吗,不过巧的是,郑金山为了杀你,估计到现在还不知道是我拆了他的家,偷了他的丹药 男主见吴廷熙被自己的嘴顿所折服,赶忙一脸谄媚地表示,我们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我们有共同的仇人 现在又都是逃亡之人,边说还边去抚摸吴廷熙,吓得吴廷熙连忙甩开男主的双手,既然如此,那你为何还要抢老夫的丹药 男主表示自己也是身不由己啊,之前偷取郑金山丹药时,被门口的一道屏风给盯上了 我逃亡的路上,被屏风里的女鬼给蹂躏了,全身精血所剩无几,迫不得已,才抢了您的气血丹 吴廷熙听闻,我去,你还真是年轻气盛,中了燕谷罗刹图,居然没被吸干,既然如此,那我们做个交易如何 书接上回,被男主嘴顿所折服的吴廷熙,最终决定与男主做个交易 只见吴廷熙从怀中掏出一本秘籍说道,只要你帮吴某逃出这远老山,吴某愿与你共享此功法 哪成想,男主却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就这,烂大街的修行秘籍就不要拿出来丢人现眼 气得吴廷熙当场就要发飙,你懂什么,这功法可是郑金山他们一直想要去又得不到的白月光 郑金山为了这本秘籍,可是屠入了我们整个宗门,自己也是侥幸才得以逃脱 男主丝毫没有被吴廷熙所打动,反而说着风凉话,他要,你给他救世了 就在此时,系统弹出提示,发现外界陌生公子,系统正在收入 男主感叹道,真是良心系统,还有这功效 而此时的吴廷熙却是一脸怒,老子刚才说的那些话,你是不是不幸,既然如此,那我便收回秘籍 这交易不做也罢,男主见状,赶忙将自己死皮赖脸的本性发挥到极致 对着吴廷熙就是一阵狂舔,吴廷熙不愧是老江湖 面对男主180度的大转弯,心中满是疑惑 直接一个手刀砍在男主头顶,并表示,只要你诚心帮老夫出逃 这功法时早是你的,说着,便要将秘籍揣入怀中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系统的提示再次响起,功法收入已完成 请宿主命名,我命你个大头鬼,现在逃命要紧,就叫无名功法 就在男主感慨,终于收集完毕时,吴廷熙说道 小子,扶老夫出去了,男主顿感无语 刚才是为了收入秘籍才对你一顿挺 现在秘籍已经到手,还想在这充当大意,门都没有 就只见男主回头对着吴廷熙身后大声喊道 郑金山,你怎么来了?听闻此言的吴廷熙赶忙回头查看 身后却空如一人,等吴廷熙回过神来 男主早已溜之大吉,吴廷熙不由怒骨中烧 直接一记武毒掌就打向男主 还好男主身手敏捷,一个闪现躲了过去 让他绝望的是,自己竟然跑进了一个死不痛 而身后的吴廷熙已经追了上来 居然敢细刷老子,话音刚录 一记武毒掌就攻了上来 眼看必无可避,男主只好运转断骨绝用力抵挡 一阵浓烟过后,男主居然无恙 吴廷熙直呼不可能 男主也没学过什么功法秘籍,只好趁机上前和吴廷熙肉搏 而吴廷熙也是重伤未愈 就连武毒掌都使不出来,就这样 两人一阵撕扯后,男主瞅准机会 抡起吴廷熙就是一个漂亮的过肩衰 巨大的力量,使得吴廷熙一口鲜血喷涌出 此时的吴廷熙已是精疲力尽 无力再战,男主竟直走到吴廷熙面前 吴廷熙见自己是难逃一死 怒骂道,今日就算你杀老夫,你也难逃一死 没有人能在燕谷罗刹图下活命,说罢便掏出一颗碧绿的丹药 朝着男主扑来,男主见他死到临头还如此话多 直接抽出剑来,对着吴廷熙就是一个透心凉 回想起吴廷熙说的,天涯海角都会跟着你 男主心中也是一阵后怕 看来得想办法解决一下这群女鬼了 注意看,眼前的少年名叫裴玲 此刻的他正跪倒在神秘女子的石榴裙下妖功情赏 妖功的同时居然还幻想着将神秘女子收入房中 就在刚刚,裴玲诛杀了崇明宗叛徒吴廷熙 并且在吴廷熙身上搜出了一颗绿色药丸 以及一本秘籍预解 本着不拿白不拿的精神 裴玲收起占利品就要跑路 然而随着身体一阵疲软 裴玲明白,或许吴廷熙说的是真的 自己中了郑金山的燕谷罗刹图 迟早会被吸干惊呛 看着手中的预解,裴玲顿时有了主意 既然郑金山这么在意这本秘籍 那我就用这本秘籍去和郑金山做个交易 说干就干,裴玲回到裴府 询问家主郑金山所在何处 自己已探得吴廷熙的藏身之所 不料家主却说 郑金山并不在府中 并且表示 你可先将吴廷熙的位置告知于我 我现在就派人去抓 裴玲一听就明白 这老北鼻是要中间商赚差价啊 小爷我冒着生命危险得到的机会 岂能被你这老北鼻夺了去 裴玲赶忙谎称地形复杂 不好寻找 万一误实 我告知裴玲 虽然郑仙是不在 但是丽仙子还在府中 我现在就带你去找丽仙子 裴玲若若地问道 家主 这丽仙子比之郑仙是如何 怎知家主一个顺步上前 便捂住了裴玲的嘴巴 慎言啊 怎么能将丽仙子与郑金山比较 丽仙子可是崇明宗的真传弟子 更会是崇明宗下任圣母 郑金山在丽仙子眼里不过是蝼蚁 更何况你我 待会见了丽仙子一定要小心行事 不然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还连累全程为你陪葬 听家主这么一说 裴玲心中顿时有底 送礼一定要找对人 不然送再多都是打水漂 很显然 自己这次是找对了 二人来到一座宅院前 家主一脸猥琐地嘱托裴玲 等会一定要为家族美言几句 随后便恭恭敬敬地求建立仙子 只见立仙子缓步走出 其美妙的身姿 瞬间就将裴玲缠的口水直流 这要是能收入自己房中 该是多么美妙啊 一旁的家主见裴玲愣神 连忙提醒裴玲 给立仙子跪下磕头 立仙子沉声问道 你二人来此何意 裴玲赶忙解释 自己已探得无停息的位置 并且还杀了这个叛徒 立仙子听闻 心中一阵波动 那你可在其身上发现什么东西 裴玲则表示 除了一些丹药 就是一本玉剪 不过那玉剪太过诡异 被自己埋在了一个隐喻的地方 只是 立仙子也算是听明白了 这是要好处废 随即便让裴玲说说想要什么 一旁的家主还想着裴玲为家族求的一些好处 哪成想 裴玲本着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的原则 直接无视了家主的目光 使求仙子能救小的一面 这位跪在立仙子面前的 正是我们的男主裴玲 为了活命 裴玲要用六欲秘点的位置 来请求立仙子帮她解决女鬼缠身的控扰 只见立仙子居高零下地扔给裴玲一瓶解毒单 并告知 这瓶解毒单可解你身上的五毒症 至于那燕骨罗刹图的问题 听闻心中不由一惊 这立仙子好生厉害 一眼就看出自己所忠燕骨罗刹图的痕迹 赶忙低头道谢 并告知了遇见的埋藏地 立仙子听闻 一个优美的转身便消失在二人眼前 见立仙子离去 裴玲顿时瘫软在地 立仙子的实力静静不如斯 然而一旁的家主却不乐意了 怒气冲冲地对着裴玲骂道 不是让你替裴家要好处吗 就在这时 裴玲身上的燕骨罗刹图又发作 裴玲忍不住骂了一句 过曹 又来 一旁的家主见裴玲 不仅不道歉法而顶撞一趟 顿时怒游心声 指着裴玲就破口大骂 无奈的裴玲赶忙解释 自己现在都快被女鬼吸干了 等立仙子回来 自会替你美言几句 回到房间的裴玲 立马不用了立仙子给个警务单 这五毒涨得毒是警 可这燕骨罗刹图的女鬼 一直在吸取自己的精气 怕是撑不到立仙子回来 为了不被吸干 裴玲只能靠系统来抵挡 开启系统 我要修炼 系统结成为您服务 检测到有两门功法可修行 请选择您要修行的功法 裴玲看着面板上的断骨绝与无名功法 心想修炼了两次断骨绝 这狗系统 一次是让自己偷正金山的丹药 一次是抢无停息的丹药 这次不知道又要得罪哪个大佬 还是试试无名功法吧 打定主意的裴玲立马 开启一键托管 智能升级 刹那间身上的女鬼 便消失不见 有的只是沐浴般的快感 智能修炼还真是不错 画面一转 城外的立仙子 已顺利拿到想要的御检 刚要打开查看 就指尖御检上发出一阵蓝色的光芒 立仙子顿感不妙 赶忙将手中的御检向外扔出 指尖御检上浮现一道神魂 此人正是崇明宗外门长老罗乔 到手的密集立仙子 怎会轻易放弃 对着神魂说道 一缕残魂也敢再次放肆 所有阻挡我变强的人都该死 神魂听闻 朝着立仙子就冲了过来 立仙子冷哼一声 不自量力 一记复魂所使出 只见周身灵气 犹如一条紫色巨蜘 瞬间便将这缕神魂困住 使其无法动力 接着又是一记五指求荣誉 将其彻底封死 罗乔的神魂见自己毫无胜算 所幸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 直接开启自爆 想要将六欲秘点炸毁 立仙子见状 赶忙凌空飞起 以迅雷不及掩耳盗灵之势 将玉碱抢了出来 抢到玉碱的宗门圣女立仙子 怎么也不会想到 自己将在十分钟后 被一个小辈强行推倒 而此时的裴灵正在一箭修炼 让裴灵没想到的是 这部无名功法属实特别 欲仙欲死的感觉让他欲罢不能 突然耳边传来系统提示音 检测到修行功法为双修功法 需要道理才能继续修炼 系统将免费赠送一位道理 裴灵顿时一惊 就这狗系统的尿性 自己的童子之身 怕是不保了 果不其然 系统立马控制着裴灵的身体 朝屋外飞奔而去 此刻的裴灵慌的一批 这狗系统 不玩死自己是事不罢休啊 整个裴府的女性 要么是自己的姐妹 要么就是书败兄弟的女人 再就是自己的继母啊 这不是乱伦吗 然而良心的系统可不管这些 拖着裴灵的身体 顿时百感交集 庆幸的是 这里住着的女性 不是自己的亲戚 而恐慌的是 这里的主人修为当真是恐怖如斯啊 同时内心还有一丝小期待 这不是宗门圣女的府邸吗 这是嫌老子死得不够快吗 少年嘴上说着不要 身体却很实诚地推开了大门 就只见裴灵静 直朝着圣女的房间走去 而此时利仙子正在疗伤的紧要关头 见到有人前来骚扰 怒斥道 何人如此大胆 还不速速离去 然而话音未落 裴灵就霸道无比的一脚踹开了房门 顺带还摆了一个炮丝 作为宗门圣女利仙子 从未见过如此嚣张的小贝 上去就要动手 万万没想到 系统控制着裴灵一颗绿色药丸扔出 瞬间爆发出一团碧绿的浓烟 将利仙子笼罩其中 带烟雾散尽 利仙子艰难地说道 七绝阵魂散 无停息的底牌居然在他手里 随后便贪软在意 裴灵见利仙子倒地 一脸不可思议 这可是宗门圣女的 修为之恐怖自己可是见识过的 系统真是吊炸天无敌了 又或者是利仙子抢欲减时受了重伤 还未等裴灵分析完 系统就控制着裴灵将利仙子抱起 放在床榻之上 顺势揭开利仙子的面纱 看着眼前这沉鱼落雁碧月羞花之人 裴灵顿时心花怒放 牡丹花吓死 做鬼也风流 李智却提醒他 这可是圣女的 要是碰了 自己还不被碎尸万段 就在此时系统提示再次想起 道理赠送完毕 现在继续修炼 在系统的控制下 裴灵大喝一声 身上的衣物顿时炸裂 露出一副完美的剑子肉 获不及待地骑在利仙子的身上 狂暴地撕扯着利仙子的衣物 裴灵看着被自己强行推倒的圣女利仙子 内心百感交集 如此绝美的圣女 是个男人都忍不住 可是强行办事 自己怕是要粉身碎骨了 奈何系统可不管这些 控制着裴灵的身体 直接就是一波狂暴撕扯 随后便毫不犹豫地 与利仙子阴阳交换 这双修功法也属实是利益 仅仅几个回合 裴灵就感觉自己之前受的伤 已经完全愈合了 而修为更是一日千里 明显能感觉到又要突破 就是不知道等利仙子醒来 会怎样折磨自己 此时躺在床上的利仙子 只感觉一股奇异的力量 不断注入身体 一股暖流在体内 洗刷着自己的每一处经脉 好暖 好舒服 作为高高在上的圣女 从未体验过双修的快乐 而此时的利仙子 伴随着裴灵的横冲直撞 虽说人在昏迷之中 却也真真实实地 感受到了这番快感 而裴灵更是痛病快乐着 既担心自己小命不保 又充分享受着这份愉悦 就在此时 迷迷糊糊的利仙子 竟然苏醒 看着眼前的一幕 利仙子顿时羞愤至极 自己好歹是宗门圣女 岂能与此无名之背 行着枸杞之势 一个巴掌就抽向裴灵 而被系统控制的裴灵 也是眼疾手快 不但挡下了利仙子的手 还顺带帮利仙子翻了个身 更让裴灵没想到的是 系统竟然还来了一个加速 被控制住的利仙子 只感觉体内的枯稿 竟逐渐被打通 修为也在猛烈地增长 难道这就是那股温暖的力量 如此愉悦的体验 感觉还可以更快 想到这里的利仙子小脸一红 可恶 我作为宗门圣女 怎能如此势态 发面一转 刚回府的郑金山 在得知吴廷西已死 六欲秘典也被利仙子取回 心想 眼下世界喜的秘籍 说不定念及我的功劳 会好好赏赐我一本 心里美滋滋的郑金山 随即决定让裴家家主 一会去他的府上 领取五十颗脆骨丹 让他没想到的是 自己的脆骨丹 早就让裴灵给吃了 看着眼前空荡荡的抽屉 郑金山怒火中烧 是谁如此大胆 竟敢偷我郑金山的东西 身后燕骨罗刹图内的女鬼 缓缓飘出 附在郑金山耳边说道 裴灵 此刻正在浮云院 于是郑金山便怒气冲冲地 冲向利仙子的住处浮云院 势必要将裴灵碎尸万短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自己心目中的女神 此刻正在与偷他丹药的裴灵 翻云覆骨 你敢相信吗 高高在上的宗门圣女利仙子 竟被裴灵轻松拿捏 随着裴灵的一阵猛烈加速 此次的双修逐渐进入尾声 修为更是明显感觉到 自己要突破炼器四层浪 就在此时 身下的圣女利仙子 正一脸复杂地描向裴灵 裴灵顿时一惊 这眼神不会是要杀了我吧 让他没想到的是 利仙子并没有动手 而此时的利仙子 虽是一脸潮红 但也没有完全丢失理智 能让我修为增进至此 难道是六欲秘点 想到此处的利仙子眼神微怒 以至于让裴灵都感觉到一阵杀意 裴灵嘴上说着 我也没办法让系统停止 身体却很诚实的 又是一阵冲刺 终于随着一股暖流迸发而出 两人同时瘫软在床榻之上 这狗系统终于结束修炼了 刚一睁眼的裴灵就发现 利仙子正在死死地盯着自己 裴灵心中一惊 还未等利仙子说话 裴灵直接跳下床榻 拿起衣服就要跑路 眼看就要跑出屋外了 突然院内传来一声质问 这要是被发现了 必定会被碎尸万段 而屋外的郑金山 看着利仙子这破烂的房门 顿时怒游心声 难道又是裴灵那小子 偷本座的脆骨丹也就算了 连师姐的东西都敢碰 本座这就替你们裴家清理门户 说爸便要向屋内走去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利仙子怒斥一声 滚 怒火中烧的郑金山 听到利仙子让自己滚 虽有诸多疑问 但也不敢耽搁 转头就滚了出去 裴灵回头看向利仙子 心想 这下该折磨我 刚要解释 没想到 利仙子竟与他擦肩而过 静止走向屏风一侧 只留下一脸猛低的裴灵 驻足观望 难道是要去拿什么法器折磨我 忐忑不安的裴灵赶忙 将被用的衣服穿在身上 毕竟人死不可怕 射死才绝望 让他匪夷所思的是 利仙子竟然当着他的面 再次褪去衣衫 开始自顾自的清洗身上的污渍 难道利仙子 是被自己刚才的英勇表现所折服了 又或者是利仙子有伤在身不便动手 就在裴灵疑惑之际 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 一键托管 飞升无忧 满意清点五星好评 裴灵顿时无语 就你也配 这够系统 还嫌坑得不够惨吗 暴怒的裴灵果断点了一星差评 而系统则又谈出一条消息 鉴于智能系统 未能给宿主提供良好的体验 作为补偿 系统将免费赠送养元丹一门 裴灵顿时满脸黑线 看着利仙子再次退去衣衫 倘若无人的袭齐了走 系统却提示要赠送一颗养元丹 只见被系统控制的裴灵镜 直走向利仙子的床榻 一顿翻转 不疑会就在利仙子破碎的衣裙下 翻出一个悬底银纹的荷包 非常熟练地从荷包里取出一颗养元丹 裴灵顿感悟 自己只想做个果道中人 奈何系统 却总是让他在死亡边缘反复横跳 随着养元丹倒数 裴灵终于又可以自由活动了 裴灵本想自救 将养元丹放回利仙子的荷包里 不然 身后传来利仙子的声音 你在干什么 裴灵心中一惊 完了 彻底解释不清了 洗澡这么快吗 无奈的裴灵正要向利仙子解释 就见利仙子小脸一黑 手掌之上瞬间燃起一盘紫色的灵力 裴灵见状 直接吓得瘫乱在地 裴灵还想挣扎一些 然而这一切已经为时已晚 只见利仙子对着裴灵就是一掌打突 一团恐怖的蘑菇云拔地而起 而此时的裴家嫡子裴红年 正跪在郑金山面前 询问那五十颗脆骨丹的事 郑金山刚要赏赐 就被远处的一团蘑菇云捕断 见如此动静 二人赶忙前去查看 画面一准 以为自己必死无疑的裴灵 缓缓睁开双眼 惊慌失措的一番查看后 发现自己竟然毫发无伤 原来是利仙子故意打歪了 至于打歪的具体原因就不得而知了 或许是念计裴灵是他第一个能力 又或者是裴灵的双修功法 让他修为大增 再或者是裴灵的表现 让他欲罢了 就在此时 郑金山居然带着裴红年跑了过来 在得知利仙子旁边之人正是裴灵后 舔狗郑金山立马与利仙子打起小报告 此人诡计多端 请师姐严者 打成小 利仙子直接赏了郑金山一个大活动 其力道之重 瞬间就将郑金山山倒在地 生活不能自理 为什么受伤的总数 很显然 郑金山始终都没有明白 这就是舔狗的最终结局 利仙子没理会他们 却不知道从哪里取出一艘紫玉小舟 手掐法绝 小舟迎风而成 瞬息之间化作一艘三层高的楼团 悬浮放空 利仙子缓步走上楼团 韩生分 回踪 裴灵见郑金山在裴红年的搀扶下 走上楼团 心中一喜 终于走了 看来是狗做了 刚要开溜 就发现利仙子正冷冷地盯着他 而一旁的舔狗 郑金山立马会 混成一喜 还不滚上来 无奈的裴灵 只好蜷缩在楼船的意见 色色发动 而唯幕后 却有两只女鬼低声戏 姐姐 你说这小子有什么特别 先让主人亲自动手 破了燕谷罗刹图 另一女鬼说道 主人深谋远虑 非是你我可以揣测 不过 有好戏看了 只见郑金山怒气冲冲地过去质问裴灵 谁给你的胆子 竟敢偷我的脆骨蛋 书接上回 郑玉逃跑的裴灵 被利仙子强行带上楼船 正躲在楼船的一脚瑟瑟发动 突然郑金山怒气冲冲地走过来质问裴灵 谁给你的胆子 偷本座的脆骨蛋 裴灵见来者不善 赶忙裴礼道歉 郑金山并没有着急动手 先是查看了一下裴灵的身体状态 果然 裴灵身上已经没有了燕骨罗刹骨的感觉 难道是师姐亲自解的 看来师姐很是气重这小子 还好自己鸡贼 没有贸然出手 一旁的裴灵年却看出了一丝端倪 你已经达到炼气四层了 一个月前 你才炼气二层 听到这话 郑金山一阵失落 炼气四层就能获得师姐的亲爱 转念一想 不对 断骨爵修炼一次最多吃一颗脆骨 难道这小子一天修炼了十次 这就是师姐气重他的原因 不行 我得试试他的精量 随后便掏出一把鬼气缭绕的大刀 裴灵顿时一惊 这是要砍我 没想到郑金山却说 鉴于你们缉拿吴婷锡有功 今日便给你二人一个机会 谁能从我双指间抽出这把燕身刀 这把刀就归神 裴灵尝出一点气 什么刀不刀 不是砍我就行 而裴红年却跃跃欲试 奈何 吃奶的劲都使了出来 认识没有达出 反而被刀气震伤 轮到裴灵拔刀时 裴灵却再三推迟 惊醒 这老北匹哪有这么好心 赶忙说自己不行 郑金山却步步逼近 身上灵气外放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帷幕后的两位幽魂侍女飘了过来 郑金山健壮 赶忙恭敬地问道 脚泥与雾柳姑娘前来 是师姐有什么吩咐吗 雾柳轻声说道 主人正在调息 请各位尽快解决 切勿扰了主人休息 随后便故作震惊地问道 这燕身刀是谁拔出来给谁吗 现在轮到谁拔了 郑金山赶忙回应 眼下正轮到裴灵了 刹那间 雾柳便飘至裴灵身上 手指轻挑裴灵的下巴 一脸挑逗地说道 是你啊 公子长得好生俊俏 抓紧时间拔了吧 若是惊扰了主人 姐姐可是要扒你的皮诱 裴灵眼看必无可避 只好上前拔刀 郑金山正一脸得意地想着 区区炼气四层 怎么可能拔得出来 不然 随着裴灵的力道增加 夹在郑金山两指尖的验声刀 竟然被拔出了几分 郑金山顿时大惊 这怎么可能 年轻人不讲武德 铸鸡中期的郑金山 原本说好 只用二成功力的双指 夹住验声刀 谁拔出来就给谁 却在炼气四层的男主裴灵面前实诈 眼看裴灵就要拔出时 郑金山却偷偷夹到了五成功力 面对五成功力的郑金山 裴灵忠实没能扛住 败下阵来 郑先施功法通玄 在下望尘莫及 郑金山刚要小装一皮 却被幽魂侍女脚泥打断 主人的玄谷灵音舟上 已经有裴灵忠年一个废物 不能再有第二个 主人房里的灯罩救了 不如就扒了你的皮 做个新的吧 裴灵忠年只是有些许尴尬 而裴灵则是一阵无语 心想 你家主人都被老子拿下了 你们俩女鬼却想要老子的命 既然苟不住了 那就只好拼了 就在这时 物有提议 裴公子出身荒僻之地 怎能与宗门弟子相提并论 不如让郑金山再收敛一点 用一程半功力试试 裴灵赶忙向物柳姑娘道谢 物柳一个闪身 飘至裴灵身前 要加油呦 不然可就真要被姐姐做成灯罩哦 裴灵赶忙答应 而郑金山这边 却是生出一丝疑惑 这不是明显让我把刀送给裴灵吗 难道是师姐的意思 自以为是的郑金山顿时欲哭无泪 我再也不装批了 裴灵虽看出了郑金山的无奈与故事 但她也怕真被做成人皮灯罗 只好全力以赴 在裴灵的全力一拔之下 验生刀竟被轻松拔出 轻松到裴灵都有点不可置信 反观郑金山 内心早已哭得稀里哗啦 却还要强装镇定 这把验生刀 是我在外门时所用冰刃 如今到了你手里 希望你好生修炼 莫要辱没了她的名地 裴灵赶忙道谢 见此事已定 物流也是对裴灵一阵夸赞 随后便要带裴灵前去休息 刚进入楼船内部的通道 裴灵就感觉到一阵阴寒刺骨 但也在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 跟着走了一段路程 通道两侧开始出现房门 而门内仿佛封印着什么 时不时还能听到 咚咚咚的敲门声 力道之大 仿佛随时都会冲出来一般 通过门奉 裴灵竟看到一双血色眼眸 正不怀好意地盯着自己 更有甚者 竟然生出无数血紫色的藤蔓 欲将裴灵拖入门后 退下 关键时刻 雾柳却一点随意 说话间 便到了裴灵的房间 累了一天的裴灵正欲休息 却见飘到门口的雾柳并没有出去 而是转头问道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裴公子 裴灵哪敢拒绝 突然 雾柳一个闪身就将裴灵扑倒 爬在裴灵身上的雾柳 轻抚着裴灵的脸颊 鼻尖清秀 缓缓开口 你身上怎么会有主人的味道 裴灵顿时一惊 难道她知道了我对丽仙子所做的事 如果一个美女 要和你连续打半个月的扑克 以各位的身体状况 能销售得住吗 雾柳扑到裴灵身上 一边抚摸一边问道 你身上怎么会有主人的味道 裴灵顿时一惊 难道我对丽仙子用强的是被发现了 再看雾柳正义脸丸位的抚摸裴灵 裴公子 怎么不说话 主人正截图魂灵的心魔阴咒 连正经山都难以遗 你却能若无其事地 对主人行不轨之事 我还真好奇 裴公子究竟有何过人之处 听到这里的裴灵既震惊又干 这何止是财道 这分明是目睹了自己 与力仙子翻云覆雨的全过程 既然被抓现行了 那就如实交代 至于心魔咒对自己无效 可能是系统得格局 但也不能明说 无奈的裴灵只好说道 可能是我的体质特殊吧 缉拿无情稀释 对方曾说过 我是极品铁铁 不留一领迷惑 神魂稳固 且善于恋敌 此等特殊体质 鬼师值得主人带回去钻铁 而你的特殊在于魂魄 所谓钻铁 就是抽取魂魄进行研究 裴灵顿时冷汗直流 我就说怎么非要把我带上了 原来是拿我当小白水 是可杀不可受折磨 而一旁的雾柳还在拱火 裴公子可要小心哦 主人折磨人的手段 可是会令你立罢不能哦 说罢便一个手刀将裴灵打晕 裴灵在晕倒的一瞬间 仿佛看到雾柳逐渐飘 而丽仙子却一脸诡异的走进 裴灵醒醒 我不会真的被抽魂吧 之后的事他就不知道了 只是感觉自己做了一个很长的梦 在梦里 丽仙子一上来就把他推倒 开始对他上下其手 并且还将他的衣服扒光了 之后便给裴灵来了一套管事一条龙服 就在这如梦如幻的时光里 两人彻底放飞自我 好不快活 这一梦就是半个月 反观郑金山 此时正在对裴红年兴尸问罪 若非你的无能 又怎会错失本作的验生刀 你现在以我的名义 带那小子进入外门吧 裴红年还想愤愤不平 却被郑金山一顿呵斥 这小子身上到底有什么秘密 请让师姐如此气重 画面一准 裴灵终于苏醒了 醒来的裴灵赶忙 查看自己有没有缺胳膊少腿 一旦查看下来 一切正常 裴灵尝出一口气 看来是没有被当小白水 内力好像又充盈了不少 就是腰子怎么这么疼 就在这时 裴灵听到有人敲门 待裴灵开门后 裴红年顿时一惊 你这是被鬼压床了 都快被吸成 干湿了 难怪这半个月敲门都没人答应 半个月裴灵一惊 自己竟然睡了半个月 随后裴红年便告诉他 马上就进入重命宗了 你赶紧收拾一下吧 裴灵彻底误 入了这阴宗门派 老子狗盗中人的身份 还怎么保护 不行 我得想个办法跑路 就在这时 裴灵突然发现 利仙子竟然就在他的房间里坐着 难道这半个月的激情不是梦 惊魂未定的裴灵 还在想着如何才能逃出这旋骨灵灵中 转头却发现利仙子就坐在自己的房间里 这该死的身材 属实让自己欲罢不能啊 只见利仙子嗖的一声 一本云传秘籍就砸向了裴灵 十日之内练成 否则 死 说罢便如云烟般潇洒而去 只留下一脸猛逼的裴灵待在原地 这什么意思 过来凌辱我一番就走了 还给我功法 只是这功法里的字体有些不好认 应该是叫血煞刀法吧 就在这时系统提示音响起 检测到外界陌生工法 正在收入 裴灵内心一喜 头一次觉得系统这么顺盈 有自动修炼 就不怕不认识字了 就在这时 敲门声又响了起来 原来是宗门的展尘台到了 走出船门的裴灵目光一扫 不禁倒抽一口冷气 入目是一片难以想象的浩大云海 风啸云涌 一座座参差不齐的山峰 仿佛海中的礁石一样 免应其中 兴罗齐步 难以计数 许多珍奇异兽肆意翱翔 而展尘台却比周围的山峰都矮了一截 顶端一片平靠 似是有人硬生生消去一段 形成一个极为庞大的广场 简直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这也太繁华了 衬托得我更寒酸了 展尘则是展去俗念诸事 永绝繁尘 新人弟子均有此地入门 说罢裴红年必要带着裴灵前去外门报道 裴灵还想挣扎一下 自己只是的旁支 还没有资格入外门吧 而裴红年则怒斥道 你小子走了狗屎运 入了圣宗还不知足 这可是郑师兄的意思 你是想抗命 无奈的裴灵只好跟着前去传承店报道 传承店内 一鹤发鸡皮的老裕正躺在床椅上喝酒 在得知来意后 老裕叹了口气 这些个小辈 见天给老神找事情 喝个酒也喝不安生 只见老裕放下酒坛 手掐法掘指向裴灵 裴灵瞬间就动弹不得 冷汗之流 老裕说道 心中默念汝之姓名 以及生辰八字 裴灵只好照做 随着一阵疼痛感过后 一缕魂力致裴灵眉心抽出 飞入老裕手中的魂灯当中 老裕一声 去 魂灯缓缓飘向屋底 与众多魂灯融为一体 老裕缓缓说道 点了这命魂灯 以后你就是崇明中的人了 门口有本门门归 你拿一本回去仔细阅读 快走 别打扰老神休息 看着裴灵没有动作 老裕一脸怒气 尽了圣踪 往后就该紧言顺行 恪守门归 如可明白 见老裕面色不善 裴灵赶忙拿着门归跑了出去 不怕门归多 就怕没规矩 只要小爷我遵纪守府 还怕苟不下去 一旁的裴红年却发出一声轻笑 裴灵顿感无妙 裴红年接着说道 看完你就懂了 别接 我们先去下个地方 心中无女人 拔刀自然神 很显然 裴红年并不懂这个道理 跑出树武堂的裴灵暗暗心惊 果然是阴间门派 没一个正常人 就连门口的守卫都是阴兵形象 而裴红年则由于入门多年 早就习以为常 随手丢给裴灵一个储物袋 和一个名牌 裴灵看着自己的名牌满脸嫌弃 居然是一节化为白骨的手指 裴红年提醒道 这名牌可是你身上最重要的东西 宗门法真认牌不认人 若是以后误处 这名牌可是保命先单 说罢便大手一挥 召唤出一艘小纸船 就要带裴灵去找个住的地方 裴灵则一领无语 你这是在做完吗 这船你自己上去都摇摇晃晃 确定能用 好在这纸船飞起来还是很平稳的 就在裴灵还在幻想云海下 是什么样子时 一只青色羽毛飘了下 裴灵刚要抬头查看 一只巨大的青鸟就冲了过来 一爪子就先翻了裴红年的纸船 裴灵大惊失色 圣宗内还有妖兽袭击 裴红年却仿佛习以为常 这可不是妖兽 这是御寿峰的凤 裴灵眼看着凤鸟没有收手的意思 掏出验声刀就要动手 却被裴红年制止 生怕划坏他的小团 就在两人犹豫不决时 凤鸟却带着他们的纸船 直接撞上了一座山峰 幸好都是修道之人 才没有被摔死 挂在树叉上的裴红年 还在心疼他的纸船 殊不知 御寿峰的人已经找了过来 几人幸灾乐祸的表情 瞬间就将裴灵激怒了 裴灵刚要上去不论 却发现裴红年已经走上前去 对着其中的一个美女 孙应兰就是一顿狂铁 换来的却是一个结结实实的巴掌 只见孙应兰怒骂道 你口口声声说爱我 弘历仙子一同出去办事 却不带我 我看你心里压根就没我 还没等裴红年解释 孙应兰又是一巴掌扇了过去 却被裴灵给挡了下来 裴灵心情 原来裴红年是指舔狗啊 怪不得那么好的天赋 实力却迟迟不见走进 我还得让他帮我安排柱主 可不能再让这妖女继续下去 反观孙应兰这边 虽同位练气似走 他却被裴灵抓得死死 动荡不动 无奈的孙应兰 只好把气撒到裴红年身上 他是谁 你就这么看着你族里人欺负 要不说这裴红年是终极舔狗 竟然立马站起身来 开始指责裴灵 里外不是人的裴灵 只好退了下来 裴红年将裴灵的柱主 简单描述了一下 又将自己的柱主告诉裴灵后 便将裴灵晾在一边 又开始对孙应兰填了起来 而孙应兰的一句 我不喜欢你这个谷底 以后不许帮他 裴红年便立马表决心 我整个人都是你的 你说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这一番操作 也是让裴灵彻底无语 这么好的天赋 不好好修炼 偏偏要做一只 让人踩在脚下的舔狗 能用钱解决的问题 那都不是问题 但是没钱 那便处处都是问题 被舔狗裴红年抛弃的裴灵 只好独自来到朱氏堂挑选度 管氏师兄一点奸笑地介绍道 如今可供选的住处可不多了 灵气稀薄地住 怕是会耽误了师弟的修炼 这么明显的暗示 裴灵则会不明白 奈何都比脸都干净 只好尴尬地说道 要不师兄借我一些名识 我保证以后一定还你 管氏师兄一听这话 瞬间变了 那你就住这儿吧 出门往西走十里 画面一堆 玄谷林英周内 郑金山正在向立仙子 汇报裴灵的情况 不明就里的郑金山 还想打开一下 裴灵到底有何厉害之处 竟然立仙子如此重视 只见立仙子秀眉微卒 我听说 你想去鹰鹿山脉挖矿 郑金山眼看情况不对 赶忙裴里道歉 连滚带爬地跑了出来 师姐如此器重之心 难不成是在试炼那些 立仙子见四下无人 随即吩咐物流前去盯着裴灵 而裴灵这边 在经过一段长途跋涉后 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住宅 让他意外的是 自己的住宅简直就是豪宅 原本还以为是一个 没有开发的小山洞 终究是我以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了 裴灵走进豪宅一番查看 很明显 这里已经住了三位师兄了 而三位师兄此刻 又都外出办事去了 无事可做的裴灵 随即拿出门龟与验生刀 仔细研究了起 毕竟这可是活下去的命根 崇明宗立宗数万年 乃是本届鲸监大派之一 白宝堂售卖款器 还负责收购天才地鲸 充当当库的职能 只是堂负责监视惩戒之子 在大体了解了一段后 裴灵赶忙查看请门龟内容 自己好提前规律一下 这不看不知道的 一看下一句 弟子之间私斗要罚零食 先动手罚零食 打残罚零食 甚至杀人夺宝 都可以用零食解决 总之一句话 只要零食够多 便可在崇明宗为所欲 身无分文的裴灵 又该如何周旋其中 有钱能食鬼推磨 在崇明宗的众多门龟里 只要你有足够的零食 你真的可以为所欲为 一切问题都可以用零食来解决 要说唯一真正的惩罚 就是在还款到期后 还无法缴清罚金 那你的噩梦就开始了 肉身一般的 给灵直风做成肥料 肉身强悍的 给助气风当腐财 精血 魂魄 五脏六腐 全部安排得明明白白 确保圣宗不会亏本 我尼玛 老子攒了18年的零食 都用来开启系统了 现在可是身无分文 裴灵刚刚拿到门龟时的安全感 顿时烟消云散 取而代之的 是深深的惶恐感 就在裴灵心惊肉跳之际 门外传来动静 裴灵赶紧起身查看 高矮不一的三人连眉而入 其中一人微微皱眉 你是何人 裴灵定了定神 抱拳道 我叫裴灵 是刚入门的外门弟子 三人虽然都没听过这个名字 但有一点 现在并非新弟子入门的时候 莫非是有什么后台 随即自我介绍道 我叫李四 练气四层 又指了指身侧的两个位同伴 分别叫做周五跟苗六 修为则是练气四层跟练气五层 裴灵见他们态度还算平和 行下稍安 说道 是内门卖主正经山正师兄的安排 之前真传利仙子携正师兄 还我族兄裴红年前往陆全城做任务 偶然遇见之后 就带了我来圣宗 我进圣宗也是正师兄的安排 苗六却脱口而出 正经山那个废物 不过是仗着与利仙子的远亲关系 在崇明中的地位 似乎跟想象的不太一样 李四缓缓说道 师弟勿怪 苗六有位敌兄也在内门 与正师兄同为内门卖主之一 向来有些冲突 我祖父乃外门长老之一李平 而周五的祖姐乃真传之一 裴灵顿感无语 感情这都是关系祸 李四接着说道 你是正经山提拔的 想必与利仙子关系不错 裴灵听着 心头微动 这两人似乎在试探自己跟利仙子的关系 只是没有利仙子准许 裴灵却不敢打着利仙子的旗号行事 毕竟自己进外门 虽说是利仙子的意思 却让正经山出面 八成就是不希望在明面上 跟他扯上关系 裴灵可不敢在这种时候 挑起利仙子的怒 当下就解释 我出身寒威 怎么有资格跟利仙子相熟 不过侥幸承蒙正师兄不气罢了 几人还想继续试探 裴灵也只好再三否认 与利仙子的关系 就在这时 李四忽然指着验声刀说道 师弟这柄刀有些眼熟啊 裴灵也没隐瞒 此乃正师兄所赐 苗六看了看验声刀 一脸不屑地说道 当年正经山号称 打遍外门无敌手 实际上 还不是一仗兵刃之力 据说此刀锋利无比 就在这时 周五直接了当地说道 裴师弟 你开个架 这刀我要了 裴灵只好拿正经山做挡箭牌 没成想 三人根本不把正经山当回事 见裴灵如此不识好歹 周五直接就是一拳打了上来 裴灵见避无可避 只好应接一拳 待烟尘散去 裴灵毫发无损 几人也是一惊 上品铁骨 怪不得会被正经山看上 不过即便是正经山 在真传言里也不过是条狗 更何况你 我劝你还是乖乖把验声刀交出来 兴许能留你个全尸 裴灵也 看今天是无法善良的 一把握住验声刀 想要刀 那就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崇明宗的师兄弟们有多和睦 一言不合就杀人夺宝 崇明宗的三位师兄在一番打探后 得知裴灵并无过硬的后台 变起了杀人夺宝的念头 三人将裴灵逼至紧落 只见苗六挥舞长剑 两道剑气直指裴灵 裴灵慌忙抽出验声刀抵挡 未等裴灵反应 周五的拳头就轰了过来 裴灵一个闪现走过 见几位师兄是真的动了杀星 裴灵深知不拼命是不行了 可他又不会刀法 只能闭着眼胡乱挥舞 伺机而动的李四剑 裴灵只会毫无章法地乱砍 心中一喜 赶忙让周五与苗六 想办法打掉裴灵手里的验声刀 自己也没闲着 手掐反掘 瞬间召唤出两只幽魂小鬼冲向裴灵 出入江湖的裴灵还想用刀抵挡 却不料 两只幽魂静止穿过了他的身体 裴灵只觉得脑袋被大锤狠狠砸了一下 头晕眼花 手足酸软 回过神的裴灵赶忙挥舞大刀逼退幽魂 未等裴灵反应 周五已经趁势冲到跟前 一个顶心轴打在裴灵身上 裴灵一口鲜血吐出 手里的刀也被打掉了 暴怒的裴灵忍着疼痛 使出全力 一拳将周五打飞 前来帮忙的李四也被飞出去的周五撞飞 苗六见两位同伙军已倒地 怒气冲冲地说道 你别得意忘形了 我可是炼气有层 说吧 便挥舞长剑 两道无比强横的剑气瞬间就将裴灵震飞 见裴灵已经倒地 苗六欣喜若狂地就要去剪验声刀 哪成想 就在他的手要握住验声刀的一瞬间 裴灵静一脚踩住他的手臂 随后一个飞膝将苗六等飞 三人见裴灵如此难缠 强忍着疼痛 一起冲向裴灵 裴灵 也不是吃素的 大敌当前 只能全力挥砍将三人逼退 暂时停手的裴灵心中暗惊 这苗六不愧是炼气五层 两道剑气就将武伤成这样 而苗六心里却想着 这家伙居然能承受我两道剑气而不死 不会是极品铁骨吧 以无力再战的苗六怒吼道 裴灵 今日之事 我们不会放过你的 而裴灵则手握大刀 犹如死神附体们 阴沉地说道 那我只好将你们三人都杀了 听到这话 已经无力再战的三人顿时一惊 难道我们今日真的要命丧皇权了 就在三人准备做最后的挣扎时 裴灵竟然留下一句 白白了名嘞 一溜烟跑了 三人顿时气得一口老血喷出 裴灵跑至一处树林 见三人并未追出 心中暗道 差点就忘了这阴间宗门的门规 杀人可是要罚款的 杀一人一万零石起步 三人就是三万零石 就是把自己卖了也赔不起了 不过当务之急 还是先将利仙子给个刀法学会 随即便召唤出系统 点击卸杀刀法 一键修炼 而系统却弹出提示 检测到宿主有伤在身 继续修炼将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裴灵顿时无语 一阵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 接下来系统会控制裴灵如何作死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这个系统有多狗 裴灵好不容易逃了出来 想着赶紧修炼一下血沙刀法 系统却提示宿主有伤在身 不宜修炼 需要先服用养元丹恢复伤势 裴灵一阵无语 这狗系统不会又让自己去偷大佬的丹药吧 下一秒 被系统控制的裴灵竟从怀里 掏出了一袋养元丹 还好只是虚惊一场 上次偷离仙子的丹药还有存货 一颗养元丹服下 裴灵瞬间如沐春风 伤势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恢复 就在这时 系统又传来提示 检测到宿主缺少炼气器修饰的精血 系统将免费赠送三明炼气器修饰 裴灵顿时一惊 这是要让自己杀生了 不对 三明修饰 该不会是自己那三明和蔼可亲的摄影 大惊失色的裴灵还想取消托管 然而系统一旦开启就不会停止的 画面一转 此时的哥仨正在开总结大会 竟然让他跑掉了 有兄长给我的剑服 裴灵必死无疑 这种出生含威却如此强悍的剑者 身上必然有什么秘密 明天就算挖地三尺也要将裴灵找出来 好让裴灵感受一下来自社友的关爱 就在这时 裴灵坐门而入 三人见裴灵还赶回来 瞬间起身就要上前关爱裴灵 却不料 离裴灵最近的李四竟被裴灵一刀斩灭 只见裴灵手握验生刀 竟直接将刀插入李四体内 开始用李四的精血修炼 周五与苗六怎能忍受如此羞辱 周五凌空跃起 一拳就轰向裴灵 就在这危机时刻 系统提示 检测到外界攻击 修炼结束 有了身体控制权的裴灵感忙一个闪现躲过 未等裴灵反应 周五已经冲到面前 此时的裴灵哪 还顾得上临时的惩罚 直接一刀刺出 可怜一身肌肉的周五 竟连三秒都未能坚持 就被裴灵挨了个透心凉 暴怒的苗六一到剑气斩出 竟被裴灵一招血煞刀法挡住 生死关头的苗六 也不私藏了 掏出一张剑符就开始手掐法绝 剑符所散发出来的气息 让裴灵都未知一阵 绝不能让他催发 随即裴灵便一把将刀射出 直指苗六 苗六见状 并没有躲避 嘴角露出一抹击笑 你太慢了 只见一股庞大的金色火焰 向裴灵席卷 裴灵心中一惊 如此恐怖的剑符 这该如何抵挡 拥有一件托管的修炼系统 会是一种什么体验 如此省心省力的系统 却让裴灵苦不堪言 缺丹药了 就去偷 缺道理了 就去强行推倒 缺惊喜了 就去灭摄影 丝毫不管会引来多大的麻烦 就在刚刚 裴灵因为修炼卸刀法缺少精血 立马被系统控制回去 杀了自己的两个摄影 唯一剩下的苗六 也拿出了自己最强的底牌 剑符 只见一道庞大的金色火焰 向裴灵席卷而来 裴灵眼看壁无可避 只能运转全力 应接这一击 只听轰的一声 眼唇四起 整个院子 都被这强大的一击轰得破败不堪 苗六暗暗得意 兄长的剑符果然强大 这剑种肯定现在扎都不剩 突然一道质问声传来 你是不是太看不起我了 苗六顿时一惊 看到身后的裴灵 瞬间吓得瘫软在地 别杀我 我兄长可是内门 未等苗六说完 裴灵就将苗六一刀斩灭 一口一个箭筑 真当自己有多尊贵 终于都解决了 就在这时 系统竟然想要五星好评 裴灵瞬间火气就来了 你还有脸要五星好评 要不是我运气好 早就死囚了 根据门规 可是要被罚款九万零食啊 坑爹呢 不过他们三人出身不俗 身上肯定有不少好东西 没准罚金一下子筹够呢 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三个关系户身上 竟然都是一些不值钱的小玩意 除物袋还有禁止 自己又打不开 裴灵一阵无语 哎 算了算了 他们的精血不能浪费 继续修炼吧 随即便点开系统继续修炼血煞刀法 就在这时 系统竟然提示 宿主缺少炼气器修饰精血 系统将免费赠送两名修士 裴灵正要纳闷 这又是哪来的两名修士 突然 手里的验声刀一阵抖动 只听两声声叫传来 裴灵闻声望去 原来是验声刀 正在吸收周五与苗六的精血 让裴灵意外的是 这两人居然是装死 还好系统及时发现 丁 炼气器修饰精血吸收完毕 系统将继续为您修炼 被系统控制的裴灵就在案发现场开始了修炼 只见裴灵手握验声刀 开始逐渐进入状态 手里的刀有轻飘了血 随着刀法的逐渐成型 裴灵进一刀斩断了半山芳华 裴灵心中大喜 血煞刀法果然强大 而躲在远处观望的幽魂侍女物流 也是一脸震惊 这小子这么快就炼成了 怪不得能令主人如此欲罢不能 随着系统的提示音响起 裴灵的血煞刀法也算是大功告成 这是裴灵第一次感觉到系统的良心 那就勉强打个三星好评吧 只不过自动修炼一时爽 事后活葬场 自己可是杀了三个人啊 一人三万 那可就是九万克零食啊 既然没钱交罚金 我还是趁机跑路吧 然而 刚跑到一个山峰尽头 前方却出现了无数重鸾叠杖的山峰 裴灵不禁陷入了沉思 这该怎么逃出去啊 亲手解决了三个摄友的裴灵 本打算逃之夭夭 奈何崇明宗重鸾叠杖 自己又找不到出去的路 只好先将三个摄友埋了 毁尸灭迹 然后再去找足兄裴灵年想想办法 然而 刚进院子就看到了不堪的一幕 舔狗裴灵年 竟然在拿着孙映兰的画像发情 裴灵一阵无语 更让裴灵没想到的是 这裴灵年见了自己 就像老鼠见了猫也 吓得四四发的 一问才知道 原来是孙映兰不让裴灵年和自己接触 面对如此恋爱脑的大舔狗 裴灵只好一边陪笑一边说 是我不对 不该惹祖嫂生气的 不如族兄告诉我怎样离开崇明宗 我好给祖嫂淘点礼物回来 一听祖嫂两个字 裴灵年心里顿时乐开了花 从淮阴峰出去可是有千里之遥 走是走不出去的 你可以花十颗零食租一趟英诗云 十颗零食 不如族兄先借我十颗零食如何 裴灵年却哭丧着脸说 我的零食都给了应兰师妹了 哪还有钱给你啊 不过裴灵年还是给裴灵出了一个主意 那就是去杂韦斯接任务 说吧还不忘告诉裴灵以后不要来找他了 免得让应兰师妹看见 来到杂韦斯的裴灵 看着五花八门的任务直挠头 这都是什么奇葩任务 给玉兽峰送信 要求有座棋 奖励三颗零食 照顾胭脂兽 奖励是胭脂兽的粪便 寻找零食鬼面子 奖励五颗零食 这要猴年马月 才能攒够九万零食的罚金啊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八百零食的任务 虽然要求练气六层以上 可自己短时间内也到不了六层 有了 我也不是非要攒够零食 先找个队伍混进去 离开这阴间中的不就行了 然而这队伍也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好混 第一个队伍只要练气六层以上的 第二个队伍也是嫌弃他修为低 第三个队伍更是直接表示 你练气四层的修为只能送死 就在裴林生无可恋的时候 一位貌美如花的小姐姐 从背后拍了拍裴林说道 虽然你修为低 但是师姐也不会嫌弃你的 裴林心中一喜 有人愿意和我组队伍 转头一看 我尼玛 这长得还真是如花似玉 吓得裴林把腿就跑 画面一转 孙应兰的另一只舔狗正在打小报告 师姐 我说的没错吧 裴林在杂韦斯找队伍 就他练气四层的修为 也敢接任务 孙应兰却道 既然他想接任务 那我们就帮他一把 旋敢惹我 最近的世界杯大家战果如何 男主裴林刚进崇明宗 就反杀了三位摄影 这也导致他背负了九万零十的债务 为了逃避债务危机 裴林本想随便混个任务队 等出了宗门就逃之夭夭 奈何众多队伍 没有一个能看得上自己的 好不容易有一个师姐愿意带自己 裴林刚要喘口气 突然发现 离自己不远处的一个队伍 正在找练气四层修饰 裴林心中一喜 一个剑步就冲了过去 这位师兄你好 在下裴林 刚好练气四层 可以啊 不过我们现在就出发 你还需要准备吗 这还准备个毛啊 赶紧走吧 这阴间宗门裴林 是一刻也不想多待了 殊不知 这一切都在师兄的计划当中 就在恐龙妹 向裴林打招呼之前 孙应兰已经找到了这位陈师兄 那裴林的天资 与裴洪年相当 用来做师兄的血迹 再合适不过了 陈师兄还是有些犹豫 这裴林不是内门卖主 郑金山送进外门的吗 招惹他不会引来什么麻烦吧 孙应兰却说 那裴洪年在郑金山眼里 都不过是一条狗罢了 更何况裴林 再说了陈师兄 你的招呼番 可就差最后一个血迹材料了 这么好的机会 错过了可不会再来了 就这样 抵不住诱惑的陈师兄 才会故意引诱裴林出宗门 好让裴林做自己招呼番的 最后一个血迹材料 出了宗门 还可以避免因为残杀同门 所带来的高额罚金 而此时的裴林 却对此毫不知情 还在殷师云上高兴的感慨 这白嫖的殷师云 比那裴洪年的破纸船舒服多了 自由的空气 就在这时 陈师兄拍了拍裴林的肩膀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我们的队友吧 我叫陈桓 练气六层 这是我那不争气的妹妹陈妹 练气四层 然后这三位分别是黄显 张仲晴 肖塔缩 皆为练气五层 我们相识多年 都是彼此信任的对比 随后又解释道 这次出任务 主要是为了陪妹妹一起历练 裴林双手抱拳 陈师兄放心 我一定会保护好陈师姐吧 内心却盘算着 小爷可没功夫 陪你妹妹历练 等出了宗门 小爷就找机会溜走 到时候天高热鸟飞 海阔平逾月 谁还管得了我 陈师兄 我们现在是往东南方走吗 莫非圣宗的山门在东南方 陈师兄解释道 裴师弟你出入圣宗有所不知 整个圣宗都在浮屠大阵之下 四面八方都能出去 裴林是探道 那我这圣宗的名牌 离开宗门就没有用处了 得到的回答却是 名牌是你出了宗门 唯一证明你身份的东西 而且还可以用来 向宗门发送定位救援 裴林一阵无语 原来还带定位功能啊 出去了 我就把这破名牌丢掉 对了 我翻看门规 发现所有事情都能用零食解决 假如有人欠下零食后 偷偷逃出去丢掉名牌 圣宗岂不是白白损失 萧师姐科普道 不可能的 之前就有弟子欠了一百颗零食 借着做任务丢掉名牌 偷偷溜走了 结果圣宗直接派出三位 高出一个大境界的修士专职追杀 花了整整二十年查到宗记后 将他新建立的家族满门血洗 裴林心中一惊 不是吧 才欠了一百颗零食都要追杀二十年 我这欠了可是足足九万零食啊 完了 这下真跑不掉了 这个宗门有多狠 仅仅欠了一百颗零食都要追杀二十年 满门抄斩 而男主裴林却欠了足足九万零食 本来是想逃跑的 看来是行不通了 只能安心地打工还债了 对了陈师兄 我们这次的任务是什么 陈师兄解释道 我们一共接了三个任务 其中两个是给你和林书练手的 我们几个是去斩杀一头开灰六层的妖兽 到时候你可要多照顾一下林书 陪林心想 三个任务 看来这次能赚不少零食啊 一问才知道 算下来的话 自己才能分到二十克零食 陪林瞬间无语 二十克 我可是欠了九万零食啊 但是这时可不能让别人知道 只好强装惊喜地说道 二十克零食可够我用好一阵 这也引得林师兄一阵比一 林书可补到 二十克零食虽然不少 不过你要是有助气 炼丹和制服的天赋化 就能赚更多零食了 你足兄裴红年天资不俗 当年差点被浮风奖师收为弟子 只可惜被孙应兰给耽搁了 一听还有其他办法赚取零食 陪林赶忙询问裴红年 当时是怎么被看上的 原来是因为裴红年仅仅用了两年 就做出了第一张合格的服录 可谓天赋一柄了 裴红一阵无语 天赋一柄还需要两年 可是宗门缴纳罚金的实现 只有三个月啊 两年过后我的骨灰都凉了 就在此时 张仲晴提出要先试试裴红 有没有保护灵书的能力 裴红也没有拒绝 正好裴红也想看看这支队伍的实力 裴红冲上去就是一个下勾拳 而张仲晴却一动不动 原来是仗着自己练弃六层的实力 想要直接扛下这一拳 好让裴红认识到差距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一拳差点让他当场吐息 好在憋住了 这才保住了脸面 见裴红力道如此之大 张仲晴也不敢拖待 直接使出全力与裴红开始拼拳 两人一番对拼过后 终究是裴红先败下阵了 林师兄及时打起原场 到此为止吧 两人一番寒暄过后 黄显问道 裴师弟 从刚才的姿态中看出 你明显是使刀的 为何要把刀藏起来不用 裴红一阵尴尬 总不能说自己是怕你们抢我的刀吧 只能含糊到 一场切磋 我见张师兄也没用冰刃 我自然也不能用 就这样 切磋的是总算告一段落了 几人又开始安安静静地赶路了 殊不知 林师兄却在与张仲晴案中传音 怎么样 那小子筋骨有点古怪 比寻常练器四层墙太多了 刚刚 差点出丑 恭喜陈师兄 这可是个血迹的好材料 等我练成了招魂番 多接些高难度任务 咱们几个或许能一举进入内门 踏沙 到时候就劳烦你动手了 踏沙子当全力以赴 而蒙在鼓里的裴玲 突然发现这些家伙怎么都那么开心 就在裴玲疑惑之时 林叔竟然一脸担心地问道 刚才没受伤吧 这里有几颗气血丹你拿着 能白嫖的东西裴玲怎么会不要 一瞬间 队伍里的所有人都开心了 当你打开房门 看到满院子的单事为公共 你能冷静一堆吗 有些人 表面上嘘寒问暖 背地里却各怀鬼胎 在乘坐了几天的阴尸云后 几人终于来到了罗山城 由于城主政务繁忙 所以由城主的管家全城接待 出入城主府 裴玲就感觉到了 此地的灵气异常浓郁 通过与队友的交谈得知 端木城主乃是驻机器的镇修 便在这城主府 设了一个简易版的巨灵镇 能滋养金骨利语修行 陈氏直许久未见 只见来人正是罗山城城主端木炎 几人赶忙拜见城主 一番寒暄后 陈师兄掏出一封 少城主的信地给城主 城主也是回应道 小儿在宗内 还要请几位多多照顾 随后便问起他们 此次前来可还有什么任务 各在罗山城附近 老夫或许能行些方便 陈师兄赶忙回应 此行还有两个任务 其一是城外的花妖 其二便是罗山中的紫眼雕 没想到城主雀面露南色 市值想必是有备而来 这两只妖兽应该不成问题 不过 近日有一头驻机器的人面珠 从罗山深处出来产卵 恰好就选在了紫眼雕的地盘附近 闻听此言 裴灵与陈师兄顿时一惊 陈师兄是怕耽误了 自己血迹裴灵的计划 而裴灵则是怕 二十克零食的酬劳也泡汤了 此时 端木城主也表示 自己虽然二十年前落下晚景 不能全力出手 但也暗中调查了 人面珠的活动范围 随后便将活动轨迹 图送予了陈师兄 有了轨迹图的陈师兄信心大增 只要避开人面珠 血迹便不成问题 这一次 我势必要练成招魂番 傍晚失分 回到客房的裴灵 被九万零食的债务 折磨得夜不能寐 单靠做任务是凑不齐的 要不要把验声刀卖了 可如果这样 郑金山也不会放过自己了 就在这时 一股湿气缓缓飘来 裴灵顿感不妙 陈师兄他们不会出事了吧 察觉到不对的裴灵 手拿验声刀一把推开房门 只见院内湿气缭绕 裴灵赶忙呼喊自己的几位师兄 你们快醒醒 城主府有古怪 然而 未等裴灵反应 一只干尸就冲了过来 裴灵赶忙拿刀底 这城主府客院 怎会如此诡异 煞时间 背后的干尸一口就咬了上了 难道是城主 可城主是住机器啊 如果想害我 完全可以直接动手 难道是他 想明白的裴灵大声喊道 我已炼成解煞刀法 还请雾柳姑娘现身一剑 裴灵话音刚落 几只粉红蝴蝶悄然而至 转瞬间就将裴灵周围的干尸 斩杀殆尽 树道粉色光雾 环绕在裴灵身边 带裴灵反应过来 雾柳已经从背后 趴在了裴灵身上 你怎么跑这来 你让人家这一路追得好苦 通过上一次连续半个月的双修经历 裴灵也算是明白了一个道理 有些软饭 还是不吃为好 各位觉得呢 就在裴灵被干尸包围之际 雾柳姑娘缓缓飘出 几只粉红蝴蝶刹那间 就帮裴灵解决了附近干尸 当裴灵被问到为何要逃跑时 裴灵总能尴尬地说道 我只是缺灵时处能做任务 雾柳一脸兴奋 你是只杀了苗六的罚精吧 裴灵心中一惊 好家伙 果然是在监视我 裴灵姑娘真是神通广大 这都知道 雾柳满脸好奇 真有意思 居然用他们三人的血练成外傻 难怪这么快 就练成了解煞刀 不过 就算是杀人练煞也不会那么快练成 然而裴灵却满脸疑惑 什么外傻 自己根本就没有看内容 都是系统一剑修炼的 雾柳见裴灵没有说话 直接一把掐住裴灵的脖子 你到底有什么秘密 那就让我抛开看一看吧 就看一下 好吗 就在裴灵冰死之际 几条锁链凭空射出 瞬间就将雾柳锁住 如此威猛的男人死了可惜了 雾柳赶忙求饶 主人 我错了 错了 我不动他了 闻听此话 丽仙子也没与雾柳计较 锁链瞬间消失 自由的雾柳一脸惨媚的讨好裴灵 裴公子 你赶紧做几件惹怒主人的事吧 那样我就能随意处置你了 裴灵一阵无语 我又不是探锤 对了裴公子 外傻虽然能精进刀法 若屋内煞镇压 你可知会有什么后果 九万零十 是你今后只能靠杀人练功 最终试杀成性走火入魔 我只想找钱 裴公子不必担心 雾柳会帮公子的 裴灵一直抓住雾柳的死 真的吗 雾柳姑娘 快教我如何快速赚到九万零十 雾柳一脸无奈 你就不想知道 如何利用那刹压制外刹吗 拜托了雾柳姑娘 我只对零十感兴趣 有系统帮我修炼怕什么 关键是九万零十的罚金 雾柳故作高深 以裴公子的惊人体货 直接和主人要不就成了 裴灵心中一颤 我还是自己想办法 这要命的软饭 还是不吃为好 真当我是裴灵榨菜啊 连续半个月的双修 差点都被榨成人干了 现在想想个后盘 雾柳一脸无奈 那还是你自己想办法的 随后丢给裴灵一本邪鬼顿组 这是主人给你的 七天之内练成 否则 裴灵成 总算走了 区区一个幽魂侍女 都能在住基基城主 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入侵 那利仙子究竟有多可 功法看来是不练 不行了 七天比上一次的时间还短 只是不知道这次修炼 系统又会惹来什么麻烦 四日一走 陈师姐就过来通知裴灵 兄长他们要准备一些东西再出城 我们调整休息 不知你有什么计划 裴灵心中一喜 一会偷偷出去 到集市上 看看有没有什么转灵石的路子 随后故作疲惫地说道 多日赶路 我有些乏了 打算在家休息一天 陈师姐一听裴灵打算在家休息 兴高采烈地就去找兄长去了 裴灵一脸疑惑 怎么听说我打算休息他这么高兴 还有陈环他们也不见综艺 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不管了 还是先去集市找点活 转灵石要紧 这位公子 老夫见你骨骼亲情 是个修仙的好材料 我这儿有本祖传功法 要不要看一下 原本和队友说好在家休息的裴灵 却偷偷溜了出来 本打算到集市上 找点赚取零石的丝活 然而在集市逛了一天的裴灵 非但没有找到一条赚钱的门路 反而遭遇了骗子们的各种推销 心烦意乱的裴灵 直接掏出了崇明宗的名牌 一看是崇明宗的人 骗子们吓得拔腿就跑 就在这时 裴灵眼前一亮 这不是萧氏的张仲晴他们吗 殊不知 萧氏的几人 只不过是在偷偷为裴灵布阵 在萧塔沙的带领下 几人终于找到一处适合布阵的地方 不错 此地阴气旺盛 适合布下是魂子母阵的子阵 能布下子阵自然是好 不过我们带的材料 已经不够再布下母阵了 是魂子母阵相辅相成 子阵负责玻璃魂拓 而母阵则用来炼化招魂帆 二者缺一不可 黄显抱怨道 哎 若是能早些找到合适的布阵地点 那些材料也不会浪费 就在这时 陈叔走了出来 这些地方大家都是第一次来 萧氏姐怎知哪里适合布阵 等一下我们先去集市买些材料 等明天再布阵也不迟 黄显一脸疑惑 你怎么也来了 把那小子独自留在城里没什么问题吧 陈叔一脸得意 放心吧 我在裴灵身上下了千里香 他是绝对逃不出我寻踪踪的追踪的 就这样 其他人继续布阵 陈叔与张仲晴 则来到商户买布阵材料 听陈叔与张仲晴说要布阵 裴灵也是一脸纳闷 练气六层的妖兽 还需要布阵吗 就在这关键时刻 江湖骗子突然出现 公子好眼力 这是快能遮蔽灵气外泄的宝布 要的话 便宜卖给你 裴灵一阵无语 偏偏在自己偷听的时候出现 大惊失色的裴灵拿起宝布就跑 顺便还丢给江湖骗子一瓶丹药抵债 这一番沙雕操作 也成功引起了张仲晴的注意 我好像看到裴灵了 快把你的寻踪风放出来 灵叔也没有迟疑 立马放出凌风追踪 果然是裴灵 快追 跑进一处暗巷的裴灵还在想着 自己可是说过在家休息 这要是让撞见可就尴尬了 刚想要继续逃跑 一道质问声传来 果然是你 裴灵 你不是说好在家休息吗 怎么跑出来了 居然敢骗我 裴灵赶忙表示都是误会 张仲晴一把抓住裴灵的肩膀 误会 那师弟倒是说说 刚才在商铺鬼鬼祟祟的干什么 又为何见到我就跑 莫非是听到了一些不该听到的话 说好在家休息的裴灵 却偷偷溜到集市 寻找赚取灵石的私活 然而事与愿违 灵石没赚到 反而被师兄师姐抓了个正照 裴灵只能尴尬地解释 自己实在睡不着就出来走走 想着你们可能也在休息 我就独自出来 张仲晴立马与陈叔传音 这小子鬼鬼祟祟 陈叔却道不行 是魂子母阵明天就启动了 不能坏了咱们的大忌 先带回去严家看管 说罢便一把抱住裴灵的手臂 你这也太鲁莽了 人生地不熟的 万一出点是怎么办 张仲晴也附和道 咱们一个队伍 去哪都要提前说 互相好有个照应 裴灵只好慌忙认错 只见灵叔一脸娇羞 你在这样 人家不理你了 说罢两人便一左一右 拉着裴灵往回走 裴灵一脸疑惑 你们不是还要买布阵材料吗 张仲晴却一脸坏笑 还是先送你回去重要 材料我会叫陈师兄他们买 明日就要做任务了 你可得休息好了 回到城主府的裴灵越想越不对劲 购买布阵材料才是要警示 他们却着急送我回来 而且送我回来的路上 远比之前要热情 生怕我跑了一样 难道他们的目的是我 就在这时 外出布阵的陈师兄几人也回来了 裴灵刚想要偷听 就被陈师兄发现了 裴师弟 早点休息吧 见裴灵退了回去 陈师兄立马询问发生了什么 裴灵似乎有些警觉 张仲晴回到 那小子白天私下离开了城主府 可能察觉到了什么 无妨 晚上轮流盯着他 别让他逃了就行 我已让萧师妹在子镇外布下了迷阵 到了明天绝对不会出问题 萧师妹的迷阵我是知道的 当初我是三天都没有走出去 只要到了镇中 就算他本领再大也插翅难逃 四日一早 裴灵就在几人的带领下来到了罗山林 裴灵是越走越心惊 昨晚一直有人监视着我 丝毫不给我逃跑的机会 看来他们的目标确实是 只是 为什么是 那个 陈师兄 我们是在找花妖吗 陈师兄却一脸不耐烦 跟着走就是了 陈叔也是关心到 裴师弟 别心急吗 马上就到了 裴灵暗中计算 这要是动起手来 自己肯定是没有生还的几率 只能找机会开溜了 突然 一阵怒火轰滑 紧接着无数妖兽 从四面八方开始袭来 几人立马展开战斗模式 裴灵心中一喜 机会来了 你们打吧 我可要跑路了 然而 他却低估了队友的实力 还未懂裴灵跑远 妖兽们就被尽数斩灭 只见陈师兄一手拿刀 一手提着妖兽的尸体 缓缓说道 裴师弟 你走错方向了 江湖显乐 人心不测 出入宗门就遭遇 三位摄友的杀人越货 幸好裴灵命运 反杀了三位摄友 本想混在队伍逃跑 反而落入了陈师兄的圈套 为了用裴灵的身体炼化招魂番 陈师兄也算是煞费苦心 察觉到不对劲裴灵 本打算趁着妖兽袭击逃跑的 然而未等裴灵跑远 就被陈师兄拦了下来 面对陈师兄的质问 裴灵只能尴尬地解释 刚才遭遇妖兽有些慌乱 一不留神就跑错方向了 内心不禁吐槽道 这几只妖兽也太惨了 陈叔见裴灵不老实 直接抱住裴灵的手臂 这可不行 万一再遇到妖兽 你与我们走散了怎么办 接下来 我可要抓紧你哦 没办法 裴灵只能继续跟着师兄们一同上路 附近的妖兽都太弱 一点逃跑的机会都没有 如果向雾柳求救呢 算了吧 那女鬼巴不得我早点死 就在这时 陈师兄一行人突然停下了脚步 暗中传音 前面就是是魂子母阵的子镇了 你们把裴灵骗进去 我与萧师妹去布置母阵 说罢便开始行动 裴灵心中一喜 修为最高的陈师兄不在 对我来说 或许是个机会 陈师姐 陈师兄他们这是去做什么 陈叔解释道 他们去对付子眼雕了 我们再往前走 就是花药的栖息地了 就这样又走了一段路 裴灵眼看机会成熟 他们应该走远了吧 陈叔还想继续哄骗 裴灵却突然抱起 一把掐住陈叔的脖子摔在地上 别在小爷面前演戏了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也是让张仲秦欲防显大为震惊 你这小畜生想干什么 裴灵直接掏出验声刀 我想干什么 只好慌忙敌的 这是验声刀 你是正经山的人 你这小畜生敢耍我吗 一听这话 裴灵瞬间暴怒 我敬你们为兄长 你们却想着如何谋害于我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黄贤与张仲秦暗中传音 把他引入紫阵 大战一触即发 煞时间 刀光剑影 碎石横飞 带烟尘散去 裴灵面前却空无一人 突然 黄贤手掐福禄从背后杀出 裴灵慌忙转身 规刀啃去 然而黄显虽然被逼退了 俘禄却已置身前 刹那间 树道金黄锁链出现在裴灵周身 未等裴灵反应就被锁链锁住 就在裴灵无法动弹之际 张仲秦瞅准机会从背后冲出 一招双龙出 就将裴灵打飞 飞出去的裴灵 在经历了几次死亡翻拱后 终于安全落地 不禁感叹 对付两个炼器五层 果然还是有些吃力 不对 他们人呢 不管了 还是六位上策 然而 走了许久的裴灵突然发现 自己怎么又走回原点了 这个男主有多惨 刚入宗门 摄友就要杀他夺宝 好不容易混个队伍逃出宗门 没想到队友 更是想拿他炼制招魂翻 察觉到不对的裴灵 趁队友分散之时 奋起反击 奈何实力不够 被队友一招双龙出海 打入了提前给他布置好的迷阵当中 看着眼前的阵法 裴灵越发觉得此地不宜久留 必须要尽快逃出去 然而事与愿违 不管裴灵从哪个方向逃跑 最终的结果始终是回到原点 完了 看来我是走不出这个修罗场了 突然 裴灵灵光一闪 系统 我要一键修炼血鬼盾法 伴随着一键修炼的开启 裴灵的身体瞬间就由系统完全控制 血鬼盾法瞬间开始修炼 不一会 系统就传来提示 检测到修炼血鬼盾法 需要上瓶血石若干 系统将免费为你赠送 裴灵心中一喜 嘿嘿 果然又是这一出 这个鬼阵法中 屁都没有一个 想要血石就得带小爷出去找 然而万万没想到 这狗系统竟然直接控制着裴灵朝着一座大山撞去 裴灵顿时一惊 大哥 我是让你找路 不是找死啊 只听轰的一声 大山居然被裴灵给撞出一个窟窿来 哈哈 原来是障眼法 小爷我终于逃出来了 系统 这次我要给你四行好评 画面一转 陈师兄与萧师姐 正在布置是魂子母阵的母阵 看着一瘸一拐走来的张仲晴与黄显三人 陈师兄也是大为吃惊 你们怎么伤成这个样子啊 裴灵那小子呢 张仲晴赶忙解释 我们被那小子摆了一刀 费了一番力气 才把他困入迷阵当中 不过那小子身上 可有郑金山的验声刀啊 招惹了郑金山 我们可不划算啊 陈师兄却一脸淡定 放心吧 死人是不会开口说话的 他已经被困在迷阵中了 绝不可能活着出来 今天我势必要练成招魂犯 随后便开始吸收蜘蛛卵的血石 血石赠送完毕 继续修炼血鬼盾法 一番修炼下来 血鬼盾法总算修炼完成了 裴灵也终于拥有了身体的控制权 然而下一秒 一只巨大的蜘蛛 就悄无声息地出现在裴灵身后 这个男主有多次 不是在逃亡 就是在逃亡的路上 刚逃出了迷阵 现在又被蜘蛛精追杀 这蜘蛛精别看体型大 好起来可不比高铁慢多少 幸好裴灵刚学会了血鬼盾法 不感谢一下我亲爱的丽仙子 我真是太爱丽仙子了 都跑了这么久了 这蜘蛛精还在追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吗 有了 来而不枉非离也 不如就让你们见个面如何 画面一转 陈师兄与萧师姐这边 正在紧锣密鼓的布置 是魂子母阵 法阵中央插着的 正是陈师兄的招魂番 只听无数冤魂哀嚎便语 其中不少冤魂 都是这几个家伙的挚爱亲朋 然而陈师兄几人 却没有丝毫愧愧 随着萧师姐的一声大吓 是魂子母阵正式启动 煞时间 天没难 鬼气缭绕 就在陈师兄幻想着 自己的招魂番 即将炼成之际 阵法突然中断了 原来是裴灵的出逃 让阵法中缺少了忌体 所以阵法才无法继续运行 本就各怀鬼胎的几人 顿时乱成一锅中 陈师兄赶忙打断众人的争吵 吩咐陈叔与黄显张仲晴三人 去捉拿裴灵 然而三人刚追出一段距离 陈叔的追踪风 就不敢继续追踪了 就在陈叔纳闷之际 就见不远处的裴灵 正向他们跑来 几人心中一喜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你自己到送上门来 然而 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 拥有血鬼顿法的裴灵 竟直接从三人的缝隙中逃跑了 临走还不忘提醒他们一句 我给你们带了点礼物 希望你们喜欢 三人刚要追击裴灵 后面的蜘蛛精就追了上来 三人顿时大惊 赶忙施展手段逃生 然而修为最低的陈叔 却终究还是慢了一步 直接被蜘蛛精的珠网缠住 被吓傻的张仲晴与黄显 哪里还会想着救人 只能眼睁睁看着陈叔被吃 侥幸逃脱的二人找到陈师兄 与陈师兄述说了刚才的险情 陈师兄虽然心中不悦 但也没有表现得太过明显 要知道这蜘蛛精 马上就会追来了 陈师兄与萧师姐倒是可以逃跑 可是黄显与张仲晴 刚才已经使用过燃血大法 指定是逃不走了 陈师兄稍加思绪 便想出一条妙计 那就是先让张仲晴与黄显 进入迷阵中躲避 等蜘蛛精被引进迷阵 再把他俩放出来 张仲晴与黄显虽不放心 但这也是唯一能逃生的办法 只能听从安排 然而未等张仲晴与黄显走远 陈师兄就吩咐萧师姐 等他俩一进去 你就启动是魂子母阵 将他们都炼成招魂番 舔狗的结局大多是悲惨的 上一秒刚被深情告白 下一秒就被炼化成招魂番的材料 陈师兄眼看蜘蛛精就要追来了 立马提议让张仲晴与黄显 进入法阵中躲避 然而他俩刚进入法阵 就被陈师兄炼成了招魂番 美中不足的是 张仲晴与黄显之前已经元气大伤 以至于炼成的招魂番 并不是那么完美 趁着萧塔莎转身之际 陈师兄以手为刀 直接一刀贯穿萧塔莎的胸口 此刻的萧塔莎怎么也想不明白 自己帮他杀了那么多人 做了那么多事 而且刚才还说要永远在一起的 这一个转身 自己就要被炼成招魂番了 反观陈师兄缺一点兴奋 我的招魂番终于是大功告成了 师妹 你进了招魂番就能与我朝夕相伴了 想必你心中定是欢喜了 如此我也算没有辜负师妹了 我这就履行承诺带你逃出去 话没转 裴灵终于逃到了罗山城 现在的裴灵灵气已经耗尽 必须要找个人帮他一下 而这个人就是罗山城城主 很显然 这次他赌对了 在接到下人的禀报后 罗山城主立马开始给裴灵叔送灵气 一番调养过后 裴灵直接双气跪地 城主大事不好了 那助基7的蜘蛛精杀过来了 陈师兄让萧师姐布置了一个法阵 想要将蜘蛛精炼入招魂番 罗山城主心中一惊 那可是助基7的妖兽啊 连我都不敢招惹他 陈师只简直是疯了 裴灵赶忙补充道 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 总之计划失败了 大家四散而逃 我也是侥幸逃脱了 这罗山城主也是谨慎 再三确认蜘蛛精确实施 正向罗山城赶来后 便决定前去救人 毕竟罗山城可是有圣宗布置的法阵 就算不敌 自己也能全身而退 这可把裴灵惊出了一身冷汗 真要是让他救出来 自己不就嘎了吗 裴灵还想劝阻一下 奈何罗山城主执意要去救人 没办法 裴灵只能赶紧想一个保命的法子 不管城主是去救人还是夺保 自己现在都是无法离开城主府的 画面一转 狼狈逃窜的陈师兄还在想着回去 一定要让裴灵生不如死 前面就是罗山城了 如果能借助故城法阵 将蜘蛛精击杀 说不定自己还能发一笔小财 毕竟住机器妖兽的材料可不便宜 就在这时 罗山城主也赶了过来 陈师兄赶忙向城主求助 想让城主帮忙击杀蜘蛛精 万万没想到 城主却赏了他一招黑虎掏心 顺便还将他的招魂帆夺了过去 仅仅一瞬间 城主就将陈师兄与招魂帆的联系彻底切断了 陈师兄还想用门规威胁一下城主 不承想 为等他说完 蜘蛛精就追了过来 多心不易必自闭 为了炼成招魂帆 陈师兄可谓是煞费苦心 坑骗了不知道多少同门师兄弟 就连最要好的兄弟 以及深爱他的女子都没放过 统统被他炼化了招魂帆 然而法器刚刚炼成 他就被蛛机器的蜘蛛精追杀了一路 眼看就要逃回罗山城了 却被罗山城主来了一手拦路抢劫 陈师兄历经千辛万苦炼成的招魂帆还没五热闹 就被罗山城主端木炎抢了去 不不担心 被端木炎这么一耽搁 蜘蛛精也追了上了 陈师兄眼看小命不保 赶忙向端木炎磕头求饶 这招魂帆就当是我孝敬您的 求成主救我一命 我愿当牛坐马 声称是是受端木家驱使 然而端木炎却并没有理会陈师兄 手掐法诀 直接就将陈师兄当作礼物 送到了蜘蛛精的面前 并且与蜘蛛精说道 以我实力相当 争斗起来也只能是仰败俱伤 更何况前方还有幽冥紫妖阵 还请就此止步啊 这小修士虽然不能弥补你的损失 但总归是我的一份心意 这柱机器的蜘蛛精也是精语 收下陈师兄后掉头就走 回到罗山城的端木炎 一脸忧伤的对裴灵说道 裴小友 实在对不住我 那蜘蛛精属是凶悍 老夫终究是去迟了一步 陈师直已经被他杀害了 老夫疏死搏斗 才从他口中抢回了陈师直的遗物 裴灵心中一惊 好家伙 果然是去杀人夺宝去了 裴灵当即双膝跪地嚎啕大哭起来 陈师兄多好的人啊 就这么没了 也不知道其他师兄师姐怎么样了 端木炎见状也是赶忙 假意安慰了一番后说道 你的师兄师姐们恐怕也都遭遇不测 除了些残肢断壁之外 也就找到一些遗物 这些你都收着吧 也算是做个念想 裴灵看着桌上的遗物 一阵比 还真是留个念想 一点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就在这时 端木炎竟然将陈师兄的招魂番拿了出来 这可是不可多得的上品福气 你也一并收下吧 裴灵心中一惊 能不是上品福气吗 这可都是拿同门的命令化的 小爷我也差点栽里头了 这我要是拿了 你能放过我 裴灵感忙表示 我们一行人给罗山城惹了不少麻烦 其他遗物我就收下了 这招魂番还是城主留着吧 陈师兄全下有知 也一定会赞成这么做的 端木炎心中一喜 这小子还挺懂人情事故 不过 老夫有一事不明 陈师之恋其六层尚且死于蜘蛛精之手 裴小友又是如何逃出生天的 莫非有何过人之处 面对端木炎的咄咄逼人 裴灵心中一惊 看来只能搬出丽仙子 我这次出来 乃是丽仙子受益 若完不成任务不得回踪 我能逃脱 完全是靠着物柳姑娘的暗中相助 只是丽仙子不愿有人打着她的旗号行事罢 必听是丽仙子 端木炎敢往笑脸相迎 放心吧裴小友 你不说我不说 丽仙子自然不会知晓 至于你的任务 就有老夫带牢了吧 朝中有人好做事 在得知裴灵是丽仙子的人后 紧紧一炷香的功夫 端木炎就帮裴灵把紫眼雕与桃花妖的尸体带了回来 当端木炎让裴灵拿出宗门名牌交任务时 裴灵顿时傻眼 原来陈师兄一行人 根本就没给他接任务 就只想着将他带出来炼化成招魂番 还好可以回书物堂补交手续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自己反杀了三个同门师兄弟的罚金还没有筹够 如果现在回去的话 必然会被那三个家伙的亲朋好友亲切问候一番的 然而裴灵刚表露出想多待几天之时 端木炎就给他来了一个下满威 不是我不想留裴小友多待 只是此行仅小友一人活了下来 很容易淡上谋害队友的罪名 再说了 裴小友也不想打着圣女的名号扛下罪行吧 你早些回去禀告 老夫好在知识堂查下来知识作证 帮你洗脱罪名 如果你认为端木炎是为了裴灵好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只要裴灵平安回去 旁人一定会以为是裴灵藏了某种手段谋害了同门 端木炎也能洗清嫌疑 毕竟招魂番可是裴灵送给他的 而不是他自己抢的 从另一个角度出发 如果裴灵真是利仙子的人 他帮裴灵也算是送了个顺水人情 这一番操作 端木炎怎么算也是赚的 裴灵长叹一口气 既然这样 看来只能是出了罗山城在找机会溜走 然而让裴灵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老小子不讲武德 直接给他安排了一朵带自动巡航的殷尸云 根本不给他逃跑的机会 画面一转 怀阴峰长老府内 李四的奶奶韩素正在向怀阴峰长老李平告状 老爷 李四可是您亲孙子 您可得为他报仇啊 只见李平眼神伶俐 将裴灵安陪到李四院里的弟子 却被韩素告知已经做掉了 李平顿时大怒 这么重要的证人你就给做掉了 动脑子想想 裴灵哪来的本事能同时杀了他们三人 事情的关键根本不在裴灵 而是背后的指示者 另外李四三人是死于诡异的刀法之下 而圣宗之内藏有如此诡异刀法的只有郑金山 郑金山又与同为内门卖主的苗承阳不合 那裴灵多半是奉郑金山之命去杀苗六等 李四只是不幸被牵连了 现在裴灵已经被陈桓带出宗门 多半是已经成了招魂藩礼的娼鬼 至于那郑金山 毕竟是立真传的远亲 无凭无拒老夫也不能贸然出手 这样 你把消息告知苗家周家 请周真传牵至立真传 好让苗承阳去对付郑金山 没了立真传的庇护 郑金山在苗承阳面前不堪一击 人在家中坐 锅从天上来 正在给女弟子授课的郑金山 突然就被苗承阳找上门揍了一顿 门内弟子刚想上前帮忙 却被郑金山喝退 老子堂堂奸丧一脉脉脉脱 让弟子帮忙脸往哪里 面对怒火中烧的苗承阳 郑金山只能闭气锋芒 一番询问过后才知道 自己竟然杀了苗六 郑金山也是一脸猛的 这是我怎么不知道呢 刚想解释 苗承阳就已经攻了过来 郑金山只能一边抵挡一边解释 然而所有线索都指向郑金山 苗承阳自然是不会听信郑金山的解释 你还不承认 你前几日不是扬言要报复我吗 一听这话 郑金山顿时大怒 哪个王八蛋把老子口嗨的话给传出去 话我是说了 但是杀你包地的事绝对不是我干的 被怒火冲昏头脑的苗承阳一心报仇 根本不听他解释 对着郑金山就是一顿疯狂输出 当郑金山再次睁开双眼 苗承阳早已离去了 我竟然被打工过去 这下真是脸都丢尽了 无能狂怒的郑金山当即便喊着要去执事堂禀告 却被徒弟告知 苗承阳走前说是会自行前去执事堂缴难罚金 而且这次还是看在丽仙子的面子才饶你一命 听到这话 郑金山顿时怒火攻心 到底是谁在陷害了我 然而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裴林 此时还在想着如何让郑金山帮忙处理一下这九万零食的罚金 回到宗门的裴林先是去树务堂补教了一下任务 一番操作过后 裴林成功领取了167块下品零食 这些零食可是能在百宝楼买不少东西 如果没有他们三个的话 然而裴林刚走出树务堂就被执事堂的人带走 这执事堂也是厉害 竟然将裴林行凶的全过程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 铁证如山 裴林也不好狡辩 只能乖乖签字画鸭 好在执事堂还算公正 只给裴林算了七万四千八百块零食 裴林瞬间欲哭无泪 三个月 我真的能凑齐这么多零食吗 下一秒 执事堂管事就告诉了裴林一个好消息 你不用为罚金发愁了 苗 周 李 三家想要替你缴清罚金买你的命 执事堂鉴定你并没有偿还能力 所以同意了他们的要求 裴林顿时大惊 你们怎么一点规矩也不解 不是说好三个月吗 执事堂管事轻蔑一笑 规矩是可以改 圣宗立以为上 就在这生死攸关之际 裴林灵机一动 等等 三个月我能还清 我可以让内门的郑金山卖主为我担保 当初就是他授意我路的外门 执事堂管事心中一丝量 那郑金山虽与苗家不和 可毕竟是利仙子的远亲 这点面子执事堂还是要给 于是便对裴林说道 那我们就去拜访一下郑卖主 看他肯不肯为你担保 堂若有半句假话 你可就遭老罪了 这个男人有多惨 莫名其妙就被人找上门揍了一顿 正在借酒消愁的郑金山突然被一阵敲门声打断 原来是执事堂的人前来拜见 郑金山也是一脸郁闷 估计是哪个徒弟又在外面闯破 可他现在这个熊样也没法见人了 只能是假借闭关的名义隔空对话 原来是因为裴林杀了苗六三人而拿不出罚金 这是来找他做担保 一听这话 怒火中烧的郑金山也顾不上什么面子 直接冲了出去 一把掐住裴林的脖子 感情苗六是你小子杀的 我这顿奏是替你背的黑锅 此刻的郑金山恨不得立马把裴林剁成肉块做烧口 但是碍于立仙子的关系 他又不能把裴林怎么样 只能是强忍着怒火帮裴林把合约签了 见直视堂的人走远 裴林顿时喜笑颜开 我这小命算是保住了 然而下一秒 郑金山就一拳打了过来 还好郑金山只是假借捉苍蝇的名义吓唬他一下 但裴林却从拳风里感受到了一丝杀意 已经走回院子的郑金山随口问了一句罚金的数量 毕竟他可是担保人 在得知是七万四千多块零食之后 郑金山瞬间一口老血喷出 我一个内门卖主都拿不出这么多零食 你一个外门弟子又如何能还清呢 这不明显就是给我挖坑吗 要不是有力仙子罩着 我现在就要吃烧烤 最让郑金山意想不到的是 裴林杀的那三人 竟然是两个炼器四层和一个炼器五层 能同时斩杀三位比自己修为高的修士 身上竟还没受什么伤 我真是天赋一饼啊 难怪丽仙子会看上他 但是七万四千多块零食自己属世是拿不出来 只能是先将赚取零食的门路告诉裴林 让裴林自己先想办法凑一点零食 实在还不上了自己再给他填坑 裴林也是赶忙向郑金山道谢 毕竟又可以多活三个月 随后便奔奔跳跳地离去 只留下郑金山独自在风中凌乱 同样是越级战斗 凭什么他安然无恙 自己却遍体鳞伤 注意看 这位穿着性感的玉姐正在挥舞着手中的皮鞭 肆意抽打着跪在地上的美女 而被打的这位美女非但没有怨愤 反而一脸享受 甚至提出再用郁一点的无理要求 只因师尊说过 只有学会感受痛 才能助出令受刑者更加痛苦的行器 如此诡异的画面 也是让裴林瞬间对住气兴趣全无 转身来到扶风的裴林本想好好表现一番 然而一阵龙飞凤舞过后 竟然只画出了一个玛丽奥 更让裴林意想不到的是 制服所用的符纸居然是人皮制作 而制服的第一课就是让他们当场挑选佛人 亲自扒皮制作符纸 如此血腥的场面 裴林自然是避而远之 既然住气与制服都不行 那就去看看玉兽吧 没想到玉兽更坑 玉兽导师上一秒还说要完全心人妖兽 下一秒就被妖兽把胳膊咬断了 吓得裴林拔铁救 这还真是阴间宗门的作风 就没有一点正常人能学的东西吗 不过还有最后一家 实在不行就不学了 大不了卖了验声刀环伐金 好在担风的奖师还算正常 这也让裴林看到了一点希望 就在裴林认真听奖之时 系统突然弹出提示 检测到外界正在传授链单术 系统正在收录 裴林心中大喜 这走系统终于是干了一回人事 随着系统的收录完毕 裴林已经能想象到自己走上人生巅峰的画面 有了系统的加持 裴林一刻也不想搬搁 立马前去拂风导师的药材 铺购买了两份炼丹材料 然后便兴高采烈地租了一个 丁级炼丹房准备炼丹 本来裴林对自己的处境还存有一丝担忧 但是转念一想 反杀苗六三人之事 现在有了郑金山做担保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至于陈怀那件事 想必端木老贼已经搞定了 而他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 专心炼丹赚取零食 没了后顾之忧的裴林立马召唤出系统 开启一键托管模式 随着系统长达半小时的操作后 第一炉脆骨丹总算是炼成了 这一炉足足收获了12枚脆骨丹 而且颜色也比当初 从郑金山那里拿得通彻 这也让裴林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一颗脆骨丹按7块零食打包 卖给百宝农 一炉就是84块零食 扣除药材成本 净利润37块零食 一个时辰两炉 一天干12个时辰 不吃不喝干他三个月 那就是79,920块零食 想到这里的裴林赶忙开始下一炉的炼制 然而事与愿违 刚把药材放入丹炉 就被丹炉炸成了硬度阿三 就在裴林疑惑之际 系统也弹出提示 检测到宿主灵力不足 炼丹失败 本次托管修炼到此结束 一键托管有多爽 只是听了一次单方的配比 系统就能成功炼制出丹药 为了早日实现财富自由 裴林赶忙一键托管 开始第二炉丹药的炼制 然而事与愿违 裴林刚把药材放进丹炉 就被炸成了硬度阿三 原因竟然是宿主灵力不足 裴林一阵无语 既然灵力不足 为什么不早点提示 折腾了半天 反而赔了十块零食 不过当务之急 是先去百宝楼 把第一炉丹药卖了 好给人家把丹炉修好 然而刚到百宝楼 裴林就从路人的交谈中 得到一个噩耗 碎骨丹的收购价 居然是五块零食 还真是无间不商啊 没办法 家里锅都揭不开了 钱再少也得卖啊 然而由于裴林的穷酸装扮 这卖药的过程 也是颇为郁闷 刚进百宝楼 就被一只鹦鹉给羞辱了一番 好不容易来到 收购丹药的屋子 又被一个美女炼丹师的 田狗给训斥了一顿 拿出丹药之时 又被收购丹药的 店小二一顿嘲讽 好在系统这次比较靠谱 炼制出来的脆骨丹 居然是上品丹药 刚打开药瓶 一股浓郁的丹香就扑面来 即使这样 店小二依旧觉得 裴林这穷酸样 根本不可能炼制出 如此好的丹药 指定是运气好减来的 裴林一阵无语 要不是老子缺钱 高低让你知道一下花 为什么这样 好在收购丹药的老掌柜 经验丰富 闻到丹香的瞬间 就一巴掌扇到了 店小二的脸上 随后便拉起 店小二给裴林盗窃 并且提出要以40颗 零食的价格 收购裴林的脆骨丹 一听这话 裴林心中狂喜 但为了能卖个好价钱 裴林也是立马装出 一副为难的表情 天才炼丹师金素棉 也是瞬间对裴林刮目相看 要知道脆骨丹用才低廉 炼制出上品的难度 远比裴林盗要高 这丹药定是出自某位大师之手 若是能钻研一番 或许炼丹术能更近一层 随后金素棉便一把 抓住裴林的手放到胸前 并且表示愿意出 50块零食的价格 另外还会向内门炼丹大师 身长老引誓裴林入门 眼看裴林就要败倒在 金素棉的石榴群下 老掌柜赶忙挡在了裴林 与金素棉中间 先是威胁金素棉 不要和白宝楼抢生意 随后便告诉裴林 白宝楼愿以60块零食的价格 收购裴林的脆骨单 并且以后裴林的单要 白宝楼都会一价两成收购 不甘心的金素棉 也是立马提醒到 零食与前途哪个重要 裴师弟可要考虑清楚了 在一百万与清华之间 你会怎么选择 而裴林则在500块 与败入明氏之间 果断选择了500块 这一操作也是瞬间 让金素棉无言以对 反观白宝楼老掌柜 则是一脸兴奋 毕竟这样的大冤种可不多见了 调整好心态的老掌柜 赶忙提醒到 上品丹药就不要 与其他丹药放在一起 容易影响纯度 然而下一名 在场中人均是木凳口袋 一脸不可置信 裴林的十二颗脆骨丹 竟然都是上品丹药 要知道 即便是炼丹大师 也要尝试数十次 才能炼制出一颗上品脆骨丹 一口气炼出这么多 恐怕只有隐居深山的 爵士高人才能办得到 反应过来的老掌柜 赶忙放下身段 请求裴林帮忙 引诫一下这位炼丹大师 金素棉更是一脸羞红地 从胸口掏出一瓶裴原丹 送给裴林 并且极其自然地 将裴林的手臂拢在胸前 明显也是想让裴林 帮忙引诫一下 但裴林则不为所动 虽说这柔软的触感 极其享受 但自己一个没靠山的 炼气器修饰 如果让旁人知道 上品丹药是自己炼的 按着阴间宗门的作风 自己还不得被抓去 当炼丹机器 到时候免不了 天天一顿小屁边 想到这里的裴林 赶忙解释道 我怎么会认识 什么世外高人啊 其实这丹药 是内门卖主 郑金山赐给我的 老掌柜心中疑惑 没听说郑金山会炼丹 而金素棉 也是对裴林的解释半信半疑 从刚才的触感来说 裴林的手 根本不像是常年炼丹的人 不可能炼制出 那么多上品丹药 而且只有外行人 才会拿这么珍贵的丹药 去摆保罗售卖 而郑金山则是 力真传的远期 或许还真是凭借此身份 结识了某位大师 既然如此 那边去拜访一下郑金山 凭借郑金山这个悲伯 裴林总算是顺利脱身了 抛去成本 这一趟足足赚了 620块零食外加一瓶裴人丹 早知道炼丹这么赚钱 我还做什么任务 然而乐极生悲 就在裴林畅想未来之时 一股音气扑面而来 未等裴林反应 就被一道粉色灵力宝的动弹不断 原来是七日期限已到 物流姑娘前来检查作业来了 本来还想借此机会 刁难裴林一番的 然而却被裴林告知 血鬼盾法早已炼成 物流一脸不普之性 随后便指了指远处的扑术 示意裴林用血鬼盾 总折一根树枝回来 裴林也不敢迟疑 一个闪身就将远处的树枝取回 眼见计划落空 恼羞成怒的物流 也只好无奈退场 只留下裴林独自在风中凌乱 双修也是一门技术活 大家还记得 丽仙子在船上将裴林 明晕之后发生的事吗 连续半个月的双修 即使裴林天赋异禀 也差点被吸成人干 如果换作是在做的各位 恐怕早已隐恨西北 至此以后 丽仙子也算是彻底被裴林所折服 时不时地就会想起裴林 例如现在 手拿六欲秘典的丽仙子便在想着 整个宗门都无法修复的六欲秘典 裴林却能收录在体内 并且还以双修的方式 将秘典的力量涌入我体内 虽说那次双修破了我的原因 却也令我修为大增 可为何在船上的那半个月的双修 明明时间更久 却只是让我的修为略有提升 根本无法与那一日相提并论 莫非是需要裴林主动才行 等日后出关 一定要试一试 想到这里的丽仙子小脸微红 此刻的丽仙子恐怕自己也分不清 他迫切地想与裴林双修 到底是对力量的渴望 还是对情胆的宣泄 反观裴林这边 一心炼丹的裴林正在向着一个小目标努力 今天整整炼了五炉丹药 其中一炉炼魂 一炉是被裴林用来补充灵力吃了 剩下三炉共炼制出39颗上品脆骨丹 而且裴林的修为也在丹药的提升下 成功晋升为炼器五成 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 如何才能安全地把丹药卖出去 总拉正经山背锅可能会引起怀疑 思索再三的裴林最终决定 以男扮女装的方式前去卖丹 然而却被白保罗的老掌柜一眼识破 并且还调侃了一句 年轻人嘛 都爱玩点花的 我懂 一脸干大的裴林只好慌忙逃离 眼看乔装打扮行不通 裴林只好去找正经山帮忙 然而还未等裴林进门 就听到一阵吵闹声 见此情形 裴林赶忙躲在树后观察情况 只疼了一声 一位极其霸道的女人 从正经山的哭篮小院内破门而出 嘴里还对正经山骂骂咧咧的 显然不是一个善茶 随后便对身边的金素棉安慰道 区区一个炼丹大师不见也罢 唐杰已经为你争取到了寒水火的任务 只要炼化了寒水火 你的炼丹术一定能更进一步 看着离去的两个女人 裴林心中一惊 炼丹大师 难不成是因为我 想到这里的裴林正欲溜走 却被突然出来的正经山抓了个正正 本就一脸郁闷的正经山一看到裴林就气不打一处来 自从裴林入门以来 自己就总是被揍 老子哪里认识什么炼丹大师啊 被打脸就算了 还将我哭篮小院的门给踹烂了 看着鬼鬼祟祟的裴林 正经山立马有了不好的预感 感情刚才的事又是这小子给惹出来的 裴林自然是不会承认 然而正经山也不是好糊弄的 当即便表示要带裴林去对质 裴林眼见闭无可避之好如实交代 得知真相的正经山顿时忍无可忍一把揪住裴林 真当老子好欺负 三番五次的坑老子 老子今天飞火寡了你不可 只是包不住火的 裴林显然不懂这个道理 三番五次的让正经山替他背黑锅 得知真相的正经山何时受过这等委屈 当场便要结果的裴林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裴林赶忙大声呼喊物流姑娘前来相救 被裴林这么一喊 正经山也冷静了下 毕竟物流可是利仙子的幽魂侍女 或许这一切还真是利仙子的授意 强行压下怒火的正经山 为了让双方都有一个台阶下 当即便表示若是裴林真能练成脆骨丹便放他一门 随后便让欧阳先兴准备丹炉与药材 让裴林现场练丹 值得一提的是欧阳先兴在准备好一切后 还极其温柔地为裴林加油打气 这也是裴林入门以来第一次感受到了被人关心的感觉 静意识看着欧阳先兴不能自拔 然而这美妙的感觉仅仅持续了几秒就被正经山拉回现实 裴林也不敢耽搁 赶忙开启系统着手炼丹 半个时辰后 一炉上品脆骨丹便成功出炉 相比与欧阳先兴的赞不绝口 正经山则是满脸嫉妒 如此绝世的炼丹天赋 也难怪利仙子会看上他 既然利仙子如此看重裴林 作为舔狗的正经山自然不能让自己的女神失望 当即便表示等裴林的修为提升到炼气五层便送他一场造化 然而下一年 正经山便惊奇地发现裴林已经炼气五层了 这才入门几天便修炼之炼气五层 绝世担到天赋 恐怖如斯的修炼速度 这岂是天才二字可以形容的 而裴林则是在思考着什么样的造化能比赚钱更重要 当得知是前往古院炼化寒水火之后 裴林瞬间无语 毕竟刚才那个泼妇可是说过要取寒水火 正经山挨揍也就罢了自己可不想再多个仇人吗 还不如安安静静地炼丹实在 正经山见裴林如此不争气 当即便开始对裴林喜闹 然而裴林是何许人意 立志做狗王的男人岂能被三言两语所作 没办法 正经山只好承诺裴林 如果裴林能炼化寒水火 他便帮裴林把杀苗六三人的罚金交了 一听这话 裴林瞬间来了兴趣 正经山见裴林松口 赶忙让三位住机器的弟子一同前去保护裴林 裴林心中一惊 如此大的阵仗必定是凶险万分的 当即便想借着物流的名义 让正经山也一同前去 然而正经山却表现得十分为难 毕竟他只是下午卖中的一个卖主 上面还有中午卖和上三卖 自己强行拿下这个名义 必然是要在外面帮裴林打点一番的 不过为了确保裴林的安全 正经山还是送了裴林一张百里顿幸福保密 一向高冷的中门圣女 竟然在众目回馈之下将裴林直接推倒 如果你是裴林 你会做何选择 书接上回 在正经山的安排下 裴林与三位师兄师姐一同前往古渊夺取寒随 然而这一路上裴林可没少被方吉与薛英挖 毕竟奸丧一脉本身近况就不是很好 这次浪费资源抢这个任务还是为了一个外门弟子 这也难免让人心生抱怨 好在有欧阳先兴替裴林出头 这才让裴林不至于太过尴尬 然而下一秒 欧阳先兴就拉着裴林跳下了万丈深渊 与此同时 苗承阳在收到裴林已经进入古渊的消息后 当吉便决定前往古渊斩杀裴林 毕竟裴林如果死在古渊 不但直视堂的人无从调查 就连郑金山心服抢来的任务也来费 真是一举两得 唯一让苗承阳不解的是 韩随火本来已经被中午卖的金肃棉预定 郑金山抢抢这个任务到底是图什么 就在这时 郑金山竟然冒着被揍的风险前来找苗承阳挑战 画面一转 五月内的裴林正在忍受着阴气入体的折磨 跑在一旁的欧阳千兴及时帮他传送灵力 这才让裴林没有中道风拘 见裴林如此残弱 方吉立马就是一番嘲讽 欧阳千兴自然是极力维护 薛英赶忙出来打圆场 让欧阳千兴先保存灵力 至于裴林他会带着 裴林看了看薛英 这家伙表面看着老实巴交的应该不会喷我 说话间 便已到了赶孟林的入口 薛英随手找了一根木棍让裴林抓紧 一会不管看到什么都不要理会 只要跟着他走就可以了 裴林自然是满口答应 这木棍就是我的命根子 然而刚进入赶孟林薛英就消失不见了 好在手里的命根子还在 这也让裴林悬着的心放下来一点 然而下一秒 手里的木棍就成了利仙子的小手 裴林心中疑惑 利仙子怎么会出现在这 更让裴林意想不到的是 这利仙子竟然直接将他扑倒在地 并且自不自地将身上衣物一渐渐褪去 看着利仙子一丝不挂的绝美身体 裴林顿时思绪万千 如此香艳的场面试的男人都顶不住了 不行 众目睽睽之下现场双凶 不可能 利仙子绝对不会这么主动 一定是幻觉 就在利仙子进行至最后一步时 裴林奋力一搏 直接逃离了利仙子的身相 而刚才裴林躺着的地方 却莫名多出几只藤蔓 裴林心中一惊 好险 差点就死在这 见幻术被试破幻腰也不再伪装 直接祭出术道 同蔓攻向裴林 裴林自然不会坐以待毙 当即便使出血鬼盾法一刀砍向幻腰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欧阳千兴及时出现 这才将裴林从幻术中拉了回来 冷静下来的裴林瞬间惊出一身冷汗 原来自己这一刀砍的不是幻腰而是自己 要不是千兴师姐冒死用双手抓住了验身刀 恐怕自己已经伸手一出 英雄难过美人观 三位爵士美女同时投怀送望 是个男人都顶不住这种诱惑 然而十分钟之前 裴林就差点被美色所害 幸好欧阳先兴及时赶到 这才让裴林保住了向上人头 见裴林无恙 欧阳先兴一边安慰裴林一边询问薛盈的下落 裴林却一脸尴尬 我本来是抓着薛盈师兄的木棍的 后来不知怎跌 薛师兄就突然不见了 而且薛盈离我最近却没有来之缘 难道他也出事了 得知事情经过的欧阳先兴并没有过多停留 拉起裴林就向出口走去 然而下一命 两人就被眼前的荧幕惊出一身冷汗 只见赶梦林内无数藤蔓达地而起 竟直向着裴林与欧阳先兴杀了管 两人只能慌忙躲避 要说这裴林运气还真够背的 所有丧生赶梦林的修饰之怨气 所凝聚出来的怨鬼 近百年来只苏醒过两次 裴林第一次来就遇到 眼看出口就在眼前 怨鬼竟直接挡在了出口处 随后便又是无数藤蔓向裴林与欧阳先兴袭来 裴林赶忙掏出验声刀抵挡 然而是与怨务 裴林的验声道根本斩不断藤蔓 好在欧阳先兴实力强劲这才坎坎抵挡 就在裴林感叹欧阳先兴实力强劲之际 一根细小藤蔓却悄无声息地刺进裴林的小腿 仅仅一个眨眼间 裴林的面前就同时出现了三位丽仙子向裴林投怀送抱 裴林瞬间就沉迷其中不能自拔 幸好欧阳先兴及时提醒 这才将裴林从幻境中拉了回来 裴林心中一惊 好险 差点就又沦陷了 眼看怨鬼如此难缠 这样下去估计两人都难以逃出身边 这么好的世界死了可惜了 裴林赶忙让欧阳先兴先走 自己可是有正经山颂的百里更幸福 逃跑应该不成问题 然而欧阳先兴也是个倔脾气 说了要帮裴林夺取寒水火就一定要做到 只见欧阳先兴将对上的飞官放下 随着飞官的逐渐打开 无数飞色锁链瞬间迸发而出 仅仅一瞬间就将怨鬼的藤蔓倒吸碎 趁着怨鬼吃痛之际 欧阳先兴拉起裴林一个闪身就逃出了赶梦名 然而飞官的能量可不是现在的欧阳先兴所能掌控的 虽说逃了出来 但也让欧阳先兴损失了不少元气 见欧阳先兴口吐鲜血 裴林赶忙上前询问 但欧阳先兴却说并无大碍 但是打开飞官的事可不能告诉任何人 裴林自然是满口答应 就在这时 方吉与薛盈也走了过了 看着二人一脸平静的假意慰问 裴林心中顿时怒火中烧 原本以为薛盈是遭遇事故才被迫将我抛下 现在看来这小子明显就是有意加害于我 表面老是芭蕉的薛盈 心里面其实一肚子坏水 在赶梦名的时候 薛盈就故意丢下裴林 导致裴林差点迷失在幻境之中 如今在阴阳菜盆途中 更是在心中盘算着如何才能悄无声息地让裴林掉下去 要知道 阴阳菜盆可只有中间这一条窄道是阴阳之气相互抵消的 如若不慎掉下去 对于炼气气修饰而言 那是必死无疑的 就连一旁的方吉都是多次用言语暗示裴林 最好是放弃取寒随 不然极有可能掉下着阴阳菜盆 尸骨无存 只有欧阳先兴在极力维护裴林的同事还不忘警告方吉 如果再敢敷衍羞怪我对你不客气 眼见欧阳先兴动怒 方吉也只好乖乖认锁 有了前车之鉴薛盈虽有心推裴林下去 但也不敢贸然行动 然而让薛盈万万没想到的是 裴林竟然自己掉下去 只是在掉下去之前还不忘嫁祸于薛盈 这一操作也是让薛盈瞬间不知所措 眼看欧阳先兴就要发怒 薛盈赶忙向欧阳先兴解释 自己可啥也没干了 然而欧阳先兴却认定了是薛盈推裴林下去的 就在两人争吵之时 裴林一招写鬼顿法又飞了上来 如此精妙的写鬼顿法也是让在场中人看的目瞪口袋 裴林也没闲着 一上来就跑到欧阳先兴面前诉苦 一口咬定是薛盈把他推下去的 还让欧阳先兴帮他做主 薛盈还想解释 然而欧阳先兴却不给他解释的机会 直接拿出古生花就要惩罚薛盈 方济赶忙帮薛盈求情 却被欧阳先兴制止 薛盈虽心有万般不服 但也无可奈何 没想到师姐竟然如此信任这小子 欧阳先兴更是直接将古生花打入薛盈体内 随着一声惨叫传出 薛盈的身体瞬间被古生花幻化出的锁链穿得千疮百孔 好在薛盈也是助机器修为 这点疼痛还是能承受得住的 而此时的裴灵却一脸得意 小样 就你也想坑我 跟系统坑人的手段比起来 你简直就是弱暴了 教训完薛盈之后 裴灵一行人则继续向古鹤沼泽出发 而寒随火镇位于古鹤沼泽中央 见寒随火就在眼前 裴灵立马两眼放光 看见裴灵那一脸兴奋的样子 薛盈就气不打一处来 区区寒随火就大惊小怪 真是没见过世面的东西 就在这时 欧阳先兴则吩咐薛盈布置法阵 用来驱除寒随火吸收的阴寒之气 随着薛盈一声大喝 树杆震气迎风而涨 直接插入古鹤沼泽之中 将寒随火包为其中 趁薛盈布置法阵的时间 欧阳先兴提醒裴灵 那火入体的过程可是很痛苦 你可一定要坚持住 千万别辜负了卖主的一番苦心 裴灵答应的同时还不忘问一句 只是这那火入体是直接吞下去还是怎么办 一听这话众人瞬间无语 准备了半天没想到这裴灵竟然连最基本的那火爵都不会 方吉更是嘲讽道 你连那火爵都不会 咱们还是直接打道回府吧 欧阳先兴也是一脸难闷 裴灵也只好尴尬地警示 自己入单道尚请 还没来得及学习 一脸无奈的欧阳先兴刚打算现场教学 就被方吉打断 不如先带裴灵回去 毕竟那火爵对于炼气期修饰而言 最快也得半个月才能学会 见方吉形势如此敷衍 欧阳先兴直接一个大逼都就扇在方吉脸上 半个月就半个月 见此情况 薛盈也不敢多言 只能在心中怒骂道 剑臂 对一个炼气期修饰这么好 你可真是迅从正经山那条家去 不过你们可没多长时间了 而欧阳先兴则直接开始现场教学 一遍那火爵口术完毕 欧阳先兴还想着帮裴灵仔细讲解一下 殊不知裴灵的系统早已将那火爵收录完毕 就在裴灵想着该如何向师姐解释自己已经学会那火爵之时 薛盈的阵法也布置完毕 欧阳先兴也不客气 将薛盈手中的核心阵起与罗盘要过来之后 直接就将薛盈用之前种下的补生花封印成了一个重解 毕竟薛盈之前屡次生事 这样做也是为了稳妥起见 不得不说 这师姐真是太稳了 只见欧阳先兴直接运转阵 在阵法的加持下 寒髓火在补贺沼泽吸收的阴寒之气也是成功被驱除 将进化后的寒髓火送给裴灵之后 欧阳先兴则打算带着裴灵前往幽孤洞 好给裴灵争取学习那火爵的时间 方济则表示去幽孤洞的路上危机重重 仅凭你我怕是难以守护裴灵的安全 然而欧阳先兴则态度坚决 关键时刻我会开关迎敌 如此大的代价也是让二人心中一惊 要知道刚才在赶孟林的时候 欧阳先兴只是动用了一次黑关就元气大伤了 这么好的师姐 裴灵自然不愿师姐再受伤 当即便表示我现在就想试试那火入体 这个男主有多豪横 仅仅只是听了一遍口诀就敢直接吸收当火 要知道吸收当火可只有一次机会 一旦失败便是死无全尸 见裴灵形势如此鲁莽 对裴灵照顾有加的欧阳先兴自然是极力劝阻 然而裴灵却以一督行 直接召唤出系统开始吸收含水火 本就不怀好意的方济反而对裴灵百般吹鼓 毕竟就算是天才中的天才也不可能成功 等待裴灵的只能是被当火反噬灰飞烟密 然而下一名 方济就被狠狠打脸 在系统的控制下 裴灵的那火过程显得游刃有余 甚至连一点痛苦的表情都没有 殊不知表面云淡风轻的裴灵 内心早已痛不欲生 毕竟当火焚烧的滋味可不是那么好受的 他想停下奈何系统可不管他痛不痛 眼看裴灵就要将含水火吸收 被欧阳先兴困坠的薛阴立马重重欲动 这要是让裴灵吸收成功 那他一路上的努力不都白费了吗 而且如果裴灵成长起来 奸丧一脉自然而然就会崛起 那他投靠苗承阳的决定就会变得毫无语 为了自己的前途 薛颖也顾不上那么许多 直接就是强行运功 想要挣脱束缚杀了裴灵 然而就在他要挣脱束缚的一瞬间 欧阳先兴同样察觉到了薛颖的杀星 当即便要结果了薛颖 好在苗承阳及时赶到这才将薛颖救下 欧阳先兴心知不敌 便想着自己先奋力抵挡一阵 好让方吉趁机将裴灵带走 方吉嘴里答应着 手里却顺势一抬 两枚针针便静止向裴灵飞去 还好欧阳先兴反应及时 这才没让裴灵当场隐命 而修为最高的苗承阳却并未着急出手 他要让裴灵先感受一番众叛亲离的感觉 然后再慢慢地将裴灵舍魔致死 方能解他心头之恨 一脸谄媚的方吉也顺势说道 师姐 你我二人合力也不可能是苗麦主的对手 实施物者为俊杰 不如我们一同效力与苗麦主不服 欧阳先兴心中一沉 虽说自己是女流之辈 但也不会做背叛师门的事情 更何况一言九鼎可是自己的行事者子 岂能与你们一般狼狈为奸 见欧阳先兴如此不识抬举 苗承阳也不再留守 直接对欧阳先兴发起了攻击 欧阳先兴赶忙拿出黑棺抵挡 然而还未等他打开黑棺 便被苗承阳抵住喉咙 毕竟境界上的差距可不是那么好弥补 就在欧阳先兴绝望之际 苗承阳却凭空消失了 只留下一脸猛逼的方吉与薛颖 红样猛逼的苗承阳 则是被带到了一处幻境之中 只见一位正坐着刺绣的黄衣女子 威威说道 过来坐坐把苗麦转 伴随着苗承阳被江泥带走 现场战局立马反转 欧阳先兴的实力 本就在薛颖与方吉之上 他俩之所以敢背叛师门 完全是因为有苗承阳做后盾 现在苗承阳不知所踪 欧阳先兴自然不会留守 直接将黑棺打开 而棺木中赫然是一位红衣女童 随着红衣女童的手臂抬起 无数道补刺及时而至 方吉赶忙拿出锐文宝炉抵挡 只是以他们二人的修为 恐怕也支撑不了多久 只能在心中祈祷苗承阳赶紧回来 殊不知 此时的苗承阳早已被 娇妮拉入幻境之中 幻境中的苗承阳看着眼前之人 心中也猜出此人 应该是立真传麾下的娇妮姑娘 当即便询问娇妮把自己 带到这里所为何时 而娇妮的回答也同样直接 别碰裴琳 苗承阳心中一惊 难道裴琳那小畜生的靠山 不是正经山而是立真传 可若是不杀死裴琳自己的心魔 便永远无法解开 不甘心的苗承阳想要拒绝 却发现自己的脸上 苗承阳刚想反抗 就被一股无形之力打飞 只见娇妮缓缓说道 若裴琳刚才那伙失败 我既不会救她也不会拦你 可惜你命不好 一 你不得透露今日之事 二 在裴琳入内门前不得出手 立下这两个心魔大事 我便放你离开 苗承阳询问道 也就是说裴琳只要入了内门 我就可以杀她 娇妮并没有否认 若裴琳倒是死于你手 那便是裴琳废物 不配被主人看中 苗承阳虽心有不甘 却也无可内核 只能是让那小子多活几日了 当即便立下了两个心魔大事 历史完成后刚要离开 却被娇妮教主 来都来了 喝下这杯茶再走吧 画面一转 还在苦苦支撑的薛颖与方吉眼看 就要命丧黄泉 薛颖立马提议将裴琳抓过来 当挡箭牌 方吉也不犹豫 当即放出幽黄骨飞向裴琳 欧阳先兴健壮赶忙 控制红银女童阻止幽黄骨 那一只带有三根钢针的拳头 瞬间就将它打飞 终于将寒水火吸收完毕的裴琳 强忍着疼痛躲开幽黄骨的攻击 刚要拔出验声刀反击 却发现验声刀竟从手中掉落 仔细一看 自己已经被寒水火烧的遍体鳞伤 就连刀都无法拿起 就在这生死存亡之际 裴琳灵机一动 直接召唤出系统修炼血煞刀法 仅仅一个瞬间 原本就重伤的薛颖 就被系统控制的裴琳斩杀 并且将薛颖的血煞之气 吸得一干二净 见裴琳如此神勇 方吉不由心中一颤 竟然下意识地掉头就跑 并且还让幽黄骨帮自己断后 更让方吉恐惧的是 缓过来的欧阳先兴 竟然将红衣女童的封印全部解开 仅一个瞬间 方吉便被红衣女童的骨刺刺穿 而幽黄骨也在这一刻同时殒命 裴琳也没闲着 又是一招血煞刀法 将方吉的血煞之气全部吸干 就在这时 一只手拍了一下裴琳的肩膀 打断了裴琳的系统修炼 这个方法也是裴琳告诉欧阳先兴的 毕竟这狗系统可不认人 谁知道会干出什么出格式了 当你在山洞里被拍肩膀时 千万不要轻易回头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拍你的是人是鬼 裴琳就犯了这个错误 只见一只双眼通红的红衣女童 正对着她一脸邪笑 下一秒无数古次瞬间迸发而出 裴琳赶忙掏出验声刀抵挡 幸好之前吸收了血影女方吉的血煞之气 这才让她堪堪抵挡 眼看这红衣女童已经失去控制 突然 树道铁链从黑关中射出 直接将红衣女童收入黑关 裴琳心中百感焦急 难道又是那个物流姑娘 殊不知物流因为擅作主张被利仙子所责罚 现在换成了娇妮姑娘来照看裴琳 裴琳心中一喜 刚想要抱紧娇妮这条大腿 却被娇妮一脚踢开 主人不喜欢无能之辈 在你还没有体现出更多的价值之前 你就自求多福吧 裴琳心中无语 不死心的裴琳还想问问 利仙子还有没有新的功法要传授与她 却发现娇妮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画面一转 回到哭兰小院的裴琳将取火的 经过一五一时的讲语郑金山后 郑金山顿时大怒 枉我这么多年的苦心栽培 竟然是两个吃力爬外的白眼狼 被你练了外傻也算最有应得 至于苗承阳被娇妮带走一事 自然也是让郑金山出了一口恶气 他可是知道娇妮的本事 那苗承阳不死也得脱层皮 裴琳健壮 赶忙询问起自己的罚金还得怎么样 没想到这郑金山却不讲武德 说好的取火成功 他就帮裴琳交罚金的 现在却大意凛然地说道 裴师弟 你现在得了寒髓虎 区区十万罚金算得了什么 师兄保证你能还得上 裴琳瞬间无语 而苗承阳这边 不仅身受重伤 而且还中了补毒 恼羞成怒的苗承阳当即便 吩咐弟子将裴琳的族人全部斩杀 好让裴琳也知道 知道失去亲人的滋味 此时一位弟子劝阻道 此举恐怕不懂 这样一来旁人会觉得 卖主奈何不了裴琳 只能拿起家眷出气 这要是传到周真传耳朵里 我们招穿一脉的地位恐怕不保 更何况裴琳早年间 在族内常常受人打压 不裴府恐怕难以乱其心神 姚承阳一听也有道理 这位弟子接着说道 不过我还有一个法子 外门有位于裴琳 有些许瓜葛的女修 助击之下 又有几人能抵御寻花问柳之号 时色性也 古往今来又有几人 能抵挡住每次的诱惑 外门的一个小院内 熙熙攘攘的练气七修 是正簇拥着一位府琴的美女 也不知是被琴声的优美所吸引 还是被那傲人的凶大鸡所吸引 现场叫好声不断 而作为当事人的孙应兰 虽然表面文静贤淑 内心却一脸鄙夷 都是些练气三四层的废物 我这般自容才情 什么时候才能让那些 真正的人中龙凤看到 突然 一阵轰隆声打破了 这和弦的氛围 众舔狗见状赶忙 将孙应兰挡在身后 充当起护花使者 待看清来人是助击期修为之时 这群护花使者瞬间一风而散 唯有资深舔狗裴红年 依旧不为所动地 挡在孙应兰身前 然而舔狗终究只是舔狗 在得知来人是助击期修为后 孙应兰一把推开裴红年 直接扑到这个陌生人的怀里 卖弄风骚 却不料 这人根本不懂什么怜香惜玉 直接一个按头杀 就将孙应兰摁到地上 外门似你这样的货色数不胜数 勾引了几个废物 就以为自己有资格攀上高枝了 给你个任务 半个月之内勾引到裴玲 否则 死 这一操作也是让裴红年瞬间凌乱 画面一转 正在购买炼丹材料的裴玲 突然感觉身后一阵暖衣袭来 还未等裴玲反应 孙应兰就开始上下七手 裴玲赶忙一把推开 倒地的孙应兰顺势装出一副 楚楚可怜的样子 裴玲心中无语 这要是被自己弄伤了 再去直视堂告自己一下 那自己的罚金说不定又要多出一截 无奈的裴玲只好上前搀扶并道歉 见裴玲如此模样 孙应兰瞬间有了底气 果然男人都一个德行 随后便将一颗春药送进自己的樱桃小嘴 开始对裴玲卖弄风骚 本就凹凸有致的身材 再加上这股油内而外的浪尽 这谁看了能顾之愣啊 也不怪裴红年甘心当个甜狗 不过转念一想 这孙应兰之前对我恨之入骨 如今主动投怀送到必有七敲 难道是仙人跳 要搞我的腰子下脚 想明白的裴玲一刻也不敢单个直接开溜 然而任务在身的孙应兰怎能轻易放过裴玲 不管裴玲躲到哪里都能被孙应兰找到 忍无可忍的裴玲只好试着躲去男玉式炮子 即使这样仍旧被孙应兰混了进来 犹如惊弓之鸟的裴玲只能慌忙逃窜到朱法 毕竟这里可是有禁止 每个人都有一个独立的空间 然而让裴玲万万没想到的是 摆脱了孙应兰却迎来了更为粗暴的利仙子 一上来就开始宽衣解代欲行不轨之势 宗门圣女有多会玩 趁着裴玲躲避孙应兰之际 直接将裴玲鸣迷晕 随后更是宽衣解代在裴玲身上肆意翱翔 直至大汗淋漓火山喷发 这才停下了翱翔的脚步 浑身无力的利仙子看着身旁的裴玲 心中充满疑惑 自己如此卖力的双修 但修为却迟迟不见长进 难道是自己心中充有杂念 没有全身心地投入到六欲秘点的修行当中 既然如此那就再来一次吧 随后便又开始肆意翱翔起来 然而事与愿违 尽管利仙子这次已经全身心地投入到双修之中了 但效果依旧不如初次那般猛烈 难道说六欲秘点真的不能由我来主导 不甘心的利仙子随即加大输出 然而效果终究是不尽人意 此次修炼不但修为长进寥寥 反而使我纵欲于雨水之欢 如此下去 自己的修为必然会落入下场 清醒过来的利仙子当即便决定 以傀儡之术控制裴玲进行双修 然而还未等利仙子施法 裴玲就凭借本能反手将利仙子按在身下 本就疲惫的利仙子 在短暂的惊慌过后也就欣然接受 直至傍晚时分 劳动了一天的裴玲总算是摆脱了迷药的控制 完全清醒过来的裴玲看着眼前的场景顿时一脸猛逼 这是哪里 我的衣服呢 这地方怎么看都不像是个阳间地方 还是先六位庙吧 殊不知 她的一举一动都在物流与娇尼的监视之下 甚至就连与利仙子的温存 都是在二位幽魂侍女的注视下进行的 看到裴玲竟然能自己摆脱利仙子的迷药 娇尼与物流也是满脸惊讶 这天赋异禀的体魄再加上质疑于常人的神识 都足以证明裴玲的不凡 物流还想着将裴玲苏醒的事情禀告于利仙子 却被娇尼制止 主人神迹妙算 裴玲的苏醒必然是在主人的计划之内 我们就只管慢慢欣赏接下来的好戏就行了 此时的裴玲就像一个无头苍蝇一般随意乱窜 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那便是逃出这个阴间地方 突然 一阵水流声吸引了裴玲的注意 只要找到水源 顺着河流必然能走得出去 欣喜若狂的裴玲赶忙前去查看 然而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水流声的源头竟然是正在洗澡的利仙子 最尴尬的是 就在裴玲偷看的瞬间 利仙子竟也同时看向了裴玲 偷看圣女洗澡被发现是种什么体验 满脸尴尬的裴玲赶忙解释自己不是有意偷看的 而利仙子也没有生气 毕竟两人都不止一次坦诚相见了 虽然都是在裴玲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 再看到裴玲居然能够摆脱她的术法控制 利仙子明显愣了一下 但是转念一醒 这样也好 从刚才的修炼来看 即使是我操控裴玲双修 修为也并未提升多少 不如趁此机会 让裴玲在清醒的情况下与我双修 也好让我看看效果如何 大不了事后再把裴玲的记忆清除了便是 然而利仙子的这一思考 却让本就尴尬的裴玲压力被增 这无形的压迫感迫使裴玲本能的就想逃走 然而裴玲刚一转身就被利仙子叫住 面对利仙子的招式 裴玲虽心中万分抗拒 但也不敢不从 只能胆战心惊地向利仙子走去 只是这短短的几步路 却让裴玲走出了千里之遥的感觉 利仙子到底想要拿我怎样 难道是我拿她名号形式过多被发现了 如今来找我问罪了 万万没想到利仙子一开口就是让她施展六欲秘点 裴玲顿时一脸猛逼 什么六欲秘点 难道是焦妮那时候忘把功法给我了 此时的裴玲还不知道无名功法就是六欲秘点 一脸无奈的裴玲只好解释自己根本不会六欲秘点 而利仙子也通过秘法探得裴玲并没有说过 满脸疑惑的利仙子还以为裴玲是刚苏醒过来 记忆还没有完全恢复 不过这可难不倒利仙子 只见利仙子直接起身 一把掐住裴玲的鼻子 这可把裴玲惊出一身冷汗 然而下一命 利仙子就直接吻了上去 一股熟悉的感觉像裴玲莫明显 而且体内正在源源不断地涌现凌厉 难道说 无名功法就是六欲秘点 那我是不是该用系统自动修炼 不行 如此千载难逢的机会怎能轻易放股 狗了这么久也该轮我神勇一回 随后便不管不顾地将利仙子拥入怀中 伴随着水流声直接在水池中开始了六欲秘点 休息 而利仙子也在这一刻终于体会到了初次双休时的那份快语 那种伶俐朋友而至的冲击感 顿时让他忘乎所有 如果给你一个爵士美女 每天除了吃饭睡觉 其余时间必须打扑克 你最多能坚持多久 而天赋异禀的裴玲则足足坚持了半个月 还是在不眠不休的情况下 即使如此 依旧没能让利仙子满意 只因利仙子觉得这长达半个月的打扑克修行 并没有让他找到两人第一次打扑克时的那种感觉 这也让裴玲心中一惊 自己可是十八般武艺都施展了一遍 就这都没能让他满意吗 只见利仙子在整理好秀发之后 直接将衣物丢到裴玲脸上 嘴里还说了一句 你可以走 赫然是一副提起不子就不认人的渣男姿态 裴玲虽心中无奈 但也只能强颜欢笑 毕竟再继续下去 恐怕自己的发动机就要大修了 然而让裴玲万万没想到的是 就在他扶妖走出门口的一瞬间 利仙子竟然不讲武德的要清除他的打扑克记忆 裴玲自然是极力反对 自己发动机都快干爆粉 你非但无所表示 竟然还要强行消除我的记忆 哪有这样的道理 然而利仙子却对裴玲的质疑置入了 等裴玲再次清醒过来 只觉得妖子一阵疼痛 我怎么睡着了 而且妖子又好痛 不对 我为什么要说又呢 想不明白的裴玲干脆不想了 自己也不知道睡了多久 想必那孙应兰也应该早就走了 当务之急还是先离开这朱法阁吧 突然 一只夜叉挡住了裴玲的去路 并且表示在朱法阁内不买东西是不能离开的 裴玲一阵无语 不过转念一想 这种强买强卖的风格还真是符合这阴间宗门的作风 就当是破财免栽了 唯一可惜的是这朱法阁的功法只有付钱了才能看到里面的内容 不然自己就可以白调整个朱法阁了 被逼无奈的裴玲只好挑一本便宜的功法应付了事 就在这时 一本可以掠夺周围生机为自己或他人疗伤的功法引起了裴玲的注意 只是这功法修炼起来不太方便 如果一个不小心将宗门内的草木生灵吸收了 那自己又将担负起高额的罚金 裴玲甚至都脑补出了自己由于付不起罚金被追杀的场 一脸无奈的裴玲只好将目标转向其他的功夫 挑选了半天 裴玲终于找到一本只要800克零食的便宜功夫 当看到功法内容是操控与炸死时 裴玲的脑中突然浮现出一些打扑克的话 裴玲心中疑惑 我是不是忘记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这个男主有多惨 虽然扑克打了不少 却都是在托管或者挂机的状态下进行的 好不容易手打一把 还被强行抹去了记忆 裴玲看着眼前800零食的炸死与操控功法 脑海中闪过一丝打扑克的画面 但裴玲仔细回想却又什么都想不起来 一脸无奈的裴玲只好先将功法买下 日后再慢慢研究 当务之急还是要炼丹卖钱交罚金 然而让裴玲想不通的是 自己明明只是睡了一觉 首个人却说自己进去了半月之久 不甘心的裴玲还想质疑一下 是不是首个人记错 却被首个人告知 光着身子进去穿着衣服出来的只有这么一个 不可能记错 裴玲瞬间无语 攒罚金的时间又少了半个月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那个纠缠自己的孙应兰不见了 得到证实的裴玲一刻也不敢担忑 马不停蹄的就要回去炼丹 直到半个月过后 裴玲打算去找郑金山询问一下 丹药分红的事情 然而迎接他的却是一个全身裹满纱布的患者 裴玲刚要询问一下伤情 就被郑金山打断 只是告诉裴玲是近一脉的事 他已经搞定了 而且上次的十颗集品脆骨丹 裴玲可以拿到一颗中品零食 而一颗中品零食则可以兑换一万下品零食 裴玲当场压麻呆住 没想到自己练的丹药居然这么值钱 当即便将自己身上多余的120颗集品脆骨丹 全部交给郑金山售卖 这也把郑金山惊出一身冷汗 这种可遇不可求的极品丹药 裴玲竟然能在半个月练出这么多 果然是天赋异禀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一般的方式肯定吞不下 那就只能去万辉海售卖 而万辉海则是一个不受九大宗门管辖 是散修聚集的圣地 也是各派修士进行黑色交易的不谎之地 一听这话 裴玲顿时对万辉海兴趣全无 就在这时 郑金山猛然发现裴玲的修为 已经达到练习六层巅峰了 如此惊人的修炼天赋 属是把郑金山下得够强 而作为当事人的裴玲 同样也是满脸疑惑 只是练了半个月的丹 怎么进步就如此神速 郑金山健壮也是极其热心地 安顿了裴玲一番 就让裴玲回去继续练丹了 同时也在心中盘算着 要想办法帮裴玲搞一颗 中平以上的重域丹 最好是弄到丹方 毕竟如此妖孽的天赋可不多见 回到住处的裴玲眼看 罚金的事情已经差不多了 就想着还是先提高一下修为吧 于是便打开系统修炼起了断骨绝 然而系统的一段提示 瞬间让裴玲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检测到缺少破关丹药重御丹 系统将免费赠送一颗上瓶种御丹 随即便控制着裴玲的身体 一路狂奔出去 人在倒霉的时候喝凉水都塞呀 作为宗门大姓的金家大小姐 怎么也不会想到 自己会被同一个人连抢数份机缘 闭关结束的金宿棉 迫不及待地向唐姐展示了 自己练出的上瓶种御丹 这自然是引得唐姐一阵夸赞 兴奋之余的金宿棉 本想让唐姐带她去谷渊取寒随火 却被唐姐告知寒随火已经被郑金山抢去 不过郑金山也给了他们一份 九明寒泉水作为补偿 虽说这九明寒泉水 在脆体与成魂方面要强于寒随火 但金宿棉现在一心只在练丹上面 难免会生出一股怨气 唐姐只好安慰道 郑金山死活不肯说是谁抢走 只说是立真传吩咐的 而最近有传闻立真传已经出关 唐姐也不好把事情闹得太大 不过唐姐可替你将郑金山好好教训一番 见金宿棉脸色依旧没有好转 唐姐只能借着教训郑金山的名义先行离去 临走还不忘提醒金宿棉修炼之时 一定要聚起名神 而心有不甘的金宿棉也只好退而求其次 将九明寒泉水倒入温泉浸泡 突然一张浮路凭空出现 警惕的金宿棉赶忙询问来者何人 在得知是师姐鲁绿墙后 金宿棉也是毫不避讳地坐到岸上与师姐交谈 而鲁绿墙则告诉金宿棉助击丹方有消息 只是需要金宿棉亲自加入张寿的队伍前去 韩式山庄做任务 据说那里还有赤须腾的项目 而且张寿还保证 只要你能为他炼制两颗助击丹 赤须腾与助击丹方都闺女 一听这话 金宿棉当场便答应了下来 送走鲁绿墙后 金宿棉也不敢耽搁 当即便进入温泉当中准备吸收酒鸣寒泉水 然而这酒鸣寒泉水也不是那么好吸收的 冰冷的泉水如利刃般不断地冲刺着 又仿佛有无数把皮鞭在同时抽打的身体 而这只是第一步 即使如此 金宿棉依旧在咬牙坚持着 突然 一个人迎巧无声息地走得进来 并且旁若无人地在金宿棉留在岸上的衣物内不断翻找 金宿棉虽然发现及时却也无可奈何 只因脆体过程中是无法行动的 此刻的金宿棉只能祈祷这人 不要对自己有什么非分之想 不然自己的清白可就保不住了 然而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那人不仅将他千辛万苦炼制出来的 上瓶肿玉丹一口吞下 而且还毫不客气地走到他的面前 这个男主有多无耻 趁着金宿棉吸收酒鸣寒泉水无法行动之际 不仅当着金宿棉的面 将他千辛万苦炼制出来的上瓶肿玉丹吃掉 随后更是静止向温泉中的金宿棉走去 伴随着距离的拉近 两人竟同时认出了对方 裴玲虽心中万般不愿 奈何系统却不管这些人情事故 竟直接控制着裴玲将身上衣物褪去 之后更是凌空一跃跳向金宿棉 裴玲心中大惊 这狗系统还真是一点后路也不给自己人望 要知道金宿棉的唐姐可是连郑金山都怕的女中豪杰 而温泉中的金宿棉更是大惊失色 按这个剧情发展下去 她这清白之身怕是要往不住 跑在这狗系统目的还算明确 跳进去之后并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 只是坐在金宿棉身边开始抢夺九明寒泉水 仅仅片刻工夫 裴玲就将温泉中的九明寒泉水夺去了四分之三 这可把金宿棉击得够强 更可恨的是 吸收完九明寒泉水的裴玲并没有就此离去 而是当着金宿棉的面将寒血火释放出来继续修炼 金宿棉瞬间忍无可忍 三方五次夺我机缘 我就算是被反噬拧命 也要给你一点教训 怒不可遏的金宿棉直接起身攻向裴玲 完全不顾自己有没有穿衣服 然而下一秒就被裴玲一把暗倒在温泉当中 可怜的金宿棉何时受过这种委屈 第二日清晨 裴玲的一件修炼粉算是结束了 虽然过程比较不是人 但结果还是不错的 不但修为突破了炼起七层 而且骨骼也成功进化到极品玉 只是这上后问题着实让裴玲偷疼 此时的裴玲只能祈祷金宿棉别出什么事 不然自己可就真要打 然而当裴玲看到躺在一旁的金宿棉时 心里瞬间凉了半截 这怎么看都不像没事的样子 惊慌失措的裴玲灵光一闪 她那么爱恋丹 家中必然有不少疗伤的丹药 于是便有了一个暴露狂 抱着另一个暴露狂在家里四处乱翻的场景 一番寻找过后 还真让裴玲找到一瓶安魂丹 安魂丹善于安神养 服用者会连续沉睡一个月 在睡梦中滋养红破孕女精神 眼下情况危急 也只能让金宿棉服下着丹药 只希望这一个月内不要有人来找她 等她恢复后再想办个道歉 突然 一阵敲门声响起 裴玲瞬间惊出一身冷汗 还真是言出法子 这么快就有人来 无奈的裴玲只能前去开门 来源正是金宿棉的师姐鲁绿强 裴玲只好谎称金宿棉正在修养不方便见客 见鲁绿强没有认出自己 裴玲瞬间心生遗迹 一副极其自恋的姿态说道 看来宿棉还没有告诉我 我和她的事吧 对于女生来说 造黄瑶恐怕就是这世间最大的恶意 裴玲为了脱身 竟然谎称自己与金宿棉是道理关系 大惊失色的鲁绿强自然不会相信 一向心高气傲的金宿棉 怎会看上眼前这个只有练起七层的无名小卒 更何况她与金宿棉情同姐妹 这种男女之事她怎会不知 裴玲见鲁绿强并没有上当 当即便表示自己要与金宿棉形归房之事 师姐不愿离去的原因莫非是想现场观摩 看着裴玲那猥琐的表情 鲁绿强瞬间就不淡定了 她绝不允许有人这么玷污她的姐妹 暴怒的鲁绿强抬手就是一招九阴白补整 而慌乱之余的裴玲仅仅用一招邪鬼顿法 就将鲁绿强制服 鲁绿强心中大惊 我可是练起八层 她竟能跃及而战瞬间将我压制 如此恐怖的资质也确实能达到宿棉的眼光 莫非她说的都是真的 冷静下来的鲁绿强当即便询问裴玲 还是山庄的任务宿棉还参不参加了 裴玲本想拒绝 但是转念一想 如果不去的话必然会引起怀疑 思索再三的裴玲只能谎称金宿棉正在休养 自己会代替她前去完成这个任务 信以为真的鲁绿强约定好时间后便信信离去 而裴玲则是一脸担忧 这个任务自己在一个月前就在砸尾思剑谷 这么久都没缘皆必然是凶险万分 为了苟住自己的小命 裴玲当即便决定前去鲁兰小院搬救兵 然而刚到鲁兰小院就被门口的傀儡牧人所吸引 以前可没发现有这么一个东西 而且这傀儡牧人怎么看都像是刚被人打了一顿 不过眼下最重要的是找正经山搬救兵 却被傀儡牧人告知 卖主已经离开宗门 短时间内不会回来 不死心的裴玲赶忙询问 那欧阳师姐在吗 或者其他人也行 傀儡牧人依旧是那一句 卖主已经离开宗门 短时间内不会回来 裴玲立马回怼 你就不会说剧别了 你和我那智障系统是同胞兄弟吧 然而回复他的依旧是那一句 卖主已经离开宗门 短时间内不会回来 裴玲顿时怒火中烧 对着傀儡牧人就是一顿输出 刚返回金素棉的动物 鲁绿强就前来接应 一脸无奈的裴玲只能听天由命 更让裴玲不爽的是 鲁绿强的那一句略带嘲讽的询问 这么快就办完事了 裴玲虽心中不服 却也不敢多言 一路上 鲁绿强对于他和金素棉的爱情历程甚是好奇 而裴玲为了不被发现端倪 只能避重就轻地对金素棉一阵夸赞 好不容易将话题转移到韩式山庄 却被鲁绿强告知 之前几批去韩式山庄做任务的修饰 仅有一人生还 风浪越大于越贵 虽说韩式山庄的任务九死一生 但不菲的奖励依旧引得练七七修饰趋之弱 原来韩式山庄在早年间曾出过一位铸鸡巅峰的修饰 但在冲击金丹市不幸陨落 生死到消 却也为后辈留下了诸多福禄 法器等资源 而韩式山庄也靠着丰富的资源成功培养出一位资质超群的修饰 那便是写嘲讽的韩思谷师兄 不幸的是 在前往浪辉海争夺一份有关天道铸鸡的机缘之后 便再也没有回来 在那之后韩式山庄便每框日下 就在几个月前 整个韩式山庄更是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被一夜灭门 然而坊间传闻 所谓的一夜灭门不过是防止别人基于庄内资源的谣言罢 毕竟韩式山庄的宝库至今未被发现 所以才有了现在这个任务 在鲁绿强的带领下 两人很快便赶到了集合点 而作为队长的张朔早已等候多时 金素棉可是练七八层的天才练单师 如今等来的却是一个对于队伍而言没什么用的裴灵 给谁心里都不会好受 等队友全部到齐后 作为队长的张朔也是极其负责地把裴灵介绍给其他队友 然而等待裴灵的自然是一于眼表的嫌弃 只有练起七层的修为就敢参加这个任务 在他们看来和送死没什么区别 至于金素棉的眼光 众人也是充满怀疑 裴灵眼看气氛不对 赶忙掏出丹药分发给众人 毕竟这里修为最低的都在练七八层 只要和队友处好关系 那韩氏山庄的任务还不是轻轻松松 再直白一点 他可不想再被二五仔捅刀子 拿到翠骨丹的张朔也是一连比例 拿这种低级丹药送礼未免也太看不起他们了 然而下一秒 众人就惊奇地发现 这可不是普通的丹药 此乃极品翠骨丹 气氛瞬间变得异常和谐 而对于裴灵与金素棉的关系 众人也不再猜疑 在他们看来 如此极品的丹药必然是金素棉的杰作 见自己的目的达到 裴灵赶忙奉承道 有这么多实力强悍的师兄师姐在 韩氏山庄的任务 想必也是手到擎来不费吹灰之力 然而众人却是一脸担忧 原来接了这个任务的可不止他们一对 首先是唐南斋的队伍 唐师兄经常与队友入骨冤搏杀妖物 磨练出来的本领几乎同镜无敌 而且队友之间配合默契 是几个小队中实力最强的 然后管学蕊的队伍里 更有一头开会九层的妖兽 交补师兄则说服同为 练气九层的陆傅将师兄一起组队 最后是白矿师兄的队伍 白矿师兄本身就剑术精湛 又从内门借到一把月银龙交剑 可谓是实力超群 听到这里的裴灵立马产生了退出的想法 刚建立起来的信心瞬间崩塌 很显然 这次的任务不仅要面对韩氏山庄的危机 更可怕的是同门之间的相互残杀 一言不合就暴力撕扯的男主属实不多见 这次还得从进入韩氏山庄说起 原来韩氏山庄当年的那位助击 巅峰家主步下了阴水换连大阵 整个韩氏山庄都在阵法的保护之下 要想进入韩氏山庄 必须要等阵法露出破绽才行 而明日五十三刻阵法明智 便会出现通往山庄和花池的通道 说话之间 其他几个小队也陆续赶到 唯独白矿的队伍没有出现 唐南斋剑桩立马嘲讽道 白矿那个窝囊废干什么都磨磨蹭蹭的 莫不是怕了老子 临阵脱逃了 殊不知 白矿的队伍靠着借来的乌龄飞梭 早已在两天前就进入了韩氏山庄 两天的时间足够 他们将韩氏山庄搜挂一遍 然而就在白矿的队员们 心心满满的行动之时 白矿的身体却突然开始肆意扭曲起来 五哥断裂的声音引起了一位队员的注意 还未等这位队员反应 就被白矿一招秒杀 其余队友见状只能四处逃窜 而庄外的几个小队此时还在勾心斗角 只见张硕首先站出来提议 大家都是为了山庄的宝库而来 难免会有冲突和伤亡 都是同门又何必刀剑相向 不如我们通力合作一同分配韩氏山庄的资源 此话一出 实力最强的唐南斋自然是不乐意 然而管学蕊与焦普的响应 却让唐南斋不得不同意 明知道这些人是故意针对他 却也无可奈何 毕竟他可没把握能同时击杀三个小队 见合作的目的达到 张硕也是立马掏出竹签 让大家抽签决定搜刮弟弟 裴灵心中一阵鄙夷夷 这帮戏精还在这里谈公平合作 待会自相残杀的时候 血可别借我身上 待抽签完毕 管学蕊小队抽的是后山古井 焦普小队是正堂 唐南斋小队是书房 而张硕小队则是韩氏祠堂 之所以抽到韩氏祠堂 是因为张硕推测 宝库最有可能的位置 就是在祠堂和莲花池 检查完祠堂立马就可以前往莲花池 为了万无一失 张硕也是提议 今日都在血鬼家内休息 如无必要切莫离开 防止其他小队气怠心 然而裴灵可不在乎什么宝库 保命才是最要紧的 为了以防万一 裴灵还是决定先把枯心术血了 到时候如果跑不掉还能死顿 随即便打开一件修炼系统修炼枯心术 只听一位佛门大师讲解道 生意何欢 死意何惧 死亡不过是新的轮回 不要抗拒和抵触他 如此简单的修炼 也是让裴灵对系统好感倍增 果断给了一个五星好评 突然 一阵脚步声传来 裴灵赶忙回头查看 只见一位师姐静止向他走来 还未等裴灵反应 那位师姐就从裴灵的头顶横跨而过 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进收裴灵眼底 反应过来的裴灵环顾四周 突然发现血鬼窍内 只剩自己与这位师姐了 感觉不对劲的裴灵眼看师姐也要离去 便想着拉住师姐询问一下其他人的去向 不料 这一把下去 刚好把师姐的上衣撕的粉碎 一脸尴尬的裴灵刚要解释 却发现师姐像是没事人一般 静止向门外走去 只留下一脸猛逼的裴灵在风中凌乱 就在此时 丽仙子却从背后一把抱住裴灵 嘴里还念叨着 裴灵 我们来双修吧 只有累死的牛没有更坏的地 连续半个月的双修 直接让裴灵瘦成了皮包骨 虽然被消除过记忆的裴灵并不知情 但酸痛的腰子以及那气血亏空的身体 都足以推断出自己经历了什么 如今刚刚有所好准 丽仙子偏偏在这个时候跑出来要求双修 这突如其来的桃花运 竟让裴灵一时之间无法抉择 虽说机缘可遇不可求 但这气血两虚的身体 恐怕是无法展示出自己的最强形态 不过很快裴灵就感觉到了不对劲 结合目前的处境 以及丽仙子所表现出来的温柔 这绝对又是幻境 所以只要我赶了 你就勾引不了我了 想明白的裴灵立马与丽仙子拉开距离 当即便食指指天师斩出枯心术 只听扑通一声裴灵瞬间倒地 魂归天地间 等张硕几人返回邪魁教时 裴灵已然生死盗销 卢绿强更是愧疚地表示 没有帮金素棉保护好裴灵 让众人不解释 裴灵这个食指指天的动作到底是何用意 难道是在向他们传达某种信息 就在众人百思不得其解之时 裴灵却猛地睁开双眼 这可把众人吓得不轻 裴灵赶忙解释 自己昨晚听到奇怪的声音 担心有危险就使用了枯心术假死 然而鲁绿强却并不相信 枯心术那种低级功法 不可能做到生机和灵力完全消失的 裴灵也只好趁机倒卖一下功法 下一秒 裴灵就惊奇地发现 队伍之中少了两个人 原来昨晚他们都被不明力量控制 醒来便发现他们二人已然消失 只见徐松捡起地上的衣服碎片分析着 这里还有王师妹的衣服碎片 看来王师妹昨晚试图反抗过 裴灵顿时满脸尴尬 眼看进入寒室山庄的时间就快到了 几人只能暂且放下此事前往集合地 经过裴灵的观察 似乎每个队伍都少了两三个人 很显然并不是内讧导致的 随着入口的出现 唐南斋也是首当其冲地冲了进去 裴灵当想后退 就被张硕一把揉住 并且美名其约要保护好裴灵 等全部进入寒室山庄之后 各个小队都是马不停蹄地 向自己分配的地点赶去 唯独张硕小队迟迟不见行动 就在裴灵疑惑之际 张硕解释道 唐南斋的地点与我们的地点是同一条路 先让他们替我们开路 我们只需要在后面跟着就行 然而他们的尾随很快就被 唐南斋队伍里负责断后的队员发现 那位队员刚要上前理论 就被张硕一把掐住脖子 留你一命当买路前 不知师弟觉得这报酬够不够 随后便松开手大摇大摆地离去 裴灵见状也是一脸无语 开局就对有军动手 是不是太快了一点 然而那位倒霉的师弟 郑郁将这个消息告诉唐南斋 心中就惊现出一股莫名的恐惧 不明所以的他赶忙回头查看 却被身后之人一招秒杀 一道想撤天际的天雷落下 众人皆是一惊 能逼得唐南斋动用玄雷浮路 看来书房必然十分凶险 然而张硕却不为所动 只是提醒大家谨慎行事 裴灵顿绝不妙 一个助击单方恐怕不足以 让这么多队伍冒险 一番试探过后 张硕解释道 韩氏山庄最重要的东西 并不是助击单方 而是天道助击 当初韩斯谷师兄 虽夺得天道助击的机缘 却下落不明 但他毕竟出生于韩氏山庄 就算没有把天道助击之法 带回山庄 也必然会为山庄留下一些讯息 助击之法分为三等 人道 地道 天道 最低等级的人道助击 吞服丹药便可突破助击 地道助击则需要特殊的法门 炼入五行经破 修成后实力可谓碾压人道助击 而最强的天道助击 要求则极为苛刻 若是失败道徒将毁于一旦 可一旦成功 便能一起绝成远超同侪 所以 只要有一丝找到天道助击的可能 我们也得把握住了 此时的裴灵总算明白 这些人为何铤而走响 天道助击 恐怕只有丽仙子这般的存在 才能接触到 说话间几人已经来到 韩式祠堂门前 张硕立马吩咐徐松先用 灵偶进去探探虚实 徐松也不含糊 双手淋漓运着 两只灵偶瞬间出现在手中 随着徐松一声令下 两只灵偶竟直向着祠堂内跑去 然而下一秒 灵偶却突然散落一地 徐松立马反应过来 祠堂中布置了屈灵法阵 应该是为了防止有人 用灵偶之类的东西窥探 张硕眼看灵偶行不通 只能硬着头皮带领众人 直接进入祠堂 果不其然 刚入祠堂 张硕就发现了一处神龛 虽然隔着一连青纱 但此处的气息浓郁的 有点不正常 作为队长的张硕 随即从储物袋 拿出一把长矛 小心翼翼地挑开 神龛前的青纱 就在这时 黑灵的系统突然弹出提示 检测到外界有陌生的 天道助击之法 系统正在为您收录 裴灵心中顿时大喜 这狗系统可算是 办了一回正式 然而下一命 伴随着一阵鬼啸声 一只利爪突然伸出 瞬间就将张硕拉入神坛之门 速度之快 简直令人咋舌 众人皆是一惊 张硕可是他们这里 修为最高的人 竟然毫无还手之力 同时裴灵的系统 再次弹出提示 检测到天道助击之法消失 系统收录失败 诡异的祠堂内 几人正惊恐地 盯着一处神龛发呆 一向自称狗王的裴灵 急忙提议先退出祠堂 毕竟能让练气九层的 张师兄悄无声息地消失 这里面的东西 自然不是他们能惹得起 其余几人赶忙复役 然而就在他们 打算走出祠堂之际 神龛旁的蜡烛无风自灭 祠堂的房门 也在这一刻突然关闭 最先反应过来的 徐松赶忙掏出福禄 然而下一秒 无数练气七层的怨魂浮现而出 几人瞬间惊慌失措地 向门口跑去 最先到达的徐松用力一推 却发现此门无比沉重 凭他练起八层的修为 居然不能让房门挪动分毫 察觉到此处可能被布置了困阵 徐松赶忙让其余几人先抵挡一阵 好给他争取时间算出生门损 与此同时 管学蕊的队伍已然全军覆没 只剩管学蕊狼狈逃窜 唐南斋的队伍则 正在与已经被控制的白矿队伍厮杀 交谱的队伍则是沉浸与幻术之中无法自拔 祠堂内 裴林几人面对无穷无尽的怨魂 只能奋力抵挡 眼看就要被怨魂吞噬 裴林也不敢再保留实力 赶忙掏出验声刀施斩血刹刀法 有了裴林的权力输出 战局立马扭转 这恐怖如斯的刀法 自然也让其他师兄弟惊出一身冷汗 不然 一只恋气九层巅峰的女鬼猛然杀出 直指裴林 卢绿强健壮赶忙提醒 裴林血鬼顿法瞬间施斩 下一鸟便出现在女鬼背后 随后便是汇聚全身力量的一刀砍出 然而裴林这拳子一击却被女鬼轻松接下 裴林心中一惊 这女鬼好生力了 只见女鬼周身鬼气瞬间爆发 无数怨魂应用而生 还未等裴林反应就被数之不尽的怨魂包裹其中 就在这时 终于解开困阵的徐松拉起 卢绿强就往祠堂外跑去 其余师兄弟见状也是紧随其后 卢绿强还想解救裴林 却被徐松制止 而身陷困境的裴林并没有坐以待毙 只见裴林浑身迸发出一道道蓝色火焰 瞬间就将周身的怨魂烧成灰烬 终于跑出祠堂的几人见到这一幕 也是满脸的不可思议 这裴林到底是什么来到 实力竟如此恐怖 而卢绿强则是对裴林与金素棉的关系越发认可 没想到素棉竟然将寒髓火都给了裴师弟 他们一定是真心相爱的 突然 裴林至祠堂内猛然冲出 静止向大门外跑去 几人见状也不敢迟疑赶忙跟上 尽管如此 依旧被祠堂内伸出的鬼手抓走一位尸弟 大惊失色的几人只能四散而逃 再找机会到和花池会合 然而刚跑没多远的裴林就被一位熟人挡住了去路 旁边还躺着一具尸体 定睛一看正是唐南斋 诡异的是 唐南斋身上的伤口却是鬼手的痕迹 而韩氏山庄内会鬼手的只有已经消失的张硕师兄 韩氏山庄正堂 散落一地的衣物以及众人羞红的脸颈 不难看出几人刚刚经历过一场恶战 即使几人都是酒精沙场的修道之人 依旧无法抵御酒池肉灵左右六暴的幻境 很快几人便彻底沉迷其中无法自拔 与此同时 祠堂方向的裴林正在施展血鬼盾法 躲避女鬼的追求 不料转头就遇到了仇人挡路 裴林刚想展开嘴盾 奈何唐南斋根本不吃这一套 直接就一交千鸟苦吃 裴林赶忙施展血鬼盾法躲避 而裴林的队友可就没那么幸运 瞬间就对这苦鲁如斯的雷法 弄成点点星光 裴林心中一惊 我低个乖乖 这唐南斋出手也太残暴了 看这战力起码在九千而我最多七千 必须得想办法拉开距离逃跑 就在这 唐南斋的千鸟又一次杀到眼前 裴林眼看壁无可避只能应接 只听轰的一声 裴林瞬间倒飞出去十多米 连带着身后的院墙都被砸得粉碎 带起阵阵阵 裴林心智忌惠难得强忍着身体的疼痛 赶忙施展血鬼盾法逃跑 待阵阵散尽 残缘断壁之下早已没了裴林的踪影 唐南斋顿时一脸猛逼 一个小小的练起七层 居然能在他的权力一击之后 悄无声息地逃走 这人到底什么来头 此刻的裴林也是一脸郁闷 这一天啥也没干尽逃命的 尤其是那个张硕队长 自己嘎了不说 还给老子惹了一个这么强的对手 还好老子命运 不过当务之急是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可是想要离开山庄 就得等阴水换连大阵路出破绽 这前有狼后有虎的 如果能直接逃出去就好 想到这里的裴林突然灵机一动 咱有系统咱怕啥 像罗山城那次一样 让系统带我出去就可以了 不过这山庄内宝物众多 如果系统就地取材 那就得不偿失了 而山庄内绝对没有的东西 系统立马弹出提示 检测到此功法为双修功法 系统正在为您定位道理 然而就在裴林满心欢喜地期待双修之时 系统再一次弹出提示 检测到宿主道理不在服务区 系统将免费赠送一名新道理 裴林瞬间欲哭无泪 这狗系统不把老子坑死是不罢休啊 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的主角 竟然当着众多师兄的面强行与师姐双修 最可恨的是 这些师兄里面还有一位是师姐青梅竹马的一种人 就在刚刚 裴林本想靠着系统的一剑托管走出阴水幻联大阵 不料系统却要给他赠送一名新道理 于是乎 被系统控制的裴林便直接向着正堂的方向飞奔而去 而正堂内的几人在经历过一场酣畅离林的大战后 此时都在一脸羞红地整理自身衣物 突然 娇柔的董采薇英明一声 竟软软倒向陆富江的怀中 陆富江见状赶忙搀扶查看 见董采薇并无大碍 瞬间明白了董采薇的用意 随即便准备转身离去 董采薇眼看陆富江如此不上道 只能当着众师兄的面向陆富江表白 不料却被陆富江当场婉拒 其实董采薇的一片痴心 作为当事人的陆富江又岂能不知 只是自己早已决意此生一心向道不问情爱 此番冒险前来 韩世山庄就是为了能帮董采薇争夺一份机缘 以偿她这些年的情侣 你既不问情爱又何必语次帮我 师兄这般不敢承认对采薇的心意 采薇便随了旁边 就在陆富江百感交集之时 门外陡然冲进一道人意 就见裴林身影如电 瞬间出现在陆富江面前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董采薇一把扯到怀中 此刻的董采薇还沉浸在被心上人拒绝的自怨自艺之中 心不在焉毫无防备 就在陆富江等人都背着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时 更让他们急于癫狂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裴林念无表情 动作娴熟地抓住董采薇的衣精就开始暴力撕扯 只听撕来一声 董采薇光节的尖壁已然裸露在外 裴林顺手将破碎的外山扔到旁边 紧接着就伸向了对方的解衣 整个过程行云流水浑然天成 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 仿佛已经演练过千万遍一样 一干修饰瞬间瞠目结舌 一时间静都不知该做何反应 裴林自己也傻了 光天化日之下强抢名女的竟是我自己 照这个进程这是要当着众师兄的面 强行与师姐双修啊 这狗系统 你还嫌想杀老子的人不够多呀 就在裴林一边去扯董采薇腰带 一边单手快速为自己宽衣解代时 陆复江终于回过神来 煞事暴怒 找死 此时董采薇已经被拖得七七八八 仅于最后两件小衣勉强避体 曼妙曲线暴露无疑 陆复江怒化冲冠 玄谷锁链宛如怒莽出洞轰然卷向裴林 一把捆住裴林手腕 随着陆复江手腕的抖动 裴林整个身体瞬间被锁链上传来的距离扯上半空 之后更是狠狠地砸向地面 还未等裴林回过神 陆复江手中的浮露已然启动 一只十米长的锯齿鲨自裴林脚下拔地而起 顷刻间就将裴林吞入肚中 就在众人以为此事尘埃落定之时 一股爆裂的刀器自聚齿鲨的肚中猛然射出 刀器纵横之间聚齿鲨瞬间被斩的粉碎 陆复江随手又是四张浮露射出 放化出的傀儡假人一拥而上弓向裴林 然而很快 一蹴为蓝色的火焰就猛然爆开 以裴林为中心的石部之内 蓝色火雨纷纷扬扬扬 傀儡假人稍有初级便迅速化为一堆灰烬 众人皆是一惊 练其七层怎会有如此实力 这小银贼定是隐藏了修为 眼看这小银贼如此难缠 陆复江的几位队友进步约儿童的加入战场 战局瞬间明朗 裴林星之如此下去 自己体内的灵力迟早要耗尽 赶忙表示自己是郑金山的心腹 手中的燕生刀就是郑脉主 在力真传的示意下赠你 然而怒火中烧的陆复江 哪里还管得了这些 别说你是郑金山的心腹 就算你是郑金山他爹 今天也得死在这里 众目睽睽之下 强强名女被群殴又该如何应对 要是我们普通人自然是挨打道歉 然而对于那些魔教关系 不可就不一样了 非但不用道歉 最后还能颠倒黑白 给受害者安一个水性洋花仙人跳的罪名 逐渐落入下风的裴林星之 自己惹了重怒 赶忙掏出十颗极品脆骨丹 想要花钱平视 然而一中人被当众侮辱的怒火 又岂是几颗丹药所能平息的 怒火中烧的陆复将玄谷锁铮猛然射出 瞬间就将裴林的药瓶打得粉碎 随后便又与裴林缠斗在一起 不远处焦谱目光一鸣 将其中一颗弹药射到跟前仔细分辨 脸色顿时变了 的确是极品脆骨丹 他看向裴林的目光透着金鱼不定 寒水火 正金山的燕生刀 精尿无比的钝骨 刚猛非常的刀仿 再加上此颗随手一拿 就是十颗的极品脆骨丹 这小子绝对来历非 区区一个正脉主 可拿不出这么多自由 背后之人极有可能是立真传 想到这里的交谱赶忙传音于陆复江 陆复江心中一惊 立真传那可是未来的宗门之主 岂是他一个外门弟子所用招人 可是 今日受辱的不是他而是董师妹 如果此时选择妥协 那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何在 责任何在 道心又何在 所以这小畜生我吃定了 耶稣也留不住他 然而就在陆复江用玄骨锁链 攻向裴林的那一口 一只妖兽猛然杀出 替裴林化解了陆复江的攻击 定睛一看 正是管学蕊带领着鲁绿强等人走了进来 陆复江本就不是管学蕊的对手 再加上裴林那层出不穷的手段 以及强大的背景 一时之间也不敢随意出手 裴林眼看有人为自己撑腰 瞬间吸睛附体 抱住鲁绿强的大腿就开始哭诉 师姐啊 你可算是来了 你要是再不来宿免可就要手挂了 只见裴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解释 我方才不慎闯入正堂 陆师兄他们一言不合就对我出手 还想置我于死地 此番操作也是瞬间将董采薇等人看待 世间怎会有如此厚颜无耻之徒 卢绿强更是下意识地以为陆复江是为了 在董师妹面前扬眉吐气才拿裴林开涮 裴林自然是顺干而上 就是就是 我只有练起七层 就算打赢了我也没什么面子 迫于无奈 胶普只能将事情的经过全盘拖出 这种以牺牲董采薇亲律来自正清白的做法 瞬间让裴林陷入被动 然而鲁绿强虽心有疑惑 但在看到董采薇之后 便自以为是的以为 好闺蜜素眠的道理 怎会看上董采薇这等庸之俗粉 更可怕的是 竟然还脑补了一出仙人跳的场面 强加给董采薇等人 陆复江岂能容忍他人 如此诋毁自己的董师妹 怒气冲冲地说道 裴林这小处身 可是当着我们面非礼的董师妹 更何况董师妹这一官不整的模样 不就是最好的铁证吗 然而管雪蕊却不置可否 铁证 我看未必 随后便指着焦谱队伍的几位女修说道 他们不也是一官不整 难道你要说裴师弟精力旺盛 把你们小队的人都飞离 我看就是你们小队在正堂形苟且之事 被裴师弟撞见 想要灭口罢 焦谱刚要解释是因为 他们小队刚从情欲幻境中处 不料 却被裴林来了一个先发之人 根本不给焦谱开口的机会 我来的时候他们就是这个样子 跟我绝对没有一点关系 这句话是真的 我可以发誓 对于管雪蕊来说 事情的真相与他又有什么关系 顺利将裴林带走才是重中之重 随即便以焦谱小队在正堂形苟且之事 被裴林撞见想要杀人灭口为真相 大摇大摆地带着裴林离开 从正堂成功脱身的几人行走 在阴风阵阵的街道上 至于裴林的队友为何要与管雪蕊混在一起 则是因为管雪蕊的队伍 全部葬身于后山古井的鬼怒之事 而裴林所在的队友 则失去了实力最强的张硕队阵 如今唯有两支队伍共同合作 方能拥有与其他队伍抗衡的实力 同时也大大增加了逃出韩式山庄的希望 对于这样的合作 裴林自然没有意义 更何况刚才管雪蕊在正堂对于自己的包庇 也足以证明这管雪蕊可比张硕靠谱多了 就在这时 裴林突然发现 管雪蕊的身上掉下来一颗带血的球状物体 见管雪蕊并没有回头的意思 作为小弟的徐松只能帮忙捡起掉落的物品 然而让他乱乱没想到的是 这球状物体竟是一颗人的眼球 未等徐松反应 管雪蕊就从身后一把抱住了徐松 同时也挖走了徐松的心脏 裴林顿时一惊 刚说完这世界靠谱 这一转眼就反水 只见管雪蕊面目猙獰地说道 还差两个 还差两个魂魄 我那被鬼目吞噬的灵魂就可以回来了 快把你们的魂魄给我 裴林瞬间明白管雪蕊为什么着急带他走 原来是需要三个人的魂魄来帮他修复灵魂 想明白的裴林一刻也不敢耽误 拉起还在发呆的鲁绿墙就跑 然而管雪蕊启蒙轻易放他离去 只见管雪蕊大手一挥 两条毒蛇竟直冲向裴林 裴林赶忙抽到挥砍 瞬间就将毒蛇砍成四段 就在裴林疑惑这毒蛇为何如此孱弱之时 管雪蕊已经冲到了鲁绿墙的身前 心知重计的裴林赶忙施展邪鬼顿法一把 推开鲁绿墙 而管雪蕊的这致命一击也从二人中间擦肩而过 裴林反手就是一刀撩鹰斩 管雪蕊只能慌忙躲避 就在管雪蕊还在感叹这刀法狠辣之时 裴林的拳头已然轰出 本就身受重伤的管雪蕊瞬间 被这突如其来的一拳轰出十米远 恼羞成怒的管雪蕊赶忙召唤出 灵宠再次杀向鲁绿墙 就在这生死存亡之际 裴林血鬼顿法瞬间施展 到其鲁绿墙就向山庄边缘逃去 逃出来的裴林不敢有丝毫懈怠 毕竟只有逃出韩式山庄才能算是真正的安全 如今要想逃出去只能依靠系统的一键修炼 可前提是需要一门修炼条件极为苛刻 在山庄内无法修炼的功法 好在由于金素棉的关系 鲁绿墙对裴林可以说是百分百的信任 当即便拿出一门及灵术的功法 此功法可以汲取别人的灵力为自己所用 但需要配合静灵丹修炼 而会炼制静灵丹的前辈早已作物 仅剩的几颗丹药都在鲁绿墙的洞子之中 裴林心中一喜 赶忙叮嘱鲁绿墙 一会不管他往哪儿走 都要牢牢跟紧他 随后便毫不犹豫的一剑托管修炼企极灵术 然而让裴林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构系统居然提示 没有搜索到静灵丹 系统将免费赠送一颗百年修为的是魂鬼墓 裴林心中疑惑 什么鬼墓 但是联想到管雪蕊需要魂魄 来恢复被鬼墓吞噬的灵魂 裴林瞬间面如死灰 不会这么巧吧 拥有一个智障系统是种什么体验 裴林本想靠着系统的一剑托管 逃出阴水换连大阵 然而系统却控制着裴林的身体 毫不迟疑地直奔后山古井 鲁绿墙看到这一幕不禁愣住了 但想到裴林刚才的叮嘱 也只好运起顿法紧紧跟上 片刻后 两人便抵达槐树盘 见裴林猛然站住脚鲁绿墙 暗暗心惊 难道这古井才是生门所在 素眠的眼光当真是不错 然而裴林则内心惊具 见这位鲁师姐直到现在 还对自己如此心愿 她真不知道是应该高兴 还是应该无语 裴林心中默默问候着 系统的十八倍祖宗 突然 原本微蕊凝密的大槐树 仿佛被惊醒了一样 树干如动了一番瞬间 睁开密密麻麻的眼睛 见到这一幕 鲁绿墙猛然瞪大了眼睛 是魂鬼目 这可是注击层次的存在 难道裴师弟找错地方了 只见裴林依旧面无表情 血鬼顿法瞬间施展 紧紧片刻功夫就冲到鬼目之下 手掌猛然伸出 按在鬼目的树干之上 一股极为精纯 也极为庞大的灵力 从是魂鬼目上 被强行汲取到了裴林体内 鲁绿墙顿时惊出一身冷汗 裴师弟果然易于常人 突然 裴林只觉得全身一震 一股剑气自古井内传出 瞬间将他高高抛弃 系统也在这一刻弹出提示 检测到外界攻击 本次修炼到此结束 恢复身体控制权的裴林刚想跑路 一道浑厚的声音自古井中传出 神魂雄厚 极品金骨 道心不惑 不知是本门哪位天骄 裴林心中一惊 好恐怖的气息 此人比我在山庄中遇到的任何人都危险 为了保险起见 裴林赶忙恭恭敬敬地说道 在下圣宗外门弟子郑金山 敢问阁下也是圣宗弟子 郑金山 古井之中的声音似乎沉吟了下 玄机说道 秀为低了点 但胜在资质心性尚可 有资格见我 说话间 古井之中猛然射出树道红色丝线 未等裴林与鲁绿墙反应 就被红色丝线拉入古井之中 短暂的眩晕过后 裴林与鲁绿墙便出现在一处空旷的庭院之内 映入眼帘的是一名身段恶魔 红衣如血的女子 一旁的软榻上正跌坐着一名玄色袍山的修士 韩思古师兄还活着 鲁绿墙瞳孔然一缩 惊呼出声 裴林闻言一惊 他来时的路上就听过韩思古的故事 只是十年前 因寻找天道铸鸡之法失踪 却不想对方不但没死 竟然还回到了韩家 让裴林不解的是 韩师兄明明就在山庄之内 为何放任韩氏一族的亲父 还让同门自相残杀 韩思古则哈哈大笑 仿佛这句提问是他听过最好笑的笑话 圣宗何时规定过同门要相互扶持 我为了修炼咒鬼道鸡 吃点同门的精血又如何 话音未落 身后就迸发出树道红色丝线 瞬间就将鲁绿墙拉至半空 裴林想要上前施救 然而修为上的差距 却成了他始终无法跨越的鸿沟 韩思古缓缓说道 咒鬼道鸡供三节 前两节老夫已经渡过 第三节需要自负肉身与咒鬼争道 老夫见你天资不凡 你只需帮老夫做一件事 老夫便放过你的道理 还可赐你天道铸鸡之法 见裴林并没有拒绝 韩思古接着说道 那咒鬼与我实力万貌无二 唯有胜过咒鬼方能成就天道铸鸡 老夫命你去荷花池的韩式宝库 为我取来本命飞剑 血和剑 众人苦苦寻觅的山庄宝库 竟然就在他们出入山庄时的荷花池内 然而得知宝库位置的裴林 却丝毫感觉不到兴奋 只因裴林知道 韩思古的承诺绝不可信 且不说圣宗的同门情义就是个笑话 要是当真为对方寻回了血和剑 等对方天道道鸡一程 自己就没有了利用的价值 按照韩思古的做派 自己和鲁力强定然逃不脱被杀的命 突然三道灵力的剑气凭空生出 火着漫天血光狠狠斩向裴林 裴林不由大惊 血鬼盾法瞬间施展 于电光火石之间 从剑气缝隙之中一闪而过 避开了前两道剑气 与此同时血煞刀法被施展到极限 杰利格开了第三道剑气 然而还未等裴林缓过神来 血和剑就以驯雷之势 将同样感到荷花池的董采未枕杀 只见血和剑通体降子仿佛干涸的血字 四周萦绕着浓郁的血腥之气 仔细看去 仿佛还有千万怨魂被裹挟其中 发出无声的嘶吼 你身上为何会有主人的气息 正当裴林不知该如何应对之时 血和剑猛然向远处的人影斩去 同样是三剑 伴随着一阵雷铃身过空 人影也逐渐显现出来 来人正是唐南斋 而他身上同样也有着 韩思谷部下的血血 裴林心中一惊 真是冤家路斩 难道韩师兄也找到他了 看来我跟他之中 必然有一个遇到的失重 就在二人剑拔弩张之际 血和剑灵开口了 你俩身上怎么都有主人的印记 我的主人呢 他在哪 裴林灵机一动 我从后山古井而来 奉韩师兄之命前来清点宝库 顺便为韩师兄取点东西 唐南斋心中一争 瞬间会议 心照不宣地说道 我从祠堂而来 同样是奉韩师兄之命 来宝库取些东西 在哄天血和剑这件事上 二人短暂地达成了共识 只听血和剑难难低语 你从古井你是从祠堂 不对 这两个主人之中 必然有一个是咒鬼所谓 裴林立马解释 你家主人先在古井遇到我 后来又在祠堂找到的唐南斋吗 反正你家主人命令我们清点宝库 难不成你想抗命 本就没什么智商的血和剑灵 一听是主人的命令便也不再阻拦 二人穿过一层无形的屏障进入宝库 未等裴林看清眼前的景象 系统就开始了一系列的刷屏 检测到外界陌生功法 系统正在收录 检测到外界陌生数法 检测到外界陌生链单数 检测到外界陌生柱气数 检测到外界陌生阵法 系统正在收录 密集的提示音几乎让裴林瞬间失聪 他强忍住不是环顾四周 忽见唐南斋目光一鸣 直直地看向不远处架子上的一个盒子面露喜色 裴林血鬼顿法瞬间施展 后发先至率先抓住盒子 唐南斋面色微沉 一把扼住裴林的手腕低赤道 放下赤须藤 原来这盒子里面就是助鸡丹主材之一的赤须藤 裴林心中冷笑 到了自己手里的东西怎么可能浇出去 只见唐南斋脸色阴沉地说道 我已经将助鸡丹材料收集的差不多了 只差这一株赤须藤 你若是将它交给我 张硕杀我失地的恩怨便与你无关 而且等我助鸡之后 会为你做一件不涉及生死的事情 否则 就是存心足我道德 裴林文言微微一正随即说道 这么巧 不瞒唐师兄 我之所以已练起七层的修为 却能够加入张硕师兄的队伍 就是因为我练丹之术独步外门 师兄快快将助鸡丹的其他材料交给我 再帮我找出助鸡丹单方 你还会练丹 对于修仙界来说 修为高深的修是比比皆是 但记忆超群的练丹师则是万里挑一 在得知裴林竟然是独步外门的练丹师后 唐南斋当即便决定将自己收集到的 助鸡丹药材以及助鸡丹方全部送给裴林 唯一的要求便是裴林必须在现场 练制易如丹药 用来证明他确实有练制助鸡丹的能力 至于送出去的药材与助鸡丹方 唐南斋一点也不担心裴林私吞 毕竟在这山庄之内 这裴林是无论如何都逃不出他的手掌心的 然而对于裴林来说 只要有丹方和药材 区区助鸡丹那还不是伸手就来 随即便打开系统直接开始练制助鸡丹 那娴熟的手术 流畅的步骤 宛如浑然天成的练制过程 以及最后磕磕极品的结果 瞬间让唐南斋看得目瞪口呆 这样的练丹师根本不是他一个外门弟子能够接触到的 没想到居然在这次任务中遇到 兴奋过头的唐南斋抱住裴林就是一顿狂青 并且还将宝库里剩下的宝物都送给了裴林 很快 二人便肩扛手提塞的鼓鼓囊囊将山庄宝库洗劫一空 血和剑剑状微微一愣却也没说什么 疏忽一晃 分作两柄一模一样的血剑 遥遥指住唐南斋和裴林说道 好了 现在你们该告诉我 谁才是我真正的主人啊 说不清楚就都给我做血使吧 两人对视一眼瞬间有了主意 古井的韩师兄才是真的 祠堂的韩师兄才是真的 看二人吵得不可开交 本就没什么智商的血和剑瞬间大怒 都给我说清楚点 你们到底谁说的是真的 如果说不清楚那就都去死吧 裴林赶忙解释道 我和唐师兄都只见过一位韩师兄 肯定都觉得自己见的是真的 干脆你亲自去看一下 毕竟我们对韩师兄也不是特别了解 血和剑见其呼障 怒骂道 蠢货 你们人类都长一个样子 我们看出来还用得着你们 之前我都是靠着血和剑一来认主人的 可那可恶的咒鬼竟与主人一般无二 就连血和剑一都没有任何区别 唐南斋一听连忙说道 要不我跟裴师弟都去看一下 对方遇到的韩师兄 这样两位所谓的韩师兄对比之下 一定可以辨认出真正的韩师兄 裴林灵机一动接着说道 只是我们的实力低微 如果去见的那位是咒鬼 被杀人灭口了怎么办 还请剑大哥给我们些自保之力 免得我们碰见咒鬼之后 无法回来报信 血和剑沉淫的片刻剑身微动 分出两道剑光瞬间没入两人体内 那我给你们一人一道剑气 一旦有人想要对你们福利 剑气自然会有所反 三天之内告诉我答案 不然就去死吧 裴林心中一喜 这白嫖的剑气属实是好东西 在送走血和剑后 二人将各自得到的信息简单对接了一下 裴林店独自前往祠堂进行查看 只是从唐南斋的口里得知 张硕队长已经陨落了 裴林自然不敢大意 刚入祠堂便恭恭敬敬敬地自保家门 在下正经山 奉血和剑之命前来寻找真正的韩思谷韩师兄 发音未落 只见一只邪手猛然伸出 一把就将裴林拉入神龛之内 同时系统也弹出提示 检测到外界陌生天道助击之法 系统正在为您收录 被拉入神龛之内的裴林环顾四周 只见不远处的蒲团上跌坐着一位冷逆修士 至于唐南斋队伍的人 以及之前被拉入株连后的张硕 却丝毫不见踪影 那修士打量着裴林呵呵一笑 想必郑师弟是见过另一个我了吧 我才是真正的韩思谷 你速将血和剑领来 我赐你天道助击之法 裴林心中盘算 两位韩思谷都以天道助击为酬劳 但过河拆桥可是阴间宗门的传统 就目前的情况来说 先拖延时间让狗系统收入才是最稳妥的 至于韩思谷的其他记忆 自然是能多嫖一点是一点 随后便缓缓说道 天道助击之法恐怕无法证明你们两个真解 但我来之前曾打听过韩师兄的生平 听闻韩师兄一手血和剑法独步外门 想必师兄本尊一定对这门剑法 以及剑道有着相当深入的心得 韩思谷微微一争 便开始讲述起剑道中的种种心得 以及剑道领悟 裴林听得云里雾里 他不修剑道 修为也远不及韩思谷 能够听懂的地方没有几处 其真正的目的不过是为系统收入 天道助击之法拖延时间 须于伴随着系统的提示音响起 天道助击之法已经收录完毕 裴林在心里给天道助击之法 还有见到真义分别命名后 自然也没有必要再当得下去 立马开口说道 原来你才是真正的韩思谷韩师兄 我这就去见师兄的本命飞剑 说服他前来为师兄效劳 说罢便要溜之大吉 却被韩思谷叫主 师弟是否真心实意认为 我才是你真正的韩师兄 裴林心之大事不妙赶忙解释 当然了 韩思谷也没有说话 只是温温和和地看着他 裴林本能地感觉到不对 却也找不到任何痕迹 所有怀疑跟警惕但凡生出 旋即就会自动寻找 各种各样的理由来为其开脱 见裴林已然被他迷惑 韩思谷嘴角微翘 勾起一抹诡异的笑容缓声说道 去吧 告诉血和见我才是真正的韩思谷 裴林听后便神色木然地 向祠堂外走去 直至走到一处 四下无人的街道上 裴林猛然睁开双眼直接开溜 此刻的裴林总算明白 为何补警的韩思谷会单单看中他 原来是他神魂稳固 不会被咒鬼控制 然而还未等裴林跑远 就见不远处灰雾溃散 一行人神情木耐地追了管 裴林威政 为首之人正是张硕 身后跟着的是那些消失的同门师兄弟 嘴里还嘟囔着 背叛韩师兄者 眼看大事不妙 裴林运起血鬼顿法就开始逃跑 与此同时 古警中的韩思谷在得知裴林已经前往祠堂后 便预料到咒鬼会对裴林出手 当即便对唐南斋说道 以速去支援郑金山 到时候再说服血合剑前来剑武 我可收你为剑奴 一听剑奴二子唐南斋瞬间不乐影 一旦成为剑奴 肉身与魂魄都将为其驱使 此生此事永无解脱 唐思谷微微一笑 你敢不愿 那小子神魂雄厚一身极品玉 还掌握着那门顶尖的血鬼顿法 就算没有你也能逃脱 我不过是赏你一个活下去的机会吧 就在唐南斋打算任命之时 突然 原本高高在上的韩思谷发出一声惊呼 郑金山死了 山穷水富一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郑金山生死的消息一出 原本身陷死局的唐南斋瞬间又有了利用的价值 见识过裴灵手段的唐南斋 自然是不相信裴灵会这么轻易的死去 一定是使用了某种假死的手段逃脱了 然而韩思谷却不这么认为 区区假死之术也就骗骗那些咒鬼的傀儡替身罢 怎么可能骗过他的正命魂线 要知道正命魂线可是与命魂相接 如今魂线断裂必然是生死到消了 心知大事不妙的韩思谷果断吩咐唐南斋 无论使用什么方法务必将血和剑给他带来 然而心高气傲的唐南斋又岂能甘心做一名剑侮 当即便回绝了韩思谷的吩咐 只见韩思谷眼神凌厉 区区楼以胆敢讨价还价 本尊虽被血线所控 但取你性命还是易如反掌 随后双指成剑轻轻易指便将唐南斋轻松拿下 画面一转 一群傀儡替身在确认裴灵是真的生死到消后便迅速离去 片刻之后 一缕命魂缓缓缓飘入裴灵口中 一股强大的生机从裴灵心口猛然爆发 瞬间弥漫全身 裴灵完好无损地爬坐起来 总算是走了 这枯心术使用起来还真要命 再拖一会儿我的命魂就得找安倍喝茶 不过让裴灵意外的是 自己身上的正命魂线竟然不见了 这也算是个意外之血 突然 一只手悄无声息地落在裴灵的肩膀上 裴灵赶忙转身查看 却被身后之人一把抱住 太好了裴师弟 你果然没死 你是如何瞒过韩思谷的正命魂线的 裴灵一脸尖笑 我在诸法阁买的枯心术 如果唐师兄需要的话 我可以低价卖给你 唐南斋眉头一皱 我信你的果 这门法术只能收敛生机 并不能让生机完全消失 怎么可能骗得过韩思谷的正命魂线 不过眼下可不是计较这个的时候 此刻裴灵已经确定 祠堂中的韩思谷就是骤鬼 另外 张硕师兄和唐师兄的队友 以及之前消失的同伦们 现在都成了傀儡 只是不知不景之下的 鲁师姐情况如何了 唐南斋深吸口气说道 我下去的时候 鲁绿墙就已经奄奄一息了 但是韩思谷这人野心极大 到时候肯定会出而反而 绝不能合作 再说了 你身上的正命魂线一段 韩思谷没法掌控你的动向 干脆找个地方躲起来 等宗门派人救援吧 至于救人的事就不要再想 裴灵听后并没有回话 只是反问唐南斋又有何打算 却见唐南斋眼神坚定缓缓说道 玲珑他们还在咒鬼手里 若是人已经死了也就算了 但既然还活着 我总不能扔下他们不管吧 另外 裴老弟不是给了我一颗极品铸鸡丹吗 他会派上用场的 说罢便朝远方飞去 看着唐南斋远去的背影 裴灵心中百感交集 很明显 唐南斋这是要与咒鬼决战 阴间宗门竟然也有如此英勇 无畏重情重义的老大 属实是难得 不过现在鲁师姐还在韩思谷的手上 就算溜也得带着鲁师姐一起溜啊 这韩思谷这么在意血合剑 也许可以从血合剑入手 这智障飞剑只认剑亦不认人 只能通过血合剑亦来确定主人 而他真正的主人韩思谷 却无法离开后山古井 咒鬼能冒充韩思谷 他裴灵为什么不可以 更何况自己还有智障飞剑送的剑气 想明白的裴灵顿时喜笑颜开 嘿嘿 小剑剑 准备好迎接你的新主人了吗 和花池盼的血合剑正在吞噬着一味修士的精血 裴灵周身血合剑亦有动 模仿韩思谷的语气低喝一声 血合 还不速来助 血合剑微微一正瞬间出现在裴灵面前 好纯粹的血合剑你 你果然是我的主 可是主人的修为怎么变低了 裴灵在确定了血合剑指认剑亦不认人后 瞬间有了底气 我天道助击出了岔子 以至于修为跌落身复重伤 急需离装就医 你现在马上给我打开阴水换连大阵 然而血合剑却告诉裴灵 打开阴水换连大阵只需要家主令就可以 不然就只能利用解阵符打开临时出口 为了不让血合剑怀疑 裴灵只能慌称自己把家主令弄丢了 而解阵符的位置自己也不记得 血合剑以后了片刻便将解阵符的存放地点告诉了裴灵 裴灵心之言多必失 留下一句看守宝库的吩咐后便利用血鬼盾法一闪即逝 然而还未等裴灵跑远 血合剑的身影忽然在他身侧缓缓出现 主人这是要去哪里就医 裴灵不敢迟疑再次运起血鬼盾法拔腿就跑 只是下一秒 血合剑搜的一下竟然紧紧跟上 速度丝毫不亚于他 裴灵心中一惊 不是吧大哥 血鬼盾法都能追上了 虽然对方现在一口一个主人 但只要他一个不慎露出破绽 到时候迎接他的必定是血合剑的滔天怒 我不是让你继续看守韩世宝库吗 我独自去找医修救治就好 等我伤势稳固自然会去找你 没想到血合剑却羞愧愧地告诉裴灵 韩世宝库已经被你派来的两个修士搬空了 现在根本没什么东西需要看守 此刻的裴灵恨不得给自己一个耳光 早知如此 之前又何必将宝库搬空呢 一脸无奈的裴灵也只好将血合剑暂时带在身边 很快裴灵就在炎武场找到了解镇服 正当裴灵打算丢下血合剑独自逃跑之时 不想血合剑忽然灵光一闪 剑身抖了抖却跃道 主人 我想起来了 你不用专门去找什么医修 我可以将我的本源之力给你疗伤 说话间血合剑竟毫不迟疑地祭出一大团血物般的庞大灵气 内中剑亦森然生机勃勃 裴灵顿时喜出望外 他立刻停下脚步一把接过血物 庞大的灵气瞬间没入他的体内 只是这本源之力太过浓郁 以他目前的修为 恐怕不需要血合剑发现端倪 他就会先一步被这股本源之力活活称暴 急速思索了片刻 裴灵只能匆匆吩咐血合剑为他护却 而他自己则开启系统 一键修炼断骨诀 检测倒数主体内存在大量一种真元 系统正在为您炼化 与此同时 原本闭目养神的寒丝骨脸色陡然一变 血合剑离开荷花池已有半个时辰 却未到骨锦找我 这就说明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咒鬼 若等那咒鬼练化了血合剑 我将毫无生还的可言 与其座椅待毙 不如趁着咒鬼尚未将血合剑完全练化之事 做殊死一搏 如果成功便可夺回本命飞剑 以及咒鬼那一半命 就算不能助击 起码活命问题不大 想明白的韩思谷当即便从袖中 取出一个巴掌大小的陪垒娃娃 伴随着韩思谷的反掘掐动 原本缠绕在他身上的一束正命魂线 疏忽缠在鲁绿强身上 如此一来 便可让鲁绿强代替他瞒过咒鬼的胆知 虽说只能替代片刻光景 但也能杀咒鬼一个措手不及 此刻的韩思谷气息疯狂抱着 一袍无风自动 眼底竟是孤注一掷的疯狂 在裴林将血合剑哄天认主之后 原本势均力敌的韩思谷 与咒鬼瞬间如坐针毡 双方均以为血合剑是被对方所得 古井之中的韩思谷当机立断 强行挣脱正命魂线的束缚 只为杀咒鬼一个措手不及 而祠堂之中的咒鬼同样焦虑万分 如今血合剑离开荷花池已有半个时辰 然而唐南斋非但没有将血合剑给他带来 还要在山庄之内驻击 想必血合剑是去古井那边了 正当咒鬼思考应对之侧时 一道剑气质身后传来 毫无防备的咒鬼瞬间被斩了七零八路 片刻之后 原本散落一地的身体竟然奇迹般地组合起 二人四目相对 却发现血合剑军不在对方手上 咒鬼瞬间鸣雾 原来如此 你误以为血合剑在我手上 故而向我发起了袭击 此番争斗看来是我赢了 然而韩思谷却异常淡定 手中宝剑飞舞 一道道凌厉的剑气竞速斩向咒鬼 咒鬼却不躲不避 那些被剑气所伤的伤口 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恢复 只要阴水换连大阵不破 地脉之力就会源源不断地为他提供能量 反而是唐思谷 没有了魂线的支撑 恐怕是维持不了多久的生计 然而伴随着一生 整个山庄都为之一阵 咒鬼瞬间大惊 你竟然派血夫人和是魂鬼墓去破坏了大阵 韩思谷并未答话 血合剑气肆意挥舞直冲云霄 从他断开镇命魂线之时起 就已经没有了退路 若不能斩杀咒鬼夺取对方的命格 多少年苦修 多少次斩强敌于剑下壁群雄于血合 都将复之东流化作乌有 韩思谷一剑斩下 万千剑气如同一场血雨朝咒鬼密集的射去 咒鬼周身诅咒人面一阵闪烁 以同样的剑招展向韩思谷 两道几乎一模一样的剑气在半空交汇 同样的力量 同样的剑影 然而咒鬼的那道剑气却一触即溃 韩思谷的剑气则去世不竭 瞬间将咒鬼扎了个千疮百孔 虽然咒鬼能够完美复刻韩思谷的剑招与剑气 但剑修的那颗一往无前一剑破万法的剑心却是无法复制的 只见韩思谷周身剑一凛然 手起剑落 一道巨大的剑气 夹杂着斩进一切 万法可破的无匹气势整向咒鬼 演武场内 裴灵的气息越来越强 一种真元还剩一大半的时候 他的修为已经提升到了练起八层巅峰 突然 一声 裴灵转头看向血合剑 血合剑瞬间会议 兴高采烈地分析道 大阵的根基正在遭受攻击 肯定是咒鬼想要毁掉阴水换连大阵 至于咒鬼为什么要破坏大阵 根据我之前感应到的信息来看 估计是两个咒鬼在祠堂内起了内风倒架 咒鬼可以靠大阵恢复伤势 所以肯定是其中一个咒鬼想要打败另一个咒鬼才破坏大阵 主人你看我聪明的 裴灵心中一喜 赶忙夸赞了一番血合剑 如此一来 那就说明韩思谷正在祠堂与咒鬼决战 这不就给了自己一个救鲁师姐的机会吗 后山古井之中 裴灵终于见到了日思夜响的鲁师姐 只是此刻的鲁师姐神情呆滞 满头青丝却皆已化作了血色 很难想象是经历了怎样的非人折磨 不过很快血合剑就告知了裴灵一个可以复仇的机会 祠堂里的两个咒鬼已经绝出胜负了 一死一重伤 裴灵心念一准 本命飞剑的性命与主人相连 既然智障飞剑无恙 那么活下来的一定是韩思谷 让鲁师姐恢复正常的法子一定也在她身上 必须趁她并要她命 若是让她恢复过来 十个我怕是都不够她打 韩氏祠堂之内 随着韩思谷的胜出 烟裂的咒鬼最终化作一卷血红色的玉碱掉落在地 已然苍老无比的韩思谷目光复杂地看着玉碱 这便是当年万辉海的机缘 天道筑机之法 只见韩思谷的气息飞快衰败 原本意气风发的少年此刻晚如风中残煮 生命之火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熄灭 突然 本就身受重伤的韩思谷被一拳风飞出去 不远处 脸色阴沉的唐南斋走不出来 唐南斋没有立刻追击而是冷冷地问道 我的师弟们在哪里 韩思谷脸色森然 都死 不过你本可以趁此机会逃命的 居然还敢跑来送死 唐南斋挣了挣 虽然这样的结果她早已有所预料 但得到确认后的唐南斋还是感到一阵巨大的悲伤习伤心 她看向面前的韩思谷 没有丝毫迟悍然出拳 拳影重重如沙海狂怒般呼啸着轰向韩思谷 韩思谷面无表情 伴随着一阵咳嗽声艰难的抬起一指 朝漫天拳影轻轻一点 一道看似微弱的剑气声出 轻巧地跃入其中 所有拳影顿时如同指弧的一般被剑气轻松斩灭 剑气于是不减继续斩向唐南斋 解决掉唐南斋的韩思谷早已摇摇欲坠命悬一线 好在雪夫人及时赶到 此刻的韩思谷并未意识到自己的处境 在她的认知里 目前山庄内已经没有人能对她产生威胁 况且韩思宝库里的资源足以让她恢复到自保的地步 唯一让她担心的便是血河剑的下落 殊不知 韩思宝库早已被培林搬空 而她心心念念的血河剑也被培林这个老六所哄天 突然 一把利剑猛然杀出直指韩思谷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血夫人以肉身之躯挡在她的身前 替她挡下了这致命一击 而刺入血夫人体内的利剑 正是韩思谷心心念念的血河剑 韩思谷顿时一脸猛逼 血河 你这是干什么 没想到血河剑也是一个将主 当场便会对到 你算什么东西 只有主人才配那么长火 韩思谷顿时怒火中烧 混账东西 你连你的主人都认不出来了吗 当年在越河镇 我为你抓来数百名妇孺当作血时 难道你都忘了吗 听到韩思谷的训斥 血河剑立马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质疑 那还真是一场美食盛宴了 难道你才是我的主人 匆忙赶来的裴灵瞬间无语 我去 我这刚晚到一会儿智障飞剑就要被忽悠走了 好在这智障飞剑是名副其实的蠢 这也给了裴灵回旋的余地 裴灵一口咬定韩思谷是无耻的正经山冒充的 而他才是真正的韩思谷 本就智商堪忧的血河剑又是一脸猛逼 裴灵心知机会难得 必须趁血河剑反应过来之前将韩思谷解决掉 方能有一线生机 于是便直接与奄奄一息的韩思谷展开厮杀 刚有了一点眉目的血河剑瞬间又陷入了纠结之中 你们两个靠得那么近 我都分不清谁是谁了 到底谁才是我的主人了 天下风云出我辈 一路江湖岁月催 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想要站得住脚 不仅仅需要一记绝尘的天赋 以及远超常人的努力 更重要的是要懂得知进退 明德诗 不要惹到一些不该惹的人 特别是在知进退这方面 一位姓韩的道友就深得其中精损 反观韩思谷就有一些妄自尊大 这也导致他在击杀骤鬼之后 还没来得及休养 就被唐南斋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好不容易解决了唐南斋 又被裴林找上门了 本就命悬一线的韩思谷 只能强行与裴林展开厮杀 二人刀光剑影打得难舍难分 韩思谷血和剑影涌动 手中宝剑肆意挥舞 满天剑起如珊瑚海啸般刺向裴林 而裴林则是血鬼盾法施展到极致 鬼魅般的身法穿过层层剑影 静止砍向韩思谷 韩思谷横剑格挡 却被一刀砍断手中宝剑 只见韩思谷手持残剑大喝一声 斩 血和剑意瞬间迸发 手中残剑也化作一把十米长的大宝剑 带着无可匹敌的气势斩向裴林 裴林且退且战 但仍被剑气所伤 拉开距离的二人谁也不敢贸然出手 裴林怎么也不会想到 这韩思谷在身受重伤且天道筑击未成的情况下 竟然还有这般实力 万一对方再藏几个杀招 那他必定抵挡不住 而韩思谷同样也被裴林的诸斑攻法斧震惊 若是全胜石器也还罢了 如今命悬一线的他显然不能再拖下去 要想破局唯有依靠血和剑的力量方能争得一线生机 有了主意的韩思谷立马呼喊血和剑前来帮忙 而裴林这个老六同样也选择请血和剑前来相助 不同的是 韩思谷是背水一战 而裴林则留有后手 万一血和剑选择了韩思谷 那裴林就会立马启用正经山送他的福禄盾子 如此一来 压力就给到了智商堪忧的血和剑这里 听到两人同时叫他前去帮忙 血和剑一时之间也不知该如何抉择 如今双方已知生死存亡之时 本就一脸猛逼的血和剑只能依靠感觉来确定谁才是他的主人 一番思索过后血和剑竟直向裴林身后刺取 韩思谷见状顿时喜笑颜开 就在他以为胜负已定之时 血和剑却绕过裴林一剑刺穿了韩思谷的胸膛 本命非剑与主人命脉相连 如今韩思谷已然回天乏术 血和剑也自然而然地失去了行动能力 掉落在地 韩思谷强忍疼痛捡起了自己的血和剑 煞时间 一人一剑的点点滴滴不断浮现在血和剑的脑海之中 直至此刻 血和剑终于找到了他真正的主人 却也被他亲手抹杀 他想要弥补小还清 却发现他根本无力回天 而此刻的韩思谷反而异常平静 一切都结束了 或许这就是命了 多少年的苦修 多少次斩强敌于剑下 碧群雄于血和 最终还是成为了别人修仙路上的踏脚石 待一切尘埃落定 惊魂未定的鲁绿强也从古井之中找过了 此刻的鲁绿强神情虽然有所好准 但记忆却一片空白 只是依稀记的裴林能给他带来一丝安全感 而裴林则顺势将鲁绿强揽入怀中 风浪越大鱼越贵 虽说韩世山庄的任务九死一生 却也让裴林赚得盆满钵满 抛去各种奇珍异宝以及名贵药材不说 光是从陨落的师兄弟身上搜刮到的灵石就有伤万克 不过裴林并未打算独吞这份资源 毕竟这次活下来的还有一个鲁绿强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过后 裴林最终还是忍痛分了鲁师姐一千灵石 就在裴林满心欢喜的清点战利品之时 身后却毫无征兆地多出了一道人意 裴林心之不妙 赶忙将储物带藏于身后 试探道 娇妮姑娘前来可是有什么吩咐 却见娇妮并未理会裴林的小动作 而是转头看向了鲁绿强 这女修神魂遭受重创 即使回宗之后有一修整治也无法彻底恢复 倒是省了我一番手脚 免得天道助击之法的消息泄露出去 裴林心中一惊 难道这次韩氏山庄的任务 娇妮从头到尾都看在眼里 想到这里的裴林不敢有丝毫怠慢 赶忙掏出记载着 天道助击之法的预解仪表中心 然而娇妮却并未接过预解 只是寒手说道 三个月之后宗门会有一场外门大 你可在争得魁首之后选择我家主人 到时候在当众将天道助击之法献出 这样寄扬了主人的威名 还能趁机取悦主人 裴林顿时恶忍 这女鬼是在叫她怎么攻略对方的主人吗 扮上之后 在娇妮的带领下 裴林总算是回到了宗门之内 然而回到宗门的裴林 依旧不敢有丝毫懈怠 毕竟上次非礼金素棉那件事还没有解决 当务之急还是先去探查一下情况吧 就在裴林躲在灌木丛中探查之时 就见一名云并高级的女修双眉威组 正从洞府之中怒气冲冲地走了出来 嘴里还念叨着 要将欺负金素棉的人千刀万狂 裴林心知大事不妙 赶忙收敛气息生怕发出一点声音 待金素棉的唐姐走远之后 裴林店马不停蹄地前去布兰小院寻找郑金山帮忙 然而还未等裴林说明情况就被郑金山一把拉了进去 并且还一脸兴奋地要告诉裴林一个天大的好事 裴林心中焦急万分 郑金山被那个泼妇暴打的画面 他到现在都历历在门 那可是相当之残暴啊 裴林赶忙提醒郑金山这次的事真的是十万火急的大事 然而郑金山文言却毫不在意地笑了笑继续说道 我知道你很急 但你先别急 听完我说的话保证你什么都不急了 既然郑金山都这么说了 裴林自然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 郑金山继续说道 万辉海的买家真是一个比一个出手豪骨 上次你给我的120颗极品脆骨丹竟然拍出了天价 单单你的分红就有足足20万颗零食 裴林顿时被惊得目瞪口呆 只见郑金山质得意满地继续说道 师兄我还特意为你花了20万零食买来了重玉丹丹丹方和铸鸡丹丹丹方 这玩意可珍贵了 普通修饰想要一颗铸鸡丹那都得拼了老命 只要你学会了铸鸡丹的炼制 那炼七七修饰都得管你叫爹 裴林暗自负负 你就不能整点我没有的东西吗 不过事已至此裴林也不好多说什么 只好虚情假意地感谢了郑金山一番 然而郑金山接下来的话却让裴林瞬间坠入冰窟 原来买单方花费的这20万零食是从裴林的用金里扣住的 裴林瞬间想死心都有 那可是整整20万零食啊 要不是打不过郑金山 高低要让他知道一下花为什么这样 就在这时 一名弟子匆匆前来禀报 实境一脉的金卖主下了战书 要跟卖主明开生死类 一决生死 郑金山听后不禁皱起眉头 怎么回事 上次含嘴火之事 我不是已经用酒明含泉水补偿过了吗 这个男主是真的狗 在得知金素台因为他非礼金素眠的事 找到库兰小院后 立马假借恋丹的名义与郑金山败别 顺便还不忘问一句后门在哪 不明所以的郑金山并未察觉一样 还在想着裴林要说的大事到底是什么事 然而裴林却告诉他那件大事自己会处理好 就不劳他费心了 这也让郑金山倍感欣慰 要是自己的其他弟子也像裴林这么懂事就好了 然而裴林刚走 库兰小院的大门就被金素台一脚踹烂 一脸猛逼的郑金山正要询问缘由 却被金素台不容分说的一顿胖揍 画面一转 此刻的裴林正在兴高采烈地变卖着同门师兄弟的遗物 让裴林没想到的是 这些遗物竟然直接让他进账四十万零食 对于一向节俭的裴林来说 这无疑是一笔巨款 裴林先是前去执法堂缴纳了七万零食的罚金 之后更是以三万零食购买了一套豪宅 这一刻裴林终于体会到了爆发户的快乐 这种无债一身轻的感觉简直爽爆 兴奋之余的裴林总算是想起了替他背锅的郑金山 只是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要是嘎了可就没人帮我卖单药了 但是转念一想 郑金山又不是第一次被那个泼妇暴打 说不定还能练就铜金铁骨的功法 从这个角度想的话 郑金山应该感谢我才对 然而作为背锅侠的郑金山可不这么认为 自己堂堂一脉之主 三天两头地被其他卖主暴揍 最关键的是自己啥也没干 这次又不知道是被哪个混蛋给坑了 终于 在金宿台的层层引导以及暴力摧残之下 郑金山总算明白自己为何会被暴走 而得知真相的金宿台 也是立马利用传音符将这个信息告诉了金宿棉 原来那晚羞辱他的混蛋名叫裴林 是郑金山引荐入宗的弟子 比较棘手的是 力真传是乎在有意栽培这个裴林 金宿台也不好拿裴林怎么样 只能拿郑金山出气了 很显然对于这个结果金宿棉并不满 不过好在力真传言里容不下废物 若是在三个月之后的外门大笔上能堂堂正正地击败裴林 力真传想必也不会插手 如此千载难逢的机会金宿棉自然不会放弃 当即便打算闭关修炼 一定要在外门大笔上出了这口恶气 就在这时 鲁绿强寻了过来 本来金宿棉还在为没能赴约寒式山庄的任务而愧疚 没想到鲁绿强却一点也不在意 反而夸他能找到裴林这么好的道理可真是太走命了 金宿棉顿时一脸猛逼 自己只是睡了一觉怎么就成裴林的道路了 然而鲁绿强却对他的质疑一脸比 咱们这么好的姐妹你就不要再隐瞒了 更何况现在整个宗门都知道你是裴林的道路了 我这次能逃过一劫也是多亏了裴师弟的帮助 等你们结婚那天可别忘了通知师姐喝喜酒 金宿棉瞬间怒火中烧 裴林 我与你势不两立 如果给你一个遇鬼的机会 你是更倾向于容貌的炼制还是实力的炼制 对于裴林来说自然是全都要 然而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 炼制出来的女鬼虽然长相上还勉强过得去 但在修为上属时是不尽人意 无奈的裴林只好交代一些打扫卫生的事宜给女鬼去做 而他自己则打算将闭关这段时间炼制的丹药交给郑金山去售卖 然而刚到郑金山的窟篮小院 裴林就发现窟篮小院的大门越发的破烂 而且接待他的欧阳师姐也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裴林顿感不妙赶忙进屋查看 好在郑金山的伤情并无大碍 只是一个静的在胡言乱语 欧阳师姐解释道 自从郑金山被金苏台暴虐了一顿就变成这样 裴林也是一脸无语 这要是真被打傻了以后 可就没人帮他卖单要赚钱了 突然 郑金山垂死病中金座起 一把拉住裴林的衣服怒骂道 一个小兔崽子 到处沾花惹草害的老子差点被打死 裴林心智力亏胆忙掏出一处无带的极品柱 积单于种欲单表达千亿 见有利可图郑金山也只好作罢 毕竟裴林可是利仙子看重的人 不料着裴林却哪壶不开提哪壶 非要问他既然没什么大事为何要装傻 这可把郑金山气得够呛 你小子还有脸提着事 还不都是你调戏完小姑娘就跑 最后都让老子给你背过 我要是不装疯卖傻 那疯婆子怎会轻易地放过我 罢了 我再跑一趟万辉海 你要是再给老子惹是可别怪老子不讲情面 裴林赶忙保证不再惹祸 郑金山见状便拄着拐杖一缺一拐地向门外走去 就这还不忘叮嘱裴林千万别忘了外门大笔的报名 要说这大笔第一的奖励那可是极其丰富的 什么极品单要天才地宝五行金破 奖励多到储物袋都未必能装得下 不过郑金山并不看好裴林 毕竟宗门天骄数不胜数 想当年自己在外门也算是风云人物 最终也就勉强进了前世而已 然而郑金山刚走出枯篮小院 裴林就听到一阵惨叫声 不用想也知道肯定是又被那封婆子堵到了 时间转瞬即逝 很快变到了外门大笔的出赛环节 外门大笔的选拔也是颇为复杂 先是在各个山峰进行初选 之后再由各封的候选者进行南域领选 最后再选出代表与其他三域进行最后的大途 想要获得最后的胜利绝不是一件一事 而裴林的第一个对手则是号称 怀英峰最强烈七七弟子的田从衡 这也是怀英峰长老李平特意安排的 只因裴林刚入怀英峰时杀的那三个剑材起义的摄影 其中一个就是李平的孙子 如此血海深仇作为怀英峰的长老又怎能轻易放过裴林 很快裴林与田从衡均一准备妥当 从观众的议论中不难听出这田从衡的强悍 尤其是那张煞白的脸 死了三天的太姥姥的脸都比他白 伴随着裁判的一身令下 田从衡一个纵身率先发起攻击 身后顿时幻化出万千诡异的骷髅头一同杀向裴林 裴林不敢大意赶忙使出血沙刀法砍向田从衡 然而下一秒 现场却出奇的寂静 直至裁判宣布了比赛结果众人才反应过来 这就是那个将前去韩式山庄做任务的同门全部练了杀的裴林吗 太可怕了 竟然一刀就将田师修秒了 如此实力怪不得金素棉会与他结为道理 此时的裴林也是一脸猛逼 号称怀英峰练七七第一人的田从衡这么弱的吗 这些关于我的谣言又是从哪里传出来的 就连怀英峰长老李平都是满脸的震惊 如此恐怖的实力绝不是一个毫无背景的普通修士所能达到的 结合裴林刚才使用的血沙刀法来看 其背后靠山脊有可能就是立真传 惹恼了立真传内他整个李家都有可能灰飞烟灭 能去能身方位丈夫 李平也是当机立断找到裴林表示 他的孙子孙思广完全是咎由自取死不足惜 只希望裴林能够不计前嫌与李家重归于好 要是能在立真传面前替他美言几句那就更好了 最后还拿出了一处无带的精品 临时赠予裴林一表千亿 至于怀英峰剩下的比赛裴林也不用参加了 只需要专心准备男玉领选就可以了 裴林心中一喜 立仙子的名号果然好使 仇人都能变成大腿 白送的钱财不要白不要 裴林自然是欣然接受了李平的礼物 回到住所的裴林刚准备炼丹就有客人来访 然而让他忘了没想到的是 来人正是被他造黄瑶的金素棉以及鲁绿墙 面对金素棉的登门拜访 裴林非但不道歉反而理智气壮地认为 郑金山已经替他挨过揍了就没必要再记仇了 不成想金素棉只是来询问他有没有通过怀英峰的初选 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 金素棉也是表示要在难遇临选上光明正大的与裴林做个了断 裴林瞬间无语 就金素棉这天天炼丹的小身吧 真要打起来恐怕自己动动手指头就能一命呜呼的主 这不纯纯碰瓷吗 要是出点什么意外 那金素棉指不定怎么折磨自己 好在鲁绿墙及时出来打圆场 小两口吵什么架呀 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 说话间还不忘将金素棉与裴林的手指紧紧扣在一起 金素棉瞬间小脸通红 谁跟他是两口子 裴林也是借颇下驴当即便表示 都是同门打打杀杀的多不好 既然金师姐擅长练丹不如我们就比练丹吧 输的人任凭对方处置 见裴林如此不知好歹 金素棉自然是欣然答应 为了避免裴林一会输了不认账 倔强的金素棉还特意叮嘱鲁绿墙来做裁判 然而鲁绿墙却会心一笑 现在的小情侣玩得还真花 输的那方晚上肯定有得瘦了 想到这里的鲁绿墙脑海之中 不禁浮现出一些少儿不移的捆绑玩法 就在此时 倔强的金素棉已经开始着手炼丹了 不得不说这金素棉的炼丹天赋 确实对得起他天才炼丹师的名号 其娴熟的控火手法 以及对药材的把控属实 让裴林刮目相看 不过咱有系统咱怕啥 越是这种自视甚高的天才 才越要让他感受到实力的差距 这样才能彻底征服他 然而裴林的这份老谋 深算在鲁绿墙眼里 却是另外一幅画面 看来裴师弟是喜欢被动的一幅 所以才故意不动直接认输 甚至脑海中已经浮现出金素棉 拿着小皮鞭抽打裴林的画面 眼看时间差不多了 裴林立马启用一键托管系统 然而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狗系统竟然弹出提示 要免费赠送一只八品丹炉 裴林顿感不妙却为时已晚 只见被系统控制的裴林 直接凌空跃起 一脚踹在金素棉的脸上 毫无防备的金素棉 当场就被踹得口吐白沫不省人事 鲁绿墙见状也是立马会议 从裴师弟这副迫不及待的样子来看 想必马上就要开始办事了呢 时区的鲁绿墙赶忙找了个借口开溜 将战场留给热练期的两位小情侣 裴林也是一脸无奈 这狗系统坑人也不带这么坑的 薅羊毛也不能可一只羊薅呀 半个时辰过后 终于清醒过来的金素棉瞬间暴怒 当场就要杀了裴林 然而被系统坑了无数次的裴林 也懒得去解释了直接开始摆了 我赢了 刚才动手并非我本意 你要想踹回来尽管动手呢 听到这话的金素棉转头 看向自己的八品丹炉 却发现丹炉内八颗极品裴原丹 整整齐齐地排列着 想练出极品裴原丹并没有多难 但是能做到柯颗极品就有点离谱 这可是顶级练丹师 都不一定能做到的事 而裴林却能轻而易举地做到 输了不可怕 但输得如此彻底 却是他怎么也接受不了的 无奈 堂皇 委屈 瞬间涌上心头 竟让他不由自主地抽气起来 裴林刚想上前安慰 却发现金素棉正在 缓慢地退去身上的衣衫 嘴里还念叨着 我输了 你想怎么样都随你的便吧 如果一个财貌双全的美女 主动在你面前宽衣解败 你是选择坐怀不乱 还是释放天心 如此千载难逢的机会 裴林却选择了坐怀不乱 只是让金素棉告诉他 一些难遇临选的情况就够了 也并非是裴林正直 而是金素棉的堂姐太过残暴 这也让金素棉对裴林 这个无耻之徒产生了些许好感 甚至一度认为是自己误会了裴林 言归正传 圣宗实力为尊 东西南北四域 每隔十年就会举办一次外门大抵 以此来决定圣宗对各封资源的分配 而南域最需要注意的就是 若秀峰的大师凶公志炎 若无意外 他应该就是本次南域林选的魁首 除了公志炎还有四位修士需要注意 分别是非卢峰的秦庆 鬼首峰的沈哲 鬼柳峰端木明烟 以及血巢峰赵天籁 至于具体的实战能力如何 金素棉更是以唐南斋为例 做了一个简单的分析 公志炎的实力 绝对不是唐南斋所能比拟的 至于剩下的几人 应该是和唐南斋在伯仲之间吧 听到这里的裴林顿时信心倍增 毕竟自己在练气七层之时 就能扛下唐南斋的攻击而无碍 如今自己已达练气九层 想必除了公志炎之外 其他人对自己也构不成威胁 在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后 裴林当即便表示金素棉可以走了 然而金素棉却羞红着脸迟迟不愿离去 裴林顿感不妙 难道这丫头还在想着怎么报复我 好在金素棉只是想买一颗裴林炼制的 极品裴圆丹拿回去研究 这也让裴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 随即便掏出一袋自己炼制的极品丹药 以及一张筑机单方送给了金素棉 毕竟自己的狗系统可没少坑人家 理应给人家一些补偿 拿到丹药的金素棉心中暗暗发誓 一定要在炼丹树上超过裴林 然而刚走出裴林的府底 就听鲁绿墙满脸欣慰的调侃 我就说嘛 小两口有什么好吵 看你这满面春风的样子 裴师弟把你伺候得不错呀 就是时间比我想象中的要快了一些 金素棉顿时小脸通红 刚要解释就被鲁绿墙打断 道理之间行个方式有什么害臊的 金师妹你也不必不好意思 裴师弟刚刚在你炼丹的时候 就迫不及待地扑上去 还将你给扑晕了 我可是看得真真切切 金素棉因裴林经验绝伦的炼丹技术 沉寂下去的怒火再次爆发 裴林你个混蛋 我跟你没完 时间转瞬即逝 很快就到了难遇灵选的日子 金素棉特意提前来到会场等候裴林 然而却被一只姓哨的舔狗纠缠不清 一旁的鲁力强健壮当机便怒骂道 我们素棉已经名花有主了 你就别来骚扰了 看见没 就远处那位裴林陪师弟 人家跟素棉情投意合 你就不要瞎谎 这可把少田狗气的够呛 见裴林来到会场 金素棉立马南下裴林表示 这第一关你可别被淘汰了 我下一关还要在擂台挑战你 裴林顿时无语 这丫头还真够倔强的 然而两人的这一次当众碰面 在外人看来无疑是认证了两人的道路关系 就连唯一知道内情的金素台都开始动摇了 立马对一旁的郑金山展开言行逼供 可怜的郑金山就这样又被金素台狠狠折磨了一番 难遇灵选第一关 争夺同球 同球为数一百 打破同球者方能通过短关 煞时间整个场地的穷仓都变成了一片漆黑 就在所有人凝神戒备的时候 一颗颗巨大的铜色球体犹如陨石一般从墓顶坠落 众人急忙躲闪 但仍有数名炼气八层的弟子躲避不及 或被砸得人仰马翻或被巨大的气径先飞出去 裴林星之本次灵选共有千余人但只有一百个铜球 这铜球绝不会这么简单 所以决定先避气锋芒然后再伺机而动 正想着 立刻就有弟子对铜球发动攻击 只听当当当的几声 那名炼气八层弟子的攻击落在铜球身上竟连到刮痕都没能留下 然而下一名 铜球就化为一个炼气九层巅峰的铜甲巨人 铜甲巨人铜壁一挥 那名炼气八层的弟子顿时化作一道残影倒飞出去 狠狠砸在远处生死不知 裴林星下危惊 这张铜球跟他想象中的很不一样啊 嘈杂的会场中唯独一名轻袍缓带貌若文士的弟子淡定自若 此人正是龚志炎大师兄 见铜甲巨人袭来 龚志炎轻服袍袖 四周疏忽出现石头炼气九层修围的血鬼 伴随着龚志炎的一声令下 四头血鬼猛然冲出将一具铜甲巨人团团围住 然而铜甲巨人的攻击岂是几头血鬼所能抵挡 眼看铜甲巨人已经杀到眼前 龚志炎赶忙将血鬼换至身前抵挡 只听轰的一声 巨大的冲击力瞬间就把龚志炎镇的气海翻涌 试探结束 龚志炎魔中血光一盛 石头血鬼疏然一种诡异的方式 绕着铜甲巨人飞快旋转 旋转之间掌权其出 破空之际竟发出一道道尖锐诡异的效果 看到这一幕福岛上的众人纷纷惊呼出声 石方血魔战 龚志炎竟然让血鬼练成了此法 仅仅片刻功夫 铜甲巨人就在一阵闷响声中应声倒地 而龚志炎也成为了本官第一个通关的人 场上的朱弟子也是暗自惊叹 龚志师兄的实力果然强悍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慌得一声大响 又一句铜甲巨人音声倒地 众人寻声望去 却见龚志炎一边抚摸着验声道一边念叨着 这铜甲巨人这么弱的吗 不会是有人为了省钱偷工减料了吧 而龚龄击败铜甲巨人 晋级下一关的提示音也在此刻响起 在场中人顿时哗然 一刀就将铜甲巨人拦腰截断 恐怕龚志师兄都未必能做到吧 好可怕的实力 不愧是将铜门炼煞的魔子 特别是看台上的金素台 更是被惊出一身冷汗 如此恐怖的实力 素眠还怎么找这银贼报仇啊 几家欢喜几家愁 反观隔壁的郑金山 震惊之于更多的则是激动 如果能让裴灵帮他拿到七星魔鹰莲 他就能彻底炼花燕骨罗刹土了 到了那个时候 成天欺负他的金素台 必将成为他郑金山的手中玩物 然而乐极生悲 得意忘形的郑金山 早已忘了自己还在装群 这也被金素台给逮个正着 本就心情不爽的金素台 对着郑金山又是一顿拳打脚踢 各位有过什么舔狗的经历吗 最终的结果又是如何呢 作为金素棉的忠实舔狗 邵志宁自然不可能放过 任何一个在女神面前表现的机会 于是在难遇零选第二关的守卫战中 邵志宁毫不犹豫地 选择了裴灵所在的擂台进行挑战 进入擂台的邵志宁 并未着急动手 而是选择先羞辱一番裴灵 然而还未等他说明来意 就被裴灵一刀斩杀 好在这一关设有禁止 失败的一方只会被直接传送出擂台 并不会产生生命威胁 被打出擂台的邵志宁 也明白了裴灵的实力 根本就不是他所能触及的 但看到一旁的金素棉正在看着自己 邵志宁立马又觉得自己行了 刚才一定是裴灵用了阴招 当即便要再次进入擂台 金素棉见状好心提醒道 你们实力差距太过明显 还不如保留实力挑战其他的擂主 没想到金素棉的这一番好心提醒 却让邵志宁瞬间眼冒惊心 金师妹和我说话 金师妹这是在关心我的安危 她心里肯定有我 如果我帮她教训了裴灵 金师妹一定会同意和我约会的 想到这里的邵志宁 哪里还会管什么实力的差距 当即便发誓 就算拨出性命倾家荡产 也要替金素棉教训一下裴灵 然而再次冲上擂台的邵志宁 都没来得及开口说话 就又被裴灵一刀打出擂台 秉持着绝不能让女神失望的第一准则 邵志宁当即便决定 拿出自己的全部家当请人帮忙 于是便以五万零十的价格 请到了龚志宁大师兄 而此时的裴灵已经解决了 43名挑战者了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人能接下裴灵一包 这也让裴灵对男女弟子的实力 产生了些许质疑 眼看擂台战已经接近尾声 龚志宁却突然前来挑战 裴灵本能的一刀斩出 却被对方轻松接下 虽然擂台之上 设有看不清对方容貌的禁止 但裴灵还是猜出了 这位实力极强的挑战者 很有可能就是龚志宁大师兄 唯一让裴灵不解的就是 龚志宁应该是类主才对 为什么会过来挑战他吗 裴灵不敢大意 血沙刀法瞬间施展 直接又是一刀砍去 龚志宁赶忙召唤血癸抵挡 却被裴灵一刀震出数米远 内门刀法 被邵志宁那小子给骗了 早知道就该和那小子要十万零食 反应过来的龚志宁直接开启大招 十方血魔阵 煞时间 四周术故出现石头血癸猛然攻向裴灵 就在裴灵奋力抵挡之时 石头血癸疏然以一种诡异的方式 围绕着裴灵不断旋转 期间还发出一道道尖锐诡异的效应 裴灵顿时被绞得心神大乱 只能强忍不是四处寻找突破口 一番试探过后 裴灵终于确定了突破口的位置就在上空 然而还未等裴灵起跳 龚志炎就从空中猛然杀出将他的退路完全封死 眼看龚志炎就要使出必杀一击 裴灵的眼神却瞬间清明 反手一刀就将龚志炎的胸口划开 龚志炎的实力不可谓不强 但在裴灵眼里 龚志炎的这点三脚猫功夫和当初寒思谷相比 简直就是划众取宠 伴随着龚志炎的落败 南域灵选第二关彻底结束 现场顿时又是一片哗然 唯独金素棉的忠实舔狗邵志宁一脸猛逼 他的这一番操作非但没能帮女神教训裴灵 反而让裴灵在南域彻底扬名立万 而他不仅白白损失了五万零食 还害得龚志炎大师兄没能成为十大类主之一 想必以后有他好受的 最让他不能接受的是 自己的女神竟然开始对裴灵放心安许 甚至觉得能做裴灵的道理也不是一件坏事 这或许也是大多数舔狗的缩影吧 舔到最后终将是一无所有 反观裴灵就舒服多了 不仅获得了直接晋级的特权 还让他一战成名成为南域最耀眼的弟子 最让裴灵兴奋的是 获得了一次丽仙子单独召唤的机会 想必又能体验一番别有风味的翻语覆语 不怕神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本来丽仙子的奖励裴灵已经唾手可得 不料郑金山的一句话却让丽仙子瞬间暴露 在郑金山的带领下 裴灵很快就来到了力烈月的行宫之中 只是这行宫中的种种布局 都让裴灵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 甚至能隐约感觉到自己曾在此处 与丽仙子有过一段雨水之欢的过路 就在裴灵身陷其中无法自拔之时 郑金山却突然一脸谄媚地想请裴灵帮他一个小忙 原来是此番外门大比前十明都 可以在宗门提供的灵物里任选一项 而郑金山炼花艳古罗刹图所需的七星魔鹰莲就在其中 裴灵不暇思索地便答应了下来 毕竟郑金山因为他可没少挨精素台的毒打 至于郑金山后来承诺的惊喜 裴灵觉得就没什么必要 然而郑金山却豪气甘云地表示 该为师弟谋取的福利绝对不能少 这也让裴灵倍感欣慰 很快两人就见到了端座高台之上的力烈月 郑金山先是滔滔不绝地夸赞了一番裴灵的炼丹之术 话里话外都透露着力烈月眼光独到 才没有埋没了这么一颗被陆全城陪视冷落的西式明珠 之后更是将裴灵在南域灵选的表现一顿无脑吹捧 什么一刀解决童甲巨人通过第一关 第二关的擂台赛中更是无人能挡裴灵一刀 就连号称南域年轻一代第一人的公志颜 在裴灵面前都不过是土鸡娃狗不堪一击 一番吹捧下来 听得裴灵都有点不好意思 不过话说回来 老郑这次还真是靠谱 就连一项不苟言笑的力烈月都露出了赞许的表情 郑金山眼看时机成熟赶忙说道 师姐 裴师弟表现如此出色 加以时日必定能成为师姐的左膀右臂 也将是我圣宗未来的天骄 值得奖赏 力烈月当即便询问裴灵想要什么奖励 裴灵暗自狂喜 郑师兄简直就是自己的亲师兄啊 那株七星魔鹰莲 他说什么都要为郑师兄抢到 只是他毕竟对力烈月了解不多 不知道该要什么才好 要的东西太差 平白浪费一个大赚一笔的好机会 要的太好又怕被力烈月认为太过贪婪 于是便看了眼郑金山说道 回师姐 我要的东西郑师兄知道 力烈月闻眼转而望向郑金山 只见郑金山微微一笑 给了裴灵一个尽管放心的眼神说道 师姐 裴师弟最近看上了金家的金素棉 正抬头挺胸看着力烈月的裴灵 听到这话顿时脑中一片空白 足足半嗓没有回过神来 煞时间 行宫中温度骤然下降 四周墙壁上甚至接触了薄冰 两侧独楼火光无风自动 好一阵摇晃机遇熄灭 然而不明所以的郑金山却接着说道 只是裴师弟资质虽高 但毕竟出身浅薄 金家十分看重金素棉未必肯同意 所以裴师弟特意托我来求师姐此事 只要师姐开口 金家定然不敢拒绝 此刻的裴灵终于反应了过来 我去你大爷的傻叉郑金山 老子什么时候说过这事 这就是你要给老子的惊喜 裴灵明显感觉到一股杀意 瞬间将自己笼罩其中 心之大事不妙的裴灵赶忙解释 我对师姐忠心耿耿绝无二心 郑师兄想必是误会了 直至此刻利略月才逐渐退去杀意 缓缓说道 此次外门大笔拿到第一 十年之内成为圣宗第四位真传 退下了 裴灵不敢迟一赶忙 拉着郑金山退出行宫 然而裴灵刚松了一口气 郑金山就开始洋洋得意地向他邀功 怎样 师兄靠谱过 这次外门大笔争取拿到第一 金素棉必定是你的囊中之物 裴灵顿时面色铁青 刚才就差点被你这傻叉害死 你居然还好意思再提这事 你的脑袋是用来装酱糊的吗 爱情总是盲目的 就连堂堂宗门圣女都不例外 在得知裴灵与金素棉的绯闻后 历烈约二话不说 直接吩咐娇妮将金素棉带到行宫 仅仅片刻功夫 一头雾水的金素棉 已经被娇妮强行带到历烈约面前 在历烈约地试一下 娇妮立马要求金素棉 将她与裴灵的全部经历都讲一遍 金素棉微微一阵旋即气愤地说道 那个卑鄙无耻的家伙 她一五一时地说了 大概经过 从裴灵抢她的寒水火开始 一直到前两日炼丹是抢她丹炉 末了还愤然道 我接下来要在外门大笔之中 堂堂正正地打败她 然而历烈月可没心思管她复仇的事 旋即便以一种看似平淡的语气问道 第一次 夺了你的肿玉丹跟酒鸣含泉水 第二次 把你打晕之后抢走你丹炉炼蛋 这两次她都没有动你吗 金素棉缓缓点头 裴灵确实没有动她 但对方给自己的羞辱 根本就不是被抢夺了东西能够比拟的 得知真相的历烈月神色瞬间缓和 既然没有动你 那你自作多情个什么劲 听到这话的金素棉焦躯一正 自作多情 什么自作多情 然而还未等金素棉反应过来 就被雾柳姑娘给送了回去 再次回到历烈月身边的雾柳分析道 主人 郑金山这家伙恐怕是眼红金家的家世人脉才出此言 既然刚才郑金山的话并非裴灵本意 那她的奖赏还作数吗 都是一场误会 历烈月自然是不会吝啬给裴灵的奖励 当即便将一本记载着圣宗前辈们 对于叨道心得以及感悟的欲解帝给交你 让她转交给裴灵 至于郑金山那个废物 历烈月则觉得她最近估计是太闲了 就让她去鹰鹿矿卖挖矿吧 没有挖够十万斤的燃灵铁不得回踪 此时的裴灵正坐在庭院里生的闷气 郑金山这家伙属实是不靠谱 她要真跟金素棉有什么暧昧的男女关系 被利仙子责罚那她无话可说 但问题是整件事情本来就子虚无影 就因为郑金山的一句话 平白无故丢了奖励不说 还差点被利仙子当场消忽 这种无望之灾简直令人吐血 突然 四周环境陡然一冷 脚泥毫无征兆地走了出来 将一枚玉剪丢给裴灵 这是主人给你的 你好好修炼 莫要让我失望 更不要叫主人失望 裴灵刚刚接住玉剪系统就秒速上线 叮咚 检测到外界陌生叨叨真意 系统正在为您收录 然而此刻的裴灵可没功夫去管系统 赶忙一把抱住娇妮的大腿开始哭诉 角泥姑娘 刚才的事情都是郑师兄乱说的 你一定要相信我呀 看见裴灵哭得如此真诚 角泥墨色的眸子盯着裴灵玩耳一笑 主人已经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 你接下来好好表现 如果这次的任务能够顺利完成 我会向主人敬言 让你进入内门后代理奸丧一脉卖主 至于郑金山那个蠢货 已经被主人派去鹰鹿山脉挖矿去了 估计每个七八年是回不来了 听到这话的裴灵瞬间来了兴趣 挖矿 这的确是个好主意 毕竟挖矿也不需要脑子 但是转念一想 没有了郑金山以后谁给他背黑锅呀 裴灵长叹一口气 看来接下来的路只能靠自己了 在送走娇妮姑娘后 裴灵看着手中的霸刀针亿与血刀针亿爱不释手 这功法光听名字就知道很凶吗 可现在的问题是 自己这狗系统属实是不靠谱 不知道这次修炼又会给自己惹出什么活端 好在裴灵有一个独属于自己的女鬼仆人小词 于是便吩咐小词 待会儿要是看见她起身一定要阻止她 果不其然 裴灵刚打开系统一键修炼 系统就弹出提示 检测到本次修炼需要霸者刀器与杀戮刀器 系统将免费为你赠送 随后裴灵便在系统的控制下猛地朝庭院外跑去 好在小词还是比较靠谱的 眼看裴灵就要跑出庭院 小词一个剑步跳至空中 对着裴灵就是当头一棒 直接将裴灵打了个狗吃屎 趴在地上的裴灵顿时一脸郁闷 小词这阻止方式还真是特别啊 下手也太狠了点吧 不过当务之急是去哪能搞到霸者刀器与杀戮刀器吗 要是正经山在的话就好 就在裴灵一筹莫展之际 一向脑袋不太灵光的小词却突然灵光一闪 主人为何不去找李平掌老试试看 一语惊醒梦中人 这不是有现成的新靠山吗 裴灵当即便去寻找李平帮忙 然而让裴灵意想不到的是 李平这老小子看见自己比看见他亲儿子都亲 不仅好吃好喝的招待着 至于他所需要的两种刀器 李平甚至连原因都没问就一口答应下 仅仅一天时间 李平就亲手将两道刀器给裴灵送了过来 这也让裴灵受宠若惊 一番打探才得知 外门大笔的成绩竟然能直接决定 未来十年中四域的资源分配 如今南域本就示威 怀银峰更是南域垫底的存在 若裴灵能够带领南域弟子在四域大笔中获胜 那整个南域所能获得的修炼资源都将大幅增加 然而如今的南域除了裴灵外 实在找不出几个能打的 为此南域还破格让已经淘汰了的龚志炎重新通过灵选 听到这里的裴灵瞬间压力山大 既然自己的几个队友都是混子 那就只能靠自己了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还是先了解一下其他三域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对手吧 李平接着说到 北域魁首珠尔空域西域魁首软醋醋都是助基7 这两人需要特别注意 至于东域的卢璇 他原本是南域罗乔的入室弟子 据说投靠东域后获得一些机缘 现在估计也是助基7 此人残忍试杀 尤其是对于利仙子相关的人极为仇视 如果遇到此人不必留守 能杀则杀 裴灵顿敢无语 这还没等比赛呢就给自己输了死敌 让练气九层的我去杀一个助基7的狠人 还让我不必留守 确实有多看得起我呀 然而李平却胸有成竹地说道 外门弟子资源平级 就算助基一般也都是人道助基 岂能与根基雄厚的裴小友相提并论 外门大笔上生杀与夺皆不受圣宗责罚 这可是你一盏雄宗的良机啊 然而此刻的裴灵却只想弱弱地问一句 我现在退出还来得及吗 伺域的比拼如期而至 只见监察殿主站于水面之上缓缓说道 各遇天骄 而等面前的水域之下便是宗门秘境之一的近中天 话音未落 水面忽然发出一阵瓷气碎裂的声音 未等众人反应 碎裂的镜片就凭空出现在众天骄的手中 镜面一片红光 隐约献出十几个光点 除却一个蓝点外其余皆为红色 监察殿主接着说道 尔等入内斩杀妖兽鬼物搜集天才地 水晶竟会自动记录积分并为尔等排名 以十天为期限 最先拿下一万积分的十人晋级 此官不尽抢夺且没有阵法防护 进入之后生死个安天命 圣宗不要弱者 也不要弃运衰微之人 前一刻还平静如水的水面 疏忽掀起滔天巨浪 二十名外门弟子瞬间被卷进水底 等裴灵再次睁开双眼已身处一片竹林之中 裴灵环步四周 发现自己的几个混子队友并不在身旁 这就说明逆境的传送地点是随机的 只希望不要一上来就遇到卢璇他们 裴灵随手取出水晶镜看了一眼 却见镜面之中有一个蓝点一个红点 蓝点在镜子中心一动不动 红点却正朝蓝点快速靠近 裴灵微微皱眉 蓝点必然是自己 可这红点却不知是混子队友还是其他绿的弟子 突然 身后飞来竖点绿芒裴灵只好慌忙躲避 只见一名华服御官的少年悄然而至 少年手持一朵五色曼陀罗 姿态咸宛如俗是贵宙公子 正似笑非笑地看着裴灵 裴灵反手就是一刀砍去却被少年轻松躲过 少年一边打出树刀绿芒一边嘲讽道 尸体还真是急躁 听说力真传非常看重你 我却瞧着天资一般毫无大家风范 力真传怕是看走了眼啊 裴灵血煞刀法施展到极致 将绿芒一一挡下后 巨大的血色刀器呼啸着斩向那少年 少年面色一冷 手中五色曼陀罗轻轻摇晃 所有花瓣梨厄瞬间飞出 化作一面光幕挡在身前 裴灵面色微沉 对方手中的五色曼陀罗看似娇弱 实则散发出一股极为强大的力量 这是一件助机器才能完全发挥作用的法器 此人想必就是冬裕的卢璇了 那就趁此机会除掉这个威胁吧 抢到仙剂的裴灵没有丝毫停顿 手中燕身刀一横 通身气势变坏 夹带着突进苍生的杀气 再次砍向少年身前的光幕 少年却一脸细血 难于竟有弟子能够修得如此刀意 有意思 然而随着刀气的逐渐渗透 少年眼中世界陡然一变 入目便是山河崩塌湿山血海 仿佛下一刻自己也将不此后尘 少年顿时一惊 心知自己被对方刀意所射 赶紧摒弃宁神 以住机器的修为强行 破开了眼前的重重乱想 然而就是这一个恍惚 却让他身前屏障瞬间破损 就在裴灵以为一切都结束的时候 少年却单手接住了裴灵的验声道 你的确很有天赋 可惜遇到的是我卢璇 今日你注定要陨落在这近中天 一股强大的气浪 以卢璇为中心猛然爆开 裴灵顿时被震得倒飞出去 难遇的小杂种 跪下来求老子给你留个全世吧 说罢便转手围攻 与裴灵展开厮杀 刀光剑影之中二人打得难舍难分 然而伴随着一阵火光冲天的碰撞身后 卢璇却率先摊坐在主力之中 反观裴灵却右手验声刀 左手血和剑处之而立 地道助击又如何 我倒要看看你如何扛下我的刀翼和剑影 到底是什么样的表现 竟能引得宗门两大圣女同事惊呼出声 就在刚刚 裴灵竟以练气九层的修为 击败了助机器的东玉魁首卢璇 眼看卢璇就要命丧裴灵之手 却不料卢璇的身体净化作 满天花瓣消失的无影无踪 然而就在裴灵放松警惕之时 身后却忽然传来一道进风 裴灵连忙回身查看 却见卢璇的武毒掌已至身前 裴灵下意识地想要施展血鬼顿法逃走 但心念才起就想到刀翼玉简中 描写霸刀刀翼之语 窃者死 勇者生 站着横径无退 是位罢 裴灵没有犹豫 立刻翻转手腕反手一刀劈向卢璇 一道无可匹敌的霸刀真气 瞬间将卢璇的武毒掌击退 趁此机会 裴灵顺势又是一刀直指卢璇面门 眼看就要取其性命 卢璇却再次化作满天花瓣消失不见 裴灵不敢大意赶忙四处查看 在确定卢璇已经逃跑之后 便想着先把身上的毒气化解了 只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卢璇这武毒掌竟如此霸道 吃下屁毒单的他竟然没有丝毫好转 无奈的裴灵只好一剑修炼断骨 决让系统帮他去读 与此同时 正在观战的众人皆是被裴灵的神勇所震惊 这裴灵什么时候学会的剑意与刀意 竟能逼得卢璇落荒而逃 面对物流的不可置信 焦泥却解释道 剑意是他在寒室山庄从咒鬼手中骗来的 而刀意则是前几日我奉主人的命令送给他的 可这才短短几天时间了 就连宗门三大真传弟子之一的周庙里 都是满脸的不可思议 按他以前的猜想 卢璇应该就是本次外门大笔的魁首了 没想到竟被一个无名之辈打得落荒而逃 不过很快周庙里就从侍从的口中得知 此人名叫裴灵 据说身受力真传青睐 而且还是前不久杀他足弟周仪的凶手 不过对于周庙里来说 自己那个庸才足弟的死不足挂齿 但是这个裴灵可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于是便吩咐侍从立马去调查裴灵有没有什么喜好 历烈月能给他的我周庙里只会给的更多 画面一转裴灵的一个混子队友沈哲正在被北域的一名弟子追杀 就在沈哲走投无路之时 却突然看到了正在打坐的裴灵 沈哲瞬间就像看到了救世主一般 连拱带爬地躲到裴灵身后寻求帮助 殊不知 此刻的裴灵依旧处于一件托管的状态 根本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 然而裴灵的身不由己 却让沈哲误以为裴灵是完全没把对方放在眼里 毫不知情的沈哲顿时有了底气 竟开始挑衅起那位北域的弟子 而北域的那位弟子刚开始还有一些忌惮 但转念一想 自从南域的罗桥一脉被灭门后 南域就只剩下一些废物了 于是便提着双刀向二人砍去 沈哲赶忙督促裴灵出手对敌 却不料裴灵依旧在不紧不慢地修炼着 此时此刻别说沈哲瞬间亚麻呆住了 就连裴灵都被惊出一身冷汗 眼看北域弟子的刀就要砍到二人头顶 系统终于弹出提示 血煞刀法瞬间施展 只一刀就将那名北域弟子秒杀 死里逃生的沈哲多日积累的委屈瞬间爆发 多谢裴师弟相救 要是没有你我刚才就去见我太老了 然而裴灵可没功夫听他哭诉 赶忙询问附近还有没有其他敌人 没想到沈哲却告诉他 敌人应该是没有了 不过此地好像是必经血狼的领地 不出意外的话还是出意外了 说话间 二人就被数十投开会七层以上修为的必经血狼团团围住 裴灵顿时无语 好家伙 这沈哲还真是言出法随啊 反观一旁的沈哲更是被吓得声泪俱下 裴师弟啊 这次我是真的要去见我太老了 这世间最近不起考验的便是人性二字 谁能想到刚才还对裴灵感恩戴德的队友 只因一群狼妖的出现 转头就丢下裴灵独自逃跑了 毫不知情的裴灵还在安慰沈哲 放心吧 有小爷在保你安然无恙 然而话音未落就感觉身形一紧 裴灵赶忙转头查看 却发现沈哲那小子早已逃之夭夭了 裴灵瞬间无语 这还真是符合阴间门派的作风啊 但你逃跑归逃跑 用捆线绳把我绑住是什么意思 眼看狼妖已经扑到身前 裴灵只能强行挣脱束缚与狼妖厮杀在一起 让裴灵意外的是 斩杀狼妖居然能够获得积分 这也让裴灵瞬间就来了兴趣 一到一个小狼妖杀得不亦乐乎 转眼之间就有数十头狼妖命丧裴灵之手 原本成为欧之势的狼妖瞬间变成了裴灵单方面的屠杀 幸存的狼妖赶忙四散而逃 然而裴灵可不想轻易放过这个收获积分的好机会 他追他逃 他插翅南飞 不过很快 必经血狼王的出现就打破了这一和谐的画面 从民宗跑来历练的小辈 速速离去无可饶你一命 听闻此言的裴灵却越发的兴奋 在他的认知里 能口吐人言的妖兽起码达到了助机器的修为 换算成积分的话指定不少 于是裴灵便毫不犹豫地冲向必经血狼王 一人一腰瞬间缠斗在一起 短短十几个回合狼王就被裴灵压制在身下 眼看裴灵就要痛下杀手 狼王赶忙跪地求饶 然而裴灵却并不买账 我还是更喜欢刚才那个桀骜不驯的狼王 宁悬一线的狼王赶忙展开嘴顿模式 少侠可要三思啊 我才知多少积分啊 这近中天真正有价值的是那些天才地宝啊 我族在此地生活了上百年 哪里有天才地宝我可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只要少侠能放过我 以后我全族上下皆可听少侠调遣 听闻此言的裴灵随手拿出水晶晶查看 果然斩杀了上百头狼妖 却只有可怜的三百积分 这离他的玉气可差得太多了 一番权衡利弊之下 裴灵最终还是接受了狼王的提议 而狼王成为裴灵做其后所做的第一件事 便是吩咐小狼妖把刚才背叛裴灵的婶哲给叼了管 裴灵看着沈折的尸体若有所思 既然死了那就继续发挥点鱼热物 于是便用沈折的遗骸练了外傻 这也让裴灵脱受宗门长老的认可 死子魔性身后杀法果断 前途不可限量 画面一转 修炼完血煞刀法的裴灵 已经骑着狼王开启了一段美妙的寻宝之旅 石血木九十九积分 血灵身一百九十九积分 朱情冰缠二百九十九积分 仅仅半天时间 裴灵就不费吹灰之力地拿到了一千三百九十九积分 如获至宝的裴灵赶忙询问狼王附近 还有没有其他天才地底 狼王灵机一动 鬼面桃花妖可是他们狼族的死敌 正好借裴灵的手帮他们狼族铲除一个死对头 于是便告诉裴灵 前方鬼面桃花妖的领地里有一块新陈体 其价值可不是石血木与血灵身能够比拟的 就在裴灵打算前往之时 腰间的水晶镜突然红光一闪 只见镜中赫然出现了一个红点 看方位正在花妖的地盘上 到底是什么样的表现能让冷若冰霜的 丽仙子都露出赞选笑 我们接着往下看 裴灵在经过一番仔细地探查过后 基本可以确定 那位躲在鬼面桃花妖地盘上的修饰 就是被他打伤的卢旋 裴灵灵机一动 直接飞身上前将卢旋周边的草丛全部斩了 已经暴露的卢旋索性也不再躲藏 静止走了出来 在看到来人正是裴灵后 卢旋瞬间一口老血偏出 这小崽子还真是阴魂不散 最让卢旋不可置信的是 这小子非但没有独发身亡 反而感觉实力更胜存钱了 更可气的是 居然还搞来一头筑机器的作气 仇人见面分为眼红 就在裴灵准备动手的瞬间 突然发现卢旋掏出的是一颗蓝色药丸 裴灵心中一挤 不对 那药丸莫不是七绝阵魂子 想当年我就是靠着这丹药才拿下丽仙子 若我中了岂不是任他宰国 眼看卢旋的丹药已经向他及时而染 裴灵赶忙指挥必经血狼王 替自己挡下这致命一击 只听轰的一声 必经血狼王瞬间四肢瘫软倒递不起 看到这一幕的卢旋脸上充满了不可思议 这七绝阵魂散可是他们罗桥一脉的点 裴灵是怎么知道 不过眼下可不是计较这些的时候 再不跑可能就真的跑不掉 然而不管卢旋跑多跑 裴灵却总能不紧不慢地跟在他身后 师兄你跑什么呀 堂堂地道助击被一个练乞七修饰追杀 团出去岂不让人笑话 这可把卢旋气得够呛 难道非得闹得你死我活吗 就在这时 一个紫色的金状物体出现在二人的视线里 裴灵虽心中狂喜 但脸上却是一副苦大仇生的样子 没错 今日的确是你死我活 随即便突然一个加速一刀砍向卢旋 卢旋本能地侧身躲避 却不料着裴灵只是虚晃一招 只见裴灵血鬼盾法全力施展 捡起地上的星辰铁就向远方盾去 一边跑路一边大声喊道 各位妖哥姐妹们 都是他让我偷星辰铁的 你们有仇的赶紧出来找他报仇吧 被裴灵这么一喊 卢旋瞬间明白自己中警 这小子从一开始就在给自己下套 一步步逼着自己帮他找到星辰铁 最后再让自己替他背这个黑锅 心知大事不妙的卢旋正要继续逃跑 忽然一阵恐怖的气息至身后传闻 还未等卢旋反应就被拔地而起的 同漫空在其中动弹不得 与此同时 苏醒过来的狼王见裴灵这么快就回来了 还以为是被那小子给跑掉 没想到裴灵却一正言辞地说道 你这狗东西会不会说话 什么叫让他给跑 我只是给他找了一个更贴心的玩伴 正在观战的丽仙子也是情不自禁地露出了一丝赞许笑 而有幸见到这一幕的雾流还以为是自己眼花了 赶忙向一旁的娇妮求证 只听娇妮缓缓说道 如此心思脚炸手断毒辣 不愧为我摩门弟子 配得上做主人的手下 不像某个废物也就只能在旷迈发挥价值 画面一转 好果的毕竟血狼王正打算去给卢玄收尸 好得自己解解馋 然而裴灵却觉得 镜中天就这么大一片地步 根本没必要着急 突然 一个劫丹七的游魂正从不远处缓缓向他们走 裴灵顿时一惊 难道这也是来杀我 我什么时候得罪劫丹七的大佬啊 在这危机四伏的秘境之中 突然被一只劫丹七的鬼物找上门来 任谁都会胆颤心惊一番 不料那鬼物却只是呵呵一笑 小友莫要慌张 叫我有鬼便可 我乃圣宗安排在此地的商人 你是前一日的榜首 所以我特意先来你出售卖三物 说着便取出一枚玉检是以裴灵查看 听闻此言 裴灵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于是便恭恭敬敬地查看起有鬼售卖之物 这三样东西分别是暴灵术和御妖血气以及道基辅 其中暴灵术是引爆一门福气的法术 御妖血气可以契约一头驻击七妖兽 而道基辅则封印着一份地道道基 使用之后可以在一个时辰之内使用地道道基的力 裴灵看完之后不由精神一震 这三样东西他全都想要 于羽熊掌不可兼得 宝物需要用尽中天内获取的积分购买 每人只能献购一物 然而就在裴灵犹豫不决之时 有鬼却急不可耐地掏出暴灵术预检极力推进 系统的收入功能立马上线 这可把裴灵高兴坏了 赶忙东拉西扯的为系统拖延时间 毫不知情的有鬼见裴灵总是犹豫不决 为了能尽快完成任务 索性直截了当地告诉裴灵 这报灵术别看所用积分比较高 但这可不是一次性道具 而是成长性功法 在裴灵故作犹豫了一阵后 系统总算是收入完成了 只听裴灵缓缓说道 这报灵术听起来确实让人心动 所以我选道基辅 有鬼瞬间一连猛低 在送走有鬼后裴灵深知时间宝贵 为了能增加自己的胜算 立马对暴灵术进行查看 经过一番反复的确认 基本可以确定修炼暴灵术 只需要用到福气便可 而裴灵刚好从队友们的遗物里 收刮了一大批的福气 不过为了以防万一 裴灵还是转头吩咐 必经血狼王 狗子 如果一会我修炼的时候 突然往别的地方走去 你就拍我一把 必经血狼王虽听得莫名其妙 但也没有多想便答应下 一切准备就绪 裴灵当即便打开系统 一键修炼起暴灵术 就见系统先是操纵着裴灵的手 从储物囊中取出 省遮留下的鼓脊 随后便以一种陌生的方式 将灵力流转并灌注进鼓脊之中 就在鼓脊里的灵力 到了即将引爆的边缘之时 系统却像扔镖枪一样 将气朝前方置去 只听轰的一声 前方的小树林 瞬间火光冲天 烟沉四起 而裴灵的修炼 也被这爆炸飞来的碎石所打断 看到暴灵术的威力如此巨大 裴灵心中狂喜不已 然而乐极生悲 很快裴灵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那个方向好像是 有鬼伤人离去的方向吧 裴灵仔细一看 只见一个衣衫破烂的鬼物 正站在一个深坑中央 光秃秃的脑袋 诡异之中透着些血滑稽 正满脸愕然地转过身来 看到这一幕的裴灵 与必经血狼王瞬间炸毛 这下是真要完蛋了 反应过来的裴灵血鬼盾法 在这一瞬间几乎飙到极致 而必经血狼王的速度 竟也和裴灵不相上想 不明所以的小狼妖们 也是本能地追在狼王身后疯狂逃窜 直至此刻 一脸猛逼的有鬼伤人终于反应过来 他被攻击了 伴随着一声愤怒的咆哮声响起 有鬼整个躯体猛然膨胀起来 顷刻之间就化作了一尊数十丈高大的恶物 一掌拍像刚才裴灵所在的地方 却只拍出一个巨大的深坑 以及树枝狼妖的尸体 有鬼看了一眼裴灵逃顿的方向 到底没敢追杀过去 毕竟从明宗可是明确规定 他不能对大笔中的弟子出手 该死的蝼蚁 以后不要让老子看到你 有些人总喜欢在死亡的边缘反复横跳 而裴灵正是其中之一 好在有宗门的庇佑 这才让裴灵侥幸逃过一劫 不过很快裴灵就从水晶镜中发现 本该死去的卢璇竟然处在积分榜第一的位置 看来他是反杀了桃花妖 并且获得了一些天才地宝 就在裴灵疑惑之际 卢璇的排名又断崖式地下降了好几名 裴灵瞬间明误 看来有鬼商人已经与他达成了交易 既然如此 那就去看看他选择了什么了 画面一转 满身伤痕的卢璇正贪坐在树下疗伤 他怎么也想不明白 凭什么裴灵就能轻松收服狼妖 而他却需要用光底牌 才能勉强将桃花妖击杀 这要是在碰上那小子该如何是好 突然 一股强大无比的气势扑面而人 却听一个暴躁的嗓音在头顶目喝道 可恶的蝼蚁你给老子听好了 老子是有鬼商人 奉宗门之命给你提供三种物品 需要拿积分购买 随后便毫不客气地将三种物品丢在地上 快告诉老子要你了 不说话老子就当你什么都不要了 瞅目结舌的卢璇慌忙 询问这三样物品都有什么作用 没想到有鬼商人却再次呵斥到 堂堂圣宗弟子这也不知道那也不知道 简直就是个废物 碍于实力上的差距 卢璇也只好强忍怒火陪笑 是是是 晚辈愚钝让您见笑 不知道前辈能不能指点一二 有鬼商人瞬间暴怒 老子指点你祖宗 爱要不要 说着便转身就要离去 卢璇心头一阵赶忙选择了玉兽血气 毕竟光从名字上来说 其他两个还真吃不准 但这个玉兽血气一听就知道是玉兽的功法 此刻的卢璇一扫先前的阴霾 这正是我需要的 大惊失色的卢璇赶忙将功法藏在身后 裴玲 你不要欺人太甚 为何只盯着我一个人不放 裴玲则表示谁让咱哥两关系好呢 现在兄弟想要你手中的玉兽血气 不知大哥能否行得方便 稳听此言的卢璇瞬间被气得火冒三丈 不过鉴于裴玲的淫威却也不敢直接动手 只能拿出一部灵木术打发裴玲 然而裴玲在收下灵木术后依旧没有退让的意思 玉兽血气他可是势在必得 毕竟二人现在已经到了不死不休的地步 卢璇瞬间一口老血喷出 直接掏出一颗丹药愤然说道 此奈我罗门绝血武毒丹 可以强化所有力量 但会对武脏造成损伤 我就不信这招还对付不了你 说罢便一口将丹药吞下 煞时间 卢璇的气息猛然暴涨直冲云霄 裴玲不敢大意赶忙运转营利 然而下一命 卢璇竟然一溜腰跑 裴玲顿时明白自己被耍 赶忙掏出一件福气施展暴灵术 卢璇虽早有防备 但仍被这恐怖的威力炸得面目全非 无奈的卢璇也只好将玉兽血气丢给裴玲 然而就在裴玲伸手接玉兽血气的一瞬间 一只遮天蔽日的武毒长也随之而来 眼看裴玲已经必无可避 狼王却主动现身替裴玲挡下了这致命一击 看着受伤的狼王 一股莫名的情绪在裴玲心中由然而生 不过大敌当前裴玲也只好收拾情绪转身对敌 却不料这卢璇早已逃之夭夭 裴玲虽心有不甘却也并未追取 毕竟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 更何况卢璇现在就像是韭菜一样 割了一茬还能接着涨 留他一命去收集天才地宝 反正到最后都是我的 而我的当务之急应该是 利用玉兽血气签约一头筑击七妖兽 这是多少男人梦寐以求的人生 事业上功成名就 轻松拿到外门大笔第一 最后晋升为宗门圣子 在爱情上更是体验万般风情 妖族有轻药狐妖为命是从 鬼族有两位幽魂侍女任凭差情 人族更是有炼丹天才金素棉 以及宗门圣女丽仙子主动投怀送榜 最让人羡慕不已的是 这五位人间游物竟然能与裴玲共处一世 如此美妙的人生 估计在座的各位在梦里都很难实现 而我们的男主裴玲此刻 却在经历着这样的人生 就在刚刚拿到玉兽血气之后的裴玲 首先想到的就是狼王 不过狼王却觉得 玉兽血气用在他身上太过浪费 毕竟他已经是裴玲为主人 根本不需要契约来约束 更何况他还要在镜中天内 罩着一家老小呢 于是便帮裴玲推荐了几个 镜中天内实力不俗的妖兽 什么三尾灵豹 绿与龙马 鹰手娇等等 其中最为难缠的便是 拥有青药血脉的血狐妖 此妖擅长换术喜事人心 说到这里的狼王不禁打了一个冷战 而裴玲也是很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 能让狗子都感到恐惧的妖兽 实力指定不一般 就选这只血狐妖吧 而狼王显然是吃过血狐妖的大亏 极力劝阻裴玲换其他妖兽试试 不过裴玲却觉得 富贵显中求 好对付的妖兽对他来说也没多大用处 于是便与狼王一同摸索到了血狐妖的气息地 本着早打完早收工的原则 裴玲直接现身威胁血狐妖 与他签订御兽血气 以免受不必要的皮肉之骨 然而让裴玲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血狐妖竟然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了裴玲 一脸猛逼的裴玲刚想询问血狐妖为何不反抗一下 血狐妖就主动解释道 这地方我都呆腻了 早就想出去转转了 本以为会有一场苦战的裴玲赶忙一脸兴奋地 与血狐妖签订了玉兽血气 更让裴玲意想不到的是 血狐妖在得知裴玲需要天才地宝 获取外门大笔的积分后 立马就拿出了她这些年在近中天 收集到的众多宝物赠与裴玲 这可把裴玲高兴坏了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好运 裴玲只觉得是老天看她被狗系统坑得太惨 现在开始补偿她了 而裴玲靠着这些天才地宝 也是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外门大笔第一名 之后便有了开头那个爱情事业双丰收的画面 然而就在裴玲感觉人生即将到达圆满之时 一丝一样却在心头油然而生 自己练七七的修为怎么可能成为宗门圣子 还有就是高高在上的丽仙子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放荡不羁了 就算丽仙子会与她双修 也绝不可能与这么多女人同时侍奉她 察觉到不对的裴玲赶忙一件修炼灵墓术 随着身体失去控制权 裴玲眼前的景物瞬间凝固 一阵清风便吹散了先前的种种画面 回归现实的裴玲依旧处在近中天的山之中 而不远处的狼王却在不断地刨坑吃土 看到陶醉的眼神仿佛这些泥土 就是世界上最美味的佳肴 裴玲脸色一变 虽然她之前也种过幻树 但那些幻树自己都能有所察觉 而这一次她却连自己是什么时候中的幻树都不知道 若不是幻境之中发生的事情太过颠覆常识 她可能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是在幻境之中 心有余悸的裴玲转头看向雪狐妖 同样的幻树我不可能再终第二次 说着便抽刀砍向雪狐妖 然而下一秒 手里的验声刀却掉落在地 低头一砍 自己竟变成了一条小黄狗 裴玲瞬间感觉自己受到了莫大的羞辱 这是装都懒得装了吗 就这么明目张胆地在幻境中将她变成一条狗 恼羞成怒的裴玲赶忙一件修炼雪煞刀法 却不料刚把雪狐妖击退 狼王就将她当成一条强食的野狗扑倒在地 嘴里还念叨着 这美味的奥利给只能属于我必经雪狼王 一件修炼被打断的裴玲瞬间又变成了一条黄狗 裴玲念色阴沉 她本以为雪狐妖就算比狼王厉害 但自己跟狼王联手定能制住雪狐妖 乃至对方的幻术竟如此恐怖 他们现在连正主都没见到就快被对方活生生玩死了 裴玲不敢大意 赶忙再次打开系统一件修炼暴灵术 只见系统操控着裴玲的双手直接掏出了乌灵飞缩 伴随着灵力的运转一声巨大的爆炸声音声而起 而雪狐妖的真身也被这威力巨大的一招炸了出来 就只见一位纯情美少女正一脸委屈的扑素 你这坏家伙太欺负人了 著名情感咨询师殷素素曾经说过 越是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 别看这个娇滴滴的妹子长得一副人出无害的样子 用起幻术来那是真不把对手当人看 就连裴玲这个老六都差点被她给弯死 好在有系统的帮助这才让裴玲勉强制服了她 即使这样雪狐妖依旧不老实 眼看裴玲就要强行与她签订玉兽血气 雪狐妖立马细精附体装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 主人人家以后都听你的还不行吗 契约你留着收服其他妖兽呗 吃过大亏的裴玲自然不会相信她的鬼话 当即便表示 如果不签的话就先把你的脸刮花 然后再用你的皮毛一体去换宗能积分 文婷此言的雪狐妖顿时就来了脾气 我可是高贵的轻药狐妖血脉 如今却要签下这卑贱的契约 但是迫于裴玲的淫威雪狐妖也只好乖乖签约 不料裴玲却并不满足 留你一命已经让我亏了不少积分 现在你就告诉我哪里有天才地宝 好把你亏的分给本 如此行径简直像急了某些公司的悲心老板 雪狐妖心中一顿问候 我玉雪照虽然被崇明宗囚禁在此 但好歹也算一方霸主 结果现在竟然被个玩具骑到自己头上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于是便向裴玲推荐了永继小猪的狮王花 咒哭的千年灵职 以及遍地都是天才地宝的如梦 这三个地方就算是他都不敢轻易前去 狗主人去了少说都要缺个胳膊少挑腿 然而就在玉雪照还在为自己的机制沾沾自喜之时 殊不知裴玲早就识破了他的计谋 之后更是将计就计让他独自去取回宝物 玉雪照瞬间一连猛逼 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赶忙谎称自己受伤过重需要休息 然而裴玲却一点也不惯着他 直接给了他三天时间便带着狼王又去割韭菜了 画面一转 高高在上的卢璇正在收刮两位修士收集到的天才地宝 原来自从卢璇从裴玲手里逃脱后 便假借合作的名义将近中天内的所有修士都召集在一起 并且以下毒的手段让他们全部为自己所用 如今只需等那些外出寻宝的修士红 他就能率先达到一万几分 不过在胜出之前他还有一事要做 那就是联合近中天内的所有修士干死裴玲 然而就在卢璇畅想未来之时 裴玲却主动找上门了 卢璇心中顿时一惊 如今自己控制的修士都被他派出去寻找天才地宝 只有面前的两人恐怕还不足以对付裴玲与必经血狼王 自知不敌的卢璇赶忙将面前的两位修士推向裴玲 好给自己争取逃跑的世界 然而裴玲却不打算放过他 当即便吩咐狼王去对付那两位修士 而裴玲则直接将卢璇堵在洞府身处 卢璇眼看无路可逃只好向裴玲求饶 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 这些都是我命他人收集来的天才地宝 就连我罗桥一脉的绝血我都可以一并送你 然而裴玲却不为所动 还是赶紧说一言吧 只要你死了就什么都是我了 说罢便一刀斩向卢璇 与此同时 玉雪赵正躺在树上欣赏自己的杰作 他可不想为了裴玲这个狗主人冒什么风险 于是便利用幻术将近中天 仅剩的几位修士通通天道永迹小柱 趁着狮鬼们的注意力都被修士所吸引 玉雪赵身形如垫直奔狮王花 仅仅片刻功夫就将狮王花收入囊中 只是可惜了那些中了幻术的修士 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听着那瓷器笔伏的惨叫声 玉雪赵也只是觉得 不过是少了一条对付狗主人的妙计罢了 这个男主有多狠 凭一己之力斩杀三位助机器高手 又派出刚收服的雪狐妖消灭剩余对手 原本十六进食的四玉之笔 硬是被他搞成了个人表演秀 如此心思缜密手段毒辣之人 属实让崇明宗高层未知一阵 就连丽仙子都觉得 一般的奖励已经配不上裴灵了 娇妮更是直接提议让裴灵暂待奸丧一脉的卖主 丽仙子稍加思索便同意了娇妮的提议 毕竟那废物正经山挖了这么久的矿也没什么长进 也该给他一点压力锻炼锻炼了 与此同时 裴灵与玉雪赵已被传送至湖面之上 然而对于玉雪赵坑死 其他几人毫不知情的裴灵却是一脸猛逼 我这刚收刮完卢璇的尸体怎么救出来了 按理说应该还没到一万几分了 但是这四周围观的宗门高层以及迎面走来的监察店主 无不再恭喜他获得了外门大比第一 这似曾相识的画面难道又是这臭狐狸搞的不 想到这里的裴灵顿时火冒三丈 牵了血气居然还敢对自己这个主人下手 看来不好好教训一下是不行 于是便毫不犹豫的一件修炼暴灵术 紧接着裴灵便在整个宗门的注视下 从容不迫地提起验声刀朝监察店主置了过去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属实让监察店主摸不着头脑 本能地伸出食指与中指夹住了飞来的验声刀 只听轰的一声验声刀阴声而碎 而监察店主则完好无损地站在原地 只是面色微微有些呆滞 这是什么情况 原本喧闹的宗门寝客之间变得尽可闻真 裴灵观察着四周毫无变化的环境 以及死一般寂静的氛围 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难道这不是幻象 自己刚才当着所有人的面攻击了比难于御主还可怕的人 而此刻的御雪照已经完全被吓蒙了 这一看就是崇明宗的大佬了 真不明白自己这个狗主人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不过他与主人性命相连 为了自己的小命也只好小声提醒裴灵 赶紧跪地求饶 听到御雪照的提醒 裴灵宛如醍醐灌的 赶忙指着御雪照的鼻子怒骂道 灭畜竟然敢对我用幻术 之后更是理直气壮地表示 自己刚才为幻象所过 冒犯之处根本不是他的本 然而坐在水泄中的哪个不是修为高深之人 谁还看不出来裴灵刚才神志清明 根本没有丝毫中幻术的迹象 不过是心照不宣地没有揭穿罢了 至于监察店主更是觉得如此心狠手辣 桀骜不驯之人 颇有当年开派祖师的风采 这样的人才他也没必要为了这点小事 而断送了这位天骄的未来 于是便象征性地罚了裴灵两万下品名 时便不再计较 只见监察店主大手一挥 湖面之上瞬间翻腾汹涌 不一会儿就有十名仆役走上前来 这些仆役周身气息波动赫然都有着结单期的修为 正是宗门迄今为止所奴役的最强始祖 这等底蕴也着实让裴灵叹为观止 接下来便是千篇一律的表彰环节 裴灵自然没有太过在意 直到监察店主说到 大笔的魁首可任选一位真传请教修炼之士 每位真传各掌握着不同的道派传承 你心中可有什么想法 裴灵当要开口 周庙里就率先来到裴灵面前 听闻你生性是杀 而我的血道你最适合不过 并且周是诸女你可任意挑选为妻妾 此外利列月能给你的我都可以十倍给你 裴灵瞬间觉得这周庙里可比利仙子亲近多了 但是权力争夺最继摇摆不定之人 我若背弃利仙子日后定会被旁人所背弃 再说了 没我家利仙子我哪能活到今天 于是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利仙子 冷若冰霜的叫玉姐 那热情奔放的又该叫什么 在裴灵选择了玉姐范的利仙子后 利列月直接无视当面挖墙脚的周庙里 缓步走到裴灵面前询问裴灵想选什么作为主要的修炼方向 裴灵则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刀道 毕竟当初利仙子传给她的第一门手段便是血煞刀法 利列月当即便取出一本名叫坟叶篇的秘点赠于裴灵 这可是圣宗顶尖刀道功法名言坟是优微大法的前置功法 足够你在助击期修炼了 待你结单之时我自会赐下名言坟是优微大 然而就在裴灵打算接过功法之时 周庙里却直接贴在裴灵身上说道 裴师弟 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我可以不计代价为你寻来更好的刀道传承 再说了 这冷冰冰的石头又不懂你们难修真正要的是什么 不料却被裴灵蜿蜒相聚 毕竟二人独处时的利列月可不是你们看到的那么冷落冰霜 利列月健壮也是满脸腥味地取出一卷铸刀之法送于裴灵 既然你的燕生刀已碎 那就趁此机会铸造一把属于自己的冰刃吧 外人所赠之物终究无法达到与你心意相通的境界 这是无巨细的安排属实让裴灵感动至极 赶忙取出一枚玉剪声音洪亮地说道 利师姐 师弟前番任务意外收获一门天道助击之法 特此献与师姐少了 此话一出 原本只是看个热闹的宗门高层全都为之一阵 周庙里更是心中极度万分 利列月这女人肯定是早就知道裴灵手中有天道助击之法 早知如此我就算倾家荡产也要把裴灵拉拢过来 利列月在一番查看过后 很快便确定了这是一门名为咒鬼道击的三截道击 比他当年铸就的双截道击更强 这必将成为崇明宗的第四门天道助击之法 想到这里的利列月忽然神念一动 将预检中的内容迅速伤感的部分 旋即放下预检汉手说道 确实是天道助击之法 只可惜是一门丹截天道道击罢 一听是丹截道击周围的众多高层也都兴趣大姐 画面一转 回到住处的周庙里始终愤愤不平 丹截天道助击对利列月来说只是锦上添花 但对他来说却无比重要 周家就是因为没有天道助击之法 才不得已与司红家联姻 这样周家后辈才能有天道助击的机会 要是有了天道助击 周家便不用再寄人篱下 一旁的是女小心翼翼地询问 要不要安排人除掉这个不识抬举的裴灵 周庙里眼中杀意澎湃 但很快他就克制住心中怒 裴灵刚刚大笔夺魁 风头正盛 且不说宗门不会准许他以大欺小 就是利列月此刻也绝不会让裴灵有事 只能是找机会先跟裴灵接触 只要裴灵肯交出天道助击之法 我周庙里便可满足其任何要求 与此同时 利列月在得知裴灵对于天道助击的了解 全部来自于咒诡之后 便给裴灵做了一个简单的科普 强如九大宗门之一的崇明宗 也不过只有三门天道助击之法 分别为诊识苏氏掌管的奎原道击 浮光思红是拥有的明穴道击 还有我久恶历世的叉女道击 并且圣宗的这三种道击都是双截天道道击 而你给我的咒诡道击 却是比双截道击更强的三截道击 这要是传出去对你没有好处 匹夫无罪怀必其罪 三大家族绝不允许外姓子弟 掌握比我们更为上乘的助击之法 因为这会威胁到我们三家的统治地位 不过你现在既然是我的人了 那外人便动不了你 即便是我丽家的人也不行 听到这里的裴灵顿时明白 历烈月当时在大笔结束后 隐瞒三截道击的真正原因 其实是为了保护她 历烈月随后将一卷新的咒诡道击 还给裴灵后便吩咐教你将裴灵送了回去 天道道击在手 裴灵算是有了竞争第四位真传的资格 我历烈月的道理 至少也得是为真传 这是正经女修该穿的衣服吗 自从外门大笔失败之后 金素棉便整日心不在焉 而裴灵的夺魁更是让她深受打击 以至于道心混乱单道动摇 甚至练制的真正 男药都能出现炸无的地 而以前那些觉得裴灵高攀金家的风亭 现在反而成了她金素棉 私下勾引裴灵却未能获得名分 就在金素棉愤愤不平之时 一位容貌娇艳的美妇走了进来 此人正是金素棉的娘亲曹氏 只见曹氏一脸宠溺地说道 如今你也要着手住机了 娘亲特意寻了一份金言丹丹方当作礼物送的 然而就在金素棉拿着新的丹方喜笑颜开之时 曹氏却突然询问起 他与裴灵的关系是否如外界所说的那般非同寻常 金素棉瞬间就来了脾气 我跟他素不相识 一个淫贼而已谁想跟他扯上关系 曹氏眼看金素棉的反应如此激烈 赶忙却说金素棉不要耍小孩子脾气 人家裴灵现在可是圣宗的天骄 旁人还八步地攀上关系 不过你马上也要进入内门了 内门的十三脉你可想好进入哪一脉了 金素棉原本打算选择唐姐的十净一脉 然而唐姐却在曹氏的事宜下缓缓说道 若我十净一脉自然能受到我的庇佑 不过你处处仰仗他人又如何能成长为天骄 还不如加入裴灵的奸丧一脉好好磨练一番心境 金素棉还想说些什么却被曹氏直接打断 裴灵能在裴家隐忍18年而一非冲天 你难道愿意承认你比不过裴灵 这是为娘给你准备的女修裙上 外面的人现在都是这么穿的 你常年恋丹不问世事 也该好好打扮一下自己 金素棉本能地觉得有些不对 但也没有多想 既然裴灵能够隐忍成为天骄 那我金素棉照样也可以 即使遭遇百般刁难我也要隐忍给你看 然而下一名 金素棉就被娘亲送她的衣服所震惊 难道外面的人现在都这么穿吗 这透明的裙纱以及仅能遮住三点的内衬 着实让她琢磨不透 不过转念一想 娘亲又不会害我 更何况我们修道之人 岂能受凡苏理教约束 一定是我太久没有出门孤陋广了 画面一转 在娇妮的护送下 裴灵很快便回到了自己的庭院 只是眼前的一幕却让她很是不爽 就见玉雪照正躺在摇椅上 悠哉悠哉地吃着水果 小慈还在一旁精心地服侍着 最可气的是 看到裴灵回来开口就是一句 狗主人 你回来了 忍无可忍的裴灵当场就要给她一点教训 欲雪照赶忙乖乖认错 就在这时 裴灵突然发现 焦泥好像没有离去的打算 一番询问才得知 焦泥被利仙子安排在她身边保护她 裴灵瞬间激动万分 有了焦泥这个保镖 那她以后就可以放心大胆地作死 正是接管尖桑一脉的裴灵 难免有些感慨 真没想到一转眼我就成了卖主 郑金山你就安心地挖矿吧 我会接管好你的事业的 不过卖主也不是那么好当的 由于郑金山挖矿也有些时日了 原本就日渐凋零的奸丧一脉 再加上无人管理更是适风日下 幸好裴灵在外门大笔中一战成名 这才引得许多新人慕名而来 虽然有一些新人资质还算不错 但考核还是要安排一下 闲散惯了的裴灵哪里会懂得这些 干脆就将考核事宜全权交于欧阳先兴去处理 她还是当个甩手掌柜比较合适 然而就在裴灵打算回去休息之时 金素棉的到来却让裴灵瞬间眼前一亮 只见原本就容貌娇艳的金素棉 如今在曹氏主仆的金星修饰下 简直美得不可方物 尤其是那身若隐若现的裙纱 更是将完美身材暴露无遗 在场的一众难修眼睛都看直了 见此情形的金素棉顿时生出一种不祥的欲感 但是以至此也只好羞红着脸低声说道 我心目师兄心性滋质已久 想在筑基之后入奸丧一脉 望陪师兄成全 为了能让金家在虫名中的地位更上一层楼 曹氏竟然哄骗自己的女儿 穿着情趣服饰来参加裴林的面试 这明目张胆的勾引鼠 是让一众难修看的目瞪口袋 即使见多识广的裴林一时之间 也不知该如何是好 这事要是让丽仙子知道了 还不得扒了我的皮啊 只能一边偷描一边 义正言辞地劈鼎道 金师妹你穿着这般不检点 莫非是想走旁门左道 一旁的女修更是眼里明晃晃地 写着羡慕嫉妒恨 就差当场指着金素棉的鼻子骂了 看到这一幕的金素棉 瞬间明白自己被娘亲骗了 还说什么外面的人都是这么穿的 她堂堂今是嫡女恋丹天才 什么时候受过这等委屈 尤其是裴林的那句不检点 更是让她无地自辱 同样尴尬的裴林也是一脸无奈 为了不引起丽仙子的误会 只能将金素棉的考核 事宜推给欧阳仙星处理 顺便还给欧阳仙星 使了一个将金素棉劝退的眼神 欧阳仙星微微一笑立马会议 裴师弟刚才看得目不转睛 眼下却又不好意思下手 算了 年轻师弟脸皮薄也是情有可原 做师姐的便帮她这一回吧 而裴林在将奸丧一脉的事宜 全权交于欧阳仙星后 便与交你一同前往 立仙子的行宫取筑机材料 只听立仙子缓缓说道 这些骤鬼道机的材料 已经准备齐取 此外我还特意从幽魂族 为你挑选了九具鬼魄用来熔灵 一般来说熔灵只需一句 但为了以防万一我便多选了一些 当年幽魂族战败之后便立下誓言 世世代代服侍我立世血脉 交你与雾柳皆是出自幽魂族 裴林心中一惊 整族都被奴役了 那这九只铜冠礼装的起步 都是交你与雾柳的亲朋好友 想到这里的裴林 突然开始同情起这两个女鬼 然而立仙子却对此事毫不在意 只是叮嘱裴林 天眼四十九顿去其一 要想助纣鬼道机 就一定要远离宗门 这是一张百里传音符 什么时候想要助纪了就智慧一生 如此事无巨细的安排属 是让裴林颇为感动 只是这立仙子一直盯着我看是什么意思 我听说金素棉想要入你奸丧一脉 听闻此言裴林瞬间被吓得冷汗直流 赶忙解释自己对任何弟子都是一视同仁 想要加入奸丧一脉 无论何人都要通过考核 然而立仙子却不依不饶 可为何金素棉的考验要比其他人简单 裴林心中一惊 不可能啊 我都已经暗示欧阳师姐拒绝她了 难道是欧阳师姐也学会了 郑金山的那份自作聪明 就在裴林摆口莫辩之时 立仙子却画风一转 那女修在丹道也算有所资质 加入你的麾下未尝不是一件一事 不过 你要是耽误了修炼可别怪我不客气 裴林赶忙表示自己一心向导 绝不会对金素棉动一点歪念 与立仙子告别后 裴林便直接来到锻造室 想要助纣鬼道机必须要有一把本命武器 也是时候锻造一把属于自己的兵刃 不过为了防止系统搞事 裴林特意叮嘱玉雪照守在铸造室的门口 只要她一出去就干她一下 一切准备就绪 裴林当即便打开系统一键修炼柱刀术 在系统的操控下 裴林极为娴熟地掏出万载玄石与星辰铁作为主材 再以寒水火进行熔炼锻造 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直至熔林的时候 裴林才产生了一丝担忧 只需一句的忧魂 丽仙子却直接给了她酒居 那就说明熔林的风险相当大 只希望不要开出什么奇奇怪怪的小可爱 果不其然 第一手就开出了一只酷似绿头苍蝇的幽魂 这绿头苍蝇明显不是擅长 在挣脱束缚的瞬间便直接朝裴林扑了过来 谁能想到幽魂族的那些绝世容颜 在叹尔时期竟然长得这般难看 眼看这绿头苍蝇已经扑了过来 被系统控制的裴林却没有丝毫反应 竟直接放任绿头苍蝇咬向自己 裴林心中一阵郁闷 这斗系统一定是在趁机报复老子 一阵剧痛传门 恢复了身体控制权的裴林赶忙一锤 将绿头苍蝇砸飞 忽然 身后的铜罐尖二连三的破碎 伴随着一阵鬼笑声传出 九具鬼魄全部破罐而出冲向裴林 裴林顿时怒火中烧 拿起刚铸造好的刀剔就是一招血煞刀法 择日不如撞日 既然你们都出来了 那小爷只好将你们全部练入刀胚 随着裴林 刀身之中的哀嚎声鲁越发的凄厉 原本粗糙的刀胚缓缓浮上半空 漆飞之中带着点点星辰之意的刀身 逐渐染上了些许血色 这些血色游走变化遍布整个刀身 渗透出些许凶利嗜血的气息 仿佛一头远古凶兽幼崽 正一步步的苏醒气残暴的本 良久 一柄造型朴素黑被血刃的长刀 便静静悬浮在裴林面前 铸刀原本只需一具鬼魄 现如今我却将九具鬼魄全部融了进去 那便叫你九破刀吧 以后咱们就是并接作战的伙伴了 然而下一秒 刀身之中就传来九声娇滴滴的主人 这射人心魄的迷乱之音 再加上那五位妖劳的身姿 即使是裴林都有些难以抵挡 裴林心中一惊 此刀煞念非同小可 恐怕要带我铸鸡之后才能真正驾驭 还是改天再并肩作战吧 铸刀之事已然大功告成 当务之急便是寻找一处隐蔽之地着手不击 然而裴林刚刚走出铸造室就被浴雪照办了一下 失去平衡的裴林差点栽倒在地 还好反应及时这才止住即将摔倒的身形 裴林想起自己刚才的吩咐原本不想记紧 但看着浴雪照那一脸得意的表情 裴林瞬间恼羞成怒一载将浴雪照踹飞 正当裴林打算回去休息之时 突然被告知有客人来访 来者赫然是裴洪年跟孙应兰 两人一改从前女神与舔狗的相处方式 只见孙应兰换了温婉如水的打扮 与裴洪年实之紧扣 笑叶如花之间带着急许羞怯 两人时不时的还对视一面 隆情利益几乎能够流淌出来 看到裴林出来 裴洪年兴高采烈地说道 裴林 应兰师妹终于答应我的提亲了 她马上就是你嫂子 裴林文言一阵无语 傻子都能看得出来 孙应兰之前一直将裴洪年当狗溜 现在忽然松口必定 跟自己外门大笔拿下回首有关 不过裴洪年的事情 她也不是很感兴趣 便直接询问还有没有其他事 裴洪年赶忙说道 前线日子 家中听说你获得了外门大笔的回首 打算邀请你回祖里好好庆祝一份 最主要的还是补偿你这些年 在裴家受的委屈 而且祖里已经将当年 欺负你的继母等人通通拿下 就等你回去发落了 裴林心知这不过是见 自己飞黄腾达想要攀高捷跪吧 不过转念一想 陆全城附近的圆母山极为偏僻 用来助击倒是最适合不过了 况且对外宣称回家 引起的注意也会相对小一些 于是便答应明日动身回祖 画面一转 苗承阳在得知裴林要返回陆全城的裴家后 便断然地说了四个大字 立刻行动 如今裴林一飞冲天 留给她的时间不多了 因为裴林不仅仅得到了立真传的赏识 现在更是有风声传出 周真传也对裴林颇有兴趣 她招船一脉早就投靠了周真传 一旦周真传真的开始招揽裴林 那么作为裴林的敌人 她的下场可想而知 作为一个普通人想要上位有多难 即使是裴林这样自带系统的天之骄子 都需要借助九恶立世的庇佑才能幸免于难 就在裴林驾驭血魁教前往陆全城的途中 利列月的玄谷灵音周也悄然飞出 遥遥跟在血魁教后面 而利列月特意跟裴林保持距离 就是为了隐藏踪迹引周庙黎上钩 毕竟天道助击之法对于周家来说太过重要 传来的消息来看 周庙黎也差不多该到 至于诊实苏氏那边利家倒是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就在这时 一道血浪于半空突兀浮现 同时浮现出的还有一头三首古鹰 以及鹰背上的周庙黎 然而就在周庙黎打算面见裴林之际 利列月却率先出手 周庙黎一个措手不及 周庙黎心中一惊赶忙操控三首古鹰 与利列月缠斗在一起 天空之中十二鹰云密布白鬼骤行 十二云霄雨散血 但不一会 周庙黎便呈现出明显的代谢 他脑中急速地思索着 以利列月的性格 一个外门大笔的腿手和一卷单截天道助击之 绝不可能让他如此重视 莫非此二人身上还有别的什么秘密 也罢 那我便先杀了你再从裴林身上挖出秘密 只见周庙黎表情逐渐癫狂 随后掏出一根骨刺静直插入自己的身体 原本晴朗的天空瞬间被无边血海所分视 血海之中隐隐浮现出一道道束缚之力 形成一座极为诡异的血牢将利列月死死控在其中 这血是牢是一种以自身精血为代价来炼花对手的薄命之术 然而利列月却丝毫不慌 以他现在的修为来说 坚持到周庙黎血结而亡根本不是问题 果不其然 伴随着血液的逐渐流逝 周庙黎明显感觉到有些力不从心 突然 一只结单气的士葵凭空出现 利列月带眉微醋 全身灵力瞬间爆发 逐渐凝聚成一只巨大的骷髅鼓爪 画面一转 裴灵正坐在血魁窖中思考着筑机的具体事宜 一旁的裴红年却在滋滋不倦地与孙应兰甜言秘密 应兰 你看这轿子坐着是不是挺舒服 比我当初那个纸船可舒服多了 咱们也攒点零食买一顶呗 好呀 不过你往后可得多和足地学习学习 足地现在的实力可是远超你 殊不知此刻孙应兰心里想的确实 要不是你和裴灵沾点关系 我岂会便宜了你这个没用的香巴了 虽然裴灵对于裴家并没有什么感情 但看着裴红年那种狗富贵物相望的眼神 他也只好随手丢出一些极品 但要让他们好好修炼 突然 一声响动自叫外传来 裴灵赶忙走出叫外查看 只见一只十几丈的士奎 恶然出现在眼前 裴红年与孙应兰哪里见过这等场面 当场就被吓得瑟瑟发抖 而裴灵则掏出一张百里盾行服静观其变 这士奎的气息竟然强到一种无法感知的地步 裴灵只能期待焦尼的及时出现 这样他就能省下这张保命用的百里盾行服 然而士奎可不会给他这个机会 只见士奎猛然一场来向裴灵的血回叫 裴灵心中顿时一惊 说好的暗中保护怎么还不出现 殊不知焦尼心中也苦 莫不说他再不在暗中 就是再也干不过结单期的士奎 漫画第一季已经完结 让我们共同期待第二季的更新吧 最后感谢各位兄弟姐妹的一路陪伴 至于接下来更新什么漫画 请容在下思索一二 一个月后 裴灵终于回到了陆泉城 就在裴红年迫不及待地想要与家人团聚之时 裴灵却小心翼翼地将血鬼叫停在城外 随手召唤出几头炼气器的幽魂进城探幕 带所有幽魂都毫发无损地折返回来 裴灵这才带着裴红年踏入陆泉城 此番操作在裴红年看来完全是多此一举 毕竟陆泉城可是他们裴家的地盘 然而裴灵却不这么觉得 体肤无罪怀必其罪 现在整个圣宗都知道他有天道铸鸡之粉 所以现在他无论做任何事情都必须小心谨慎 之前遇到的那头截丹七诗魁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 要不是关键时刻 立仙子以无上神通将那头诗魁强行居足 他就算不死也要脱层皮 至于裴红年那就更不用多说 陆泉城虽然是裴家的地盘 但修饰却极为稀少 实力最强的裴家家主裴轩也才是练其后期的修为 裴灵怎么可能将自己的性命寄托在裴家身上 与此同时 裴轩正坐在正堂主位上 以一众家老商讨着裴灵回族的具体事宜 裴灵毕竟是裴家子弟 他大比夺魁那整个裴家的地位与前途自然是跟着水长传包 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 裴家以前属实没把裴灵当人看 不知道裴灵会不会对家族心存怨念 不过裴轩却觉得 打压裴灵的是他继母那一脉的人 现在家族已经将裴灵的继母处置 想必裴灵也不会太过计较 再怎么说 他身上留着我们裴家的血 没有我们裴家18年的养育之恩 他怎么可能轻易败入圣宗 做人就应该懂得知恩图报 家中族老也都觉得此言在理 想必裴灵作为外门的大比夺手 应该得了不少翠骨丹的奖励 只要他把翠骨丹全部贡献出来 我们这些练妻六层的家老就能继续修炼下去 早日突破练妻后期 到时候家族强大了对他裴灵也有好处 裴轩文言则一脸比一 翠骨丹 你们也太小看圣宗对外门大比夺手的奖励了 老夫以前好歹也在外门待过 翠骨丹在圣宗根本不算什么 这外门大比夺手的奖励说不定会有筑记丹跟天才地图 众人文言纷纷感叹 看来我们裴家是要就此崛起 我们裴家养育裴灵多年 等他回来之后一定要让他把外门大比的奖励全部交出来 为家族做贡献 这是每个裴家子弟都应该有的责任 听着家老们此起彼伏的讨论声 裴轩微微汗手 他们一开始让裴红年传话请裴灵回来的目的 是听说这个不受重视的子弟竟然通过了圣宗外门大比的出赛 要知道裴家省吃俭用送进崇明宗好些年的裴红年 至今都没在圣宗混出什么名堂 这裴灵倒是成了意外之喜 所以裴家连夜处理了裴图母子 而后紧锣密鼓地讨论如何用感情笼诺裴灵 毕竟以他们对圣宗的了解 能够通过外门大比出赛 裴家也就拥有了组建商队的资格 如此一来 不但能够帮助陆全城打通跟最近几座城池的商路 与外界通商也不需要再被路过的商队盘剥 但接下来 他们又收到了裴灵通过难遇灵选 外门大比夺魁的消息 至此整个裴家的欲望也越来越强 圣宗外门大比的魁首奖励一直非常丰厚 足以让一个小家族一飞冲天 直接把整个家族的实力提升好几个层次 这样的例子在圣宗发生过很多 比如圣宗外门现在几个比较强势的家族 荆家 邵家 公志家都因为祖上出过一位外门大比前十的老祖 从而迅速在圣宗外门站稳脚跟 这还只是前十 裴灵可是大比魁首啊 因此 包括现在的家主在内 现在期盼裴灵回族的目的 已从一开始的联络感情变成了裴灵外门大比获得的奖励 就在这时裴轩忽然想到一世 对了 最近家中下人又失踪了十个 调查清楚怎么回事了吗 从裴灵答应回裴家探亲的那天起 陆全城就总是透露着些许诡异 裴家也是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十几个下人 不过区区凡人裴家也并未在意 在得知裴灵与裴洪年已经回到陆全城后 众人顿时精神一震 裴轩更是携带众多家老亲自出影 一番寒暄过后 裴轩瞄了一眼裴灵身后的欲血照不由一惊 这居然是头妖宠 只是不知这妖宠秀薇如何 要是秀薇可以的话 用来护送商队也算是物尽其用了 说话间几人已经来到裴府之内 整座府邸焕然一新 就连下人都换上了促心的衣裳 其中几名有些姿色的丫鬟 更是专门选了能体现自己娇美的服饰 眼中秋波荡漾欲据还迎 这番场面显然是专门为了裴灵特意准备的 这也让裴洪年不禁掩路羡慕之色 只是想到自己跟裴灵之间的差距也只能暗自身上了 然而裴灵却对此不屑一顾 想想自己在裴家生活的那十八年 要不是自己苟且偷生恐怕早已尸骨无存了 如今却被一众长辈簇拥着坐在主桌 裴轩先是夸赞了一番裴灵 随后便与众多家老一同述说起裴家对裴灵的种种恩情 话里话外都透露着裴家对裴灵恩重如山 希望裴灵将外门大笔的所有奖励都贡献出来帮助家族振兴 就连玉雪照他们都不肯放股 若是这头妖虫有开会后期修为 等下就将他交给负责打理家族生意的家老吧 裴家想要组建商队必然需要一头强有力的妖兽作为护卫 文婷此言裴灵瞬间被惊出一身冷汗 没想到这些人竟然能厚颜无耻到如此地步 他能败入崇明宗跟裴家有半毛钱的关系吗 母亲被裴家害死 自己更是在裴家受尽折磨 如果裴家只是想要点修炼用的丹药倒也无所谓 毕竟自己手里的丹药也不在少数 万万没想到裴家要的是他大笔夺魁的全部角 这不纯纯的杀鸡取卵吗 就连一旁的裴红年都有点看不下去 刚要站起来反驳就被裴轩打断 这是关系家族未来的大事 轮不到你插话 就在这时 一鸣端着酒水的下人引起了裴灵的注意 一个下人却能够做到气息悠长 这很不符合常理啊 一鸣家老见裴灵眼神不对随口解释道 最近家中好些下人染病被逐出了裴府 这是刚刚买进来的下人 裴灵文言瞬间警惕起来 果不其然 接下来相继十名下人依次进来送菜 每个人都气息悠长 连他都看不出深情 就在此刻浴血照不屑地传音道 狗主人 你这家族也太弱了吧 怎么才十个助击器修饰 闻听此言裴灵立刻握住刀柄 身上血煞之气涌动 裴轩等人见状均是脸色一变 一名脾气火爆的家老顿时拍而起 裴灵 家族生你养你娇你 你难道想对我们出手不成 下一秒 一道乌光当场洞穿那名家老的胸口 于是不减地射向裴灵眉心 裴灵一刀斩断乌光 刀气的余波也将桌子披成两半 红桌的裴轩等人更是被全部震飞出去 这吐起胡落的一幕太过突兀 裴家众人根本没有反应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 只见刚刚出手的那名下人 转了转播梗露出猙獰的笑容 好刀法 不愧是崇明宗外门大饼回首 不过我们这些人已经在裴家等了你好几天 任凭你刀阵崇明宗外门摆风 也难逃我们部下的天罗地网 交出天道助击之法可饶你不死 男人只是回家探个亲 就被多方势力疯狂算计 面对十位助击修士的包围 裴灵心知自己绝无丝毫胜算 而且这还只是已经现身的敌人 外面还有没有别的埋伏尚未可知 就连暗中保护自己的娇尼都没有出现 显然对方是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只见那名修士一掌朝裴灵拍了过去 而裴灵则没有丝毫要躲避的意思 眼看裴灵就要被当场抹杀 一旁的同伙却突然将那名修士拉开 此刻裴灵的九破刀 也与那名修士的喉咙擦肩而过 那名修士顿时惊出一身冷汗 好可怕的幻术 以他助击期的修为 竟然能在不知不觉间中招 直至此刻这群修士 才注意到裴灵身后的御血罩 轻要扇的狐妖 可惜只是一头助击前妻的幼年妖兽 既然你不愿交出天道助击之法 那便愿不得我们心狠手辣 说吧 实名助击修士同时施展法术 猛然轰向裴灵和御血罩 裴灵没有任何犹豫 拎起裴红年便施展血鬼顿法 朝侧门冲去 御血罩则紧跟其后 那群修士健壮却是没有丝毫慌乱 裴灵 你逃不出去的 阵法在你踏入裴府的那一刻就已开启 更何况你的血脉亲人都在我等掌控之中 说着便随手捏到了一名家老的脑 然而裴灵逃顿的速度却没有丝毫停滞 血脉亲人 你们可能对血脉亲人这个词有什么误 骄尼到现在都没有出现 多半也是遇到了伏击 这很有可能是那位周真传的手 想明白的裴灵当即决定与裴红年分开逃跑 毕竟他们的目标是自己 送走裴红年后 裴灵立刻询问御血罩能否感应到周围 是否还有其他助击修士 御血罩则非常肯定地表示 只有那十位助击修士 除非对方有经单期的修为 否则不可能逃过他的感知 闻听此言 裴灵暗松一口气 如果真有结单期修士 刚才就直接将自己拿下了 根本不需要动用实名助击修士 浪费时间 现在只要能逃进圆母山 便可利用地利优势 以及御血罩的幻术配合下 将他们逐个击破 突然 一道结界猛然挡住了裴灵的去路 裴灵刚要改变逃跑方向 却发现结界正朝周围无限延伸 只是片刻功夫便将整个裴府笼罩 裴灵脸色一变 赶忙出刀斩向前方的结界 带阉尘散去结界 却丝毫没有破开的迹象 裴灵正欲继续出刀 身后忽然传来一股强烈的杀意 就见一名助击中期的蓝袍修士一掌 朝他们轰下 裴灵只能运转血鬼盾法继续逃盾 幸好有御血罩的幻术遮掩 这才能侥幸逃脱 但在漫天掌瘾的覆盖之下 即便是血鬼盾法也必无可避 身受重伤的裴灵赶忙 将一瓶疗伤丹药倒入嘴中 这才勉强将伤势压下 裴灵黄顾四周 此地正是利仙子待过的碧无怨 趁着敌人还没发现自己 裴灵当即掏出凶煞之气和正命魂献 以及曾经记载天道助击之法的那枚预警 眼下孤立无缘裴斧又被大阵封锁 想要破局唯有立刻进行天道助击 虽说依靠系统定然也能穿过这个大阵 但考虑到自己那智障系统的坑爹程度 极有可能会将自己亲手送到对手面前 当初韩思谷半部天道助击的实力 便可凌驾于使用了盗击服的他至少 而他在使用了盗击服之后 仅用三刀就能将助击前期的炉旋斩杀 如今他不需要铸就出完整的咒鬼盗击 他只需要度过三劫中的前面两劫便可扭转战局 而咒鬼盗击的前面两劫分别是心魔劫和本命劫 心魔劫培灵在系统托管状态下直接可以无视 至于本命劫那就得看九破刀了 自己的九破刀无论是用材用料还是铸造的过程 都足以碾压韩思谷的血和剑 既然血和剑都能度过此劫 那他的九破刀断然没有过不去的道理 世人心心念念的天道助击究竟是如何修炼的 随着培灵的一件修炼系统开启 系统一把扯开正命魂线的封印 原本就在不住蠕动的正命魂线顿时疯狂暴走 只是没等他们做出什么 系统已经操纵着培灵的手将他们缠在九破刀的刀身之上 旋即一刀捅入自己的心脏 培灵顿时一惊 这斗系统是想趁机杀了自己吗 然而刀锋入体培灵却没有感到丝毫痛楚 只是鲜血瞬间浸透了正命魂线 原本疯狂扭动的魂线在沾染了培灵的鲜血后 却忽然安静下来 之后更是争先恐后地钻入培灵心口 伴随着这些宛如细舌的正命魂线 在培灵体内疯狂游走 一股凛冽的寒意逐渐蔓延全身 冥冥之中似乎他的命格在被正命魂线逐渐束缚 就在这时 系统打开了那个装满了纸鹤的紫绣气盘 密密麻麻的纸鹤所承在的咒念轰然爆发 一股无形无质满怀恶念的诅咒 仿佛山洪般呼啸着扑向培灵 无数惨绝人寰的景象瞬间浮现在培灵眼前 有爱而不得欲遇而终的不甘 有欲人不输被父亲人敲鼓吸水的怨恨 还有意气风发却被盗匪灭门的愤怒 更有行善半生却被世间几鼓折磨一声的不公 无数闻者伤心听者落泪的场景 如电光火势般一浮现 突然 正命魂线破体而出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缠住半空所有纸鹤 纸鹤身上的咒念立刻化作一簇簇幽冷的火焰 没入培灵体内 这些咒念入体之后 沿着正命魂线迅速向被束缚住的命格蔓延 培灵瞬间如坠冰窟 生机和命格也宛如风中残烛摇摇欲坠 就在此时 系统打开了第一位凶煞之气的封印 一束阵命魂线悄然卷来将煞气缠裹的严严实实 包成了一个血色的茧子 而培灵的命格也在凶煞之气的镇压下稳定了些许 只是随着纸鹤当中的咒念不断增加 他的生机和命格再次陷入了衰弱之中 就在培灵命悬一线之际 系统却接连打出一连串法掘 煞时间 包裹着煞气的血茧立刻朝培府的某一处位置飙射而去 血茧落地 整个培府的大阵都泛起好一阵波澜 而培灵似乎得到了幽冥复灵大阵的部分控制权 不等培灵多想 系统又打开了第二位凶煞之气 镇命魂线跟刚才一样 再次将其缠成了一个血茧落入培府的另一处位置 与此同时 正在搜寻培灵的助击修饰也被这剧烈的波动惊出一身冷汗 其中一位更是拿着一个阵盘焦急的摆梦着 这幽冥复灵阵可是他们特意为培灵布置出来的阵法 如今却在逐渐脱离他们的控制 几人不敢耽搁 纷纷四处寻找培灵的身影 只要在大阵完全脱离控制之前杀了培灵 那他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与此同时 玉雪罩的瞳孔之中猛地闪过一抹痛楚 很显然他的幻术已施展到极致 只为能帮培灵多遮掩一段时间 但培灵整出来的动静实在太大 就在玉雪罩交集之际 又一个血茧飙射而出 落入培斧的某一处位置 大阵的又一处控制拳落入培灵手中 很快 七位凶煞之气由镇命魂线肠果牵扯 分别被系统布置于幽冥复灵大阵的五处阵营 以及培斧地底的两处地脉之中 就在最后一位煞气阵入地脉的刹那 培斧内的所有人都感到心头一阵 仿佛有什么大事即将发生 唯有培灵的命格已经完全稳定 七煞镇命完成之际 镇命魂线自他体内蔓延而出 密密麻麻地缠附着头顶诸多纸盒 而纸盒上内周年形成的火焰 还在不断烧往培灵体内 紧接着培灵全身的灵力开始沸腾 在系统的操控下 以一种玄妙的方式朝丹田的位置跪距过去 明珠到鸡 就在他全身贯注感受着这个经过的时候 头顶突然风声呼啸 不等培灵反应 一道熟悉的身影从天而降滚至培灵脚下 培灵顿时瞳孔一缩 这具尸体不是别人正是他心心念念的丽仙子 看着自己心心念念的女人死在自己面前 培灵脑中一片空门 仿佛有一部分自己被撕裂了出去 留下了一片不可填补的空门 回忆与悲痛相互交织 像是一幅幅画面在脑海中回放 每一幅都刺痛着他的内心 就在培灵万念俱灰之时 系统却操控着培灵一刀斩向丽仙子的尸体 带烟尘散去眼前却是空无一物 就连血字都没留下一滴 培灵瞬间鸣雾 是心魔节 他此番遇险娇尼 却至今没有出现 这不免让他担心丽仙子的处境 所以心魔以丽仙子的死来动摇他的心境 崩塌他的导心 万幸是系统托管 这才一刀斩碎心魔顺利通过 突然一阵脚步声传 培灵顿时心头一沉 浴血赵由于片刻仿佛下了很大的决心 随后身形如风 纵月几下便消失在重重院墙之后 伴随着斥骂声与打斗声逐渐消散 脚步声再次向培灵逼近 为首之人赫然提着一只鲜血淋漓的误事 仔细看去 竟是被包去整张皮毛的御血罩 此刻的御血罩奄奄一息 甚至连哀鸣都无法发出 那人随手将血肉磨破的御血罩扔到培灵面前 没有任何废话 狂风暴雨般的术法瞬间轰向培灵 正在筑击的培灵全身淋漓大乱 一口鲜血喷出无力地倒在地上 眼前却是那个近代死亡的自己 在系统的操控下 正在修炼的自己一刀斩向那个倒地的自己 培灵猛然回过神来 发现自己仍旧好端端地坐在原地 体内倒机已出具出行 气息也已突破炼气九层的质骨 修为更是与刚才的自己宛若云密之谱 毫无疑问 刚才的一切还是心魔节 自己怕死 所以第二次看到的心魔便是自己的死 突然 培灵的心中猛然开始激动 一股天王无命的直觉油然而生 原本晴朗的天空迅速被一团漆黑如墨的乌云覆盖 体内的正命魂线则奋出一缕缓缓融入刀内 煞时间 九破刀像是受到了什么召唤一样 正开他的手静直飞到幽冥复林大阵上空 乌云之中无数雷电灵会成一道巨大的劫雷猛然劈向九破 九破刀剧烈一阵从原本的高度足足下降了十几张 但还是成功挡下了这道劫雷 而残余的劫雷却顺着九破刀的本命联系直奔下方的培灵 疼痛如扛潮席卷般不断冲刷着培灵的肉身与魂魄 未等培灵恢复 第二道劫雷便再次成型 夹杂着毁天灭地的气势再次劈向九破刀 看似毫无管手之力的九破刀却再次扛下了这一击 雷劫之力顺着本命联系不住钻入培灵体 顷刻间培灵的肉身血肉横飞但很快便恢复 魂魄也在涣散之后重新凝聚 九破刀则傲然悬空 四暗夜之中徐徐站开的慢珠沙滑 劫雷之中再次传出低沉嘶吼 裴灵隐约感觉到这是最后一道劫雷 这一次劫雷酝酿的时间比之前的两道都长 足足好伴上 一条更为粗壮的劫雷猛然劈响 原本因劫雷遮蔽碗如黑夜的路全 承在这一刻被照的亮落围着 九破刀不住颤抖 刀身更是发出阵阵哀嚎之声 从半空一路下坠 直至距离幽明复零大阵 只有树杖的地方才堪堪止住 雷结洗练结束 裴灵的气息前所未有的强大 体内道机也更进一步完善 突然 九破刀猛然坠落 恍若无物般贯穿幽明复零大阵之后 直沉地脉 与此同时 裴灵的命格瞬间一分为二 缠绕他全身的正命魂线 以及气味煞气皆分出一半 往遥遥相对地移出地脉节点汇聚 摆在他面前的那位咒鬼欲剪 像是受到了什么召唤一样 从空而起 连带着那些承载着万千咒念的指鹤 也默然化作一只巨大的指鹤 头也不回地朝着某处地脉节点去 裴灵心中历史有所感应 这便是三节之中的最后一节咒鬼节 而他与九破刀之间的本命联系 也在这一刻被彻底切断 与此同时 裴府的某一处 一个与裴灵容貌修为一般无二的人影 黄虎出现 由目四顾之后微微一笑 随手一朝万千咒念之力 迅速朝四周扩散而去 全城生灵所生 称赤怨愿忧俱怒 皆会入幽冥复林大阵为其所 仅仅片刻功夫 充满咒念的幽冥复林大阵 便迅速扩张封锁了整个路全城 随着幽冥复林大阵覆盖整个路全城 万千诅咒顺着地脉逐渐侵染全城 生灵犹弱之强 依次骤变 先是蛇虫牲畜 以及心智不坚的凡人 后是修为低下的修士 整个城内的生灵皆是怨念横生 烧杀抢国随处可见 就连从万辉海受命屠杀陪府的三位修士 都被这股诡异的诅咒之力影响 还未等到达陪府就自相残杀起来 唯有领头的万柳先生侥幸从 先前寻找培林的十位助击修士也是狂躁不已 在对陪府众人言行逼供后便自觉地分成两对 分别朝着培林与咒鬼的方向走去 这些咒变生灵彼此怨恨厮杀后所产生出来的咒怨之念 全部被地底地脉吸收费入证命魂线 而后在系统的操控下 这些咒念之力大部分都被培林所 只有极少部分由咒鬼吸收 培林每挣到一分力量就会变强一分 咒鬼那边依然 除此之外 虚空之中的证命魂线源源不断地传来拉屎之力 仿佛要将培林的精气血肉以及力量全部抽走 然而系统却毫不示弱 将所有的证命魂线都绷得紧紧 为咒鬼争到就是以正命魂线为媒介 与咒鬼进行的一场拔河比赛 胜者助击成功败者失去一切 根据当初韩思谷的表现来看 直接斩杀对方或是率先融合九破刀的命结本源 均可直接奋出胜负 想明白的培林自信心瞬间爆棚 就目前的情况来说系统占据了绝对优势 如果咒鬼不动其他脑筋的话培林可以说是必胜无疑 然而事与认为 咒鬼方向忽然传来一阵巨响 紧接着培林的系统托管也被莫名其妙地打 未等培林反应正命魂线就传来一阵巨大的拉扯之力 几乎要将培林整个拖入虚空之中 培林赶忙调整心态重新运转天道助击之法 在稳住正命魂线中的距离之后 还不忘抽取弟弟时刻汇聚而来的诅咒之力 虽说培林的操控不如系统运行的那当完美无瑕 但也能与咒鬼堪堪持平 稳定后的培林心中一阵后怕 咒鬼受到攻击竟然也会打断系统托 如此一来自己就毫无优势可言了 就在这世不远处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 玉雪照赶忙询问培林该如何是好 然而培林却告诉他用幻术把自己藏起来就行 闻听此言玉雪照松了一口气立马照做 就在玉雪照藏起来的一瞬间 四名助击妻修士便驱逐着一群怨魂长驱之路 在看到培林周身密密麻麻的红色丝线后明显愣了一下 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斩杀培林的任务 下时间数十道竖法蜂拥而至 没了九破刀的培林以手作刀斩向几人 这看似非常随意的手刀却充满了杀戮与怨魂 四人眼前突然浮现出一副尸横遍野的场景 一股狂暴无比的意志直观其心事 首当其冲的老九当场被斩了四分五裂 混杂着碎肉的血水见了其余三人一身 余下三人心中大害 助击中期竟挡不住对方一刀 这就是天道助击的实力吗 心之不敌三人对望一眼正欲分头而逃 然而下一命 培林那恐怖的刀翼便直接将三人锁定 稍有动弹迎接他们的就是生死到消 培林思索片刻冷冷开口 欺煞正命咒鬼争道 摩羯一度到击天城 这便是培林得到的天道助击之法 而我便是咒鬼 画面一转 假山后的咒鬼在面对六位助击修士的攻击时 同样以雷霆手段击杀了其中一 只见咒鬼微微一笑 欺煞正命咒鬼争道 而等皆为血时 只有我培林能救你们出去 不想死的话就去府中后堂小发员 为我取来我的本命魔刀九破刀 届时 我自会送你们一场造化 咒鬼怎么也不会想到 冒用培林的身份竟会成为他失败的气体 为了能尽快蛊惑眼前的五位助击修士 为他取回九破刀 咒鬼可谓是费尽心思 先是以天道助击之法引诱 后是以同为人族统一战线 循序善诱引导几人为他所用 五位助击修士 心之以培林目前的修为来看 他们十个人加在一起都没有一丝胜算 只能假意投诚 然后再司机逃跑 不料咒鬼早有防备 只让老二一人前去寻找九破刀 其余几人则必须留在此地 与此同时 培林则以咒鬼的名义 给三位助击修士解释道 我是由那些被培林屠戮之死之生灵的诅咒怨念所生 专门在他助击之际与之争道 你们若替我取来九破刀 此番争道便是我胜培林则必死无疑 到时候你们不但能完成斩杀培林的任务 还能获得培林的天道助击之法 毕竟人族的功法对我咒鬼来说毫无用处 三人听到这里渐渐明白过 眼前的咒鬼便是培林天道助击要度的解 不过这咒鬼出手狠辣 必须先找个借口离开此地 等与其他兄弟跪合之后再做打算 三人中的老大当即便答应为培林取回九破刀 说着就打算带着两个兄弟一起离开 然而培林却只允许老大一人离开 并且明确告诉老大 若是你一去不回这两人便是我的血实 老大脸色一变刚要解释 就被培林一掌推出了毕无怨 三天之内我要见到九破刀 本鬼的目的只有一个 便是遵循天道夺走培林的一切 老大文言也顾不得身上的正命魂献 赶忙去与其他几人会合 天课后 及时的老大与老二在一处院落内相遇 照面之下二人将各自的遭遇都讲了一遍之后 皆是心中一惊 不管是培林还是咒鬼都有秒杀他们的实力 而且二者的要求竟都是带回九破刀 这就意味着哪怕他们找到了九破刀 也要面临着救哪拨兄弟的抉择 二人一番合计过后最终决定兵分两路 由老二去把陪氏所有族人都抓来逼迫培林放 老大则去寻找九破刀跟咒鬼交换其余两 双方又盘算了一番各方面的细节 便迅速分头行动 后堂小花园内 老大刚刚踏足花园便大声表明来意 培林让我过来寻他的本命九破刀 话音未落四周景物微微摇晃 续于之间他便被拉进血池盘 池中血水粘腻翻滚 一把划美长刀徐徐升起 刀身之中传出一个千交百妹的声音 主人 你找到我的主人了 老大正要回答 刀身之中的声音陡然一遍 一道森冷音质的声音传来 主人现在在何处 快带我去 老大脸色清白交错 只觉得心跳忽快忽慢难受无比 这把刀给他的感觉丝毫不比刚才遇到的咒鬼 老大定了定神心中冷笑 他怎么可能将九破刀带去培林那里 他只会将九破刀交给咒鬼换取自己兄弟的性命 同时送培林一程 然而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九破刀貌似精神不正常 他刚想伸手去握刀柄 就被九破刀一刀斩断手臂 原因是刀铃认为除了主人培林 没有人可以碰他 老大虽心有不满 但碍于实力的差距 也只能强压心头怒 无奈的老大只能自己走在前面待 然而他刚迈出一步 就被九破刀一刀斩断双腿 未等老大发问 刀铃就传出一道冰冷暴虐的声音 不许逃 你还没有带我去见主人 老大的脸色瞬间凝重 这磨刀的刀铃完全不正常 只能硬着头皮说道 那你走前面我在后面给你指路 刀铃的语调再次发生变化 没有见到主人我不能离开此地 你一定是在骗我我要杀了你 老大顿时一脸猛逼 不让碰他就没办法拿着刀去找咒过 走前面刀铃觉得他要逃跑 走后面刀铃还不能离开此地 这该如何是好啊 人贵有自知之明 裴灵就是因为对自己的人品 有一个清晰的认知 所以才以咒鬼的身份自居 反观咒鬼就显得有些自作聪明 竟然天真的以为裴灵的身份 会比他更容易获得人族修士的帮助 殊不知整个陆全城的助击期修士 没有一个想让裴灵活了 咒鬼在得知放出去寻找九破刀的老二非 但没帮他带回九破刀 反而还积压着裴家众人来逼迫自己放人时 顿时气的火冒三丈 抬手一手刀就将站在最前排的裴红年斩杀 紧接着手中刀器接二连三地飞出 紧紧片刻功夫就将裴斧众人屠戮殆尽 老二见状赶忙磕头认错 并且表示自己这就去后堂小花园拿回九破刀 咒鬼并未多言 只是吩咐身后那些被他蛊惑的修士 去城中屠杀所有生灵 画面一转 侥幸逃脱的万柳先生 特意选了一处相对薄弱的捷技 想要以他助击后期的实力 强行逃出幽名妇林大阵 然而纵使他使劲浑身解数 依旧无法破开大阵 心知凶多吉少的万柳先生 当即便决定铤而走起 前往裴府中心寻找破阵之法 与此同时 苗承阳派来的英东盟等人 也在挨家挨户地搜索着裴灵的下落 英东盟原本只是打算走个过场 毕竟前有周庙里 从万辉海借刀堂雇庸的修士 后有苏正和豢养的十位助击奴 按理说裴灵应该是必死无疑 没想到这裴灵非但没死 反而已经开始助击了 而且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苏正和的几位奴仆 已经完全失去了心智 此刻正在城中 肆意屠杀幸存的人类 仅仅片刻攻速 其中一位奴仆已经杀到眼前 英东盟只好派出一位师弟前去阻拦 双方你来我往的斗了几招后 那名奴仆忽然开口 屠杀全城生灵 裴灵才能救我们的性命 此话一出 前去阻拦的师弟心头莫名 感觉这话非常有道理 随着那名奴仆一次次重复 英东盟的师弟眼中 清明剑去竟然也跟着说道 狐杀全城生灵 裴灵才能救我们的性命 于是两人不再交手 直直朝英东盟的方向杀了过去 英东盟带着其余两位师弟立刻出手 然而十几招过后 剩下的两名师弟也都被捕获 英东盟以一敌似 却是丝毫不落下风 听着这些毫无逻辑的捕获之声 英东盟神色凝重 天道助击之法虽好 但涉及三位真传之间的争斗 他原本是不想谈恨 但如今的局势 已经完全脱离了他的预期 只见英东盟整个人 宛如镜子般破碎 瞬间消失在原地 在出现时 已然朝裴死的方向顿去 画面一转 正在与裴灵争到的咒鬼 猛然意识到 有两股浑厚的气息向他靠近 仔细端向来人 正是万柳先生 以及那门招川一脉的英东盟 咒鬼刚要解释自己是裴灵 就被英东盟打断 裴师弟不必解释 该知道的我们都知道了 接着便将老二的头颅 扔给咒鬼继续说道 我们已经搜过他的魂 知道裴师弟正在争到的重要关头 只要师弟肯交出天道筑基之法 我二人现在就去为裴师弟 取来九破刀 说到这里的英东盟和万柳先生 相互对视意 心中已然做好了大战一场的准备 他在调查清楚裴府的大带情况后 并没有第一时间来找裴灵 而是先去找到借刀堂的万柳先生 就是因为从那名奴仆的记忆中得知 裴灵虽然只是半部天道筑基 但实力却以凌驾于等闲筑基中期的修饰至上 无论是他还是万柳先生 都没有十足的胜算拿下裴灵 唯有两人联手才最为稳妥 眼下不管裴灵同意还是不同意 天道筑基之法他们势在必等 然而咒鬼却毫不迟疑地表示 先取来九破刀才能给你们天道筑基之法 如今整个路全城都在咒鬼的荼毒之下 而等在他眼里皆为血时 只有我筑基成功才能就你们出去 话音未落 却听万柳先生悠悠说道 既然如此那我们便只能强强 下时间 万柳先生身后突然长出 无数柳之七七朝咒鬼社群 英东蒙同样出手 他双手聚于胸前凝聚出 一团新红色的血球轰向咒 咒鬼也不甘示弱 四面八方爬出无数怨魂疯狂 朝二人扑去 这些怨魂正是路全城中的王者所化 要问这世间什么物种最为凶残 答案必须是吃醋的女人 就在刚刚 裴灵在赶制到寻找九破刀的老大 已经生死到宵后 便开始不断地利用系统修炼各种功法 一番试探下 还真让他找到了应对之策 裴灵发现只有修炼天道助击之法时 咒鬼才能第一时间打断 而修炼其他功法则要迟一些才能做出反应 甚至有些影响不到咒鬼的法术还不会被打断 想到这里的裴灵名神思索 他现在最好的选择就是托管一门 既不会影响到咒鬼又能赠送九破刀的功法 而唯一同时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功法便是血煞刀法 有了主意的裴灵立马一键托管血煞刀法 然而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狗系统在检测到他正在助击无法移动后 竟然伸出手将睡梦中的玉雪照一把丢了出去 裴灵顿时一脸猛逼 这狗日的智障系统在搞什么东西 自己一直没让玉雪照去驱九破刀 就是因为一旦离开自己一定距离就会被咒鬼捕破 没想到被这狗系统就这么丢出去 最关键的是系统什么也没和玉雪照交代 玉雪照知道自己要去做什么吗 而玉雪照也被这神志一手重重地砸在了后堂小花园内 还未等玉雪照从猛逼状态中恢复 九破刀就发出一道歇斯底里的质问声 你身上怎么会有主人的气味 你竟敢抢我主人 说着便发出阵阵刀气朝玉雪照斩去 一脸猛逼的玉雪照赶忙使用幻术躲避 不料这九破刀却像一个怨妇一样不依不饶 可恶的狐狸精竟敢抢我主人 老娘非巴了你的皮不可 说话间又有无数刀气斩出 地面顿时飞杀走时出现道道军烈 玉雪照脑中瞬间浮现出一副正宫首思小三的画面 眼看这刀灵已经失去理智 只能靠着狐足的敏捷拼了命地朝着碧无怨方向疯狂逃动 而此刻的九破刀也顾不上能不能离开此地了 化作一道长红静直朝着玉雪照追去 敢抢他的主人 他就是拼得魂飞魄散也要砍了这狐狸精 刀气纵横铺天盖地 所到之处房屋草木皆为积分 玉雪照灵巧地躲开一道又一道刀气 突然 一道满含古惑的声音传入他耳中 玉雪照 速将九破刀带至北院假山 我才是你的主人 玉雪照闻言冷哼一声 继续朝着碧无怨方向逃顿 这祸心之法对于普通生灵极为威胁 但他可是轻要雪狐后裔 本身精于此道 对于古惑之术先天就拥有着强大的抵御之力 画面一转 培灵还在血煞刀法的破管之中 他的力量正通过正命魂线一点一点被咒鬼扯去 照这个趋势下去 用不了多久咒鬼的力量就能跟他持平 如果到了那个时候 智障系统还卡在此处的话 那他将完全陷入被动的状态 就在他心头微尘之际 忽然听到咒鬼那边传来巨大的动静 培灵的系统修炼同时也被打断 得到身体控制权的培灵感盲运转天道助击之法 这次天道助击之法运转得十分顺畅 咒鬼那边似乎陷入了激战之中 竟然没有一点反抗 源源不断地咒力顺着正命魂线被汲取进培灵体内 然而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随着咒力不断地涌入体内 他竟然感到一阵心神不宁 仿佛冥冥之中有什么极大的危险正在降临 就在培灵心中疑惑之际 耳畔忽然响起自己的声音 带着说不出来的诡异与虚弱 培灵速速停手 你我本是同源 我以你之命格诞生 如若不是死于你手 外人杀我犹如杀你 培灵闻言心头顿时一阵 他旋即想到 自己刚刚开始争道时 系统托管就因咒鬼受到攻击而打断 之后他多次使用系统托管与咒鬼相争 咒鬼那边都可以单方面地打断他的修炼 难道在系统的判定中 他跟咒鬼是同一个人 想到此处的培灵立刻停止运转天道助击之法 而他的力量也在这一刻通过正命魂线不断传入咒鬼体内 只不过速度很是迟缓 很显然咒鬼此刻根本无法专心争道 然而咒鬼却依旧不满足 竟然想让培灵将御血罩派过去帮忙 培灵顿时警惕起来 让御血罩去帮咒鬼 这不就等于自己将争道的机会让给对方 虽然眼下因为冥冥之中的感应 不能让咒鬼为外人所杀 但他也不可能为了咒鬼不死 将自己的一切送出去 而且这咒鬼还有心思跟自己谈条件 那就说明他的处境 没有他表现出来的这么糟糕 正当培灵犹豫不决之时 忽然感到一股与自己同根同源的 刀翼飞速靠近碧无怨 又在培灵与咒鬼争道的关键时刻 一道白银宛如离弦之剑般 窜入培灵怀中 未等培灵发问九破刀 就咆哮着朝自己斩 培灵眉头一皱立刻 并指如刀横斩了出 两刀刀起于半空狠狠撞上 巨大的冲击波 瞬间将碧无怨震成一片废墟 培灵身上刀翼沸腾 九破 还不速速过来 九破刀先是一愣 在感受到培灵身上 你自己如出一折的刀翼后 立马冲到培灵身前 娇媚甜匿地说道 主人 我终于找到你 这只野狐狸的皮毛不错 可以给主人做个脚垫 主人 我要跟你一起睡觉 听着九破刀那毫无逻辑的 胡言乱语 培灵顿时愣在原地 自己这九破刀 怎么好像是有什么大病 不过眼下正是争到的关键时刻 培灵赶忙一把握住九破刀 同时一剑托管天道助击之法 伴随着九破刀的本源之力 被培灵逐渐吸收 他与九破刀之间的联系瞬间打通 紧接着七位煞气以及地脉之力 也通过正命魂线一同被他吸入体内 咒鬼的一身经破 以及咒力本源同样也被培灵吸收 培灵的咒鬼道击立时发生质变 冥冥之中 他脑海里渐渐浮现出了三个念头 一是诅咒 二是怨饮 三是祸魂 这三个念头 各代表一门咒鬼道击的神通 而他现在的修为 似乎只能选择其中一种 系统则毫不迟疑地 替他将诅咒这个念头 拉入道击之中 培灵见状赶忙在心里 选择怨演这个念头 意图同时掌控诅咒 和怨演两门神通 但可惜的是 系统选择了诅咒之后 另外两个念头便迅速消失不见 似乎只有等自己修为更高之时 才有第二次领悟的机会 三杰已读七杀归问 咒鬼道击终于成了 筑机成功的培灵腾空而起 想要报仇雪恨 然而才刚飞到高空 就被眼前的一幕 惊出一身冷汗 往日热闹非凡地接到此刻 却成了人间炼狱 整个陆泉城湿气漫天 一条由鲜血与尸骨 组成的血核还在不断上涨 裴灵虽心中万般无奈 但也无可奈何 按照他原本的计划 是去圆母山助击 如此一来 他与咒鬼争道 便不会伤及任何无辜 可事与愿违 一向无冤无仇的苏贞船 竟派遣十名助击 修士在裴府对他伏击 而丽师姐所拆保护他的脚尼 却至今没有出现 为了能够活命 他不得不提前助击 其后一切发展 皆不在他的控制之中 屠城仪式虽是咒鬼所为 却也是因他而起 与此同时 殷东盟和万柳先生 脸色阴沉地出现在成都府 这是城中如今 极少数尚且保存完好的建筑 只是城主修为太低 早已生死到消 如今城中仅剩的几位修士 全部聚集于此 其中包括殷东盟和三位师弟 以及苏振和的三名助击奴仆 还有万柳先生 和一名万辉海儿来的助击修士 随着咒鬼被裴灵当作助击材料吸收 之前被咒鬼蛊惑的修士 也恢复了清明 此刻万柳先生和殷东盟的脸色 都异常难看 他们本来是要找裴灵 夺取天道助击之父 同时也是打断对方天道助击 不料咒鬼和裴灵都在野 导致他们一上来就找错了目标 眼下计划失败不说 助击成功的裴灵 肯定比刚才的咒鬼更难对付 就在二人准备发话的时候 其中一名助击奴仆急忙说道 快 阻止裴灵天道助击 不能让他得到九破道 殷东盟与万柳先生对视一眼 却是谁也不准备泄露这个秘密 只见殷东盟脸色阴沉地回道 我们所有人合力一起去杀裴灵 事已至此他已无路可退 裴灵大笔夺魁之时 利真传亲口鉴定那是一门单截盗机 可实际上却是三截盗机 眼下他已知道了不该知道的秘密 利真传绝不会放过他 如果自己拿着这门三截盗机 再去找周真传或者苏真传庇护自己 过去可行 但现在他只知道一个三截盗机 真正最重要的助击之法 却什么都不知道 两位真传不可能为了他空口白牙的一句话 就跟利真传死战 因此 他现在唯有孤注一致 结合所有人的力量夺取天道助击之法 才有一线生机 想到这里的殷东盟当即取出一瓶灵盗丹 分发给其他修士 这灵盗丹服用之后能令修士短时间内提升一个小径的实力 但此丹的副作用同样极大 除了会燃烧精血之外 还会燃烧兽元和盗机 那往后的盗徒基本上就算是废了 就在众人犹豫不决之时 因东盟第一个将丹药吞下 万柳先生没有犹豫第二个将丹药吞下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这次任务从头到尾都是崇明宗的内部游戏 请他借刀堂过来的目的不言而喻 也就是说不管任务成功与否 从他接了任务的那一刻就注定是个死人了 唯有以天道助击为筹码 去投靠一个可以抗衡从明宗的打盘 方能求得一线生机 人不犯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我必百倍偿还 就在殷东盟等人准备与裴灵殊死一搏之时 裴灵却主动现身寻求一战 双方没有任何废话直接动手 只见裴灵双目之中蔚蓝色的光芒浮现 无数细小的旋色符纹升腾变换 瞬间覆盖整个战场 殷东盟等人仿佛一下子陷入了黏匿的沼泽当中 承重与无力感席卷全身 刚刚服用灵道单临时增长的修为 竟然凭空跌落了一个小劲 几人不敢有丝毫侥侥幸之念 纷纷使出最强手段 希望打破这可怕的束缚 然而却被裴灵那充满杀意的一刀 以摧扣拉朽之时轻松荡的 刀器所过之处一切皆为粉末 唯有殷东盟与万柳先生侥幸存活 二人心知无力回天只能跪地求饶 裴灵却毅然决然地补上了最后一刀 三杰到姬永咒神通 这场战斗赢得一点也不难 裴灵再次腾空而起 确认城中再无生者之后 带着满腔怒火与自责跪倒在远处的一处山坡之上 正对着这座生养自己的陆泉城重重磕了三个想法 随后照出寒水火点燃了这座充满回忆的城池 陆泉城就此彻底灰飞烟灭 直至此刻雾柳姑娘方才匆匆感爱 一番交谈才得知 之前负责她安全的娇妮身受重伤需要修养 而丽仙子也是以一己之力 替她挡下了周庙里与苏正和两位真传 再次见到丽仙子已是两天之后 丽仙子身上气息一如既往的深沉 只是眉心符文略显暗淡 在听完裴灵此番遭遇的描述后 历烈月沉默片刻方才说道 周庙里已经被我打成重伤 那苏正和由于逃得太快却是便宜了的 不过裴是灭门之仇师姐定会为你讨回这个功能 随后二人直奔崇明宗的监察殿 为等历烈月开口监察殿主就率先说道 关于裴灵之事我监察殿已然之息 苏正和宇周庙里以及苗成阳破坏规矩仪式 三个月之内必会给你立加一个交代 历烈月并未多言玄疾带着裴灵转身离去 回到玄谷灵英州的历烈月忽然说道 大道姚淼天意难测 没想到你这次的外截会在住击之前提前降临 索性结果还算不错 至于裴家覆灭仪式你也莫要太过悲伤 只要你一日尚在裴是血脉便不会断绝 我被修行中人斩断成员也未必是件坏事 待你在修炼些日子便可在生死擂台上 亲自解决内苗成阳 至于苏正和宇周庙里虽不会有性命之忧 但也绝不会好 毕竟我立加的面子监察店也不敢不敢 待你结成金单之后我会带你去一趟立加 只有获得我们立加的支持你才能成为第四位真传 到时候你才拥有对苏正和宇周庙里报仇的资格 裴灵文言也是颇为认同 于是向利列月请教了一些关于助击器的修炼心得后 便返回洞府掏出两本功法看了清 其中坟叶片是一门助击器才能修炼的功法 这部功法虽然可以直接修炼 但配合吴梦散效果更加 其全部威能都在真元的云链上 而血煞刀破则是血煞刀法的后制功法 不但可以凝视刀灵更能将死于刀破之手的生灵 直接当作外煞吸收 因此刀破会越战越强没有止境 直至外煞的数量超过主人所能承受的机械 裴灵决定先把血煞刀破学会 然后再去寻找无梦散修炼坟叶片 为了保险起见裴灵还是一如既往先布下机关 又吩咐玉血罩在门口等办法 这才返回室内一剑托管起血煞刀破 然而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血煞刀破所需真元极为庞大 以他三节道基的魂后真元竟也逐渐支撑不住这样的消耗 好在当他真元快要完全耗尽之时 九具刀灵渐渐渐融为一体化作一名九头血泥 随着系统托管的结束 裴灵的真元也在这一刻彻底耗尽 刀破重新恢复成外煞进入九破刀内 裴灵赶紧吞下一把极品裴灵丹运转 粉叶片化开裴灵丹的药灵 他现在虽然通过系统修成了血煞刀破 但这门刀技所需真元太过庞大根本无法用于实战 只能带真元更为充足之时方能正常使用 想明白的裴灵当即起身准备前去购买无梦散修炼焚叶片 然而刚走出近视就被浴血照办了一下 还未等裴灵说话 背后的九破刀已然自动飞出朝着浴血照斩过去 拍马屁也是一门技术火 拍得好评不清云拍得不好那就是流放岭南 而郑金山恰恰就是后者 成功地从内门卖主转型成了一名优秀的煤矿工人 在得到裴灵大笔夺魁的消息后 郑金山每天都会修书一封寄给裴灵 殊不知裴灵也是刚刚看到她的来信 十几封书信的内容也都大同小异 都是先恭喜裴灵夺取外门大笔回手 接二话锋一转开始速 倾诉自己如今挖矿挖得多么不容易 希望裴灵能帮她在立师姐面前美言几句 好让她早日回踪 然而裴灵却觉得挖矿的工作 显然更能配得上郑师兄的机制 画面一转 欧阳先兴正在向裴灵汇报奸丧一脉的进口 这三个月内共有七人通过考核 其中有三人刚刚完成地道筑基 说到这里的欧阳先兴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 金师妹的为人很不错 师弟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多去指点她一下 裴灵文言一阵恍惚 这欧阳师姐的脑回路怎么越看越像郑金山 反应过来的裴灵赶忙岔开话题 询问吴梦散要去哪里购买 然而欧阳先兴却告诉她 在内门百宝阁购买物品不仅需要零食还需要功德 好在裴灵身为一脉之主 只要弟子完成了内门任务 他也可以得到其中部分功德 然而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郑金山留下的那些老弟子实力太过弱基 能分给他的功德基本等于没有 就在裴灵愁眉不展之时 欧阳先兴却主动提出用他的功德 先替裴灵购买一些无梦散 不过欧阳先兴也提了两个条件 第一就是这些功德是需要还的 第二则是保护金素棉的安全 原来金素棉三人刚接了一个护送任务 这次任务除了宗门奖励之外 还能额外获得一种名为雷击桃星火的丹火 而丹火对于丹尸的作用不言而喻 尖桑一脉鸡肉已久 原本的丹尸都已离去 好不容易来了一位擅长练丹的金师妹 可不能让他出现任何意外 裴灵文言也觉得此话在意 不过为了谨慎起见 裴灵还是决定先了解下任务的具体内容 原来梅氏家族本是圣宗内门一位 年事已高的筑基士伯黎宗归乡所创 虽先后迎娶了施几房机械 但由于棍法稀烂始终没能待遇出一位出色的子嗣 所以才在临死之前 几乎倾家荡产从坊市购买了一头 铸鸡后期的妖宠和一株黄泉木 希望能帮梅家填补一下实力的空缺 此次任务只需将梅家车队 从横炉坊市护送回梅家即可 听到这里的裴灵立马察觉出了一丝危险的气息 黄泉木暂且不提 敢打铸鸡后期妖兽主意的修饰 恐怕修为至少也是铸鸡后期 甚至可能是结单期 欧阳先兴却认为散修大多都是人道助击 而且资源匮乏很少能有一件像样的法器 至于说结单期修饰那就更加不用担心 整个横炉坊市也只有方主一位结单期 更何况敢对圣宗弟子不敬 宗门向来都是不问任何缘由直接灭杀 所以整个崇明宗制下的结单散修都很听话 毕竟不听话的散修根本活不到结单期 裴灵文言总算放下心来 然而欧阳先兴接着又说道 散修虽然不足为止 但这次任务却很有可能会碰见天生教的弟子 毕竟横炉坊市的所在之地已然非我圣宗弟姐 倒是更靠近天生教一心 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消息表明天生教盯上了没事车队 况且天生教与崇明宗同为盘崖界九大宗门之一 想必也不会为了这点助击期的资源而出动结单期长老 坊间传闻向来都是真假参半 现在圣宗上下都流传着裴灵试杀成性且十分注重你仪的传闻 所以此次出行戴白石与严玉明一路上都表现得毕恭毕敬 唯有金素棉一脸羞涩 几人出行之前都曾被家中长辈单独召见过 嘱托的内容也都大谈小意 均是尽力讨好裴灵 抓住眼下奸丧一脉积弱已久无人可用的机会 尽快成为裴灵的左膀右臂 毕竟取悦裴灵那就等于得到了力真传的庇佑 倘若再能从裴灵手中吸得天道助击之分 那整个家族都会一飞冲天 鉴于裴灵心狠手辣誓杀成性的传闻 严玉明率先向裴灵提出将没事车队直接笑纳的介意 戴白石闻言只恨自己又慢语 一边懊恼一边补充道 没事家族也就没事老组是助击后期 愚者不过都是些练习气杂瑜 既然没家后继无人不如让有格者居之 师弟平生所见 再没有比卖主高情远至得后流光之人 二人说半满含期待地望着裴灵 这个提议可以说非常符合裴灵的形式作风 想必一定能给裴灵留个好印象 裴灵目瞪口呆地听着二人的讨论 好像他们的任务不是去护送梅氏家族的车队 而是去接收梅氏家族所有基业 不愧是从民宗治下的修真子弟 果然都是天生的魔仔 戴白石与言语明见裴灵并未打化 下意识地对望一眼玄机明白过来 一定是自己养尊处优惯了格局太行 难道卖主的意思是直接面闻 想到这里的两人正要继续敬言 却听金素棉代梅微醋地说道 梅氏老家主时日无多 此番所够之物乃是他为了自己死后保全家族所无 想必梅老家主也是额外花费了灵食和功德在监察店报备过 倘若我等尽力而为 但仍旧功亏一亏倒是只会处罚些许灵食 但若是故意失败的话 但凡被监察店查出蛛丝马迹那就是恕罪病法 听到这里的戴白石与言语明亦是予色 裴灵却是微微汗手这惨问 否则就圣宗这些弟子的作风 梅氏家族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敢让圣宗护送 数个时辰之后 裴灵等人终于来到了那座宛如海市蜃楼的横炉方式 裴灵虽是第一次来到这种修真界的方式 但也没有闲逛 而是直接根据任务里提供的消息找到了梅氏车队 就见一名中年修士带着一行人脚步纷乱地迎了出来 裴灵略一打量就辨认出这名中年修士不过练弃九层修为 其身后的一干人修为最高的也不过练起七层 而且气息博杂不纯与圣宗外门弟子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 裴灵简单客套了两句便提出厌货的要求 按道理梅氏绝技不敢欺瞒圣宗弟子 但这可是裴灵当上卖主之后接的第一个任务 为了谨慎起见 裴灵还是决定要先确认一下需要保护的货物是否完好 梅可秋文言立刻领着裴灵四人前往梅氏租赁的独门小院 院内堆放着诸多杂物 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一大一小两个香龙 整个香龙通体都是百炼金刚铸造 且刻满了各种加固进步削弱的符纹 走近一看 大的香龙里装得赫然是那头铸鸡后期妖兽 此刻正萎靡不振的蜷缩在牢笼里 而小的那个箱子装得正是黄泉木 这种灵直生鱼地脉受到湿气浸染的荒僻之地 对于修炼魂道及湿道的修饰有的相当的弊 很显然 这两件货物是关系到整个梅氏家族 失去铸鸡后期老祖这个靠山之后 能不能保住现有的利益 甚至能不能延续下去的大事 这也难怪没事老祖会在崇明宗内门挂任务 还在监察店做了报备 为了以防万一 裴灵先是取了妖兽一滴精血利用灵木树查验 随后又用焚叶天功法对黄泉木进行了查验 再确认要运送的两物皆是完好 这才与梅可秋商讨起运送路线 小心使得万年传 为了保险起见裴灵特意命人买了四个一模一样的香路 一切准备就绪 裴灵这才吩咐没士族人正式上路 而他则取出血鬼轿尾随其后 六辆马车鱼挂而出 自然引得沿途众人纷纷露出寂予与贪婪的目光 裴灵当即取出崇明宗的名牌挂在血鬼轿上 围观的修饰见状几乎下意识地转开视线 不敢再对车队流露丝毫关注 在盘牙界九大派可是当之无愧的绝对霸主 少数敢对九大派出手的疯子 无疑不是被扒皮抽筋乃至于错骨杨辉 一阵烟云挑秒后车队已然走出横炉方式 裴灵耳畔突然想起戴白石的惊叹 卖主致记百出我等真是望尘莫及 严玉明也不甘落后 卖主真乃神人瘾 谁又能想到圣宗派来保护货物的弟子 会伪装成需要保护的妖兽女皇权目 此刻金素眠三人正各自占据一个空置的乡论 玉雪照也在其中的一个乡笼之中 倘若真有铁头娃敢来突袭 凭他们四人的实力定可杀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天生教的人 与此同时 三名天生教弟子正在打探梅士车队的去向 在得知梅士车队已随崇明宗高族离去后 立马向客栈掌柜询问崇明宗来的是何许人也 事关崇明宗与天生教两大宗门的事宜 一个客栈掌柜又怎敢随意掺和 只能表示自己并不知情 然而为首的天生教修士却是微微一探 忽然探手在掌柜面上一覆而过 一整张血淋淋的人脸面皮瞬间出现在手上 客栈之中骤然爆发出一道极为凄厉的惨叫声 随后更是直接抓来一位殿小二进行搜魂 在得知崇明宗来的是四个面生的助击修士后 天生教三人瞬间有了底气 崇明宗那门十三脉 上三脉他们自然不敢招惹 中午卖也就屈之可数的几个人对他们颇具威胁 愚者皆是土鸡娃狗不足微距 根据客栈中人所言 没事车队离开未久此刻去追完全来得及 然而那名女修却提出先令散修打前阵以关其虚实的建议 若是实力平平 那就是上天注定这没事车队之物与我们三人缘分深重 同时我们还能多出四具助击器材料 若是那四人实力强悍 我们也不必过多纠缠 只取黄泉木即可 数个时辰之后 培林忽然抬头朝鞋后方的某处望去 在她的赶之中有三十多名修士正朝这边赶 其中驻击中期一人驻击前期九人 剩下二十多人则全是练弃九层的修士 这三十多人的气息皆虚浮不定根基粗裂 想必都是一些要钱不要命的散修 培林先是吩咐金复棉等人不要暴露气息 随后身影一晃出现在梅可秋身侧 叮嘱梅可秋等人节阵防御不好自己 这些散修由她一人解决变的 伴随着一阵破空声响起 只见月夜之下三十多道人引鱼贯而至出现在车队前方 为首的驻击中期散修面色凝重 虽然这黄泉木与驻击妖兽对他们散修来说那是极其珍贵 但也没必要为此得罪崇明宗弟子 不过为了讨好天生教的吕燕尼 他们也不得不停而走行 短暂的对峙过后 为首的散修试探性地询问培林是崇明宗哪一脉弟子 毕竟此地已不在崇明宗的管辖范围之内 更何况在天生教弟子的授意下 也不是所有崇明宗弟子都不能招惹 根据她之前的观察 这次来恒卢方式的四位崇明宗弟子 都是生面孔的驻击前妻 而且形势风格丝毫没有崇明宗一贯以来的霸道和狂傲 反而处处透露着小心谨慎 想必也是几个没有靠山和家族的普通弟子 而培林的一句奸丧一脉也刚好印证了她的想法 当下便对身边人传音 准备动手 没事家族的人全部杀光 剩下的崇明宗弟子打成重伤即可 只要不取他们的性命便不会惹目崇明宗 宗门天骄与普通散修的差距究竟有多大 面对三十多名散修的攻击 培林仅用一刀就将其全部击杀 其中还包括一名助击中期以及九名助击前妻 如此恐怖的实力别说是没事族人 就连金素棉等人都被惊出一身冷汗 同样震惊的还有实力之外的天生教三人 不过三人并未露出丝毫胆怯 反而觉得以裴灵助击前妻的修为能斩出这一刀必然已是清尽全力 现在正是裴灵最虚弱的时候 既然天意都站在我们这边那我们自然要顺天而行 为首之人没有犹豫直指裴灵 其余两人则分别冲向金素棉与严育明所在的两只相恶 裴灵见状心中一沉 冲向相恶的二人显然不是金素棉与严育明所能应付的 意识到这点的裴灵永驻神通瞬间施展 天生教三人忽然感觉浑身一沉 仿佛有无数怨灵将他们的修为硬生生从助击中期拉到了助击初期 三人毕竟都是身经百战之人 这种压制修为的神通也只是让他们心中一惊霸 反应过来的窦碗继续杀向裴灵 而吕燕尼与淳于康则分别打破了两只香笼上的封印 看着眼前一动不动的黄泉木与助击妖兽 吕燕尼正欲伸手取走黄泉木 心中却莫名产生一阵悸动 虽然眼前景象一切正常 但吕燕尼还是立刻施展顿术退出世纪证义 淳于康则是选择在远处直接使用法术击杀眼前的助击妖兽 相拢中的金素棉与严玉明同时出手攻向天生教的二人 只听两道法术碰撞声纷然响起 吕燕尼与淳于康立马醒悟 是幻术 还未等二人有所反应一股无形的黑暗瞬间将他们笼罩 金素棉等人眼见天生教二人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立刻运转灵力杀了过去 与此同时 培林与窦碗的战斗也已进入白热化的状态 只见培林的刀气宛如千尺飞扑直挂而下 危机关头窦碗忽然闭上双目 流光一彩之间身形瞬间一分为二向着左右分开 刀气从中劈出留下一道浩浩荡荡的刀痕 窦碗左右两具身体同时脸色一变 对方每一刀都能斩出这样的威力 明明只有助击出气的修为怎么可能达到这种程度 不过震撼归震撼窦碗手上动作却是一点不慢 左右两具身体同时掐绝分别施展了两门不同的法术 下一刻 培林就被自己的影子缠住身体 而窦碗的另一具身体则发出数道赤色的剑矢射向培林 培林一把挣脱影子的束缚 九破刀连连斩出数百道刀气 瞬间将赤色剑矢全部碾为灰烬 于是丝毫不减地斩向窦碗 与此同时 与燕尼与淳于康也将周围的黑暗撕成了粉碎 二人虽然挣脱了幻象 却也没有看到同伴的踪影 只有一名崇明宗的弟子出现在他们视野之中 金素棉三人正准备继续出手 却见这二人竟对他们置若网纹 而是目光一转开始相互厮杀前 幻象中的吕燕尼与淳于康越打越感到不对劲 对方的招数和动作都太过熟悉了 意识到这一点的吕燕尼率先朝后退去 而淳于康也很有默契地随后停手 突然 不远处传来一声淒厉的惨叫声 窦碗中是没能挡下裴灵的数百道刀器 仅存的一具身体也已开膛破度四肢不全 裴灵正欲上前逼问 却见窦碗神色平淡地说道 天忆要给我更多的考验 随后便宛如一珠被火焰炙烤的树木瞬间枯萎 就在裴灵愣神之际 窦碗的眉心陡然爆发出一抹耀眼的光滑 瞬间将主人一身血肉精华乃至于魂魄吞噬殆尽 化作一道赤血色小剑刺向裴灵投入 一股前所未有的危机感猛然涌上心头 裴灵赶忙挥刀一盏而下 喧嚷中 裴灵只觉刀身传来一股磅礴的距离 双手一麻身体立石就被震得倒飞而出 与此同时金素棉三人心中有所觉察连忙顿逃 玉雪照更是四足撒开跑得最快 玉雪照一走天生叫的二人立石挣脱幻境 但不等他们高兴一股熟悉的气浪便横挡了 就连最强的窦碗师兄都被逼得使出了吞魂技破大 二人立马心照不宣地将盾法施展到极致朝着相反方向逃盾 然而裴灵又岂能轻易放他们离去 一道杀意凛然的刀气猛然劈向淳于康 心知必无可避的淳于康正欲效仿斗完使用吞魂技破大 然而刀气却比他更狂 一道血光闪过淳于康瞬间被劈成两半 而裴灵则转身朝着吕燕尼追去 年少时不可遇见太过惊艳之人 否则将错失许多摇铃档的机会 面对吕燕尼的骚手弄姿裴灵却提不起丝毫兴趣 只是逼问一番后就将其斩杀 而三人的储物袋却也让裴灵收获颇风 光是中品灵石就有上千颗 这还不包括诸多修炼用的天才地宝 果然获取灵石最快的方法就是摸别人的储物袋 值得一提的是 在吕燕尼的储物袋里还发现了几件情趣衣物 倘若穿在丽仙子身上想必别有一番风味 不过当务之急还是先考虑 如何才能躲过天生教春潭大弟子霍赵景的追杀 虽说通往没事祖宅的道路不少 但以他们驻姬七修为能够通行的也不过三条路行 裴灵思考片刻最终选择了最近的一条路线快速通行 然而没走多远金素棉就发现 留在后方的探查子服被人触动了一下 裴灵不动声色地前往查看 果然有四名天生教的弟子在悄悄尾随 裴灵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将其抹杀 收到消息的霍赵景想必已在前方布下了天罗地网 裴灵只好吩咐众人返回横炉方式从后方绕行 果不其然 等候许久的霍赵景见没事车队迟迟没有过来 立马猜到裴灵可能往回跑 想到这里的霍赵景冷冷一笑 他们护送的是没事车队 无论途中如何换路如何藏匿踪迹 最终都要前往没事祖宅 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在没事祖宅公后吧 画面一转 进入崇明宗地界的裴灵总算能安心修炼了 自从换了路线天生叫的人仿佛凭空消失了一般始终没再出现过 忽然 一声系统提示因打断了裴灵的思考 智能修真系统2.0升级完毕 您的系统更加智能了 裴灵先是一阵随后便反应过来 他当日助击之时系统就已经开始升级 如今刚好过了半个月 裴灵没有多想当即便决定查看一下升级后的系统有何特别之处 为了保险起见 裴灵还是一如既往的先吩咐玉雪照守在血鬼叫门口准备办他 随后取出事先准备好的无梦伞修炼起分夜篇 然而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狗系统竟然要免费赠送他一颗黄泉木与一头助击妖兽 裴灵心中顿时一惊 这狗系统不会是反向升级 只见裴灵在系统的控制下猛然起身向脚外走去 还好自己机智的一批 提前叮嘱过玉雪照在门口办他 然而就在玉雪照办他的一瞬间 裴灵却忽然一个纵身越过玉雪照落到了封印黄泉木的香楼旁边 裴灵顿时心中大害 这什么情况 玉雪照为什么没能办到他 难道是系统升级 这智障系统所谓的杜绝意外 不是杜绝系统造成的意外 而是杜绝打断系统修炼的意外 想明白的裴灵忍不住抱了一句粗口 众人见状还以为裴灵只是要检查一下黄泉木的封印 然而下一刻 裴灵却是直接破开封印一爪扣入树身之中 将黄泉木的力量源源不断地汲取到体内 原本就略显颓废的黄泉木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扑微 众人顿时愣在原地 言语名语戴白 时对视一眼便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就连金素棉也只是闪过一丝诧异之色 选择了默不作声 但梅氏族人可就坐不住了 毕竟这黄泉木可是家族重新崛起的根基 梅氏子弟虽然众多却资质皆笔梦 往后修炼之际若无黄泉木辅助 家族的衰落几乎无法逆转 危机关头梅可秋只能硬着头皮上前劝阻 裴林虽然很想答应 但眼下无人过来打断她 她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继续抽取黄泉木的本源 而崇明宗另外三人都以为裴林是想把黄泉木占为己有 因此全都默默站在裴林这边冷冷地看着梅可秋 梅可秋脸色一变只能作罢 往她自幼对崇明宗心向往之 却没想到比起天生教那帮拖延天意为所欲为的伪君子 崇明宗的魔崽子更加肆无忌惮 尊严只在剑锋之上 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 眼睁睁看着裴林将黄泉木的本源之力一点点吸收 为氏族人却不敢有丝毫意义 殊不知裴林也是身不由己 关键是没人帮自己打断系统的一件修炼 好在体内的阴尸寒气已经达到她所能吸收的极限 这才保住了黄泉木的气氛本源之力 然而还未等裴林高兴 系统就再次弹出赠送助击妖兽的提示 裴林顿时被气得头皮发麻 护送任务明明已经快要完成了 这智障系统给他搞这一出让他情何以堪 心中焦急的同事裴林也感觉到自己的真元 较之前壮大了数倍不止 眼下在施展血煞刀破定无任何问题 刹那间系统已经控制裴林 破开了关押助击妖兽的封印 眼看就要伸手抽取助击妖兽的惊魄 瑟瑟发抖的梅可秋赶忙拼死相劝 王拳木被吸收三成本源尚且可以接受 只要以后栽种得当还能继续培育后辈 但这助击妖兽却是关系到梅氏的生死存亡 没有了助击妖兽的庇佑梅氏必将遭遇灭顶之灾 裴林文言也是心急如焚 他刚刚担任奸丧一脉的卖主 如果第一个任务就失败 那他这个卖主以后还怎么立足 然而系统却毫不犹豫地伸出手掌 按在助击妖兽的头上 原本已经任命的助击妖兽出于求生的本 猛然爆发出一股凶悍嗜血的气势一头撞向裴林 恢复了身体控制权的裴林没有多严 只是吩咐众人收拾一下继续出发 与此同时 霍赵景已然抵达梅家堡附近 为了不引来崇明宗的注意 霍赵景特意买了两个香笼 以及一顶血脚冒充裴林 现任家主梅之秋建护物安全送达心中不由大喜 不过事关家族存亡梅之秋也不敢贸然打开大阵 血脚开路的裴卖主 以及自容出众气度不俗的两难一米 眼下这些都与梅可秋的传音内容对得上好 根据时间推算车队也差不多就这一两天能到 只不过他们梅氏随行的族人却为何不见一人 然而霍赵景却告诉他 途中遇见天生叫弟子连妹偷袭 梅氏族人已经全部遇害 这次任务我们只负责保护驻鸡妖兽与黄泉木 你梅氏族人的死活可不在我等任务之中 梅之秋虽然心中一阵酸楚却也不宜有他 毕竟如此言行的确是符合圣宗弟子的作风 为了确保万无一世梅之秋还是决定先查验一下对方的名牌 或赵景文言心中冷笑一声 当下便取出一截如国人手指一般的名牌 此物也是他这几日在路上临时炼制所成 虽然外表看起来跟崇明宗的名牌一模一样 实则没有任何作用 然而梅氏除了梅老家主却也无人见过真正的崇明宗名牌 光从外形以及细节来看此物与崇明宗名牌确实一般无二 确认后的梅之秋当即便取出一枚家主令输入灵力 很快整个雾宝的上空瞬间浮现出密密麻麻的阵法龙路 雾宝的大门也在符文闪烁片刻后缓缓开启 霍赵景没有丝毫迟立刻带着三位助击修士进入雾宝之内 早已恭候多时的梅之秋以及诸多家老见血教入内连忙上前行物 却听一声冷笑从血教中传出 梅氏族人微微一正本能地感到不对 但不等他们做出反应 血教旁的一名女修忽然眼波流转魅眼如丝 仅仅片刻功夫梅氏族人的心神皆被这女修散发出来的魅惑所夺 当下便争先恐后地将家族暗道以及老祖所在的密室和盘拖出 霍赵景则静直朝着梅老家主的密室杀了过去 残存的密室之中梅氏老家主正夫坐于蒲团之上 强盛的气息下又透着一股行将旧幕的衰败之意 而霍赵景则单膝跪地口吐鲜血 他原来的计划是潜入梅家宝案中涂露整个梅氏 然后包下老家主的皮用于伪装身份 迎接崇明宗弟子的自投罗网 却不想这梅老家主如此老奸巨花 明明已达半步结单却一直密而不宣 害得他还没等埋伏到崇明宗弟子自己就已经负伤在身 好在这老家主寿源无多距离作画也就一两天的事 倘若继续出手最后死的一定是梅老家主 然而霍赵景却丝毫没有继续动手的意思 如果真把对方逼到绝路 极有可能会不故意切拉自己垫背 想到这里的霍赵景立马传言给其他师弟师妹 梅家其他人都解决了吗 在得知除了刚才出宝迎接的那几人 其他都已解决后 霍赵景也是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梅老家主的确是厉害 只可惜寿源稀少不能轻易移动 随后便紧盯着梅老家主一步步倒退出去 梅老家主则缓缓闭上双眼默许了对方离去 一天后裴林护送的车队终于抵达梅家宝 查验货物之事 裴林还担心黄泉木折损严重 梅氏族人会借此为难不肯交出当 不料这些人只是随意看了一眼就爽快受苦 之后更是迫不及待的 就要带着裴林前往祠堂练缓了一记桃星 还在花厅内为其余几人 准备了一些攒劲的节目 裴林本能的感觉 这梅氏族人好像也太过热情了一点 果不其然 就在裴林带着金素棉 跟随梅之秋前往祠堂的路上 玉雪照突然发来一道传音 她中了魅惑之术 裴林面色不变 心中却是一惊 赶忙传音金素棉情况不对准备战斗 同时也告诉玉雪照 现在就破了她的魅惑之术 只见玉雪照眸光一闪 梅之秋眼前立刻出现了那位天生叫女修的身影 如此花容月貌 即便让她去死她都愿意 然而下一秒 这位绝世佳人的光芒仿佛陡然撤去 其模样越来越频繁 越来越庸俗 甚至脸上开始长出红毛 梅之秋顿时就被吓得一个哆嗦 恢复了神智的梅之秋心知犯下大错 郑玉提醒裴林祠堂就是一个陷阱 然而还未等她开口 就被一道乌光结束了生命 裴林立马将金素棉忽在身后 就见霍照景从不远处的屋舍中缓步走出 裴麦主 你似乎有点太不给我面子 杀我的人便要做好陪葬的准备 裴林也不惯着她 你的那三位师弟师妹也没给我面子 两人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动手 只见裴林血色刀气如瀑布般飞流直下 霍照景则手中暗围涌动静置迎了上去 刀气与掌镜相处之际轰然炸开 一照之下双方看似平分秋色 实则只是一次简单的试探 裴林心知无法善良 望着霍照景的目光瞬间变得幽深起来 霍照景正于继续出手 忽然感到四周空气一阵粘腻沉重 仿佛整个人被拉入沼泽之地 她的修为也从助击后期跌落到了助击中期 霍照景顿时脸色一变 这不是法术更像是一种神通 但助击七怎么掌握得了神通 然而裴林却不会给她思考的时间 血煞刀破瞬间斩出 刀气咆哮之际更夹杂着一股一往无前的信念与意志 霍照景不敢有丝毫大意 周身灵力运转无数道蓝色箭时猛然射向裴林 只听风的一声 火光四剑之时裴林顿时被震的倒飞出去 霍照景没有给裴林丝毫喘息的机会 闪身上前一剑将裴林斩杀 她本能地感到有什么地方好像不对 突然 一股毛骨悚然仿佛随时随地会生死 当场的危机感涌上心头 霍照景立时拔地而起飞离原地 一股若有若无的刀意在她的感知中一闪火 是幻术 她刚才若是躲得慢了一步 必会被对方的刀气中创 只见霍照景手上发觉立时一点 火 眼前景无瞬间犹如镜面破碎露出真实的一幕 裴林一刀斩在她刚才所站的位置 而她的一剑刺中的却是她的一位失地 霍照景脸色一沉寂而心中怒火生疼 目光朝金复眠身旁的那只狐妖望了过去 能在不知不觉中让她中招 这只狐妖的血脉非同一般 起心动念皆是阴 当下所受皆是果 万物轮回皆有定数 遗珠可有可无的黄泉木 竟然让她损失了八名失地师妹 霍照景胸中的一枪怒意终于达到巅峰 通身气势冲天而起 瞬间冲破了永州的束缚 修为再次回到诸姬后期的霍照景 霍照景正要继续出手 却忽然喉咙一舔吐出一大脑鲜血 昨天与梅老家主战斗所受内伤 也在她连连激战下再次复发 裴灵健壮赶忙取出一把丹药服下 双方就这样陷入了短暂的对峙之中 突然一道老麦的声音传入裴灵耳中 小辈 她修炼的是天生教的怒王天 怒意越大实力越强 你只要让你身边的那位女修去送死 让她的怒意得到宣泄你便有机可乘 或者是老夫出手给你制造一个杀她的机会 裴灵文言毫不犹豫地选择由梅老家主出手 毕竟有人代劳自然要比自己拼命更加妥 只要能活着任何条件都是可以谈的 只见梅老家主缓缓抬起一根瘦削苍老的手指 对着霍罩颈的方向摇摇一点 煞耐间 一记完全由血气组成的指径静直射向霍罩颈后心 与此同时 裴灵立时双手握紧九破刀 一记融合了刀翼 刀铃 外煞 真元 永咒神通的权力一刀赫然斩出 勉强压下伤势的霍罩颈心中猛然一缩 冥冥之中仿佛有一种死亡的气息从四面八方有 天生教的核心观念就是天生万物尊卑有定 故此也对冥冥之中的天意深信不疑 哪怕霍罩颈对自己的实力有着极强的自信 此刻却也不敢忽略这种本能的悸动 胆忙将周身灵力凝聚成一层绿色光幕覆盖全身 同时又照出一面巨大的古盾挡雨身前 就在这时他心中忽然又生出一股如芒刺背的危机感 而那个方向正是梅家那位半步结单的老家主所处密室 还未等他做出反应 一记凝联如小剑的指径陡然出现 与无声无息之间直奔其后心 霍罩颈顿是亡魂大怒 为是满门皆遭屠禄都没能离开密室的梅老家主竟然还留有这般手段 生死存亡之际霍罩颈根本来不及多想 赶忙将古盾移至身后全力抵挡 然而一生轻响过后古盾却毫无反应 这声势浩大的意志竟是一记虚招 与此同时 一道狂暴的血色刀器宛如九天飞铺轰然落下 没给他任何躲闪和召回古盾的时间 他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刀器毫无阻碍地穿过自己的身体 其一身精血也被刀器吸收化为新鲜的外甥 而这一刀也耗空了裴林几乎所有的真源 裴林不敢有丝毫懈怠 赶忙吞服了一瓶丹药就朝着戴白石与严玉明的方向飞去 好在这两个弟子都带了不少家族的保命手段 倒也没什么答案 一个时辰后 裴林的气息终于完全恢复 严玉明等人依旧觉得梅家已然覆灭 理应由裴林接手家产 然而裴林却带着驻鸡妖兽与黄泉木走入美老家族的密室 一番短暂的交谈过后 美老家族取出一只装有雷击桃星火的木盒赠于裴林 至于美老家族的条件裴林属实是无能为力 这一点美老家族同样心知肚明 倘若来的是崇明宗三大家族的子弟 或许还有密法能帮他从半部结丹强行突破至结丹七 看着已经任命的美老家族裴林也只能默默离去 裴林走后 美老家族一只手疯狂稀释着驻鸡妖兽的精血 另一只手则不断汲取黄泉木的力 明知希望渺茫但仍旧心存侥幸 只求冥冥之中的大道能够眷顾自己一回 君子不立于威强之下 走出密室的裴林立马带着金宿棉等人向崇明宗方向急迟而去 尚未等他走远 一股冲天而起的强大气势从梅室深处爆发出来 但很快这股气势便颓废消散 画面一转 监察殿主正副首立于陆全城遗址之上 宗门新进大笔魁首回家探亲惨遭圣宗真传灭门 这对于监察殿乃至整个圣宗来说无异于当众打脸 也就是裴林没有大碍 所以苏正和与周庙里倒也不至于被隔去真传之位 但肆意屠陆魁首士族与不成一事 绝不能轻饶了他们 就在监察殿主还在想着如何惩罚两位真传之时 一味中年修士前来躲 此事已经调查清楚 裴士族人以及陆全城的人基本都死于裴林之手 其中死在苏正和家努手上的只有寥寥几人 周庙里所遣之人更是一人为啥 只听监察殿主冷哼一声 苏正和和周庙里真是好大的胆子 但很快便反应过来 什么 全部死于裴林之手 在听完陆全城覆灭的大致过程后 监察殿主明显愣了愣 随后一把抓过着修士手中的万化明和镜开始亲自推算 然而推算出来的过程和结果 却跟属下刚才禀报的一般无二 屠陈凶手正是裴林 难道是苏氏和丝红氏为减轻苏正和和周庙里二人的处罚提前做了手脚 于是便换了一门手段开始重新推算 两个时辰之后 监察殿主虽然换了十几种手法 但得出的结果却出奇的一致 所有证据都指明裴林才是内的屠城灭族的罪魁祸首 直至此刻监察殿主终于可以肯定 苏正和与周庙里中警 裴林的天道助击之法多半一开始就是要屠清灭族 而苏正和与周庙里的手下刚好被裴林利用 以练气气修为算计圣宗两位真传 而且还成功了 杀法果决六亲不认 胆大心系功于心计 如此心性只要不是半路夭折将来必成大气 反观那两位真传就显得得博才输了 伏击宗门大饼回首已是不争的事实 更何况身为真传却被一个普通弟子所利用 这次便给他们长个记性 不但要罚而且还要重罚 查明真相的监察殿主当即便带人返回了崇明宗 然而刚走进崇明宗的大门就听属下来报 殿主 有弟子领取了护送梅氏车队的任务 现梅氏家族已被天生教弟子所利用 具体情况暂时不知 监察殿主面色不变 圣宗治下家族实在太多 这没事家族他连听都没听说过 此等小事若不是与天生教有关 根本不用向他比报 监察殿主闻言朝着随行的一名手下 看了一眼便要离去 而那名随行人员也是心领神会地 接手了这份事宜 还未等监察殿主走远 便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 没错 正是裴玲 只见监察殿主猛然回头 你们都退下了 这任务我要亲自调查 又是裴玲 又是灭族 又是罪魁祸首不可思议 但证据确凿 多半是那没家有什么东西被裴玲看中 刚好路过的天生教弟子就被屠戮殆尽 而后栽赃嫁祸 但天生教的弟子又怎会贸然进入圣宗地界 八成是裴玲那小子在抵达横卢方式时就有所不知 设法引诱或者激怒天生教的人私下潜入圣宗领地 好替他背过 刚刚随殿主前往路全城的高层顿时神色微妙的面媚相去 慢慢修仙路 更重而道远 回到洞府的裴玲立马拿出诸多天才地宝准备继续修炼 只是自己这天道道基的根基太过雄厚 倘若单靠自己修炼那得猴年满月才能解单 但是用系统修炼可就不一样了 问题是自己这狗系统升级后变得比以前更加智障了 这也让他不得不提防 四级此处裴玲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欧阳先兴 于是裴玲便以所修功法比较危险为由将欧阳先兴请过来 待会如果我突然起身离开 欧阳师姐无需顾忌 直接出手攻击我便可 欧阳先兴虽然对裴玲这个要求感到非常奇怪 但见裴玲不愿多说便也没有追问 裴玲随后又对手在外门的浴血罩叮嘱了一番后 便在心灵默默打开系统托管起分夜篇 一天一夜后 修炼所需的无梦伞已全部用尽 反倒是天才地宝没用多少 而裴玲此番托管修炼最终顺利结束 感受着体内修为的明显提升裴玲 瞬间觉得这狗系统倒也不是那么不堪大用 资源充足的情况下还是相当给力的 不过当务之急还是得先用系统托管多炼制几卢无梦散 看到裴玲突然拿出单卢着手炼丹 欧阳先兴先是一阵诧异但随即便明白过来 这多半是金师妹的缘故 看来裴师弟虽然资质出众又是一脉之主 但在感情上终究还是一个二十不到的少年人 这脸皮到底是薄了点 自己作为师姐理应理解裴玲这种口是心非的少年星星 绝不能为了一时玩笑而戳穿她 对此毫不知情的裴玲此刻正在系统的操控下准备着炼丹采量 突然一声系统提示音传来 检测到宿主所用丹炉太刺 系统将免费赠送一顶七品炼丹炉 不过裴玲却丝毫不慌 有欧阳师姐和玉雪罩的双重保险下 裴玲还真不信这狗系统能玩出什么发样呢 然而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攻击她的欧阳师姐竟被自己的九破刀给拦了下来 更过分的是 这九破刀一边咆哮一边斩出树道刀器直奔欧阳师姐 听着身后传来的密集交手声裴玲心中顿时一沉 好在门外还有玉雪罩 然而玉雪罩发出的三数鼓火却被系统利用血鬼顿法轻松避开 裴玲只能一脸猛逼地看着自己朝万宝楼及时而去 画面一转 万宝楼楼主何山光正在与炼丹大师身长老对应 好一会过后何山光轻叹一声说道 不知身长老此番引我是看上了裤中和屋 深春微微一笑 听说万宝楼最近新入了一顶七品丹炉 何山光先是不解但很快便明白过 七品丹炉对他们这样的人物来说本就算不上珍贵 但新入库的这顶七品丹炉乃是出自盘牙界最顶尖的筑器室重制制手 由于重制的独门炼制之粉 同样的炼丹水瓶用这座丹炉制出来的丹药品相明显拔高一几 从某种意义而言 这顶名为炙水万回百年的丹炉 七品制已经足以比肩不分六品丹炉 但以深春的身份地位以及炼丹记忆来说 这座丹炉还是赐了一顶 想必是拿来送给他那位新入室的女弟子 想到此处何山光苦笑着摇了摇头说道 万宝楼之物都是为那门弟子们预备的 寻常务事倒也罢了 但这至水万回百年丹炉在入库之时就明满标价 需得以弟子亲手炼制的诸多丹药 数千功德点以及上万中品零食 还需做一系列任务才可以兑换 倘若被监察店发现你我都是要受责罚的 深春文言却是丝毫不以为意 圣宗的处罚无非就是零食 以老夫的身份地位那点罚金根本不在话下 更何况老夫的那位弟子属实是百年难遇的炼丹天才 就算没有老夫日后也能凭借自己的本事兑换到七品丹炉 这样说来也不算违背宗门栽培弟子的初衷 想必监察店也不会这么不通人情为难老夫 倘若真有什么责罚由老夫一人承担便可 何山光文言也只好让弟子将丹炉取来 拥有一个喜欢作死的系统是种什么体验 就在刚刚喜得新丹炉的身长老当即便决定炼制几炉铸铸鸡丹回赠于何山光 只见身长老一直点出高阶丹火历史在炉底燃起 丹炉迅速吸收丹火遍布丹炉内外 以一种极为细微却精妙的方式催发了整个丹炉的熔炼智能 突然一道血影宛如青烟般掠过重重楼阁闪至丹炉旁边 何山光见状顿时一惊 身长老炼丹能让人在旁观摩椅是格外宽容 这裴灵纵然前途无量又是监察店主亲口认可的添焦 但擅自打扰内门长老炼丹属实是太没规矩 然而裴灵接下来的举动更是让他叹得目瞪口呆 只见裴灵以迅雷之势一把抓向丹炉 好在身长老的丹火极其强悍这才没让裴灵得逞 不过被系统控制的裴灵却是异常执着 直接掏出一根法器狠狠砸向了身长老的脑 正在全心灌注炼丹的身长老顿时一脸猛逼 他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这位德高望重的炼丹大师竟然会在崇明宗被人偷袭 好在他修为身后这点攻击力对他的炼丹没有丝毫影响 所以也并未计较 不曾想着裴灵居然得寸进尺 建议法器没能将身长老敲晕 居然再次举起法器连续不断地敲打起来 煞时间 连连不绝地敲头声回荡在整个万宝楼内 回过神的何山光急忙控制力道一掌 将裴灵拍得倒飞出去 恢复了身体控制权的裴灵面色大汗 何山光这一掌明显留了手 但他当众抢抢万宝楼丹炉公然袭击内门长辈 而且还是极具侮辱性地反复以法器敲击对方头颅 用屁股响也知道这位正在炼丹的内门长辈不会放过他 哪怕是为了面子也会毫不犹豫地送他上路 正当裴灵以为自己即将陨落之时 一道幽影幽呼出现一把将他裹住迅速消失在原地 百宝楼内瞬间爆发出一声满寒愤怒的咆哮声 等裴灵再次睁开双眼已然身处利裂月的行宫之内 而刚才出手之人正是雾柳姑娘 大难不死的裴灵自然是要感谢一番 然而雾柳文言却是露出一个诡异的微笑 保护裴公子乃是主人的命令吧 不过裴公子刚才那汉不畏死的神情还真是让人着迷啊 或许没有主人的命令我也会忍不住出手 裴灵干笑着点了点头 心中却是一阵后怕 这智障系统绝对和自己有仇 要是没有利裂月这座靠山自己就算有一百条命也不够用了 就在裴灵暗自庆幸之时 一个暴怒的声音忽然响彻整个行宫 利裂月 速将裴灵小儿给老夫交爽 闻听此言裴灵顿时头皮发麻 对方这么快就追了过来 还点名道姓的向利仙子要的 也不知道利仙子在不在行宫之内 若是不再单听物流是绝对保不住自己 若是在的话自己又该如何向利仙子解释呢 就在他焦急万分之时 一道窈窕四孟仙妖如柳的人影广广浮现 申长老 你找裴灵所为何事 申村虽然已经愤怒到极点 但他堂堂内门长老圣宗五大单师之一 被人当众把脑袋当鼓敲一事 无异于被骑在头上拉了一坨屎 为了保全颜面也只能隐晦地说道 裴灵害老夫恋单失败 老夫来找他要一个交代 利裂月本就对事情的来龙去脉没什么兴趣 也根本不在乎裴灵到底有理没理 反正动他的人那就是不行 煞世间 密密麻麻的幽魂侍女瞬间浮现在行宫之内 无数眼眸满怀嗜血与恶意的盯着申长老蠢蠢欲动 申长老见状不禁眉头大昼 圣宗三位真传之中 苏震和韬光养晦 周庙里小心翼翼 唯独利裂月杀性最重 若是其他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辈也就罢了 以他在圣宗的地位私下教训几个小辈倒也无妨 但利裂月却是久恶历世嫡女 圣女之位最有力的竞争者 想到这里的申春也只能强压心头怒火说道 好 那老夫倒要看看你能不能保他一辈子 说吧便化作一道长红阳长而去 背靠大树好乘凉 朝中有人好办事 闯下大祸的裴林警庭利仙子一句话就保住了小命 正当裴林还在纠结该如何辩解之时 利裂月却根本没有询问的意思 而是直接留他在行宫之中修炼 并且还为他准备了诸多修炼资源 裴林健壮顿时松了口气 刚刚申春临走之际的威胁可不像说说而已 利仙子竟愿意将他留在此处继续庇护 果然世上只有诗节好 经此一事裴林也暗暗决定 在弄到七瓶以上的单炉之前 绝不再使用系统托管链单 相比之下用系统修炼粉叶片就安全多了 至少在无梦散跟天才地宝充足的情况下 系统不会操控他乱跑 不过为了以防万一裴林还是叮嘱了一番刚刚跟来的九破刀 一旦我忽然起身走动就用刀身拍我一下 之后又将物流喊了 物流姑娘 我想请你督促一下我的修炼 只要我离开这间修炼室 你便立刻将我请回去如何 物流文言饶有兴致地问道 不知裴公子想要我督促到什么时候吗 裴林本想以杰单为宪 但转念一想好像又有点不切实际 倘若他中途真有什么事情想要出去怎么办 于是便以助击中期为宪 一个月后 利列月的行宫之中迎来了一位家族长辈 原来是利家老祖已经推算出利列月结成原因 已经指日可待 故此特意派人前来接利列月返回家族祖地宁英 并且老祖还承诺会亲自为利列月护法直到宁英成功 也并非利是老祖不信任利列月 而是利列月所修功法乃是圣宗天阶上廷功法 后官之际明明之中的祖道之力极为强大 而利是祖地的布置显然比利列月的朝内行宫更适合宁英 利列月文言确实微微皱眉 我有要事需要处理 一个月后我会自行前往祖地宁英 中年修是本想亲自派人替利列月处理此事 却见利列月摇了摇头显然没有让别人带牢的意思 只能将宁英所牵扯的利害关系讲与利列月听 悦儿 你生来天资纵横自幼就有着自己的主意 不过宁英之事非同小可 还是不要掉以轻心为好 毕竟这涉及到圣语之争 周庙里与苏正和固然都不如你 但他们也都步入了结单后期 况且那周庙里虽是丝红氏血脉 但由于种种原因至今未曾认阻归宗 丝红氏未必会像顾兮嫡妻血脉一样顾兮她 所以为了让她抢先宁英 很多原本不会用在自家血脉身上的手段 说不定也会拿出来的 你是我久恶历史嫡女生来就注定不凡 宁英之后圣女之位还不是唾手可 届时再去处置 你想处置的人与世岂不是首到情爱 利列月文言却是不置可否 我要处理的事情与我的道心有关 相比之下宁英不过是漫长修行中的必经之路 至于周庙里一个手下败将不足挂齿 听到道心二字中年修士也不再多言 道心对于修士尤其是利列月这种精彩绝艳的天骄来说 绝对不可蒙尘 一旦道心有侠 且不说会影响日后的道德 就是宁英这一关也有可能造成原因品质的跌落 利列月可是他们历史这一代最为出色的嫡系子弟 万一出个好歹那下一届的崇明宗宗主 一直就只能拱手让与另外两家了 宁英一世已然敲定二人便接着聊起了裴林的事情 此前利列月就向家中长辈提过 想让裴林成为圣宗的第四位真传 而历史一众祖老的意思则是 裴林乃是外门大笔魁首 出身寒威却能助就天道道基 可见对方天资卓绝且浮原深厚 再加上以练七七修为算计苏正和宇周庙里 这两大真传之事也已经在圣宗高层隐隐传开 如此心性 如此手段 如此资质 确实值得九恶历史悉心栽培 只不过九恶历史人才辈出 更有利列月这样的绝世天骄 多一位真传对历史来说不过是锦上添花吧 左右不了大局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将其推上圣子之位 但在这么做之前必须先确定两件事 第一是裴林能不能担起圣子的地位 有没有击败苏正和的实力 第二则是人心一变 虽然今日裴林对历史态度谦逊 但谁又能保证其余一丰满修为有成之后 会不会过河拆桥背叛九恶历史 真没想到一向高冷的历仙子竟然也是一个恋爱脑 在族中长辈对裴林的能力以及忠诚度提出质疑后 历烈月却是异常肯定地认为裴林绝不会背叛他 然而九恶历史可不会仅凭历烈月的一句话 就冒着于真是苏氏骄恶的风险扶持裴林成为真传满之圣子 裴林必须先证明他有被扶持的价值 以及对历史的绝对忠诚 才会得到九恶历史的权力扶持 毕竟圣宗历代宗主之位皆在三家龙幻 也就是说如果历烈月晋升圣女 那现任宗主任满之后就由他继承宗主之位 正常情况下苏正和作为这一代圣子就会成为他的道理 那么未来数百年之间圣宗的大权便是历史与苏氏共同掌控 但若是圣子圣女皆为历史之人 那便意味着崇明宗上下将由他们九恶历史前刚独断 这也是九恶历史考虑扶持裴林的原因 历烈月自然也明白其中的道理 但他对裴林的要求只是真传之位 至于圣子之位那还得问问裴林自己的意思 于是便命幽魂侍女将裴林带来 而裴林也刚好结束了一轮的戏主 带裴林来到历烈月的偏殿后 历烈月为了不影响裴林本心的意愿还特意选择了回避 见历烈月已然离去 十五书便开门见山地询问裴林有没有争夺圣子之位的意愿 裴林文言顿时一惊淡很快就反应过来 之前他还觉得苏正和怕自己与他争夺圣子之位 故此特意派人伏击自己的行为简直是不可领域 毕竟自己出身寒威且当时还尚未助击 无论是背景还是修为都不可能对苏正和造成任何威胁 真没想到九恶力士竟然真的为了此事来找自己 裴林本不愿掺和这种争权夺利之事 但眼下苏正和已经率先出手 往后无论裴林跟不跟苏正和争夺圣子之位 苏正和都绝对不会留守 既然如此那裴林也没必要再与他客气 在得到裴林肯定的回复后十五书甚是满意 不过想要成为圣子必须先成为圣宗真传 而成为圣宗真传又必须先满足两个条件 其一是接出三品以上的金丹 其二则是完成晋升真传的任务 比裴林现在驻基前期的修为还不足以接受真传任务 所以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快接出三品以上的金丹 要知道那些缺乏名师指点的普通散修穷吉一生 也只能接出九品杂丹 那些小家族小宗门的老祖也才是八品或七品卓丹 而宗门的外门长老和知识堂知识 以及内门上三脉的内门弟子 更多的则是六至四体的真丹 能结成三品以上金丹的无意不是天胶中的天胶 而整个崇明宗裴林这一辈也只有三位真传 以及上三脉的三位卖主结成了金丹 这三人资质天赋星星虽然也算上上之选 但终究算不得底肩 因其未能以族中天道助击之法助击 所以结成的金丹也只能勉强达到三品 三大家族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栽培他们成为真传的 故此他们至今都只是卖主 听到这里的裴林立刻明白过来 上三脉的三位卖主说白了就是真传之位的备选者 在真传出现意外 宗门或者家族又没有其他天胶替补的情况下才会轮到他们 同样的道理 若是裴林将来结出的金丹也只是三品 那么他顶多也就是跟这三位卖主一样成为替补 更何况他还不是这三家的血脉 更没有诸多清掌的袒护与福祖 所以他唯一能够打动九恶力士的就只有结成一二品金丹 但想要结成金丹又谈何容易 崇明宗作为盘牙界最顶尖的九大派之一 也是极其苛刻的 然而十五书却告诉裴林 以你现在所修的焚叶片功法 在配合诸多品质出色的天才地魄 应该是能结成四品或者五品的真丹 倘若想要结成三品以上的金丹 则需要一门专门的误导之法 正巧 我前些日子在外游历偶然听说过一门误导之法的踪迹 若是能够取得 以你天道筑基的底蕴将来至少可以结成二品金丹 裴林文言微微一正 自己需要误导之法对方就刚好有这方面的消息 这多半是九恶力士专门安排给他的考验 这也恰恰说明九恶力士是真心希望他能够取代苏正和成为圣宗本代圣子 那这门误导之法肯定也是真的 想明白的裴林当即便说道 还请前辈指点一二 修过仙的朋友都知道 许多强大的功法在修成之前都会有一些特定的要求 例如江湖中的辟邪剑法就需要挥刀自攻 龙虎山的杨武雷则需要童子之身 而利略月所修炼的天女秘其原魔大法 同样需要在宁英之前保持处子之身 如此才能确保所明原因的纯净 进而成就上家道理 如今他因缘已失 在用九恶力士的宁英之法 根本无法成就力士独有的天女原因 这也是利略月拒绝返回祖地宁英的根本缘故 他不能也不敢回去 以力士老祖那高深莫测的修为 他因缘已失的事情瞒得过其他人 但绝对瞒不过这位老祖 与此同时 裴林与十五叔的谈话也接近尾声 十五叔所说的悟道之法实际上 也只有一个地名以及三件异常之事 地名是圣宗辖区兰科城外的彭银罐 这座道罐原本是一名炼器五层的散修居处 因其中日拥有而居且 今年才出门一次采购所需之物 故此兰科城起初对其没有丝毫在意 但从一年前开始那里的情况 就变得不同寻常起来 第一件异常是所有出城之人 只要走的是彭银罐方向的城门 出城之后都会忘记原本的墓地 匆匆忙忙跋山涉水赶去罐中 第二件异常是所有进入道罐之人 次日天亮之前都会消失的干干净净 连带道罐本身的主人 也不知从何时起就在无踪迹 第三件异常是所有在罐中失踪的 生灵外界都会遗忘他们的存在 只有修为高深之辈才能记得 裴银冥冥之中感觉这似乎是一种诡异 在盘牙界大部分的诡异都无法解释 他们往往莫名其妙地出现 又悄无声息地消失 来去如朝露无法侧躲 甚至连高阶修士都无从下手 如果是那种鼎盛时候的诡异 裴银肯定就直接放弃了这次任务 悟道之法在好也得有命去用啊 好在这彭音灌的异常最多三个月就会消失 这也就说明这处诡异已经开始衰减 正在渐渐恢复正常 而且这种有规律的诡异凶险程度 显然要小很多 何况这还是历史给予的考验 毕仙子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要求 却也没有反对 所以这个任务肯定不是为了让他专门去送死 想到这里的裴银立马决定先修炼一个月再出发 而十五书临走之际还特意叮嘱裴银 今日所谈之事万不可走漏了风声 否则整个诊室苏氏乃至于浮光思红氏 都会想方设法在你成长起来之前将你除掉 裴银自然也明白其中的厉害关系 待十五书走后 历烈月也是对裴银的表现露出了些许赞许之色 虽然他还不知道足中给裴银的考验具体是什么 但绝对不会太过简单 于是便让裴银抓紧时间回去提升一下自身的修为 裴银闻言当即便回到修炼室继续托管启焚叶片 经过之前那一个月的托管修炼 裴银的修为已然抵达住击前期巅峰 想必用不了几天便可突破之住击中期 与此同时 历烈月正在寒泉之中思量着如何才能在一个月之内凝结出完美的原因 就在他苦思冥想之际一部名为六欲秘点的功法在脑海中一闪过 历烈月现在已经完全解读了这部功法 单论品阶的话 这部六欲秘点比他所修的天女秘奇缘魔大法更为强大 也更加直指大道核心 只是整部六欲秘点都没有任何提到功法品阶的说明 所以历烈月并不能准确地确定其具体层次 但天女秘奇缘魔大法乃是天阶上品 可想而知这部六欲秘点至少也是天阶极品乃至更高 他甚至心中隐约怀疑这是一部先阶功法 当初罗乔机缘巧合得到这六欲秘点后就立刻闭关准备突破原因 原本以圣宗的体量也不会基于区区一名外门长老的工作 但罗乔破音之际所流露出来的气息竟有着一丝流浪皇朝的痕迹 所以才会被护宗大阵察觉进而引动监察殿追查 最终发现罗乔乃流浪皇朝安排潜入圣宗的案子 故此圣宗方才容不下他 甚至连他细心栽培的弟子都必须赶尽杀局 而圣宗将追杀罗乔余孽的任务特意交给历烈月 就是考虑到以历烈月的资质天赋 以及在久恶立世与宗内的地位待遇 绝无可能会被流浪皇朝收买 也正是这次任务才让他无意间得知了六欲秘典之事 在之后就发生了陆全城丢失姻缘仪式 想到这里的历烈月眼波微动 原本就冰冷的神情欲显冷漠决绝 那就用六欲秘典来宁营吧 男孩子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即将突破驻击中期的裴林正打算出门叮嘱物流 一定要看好自己 不料就在他打开修炼室房门的一瞬间 就突然眼前一黑什么也不知道 也不知过了多久 朦朦胧胧胧的裴林只感觉身上凉嗖嗖的 像是没穿衣服一样 裴林猛然惊醒过来 却发现自己虽然未被遮蔽双眼 但眼前却是一片昏暗 想必是被施展了某种遮蔽视线的术法 裴林刚要出声怒吓又被对方施展了禁言术 裴林心中一凉 赶忙通过本命联系提示九破刀去找丽师姐 但九破刀却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紧接着他又通过欲妖血气的感应 让欲血照素来历列月的行宫 然而血气那边同样没有反应 裴林心中大惊 九破刀和欲血照都被制住 出手之人竟对他的一切全都了如指掌 难道是苏振和 不对 苏振和的实力还不如利师姐 未必有这个能力再朝内行宫做手脚 难不成是诊室苏氏 就在裴林心念电传猜测自己是落到何种境地之时 两根冰冷的手指忽然捏开他的嘴巴 将一颗带着以你香气的丹药塞入他的口中 这丹药香香甜甜入口即化 裴林只感觉丹田之中有一股热量腾腾升起 独丹 肯定是独丹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的裴林立刻在意念中喊道 系统 我要一件托管血煞刀法 随着系统的开启裴林立誓从床榻上一跃而起 但才刚刚起身就被一股不可阻挡的距离重新按了回去 裴林只感觉一阵清风浮灭而来 他的一身真元就被全部封住 裴林心头巨震 莫说他现在眼不能看口不能言 就算是巅峰状态的他也绝不是眼前之人的对手 意识到这点的裴林赶忙老实下来 若是惹怒了对方自己今天必死无疑 现在唯一的生路便是拖延时间 只要能拖到丽师姐发现自己被劫持了 那就还有一线生机 就在这时 裴林忽然感到丹田之中的热影然弥漫全身 一股本能的躁动在他体内重重欲动 想必是刚才的毒丹开始发作了 就在他惊慌失措之时 一具微凉且柔软的身体突然贴了膜 裴林下意识地想要推开 却发现入手之处的肌肤细腻如明知 鼻端也隐隐嗅到些许微弱的香气 这种香气并非香料之类 而是女子自带的体香 给人一种说不清到不明的疑你之类 不等他多想 两片带着些许良意的柔软唇淡便往上了 紧接着一对纤细的手臂 快速还住了他的脖梗 裴林只感觉胸口一软如在云端 反应过来的裴林感忙竭力挣扎起来 虽然他还不知道劫持自己的女子到底有何目的 但眼下最大的生机就是丽师姐 若是让丽师姐知道自己跟其他女人发生关系 恐怕一百条命都不够死 然而裴林刚刚有所动作就被对方一把按住 胆质中纤细柔软的手臂和玉腿 却有着让他难以企及的绝对力量 被全面压制的裴林也只能任由对方肆意忘诺 软玉温香主动投怀送抱 固然是无数男人梦寐以求之事 但此刻的裴林却是惊具交加 然而伴随着对方的种种举动 他被封印的真元竟开始渐渐运转起来 尽管裴林内心无比抗拒这种被动的行为 但身体却在丹药与外界的双重刺激之下主动赢了上去 与此同时 金素棉正在内门弯药谷拜见身长老 深春虽然平日里也不是什么平易近人的性格 但此刻看着金素棉的眼神却是充满慈爱 炼丹是讲究天赋的 这种天赋甚至比修行的资质更为稀缺 虽然在金素棉之前深春已经收过四个徒弟 这四人相比那些普通炼丹士已经是天纵奇才了 但跟眼前这金家嫡女相比却终究还是差了一大几 越看越满意的身长老郑玉拿出那座致水望回百炼丹炉送于金素棉 却见金素棉突然小心翼翼地说道 普尔想请师父饶过裴林一命 深春文言脸色瞬间阴沉 是裴林让你过来为他求情的 察觉到师父的怒意金素棉顿时脸色一摆 但还是坚定地回道 不是 是我自己 深春虽然怒气未消却也实在不忍心让金素棉为难 只好勉为其难答应饶过裴林这一会儿 粉香汉室摇请枕 春豆苏蓉免雨高 欲罢坛团狼门弄出 林华梁亲子葡萄 韩泉之中的利列月青丝披散神情淡漠 一贯清冷高傲的脸庞却又多出了几分似有似无的魅力 与裴林的云语过程竟在他的脑海之中久久不能散去 这六欲秘点的修炼着实让人沉醉 纵使道心坚固如他也在不知不觉之中沉沦放肆 不过既然已经选择了这门功法利列月自然也没什么好顾及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裴林的修为到底还是低了一些 刚才一番阴阳交汇所得圆阳远远不够他凝结原因 想到这里的利列月心中不由感到奇怪 此番修炼六欲秘点是以他为主导 但修炼的效果却远远比不上裴林那次强行跟自己双修 要知道他如今已是金丹巅峰 若非追求完美原因他随时随地都可以明应 而当时的裴林不过只是练起初期吧 按理来说无论是对功法的理解还是对法力的操控 他都远胜裴林 但这次修炼下来的结果却跟自己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难道是因为自己当时尚是厨子之身 所以修炼效果极佳吗 毫无头绪的利列月尘银片刻当即便决定今晚再修炼一次试试 画面一转 苏醒过来的裴林发现自己依旧身处修炼士 身上衣物也都整整齐齐 昨日的记忆也恍如梦境般虚幻 裴林不禁心中疑惑 难道真的只是黄梁一梦 然而正当他打算继续修炼之时才发现 自己的修为竟然已经到达驻祭中期 而且还是那种已然在驻祭中期积累多年的稳固扎实 这不禁让裴林怀疑之前的乌山云雨到底是不是梦境 就在这时物流突然带着大量的天才地宝 恭恭敬敬敬地给裴林送了过来 而且还告诉裴林这些东西不过都是一些身外之物 倘若还需要什么资源尽管吩咐便可 看着物流那毕恭毕敬的态度 要不然物流绝不可能对他如此恭敬 能跟丽师姐双修自然是他梦寐以求的事 只是两人刚刚双修完 对方就送了这么多天才地宝过来 这让他一个大男人多少会产生一点被嫖了的感觉 不过事已至此裴林道也没有过多纠结 而是随手拿起一株灵脂开始咀嚼起来 伴随着灵脂入口 药力迅速进入四肢感还融入全身 裴林顿时感到头脑一清仿佛雨后漫步般神清气水 尝到甜头的裴林连续服用了十几株灵脂 裴林虽然修为没有提升多少 但肉身强度却明显拔高了一个层次 这也让他对接下来的历练任务增添了不少信心 就在裴林打算争分夺秒继续咀嚼灵脂之时物流的声音再次传来 裴公子主人有请 裴林文言心中惊喜交加 双修结束之后 丽师姐终于要跟自己照面了 不过以他对丽师姐的了解 一会见面之后 若是对方不提及此事 他最好也一个字都不要讲 如此双方也不至于难堪 若是丽师姐主动提起来 那多半也是对他的试探 他更要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他裴林的修为之所以忽然提升到 助击中期完全是自己一个人的刻苦修炼 至于师姐送他这么多天才地宝 自然是欣赏他的踏实勤奋 是师姐出于为宗门未来的考虑 绝不是事后补偿 整理好所有的应对 与说辞裴林这才朝门外走去 然而迎接他的依旧是一片黑暗 待裴林悠悠转醒之感觉自己又被脱光了 他什么都看不到也发不出任何声音 一颗带着以你香气的丹药再次喂入他口中 紧接着那微凉却柔软的身体也再次贴了上来 那双纤细却充满了强大力量的手臂 又一次将他强行按倒 这次双修一直持续了两天两夜 待裴林清醒之时已然身处修炼时之中 身上的衣物也已重新穿好 若不是云语之间的记忆太过清晰 真缘又更为浑厚意解 他甚至会以为自己根本就没有脱过衣服 不等裴林理清头绪耳边就再次传来物流的声音 裴公子 主人担心你天才地宝不够用 又派我给你送了些资源过来 裴林文言猛然回过神来 这是又被丽师姐睡了一次啊 要论吃软饭还得是重案组织虎曹达华 相比之下裴林简直就是软饭界的耻辱 照之急来挥之则去不说 每次还都是目不能看口不能言的状态 虽然以丽师姐的身份地位以及角色自容 无论如何都是他占天 但这种处处被动的状态也一度让裴林怀疑 自己在裴师姐眼里恐怕连卢顶都算不上 顶多也就是个玩物 不知何时才能反客为主 将裴师姐的眼睛蒙住嘴巴堵住 想到这里的裴林嘴角不自觉地露出一丝邪恶的笑容 与此同时裴裂月正在偏店愁眉不展 若是一个月内未能凝应 到时候纵然没有老祖亲自探查 族中也必会心生疑虑 可这一连几日双修的效果加起来 都没有他和裴林在露全城的那一次双修的效果好 功法他也仔细查验过了 裴林的修为也已远超当初 但效果为何总是不尽原意 想到这里的裴裂月脑中忽然灵光一闪 既然功法没有问题双修的人选也没有变 那么唯一的不同就只有环境了 难道是露全城那一带的地脉先天有助于双修 找到突破口的裴裂月不敢耽搁 赶忙吩咐幽魂侍女将裴林带上玄谷林英州 朝着露全城方向飞去 由于时间仅任务重 所以裴裂月也并未给裴林过多的休息时间 刚刚苏醒的裴林又一次被带到了利裂月的房间 还是相同的手段还是相同的配方 只是这一次的裴林明显大胆了许多 竟然开始试探性的有所动作 而利裂月也只是短暂的僵硬了一下辨认她失为 十天后 焦妮恭恭敬敬地走到一处房门前禀告 主人 露全城道 听屋内没有回应反而厮杀声却是越来越大 焦妮不敢细听赶紧退下 两久之后已经穿戴整齐的利裂月 这才神色平淡地从屋内走出 这几日的修炼裴林是越来越大的 想必已经猜到是她了 既然如此那接下来也无需再瞒着了 于是便命焦妮将裴林的遮目术与禁岩术全部解除 一个时尚后 猛然清醒的裴林突然发现自己正躺在一个浴盆之中 而且身上的遮目术与禁岩术也都被解开了 裴林心中一惊 难道利师姐是不打算继续跟自己双修了 心中大失所望的裴林索性走出屋内观察一下四周情况 却见利师姐也刚好从另一个房间出来 四目相对之际裴林赶紧低头向利师姐问好 利列月微微点头然后神色平淡地说道 随我过来 两人一前一后穿过玄谷林英州朝船外的甲板走去 待看清四周之后裴林不由微微一正 此处正是被自己亲手覆灭的陆全城 利列月没有说话而是运转顿法朝裴府就齿飞去 裴林虽然不明所以但还是立刻紧跟其后 很快两人便来到了昔日庇武院所在之处 这里是利列月曾经住过的京社 也算是整个裴府保存最为完好的建筑 就在裴林满脸疑惑之时利列月却是闭上双眼感知了一阵 确认四周无人后忽然抬手解开了自己的外山 眼见利师姐开始一件件脱去群山裴林这才反应过来 师姐是要在这里跟她继续修炼 这未免也太刺激了吧 要知道此时的陆全城已然焚毁周围更是什么遮挡都没有 以凡人的眼力都能在稍高的地方一览无余更何况是修饰 更重要的是这一次利师姐一点没有封住她视力跟声音的打算 此情此景恐怕是个男人都会蠢蠢欲动 然而还未等裴林有所动作利师姐就猛地一推将裴林暗倒在这断臂碎瓦之间 以天当盖地为炉 朱颜玉色在怀 其中滋味堪称石骨销魂 一个时辰后六欲秘点的运转终于结束 只是这一次修炼的效果别说跟第一次相比 就是跟前面十几天相比也是差了很多 利列月代梅微醋 想较于寝宫之中这路全城废墟属是更为刺激 但随之而来的便是她在运转六欲秘点的同时还得时刻以神念戒备四周 以防有人忽然露过 更为致命的是六欲秘点的修炼越来越让人沉溺 哪怕到心坚固如她都有些把持不住 竟然不止一次生出一种放弃功法的修炼全身心投入其中的念头 四季此处的利列月干脆化主动为被动让裴林来运转六欲秘点试试 裴林文言顿时喜上眉梢 没想到前两日的愿望竟然实现得这么快 当下便毫不迟疑的一把将利列月拉入怀中 前世那一个T的硬盘资料瞬间浮现在脑海之中 路全城一战不仅让利列月汲取到了足够多的鸳鸯 更是让裴林成功奠定了自己在利师姐心中的地位 直至此刻她才真正得知了修真界的残酷 原来只有成就天道助击才有希望凝聚一品金丹 以此类推 但凡其中一个境界落下那么往后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最终会在之后的一两个大境界内止步不前 以至于蹉跎千年后化作一泼黄土生死到消 唯独像利师姐这种将每一境都走到极致之人 才能真正拥有长生九世的资格 这其中第一个极致便是天道助击 而天道助击之法大多都被九大宗门的掌权者所控制 也就是说整个天下九成九的修士从出生的那天起就已经命中注定 哪怕精彩绝艳天资纵横却已经失去了走向巅峰的机会 因为他们从助击开始便已经被拉开差距 就算有极少数如他这般机缘巧合得到天道助击之法的幸运 这也是普通修士根本接触不到的秘密 想到这里的裴灵不禁暗自庆幸 还好自己已经获得了九恶力士身处的橄榄枝 否则也只能成为云云众生之一 现如今他已然达到了练气期的极致天道助击 下一步便是助击期的极致一品金丹 所以十五书给予的任务他无论如何都要完成 只要能拿到那门悟道之法 以系统托管修炼的完美运转单成一品便是水到驱成之时 在之后的宁英之法选择六欲秘点即可 就在这时历烈月的袁英杰也正式拉开帷幕 仅仅片刻攻复整个圆母山就被飞压压的杰云所覆盖 杰云之中紫青雷光闪烁不停 宛如猪网般的军烈殿痕寂寇之间游走在整片杰云之内 霸道 毁灭 灵力 威严 沉重 哪怕玄谷灵英州距离遥远也能感受到那片杰云之中蕴含的种种气息 裴灵心头毫无征兆地猛然一跳 袁英杰竟然恐怖如丝 娇逆文言不敢怠慢感光解释道 寻常宁英是不会有如此阵仗 眼前这一幕主要是因为主人精彩绝艳将每一镜都走到了极致 只有以境界的极致渡劫才会引动冥冥之中的天道席 而且在可承受的范围内天杰自然是越强越好 说话间久到劫雷淒漆而落 原本水草风貌的圆母山瞬间毁于一旦 整个玄谷灵英州也宛如惊涛骇浪之中的一夜片州在半空疯狂起伏 似乎随时都会被雷杰的余波轻浮 空气之中徐徐一散的雷杰余威足以灭杀任何杰丹以下的存在 焦泥等人不敢大意 赶忙倾尽全力控制着玄谷灵英州向远方疯狂逃遁 顷刻之间劫云之中的第二轮劫雷轻轰然落下 即使他们已然逃出了圆母山的覆盖范围 依旧被这披落雷阵的脑中一片空白 几人心中此时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尽快逃离这个雷霆恋雨 直至玄谷灵英州逃至百里之外的山峰之后 这才勉强避开了雷杰所带来的余震 接下来就是度日如年的等待 一天一夜后当最后一道劫雷降下的那一刻 裴灵恍惚感到身侧的山峰似乎整个都震动了一下 而后天空之中的庞大劫云开始飞快散去 裴灵见状心中顿时一鸣 丽诗杰此次杜绝宁英是成事败 正当他猜测之际身侧众多幽魂士女 却是七七发出一阵欢呼声 主人成功了 裴灵不明所以地朝他们看去 时间雾柳开心地笑了起来 因为我们还活着 裴灵瞬间鸣雾就如他跟玉雪照一样 丽诗姐跟这些幽魂士女之间 必然也有着类似于血气的制约 若是丽诗姐杜绝失败 这些幽魂士女也将跟着魂飞魄散 眼下他们平安无事 那就说明丽诗姐已经明明成功 倒是自己关心则乱 以至于第一时间没能考虑到这种情感 就在这时一道人影疏忽出现 她气质冰冷 高傲依旧通声洋溢着极为强大的气息 这种气息幽济灰色又暗藏着霸道毁灭 隐隐带入了极许劫雷的神韵 很显然丽诗月不但渡劫成功了 还从天结之中得到了很大的好处 恋对众人的道喜丽诗月却是微微汗手 玄机说道 回族 数日后一座有着拔地通天之势的险峻山峰之下 丽诗月缓缓开口对裴灵说道 就送你到这吧 从这里再往东行一两日便可到达兰科城 这是家族给你的考验 我不便同行 说吧还从储物囊中取出了一顶上品服器 优煞鸣血脚送于裴灵 裴灵自然是欣然接受 以他和利列月的关系区区一件上品法器 已经无足轻重 他拿起来自然是没有一点心理负担 兰科城外的半空中一层血脚飞速掠波 此刻的裴灵已然达到住击中期巅峰 距离住击后期也只有半步之遥 出于安全考虑裴灵想着先在兰科城找间客栈住下 然后再打听一下彭银罐的具体来历 以及盗罐园主人的底细 戴秀为提升到住击后期再去彭银罐也不迟 毕竟十五书只说了彭银罐的三种异常 且藏有一瓶金丹的机缘 至于具体情况却是只字未体 除此之外裴灵还需提防苏正和的报复 所以在进入兰科城之前 裴灵特意将血脚收起 并且易容成了一名凡间武夫的形象 然而伴赏之后裴灵却是莫名其妙地 走到一处眼影林间的古朴小罐 山门之上高悬的牌匾赫然刻着彭银二子 裴灵起初并未察觉出一样 只以为是兰科城到了 而后便神情恍惚地大步入内 只听彭的一声身后大门疏然闭合 裴灵猛然打了一个机灵 自己要去的是兰科城怎么就进了彭银罐 不过此地看起来倒也跟寻常小道罐并无二致 而且通过神识的探查 也并未察觉到什么威胁 为了以防万一裴灵还是决定先试着看 能不能打开大门 出乎意料的是 他只是以尽力轻轻一拨道罐的大门就轻松打开 看到这一幕的裴灵 非但没有感到心安反而愈发疑路 他没有立刻跨出去 而是施展玉鬼术 照出一头炼气五层的怨魂前去探门 在感应到放出去的怨魂并无异常后 裴灵这才施展血鬼顿法朝外顿去 然而就在他踏出大门的一瞬间 眼前景象突然变化 自己非但没有离开道罐 反而出现在一处陌生的庭院之内 很显然这里正是道罐的理念 他当当特意没有靠近结果 还是误打误撞进入其中 更让他糟心的是 刚刚派去探路的怨魂根本不在此处 与他的联系也在这一刻猛然断开 裴灵心中一惊淡很快便淡然一笑 虽然这道罐的确很不正常 但自己依旧可以出去 裴灵先是吩咐九破刀 等他离开道罐之后 就立刻拍一下他的肩膀 随后便在心中打开系统 托管起无名功法 按照裴灵的猜想 以玄谷灵英州的速度 立师姐在不在服务区还真不好说 所以系统很有可能会就地 给他赠送一名新道理 至于这名道理是人是鬼都没关系 反正总比眼下稀里糊涂 走进道罐却连个敌人都找不到的好 而且裴灵也不担心 会像之前韩氏山庄那样误伤无辜女子 因为只要出了道罐九破刀 就会立刻打断他的系统托管 然而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系统竟然弹出提示 检测到宿主缺少道理系统 将免费赠送一名道理 自己怎么会缺少道理 自己有道理啊 不等裴灵想明白这个问题 系统就操控着他朝道观大殿走去 这座大殿的格局 与寻常道观并无二致 只是供奉的神像 隐藏在帷幕之后看不清形貌 神堪前的长岸上 罗列着瓜果鱼肉等供物 望去竟然十分新鲜 仿佛刚端上来没多久 紧接着他便看到 自己绕着大殿来来回回地走动 大约走了二十几个圈子后 这才在一个蒲团上付作响 系统没有搜索到新道理 此次道理赠送失败 重新获得身体控制权的 裴灵脸色微变 系统是没检测到合适的女修 还是说系统也走不出道观 如果是前者 他完全可以换一门功法 继续拖款 但如果是后转 那就不好办 就在这时一道惊雷声响起 倾盆大雨猛然落下 这场雨来的异常突兀 且势头极大 亭前的青砖地上 迅速弥漫起一片 雾蒙蒙的水汽阴云满怨 即使以裴灵的修为 也只能看清三尺之内的景物 很明显这雨有大古怪 裴灵历时照出一头 炼气六层的怨魂命气 进入雨中 这头怨魂起初无碍 但走了没多久 便再次失去感觉 裴灵将目力运转到极致 也只能隐约看到 怨魂似乎是一下子 消失在水雾之中的 毫无征兆也毫无挣扎 裴灵脑中及时电转 如今他只有两个选择 一是修炼焚叶片 尽快突破至注击后 切尔后就地彻查罐中诡异 二是托管其他功法 继续尝试离开彭音罐 但眼下时间宝贵 而他刚才已经用过一次系统 结果就是自己 非但没能离开彭音罐 反而更加深入了 这处诡异之地 而且系统托管的 不确定因素太多 万一给他赠送什么凶险之物 岂不是弄巧成拙 思索再三后 裴灵还是决定先提升修为 不管怎么说本身的实力 才是他最大的底盘 然而正当裴灵 取出无梦散准备服用之时 店外却突然传来 一阵杂乱的脚步声 有些人总是身处险境 却不自知 脑中永远只想着 男欢女爱那点事 就在裴灵打算先提升修为 然后再继续寻找破局之法时 大店外突然走进 一群玄刀配件的轻壮护卫 这群人在看到裴灵手中的 九破刀后 立刻移动脚步 将两名年轻女眷护住 就在这时一位 较为年长的 中年男子月仲 而出朝裴灵拱手一礼 在下计家管家既有中 奉老夫人之命 护送大小姐返乡 不想距离府门 咫尺之遥 却被大禹锁嘴 不知可否借尊驾之地 容大小姐与婢女略作躲避 裴灵没有立刻回答 而是施展灵目 数一次从众人身上扫过 这些人怎么看 都是一些没有修为的凡人 却为何没有被这诡异的雨水所伤 是这些人修为太过高深 自己看不穿他们的隐藏 还是说外面这雨水 只能伤害魂魄 却无损肉身 又或者是这雨水 只针对入道修饰于凡人 反而无害 一番思索无果后 裴灵这才平淡地说道 在下郑金山 也是来这里躲雨的 既有中文言顿时松了口气 江湖上也没听说 有郑金山这么一号人物 想必也不是什么厉害的刀客 随即便向裴灵拱了拱手 挑了一个跟裴灵相反的角落落脚 而裴灵看似在闭目养神 实则不动声色地观察着 这行人的一举一动 好一会儿过后 也不见他们有什么异常 裴灵这才放下心来 同时也生出一丝怜悯之心 若这些人当真 只是普通凡人的话 恐怕是凶多吉少 自己都自身难保又何谈救人 就在这事门外再次传来脚步声 伴随着一阵赤骂声 三名装束各异的男子 旁若无人的闯进来 虽然这三人均契修抚 伶俐勉博杂不堪 但却是实打实地修饰 一名炼器七层两名炼器六层 裴灵心中愈发疑破 凡人与修士从雨中经过都无妨 难不成外界的大雨 只针对幽魂这类 没有实质形体的东西 只见那三人四处打量了一圈后 皆是面露迷惘 为首的黄袍修士率先开口 我等不是说好了 连夜赶路前往方式购买所需之物吗 为何到这道观来了 少年修士与矮子修士微微一争 不是诸兄你在前面带的路吗 我们还以为你来这里有其他事要办 黄袍修士文言 却是怎么也想不起来 自己为何会来这里 说话间三人也注意到 店中的其他两拨人 一边是平平无奇的凡俗武夫 而另一边似是俗士附加出行 尤其是被众多护卫围 围在中间的女子 着实让他们眼前一亮 俗士女子能有这等姿色实说罕见 看相貌正是十五六岁的年龄鲜言秀美 三人相视一笑 便也心照不宣地就地坐了下来 店外暴雨如注丝毫没有停息的意思 随着天色逐渐转暗 但整个道观之中 也只有技家众人为坐的火堆 能散发出一些有效的光源 只不过无论培林 还是那三名伞修都有修为在身 暗中事物在寻常不过 因此面对天黑却都无动于衷 技家那名护卫队长 见状忽然小声说道 管事 大小姐 老夫人在家必定十分思念大小姐 我们休息好了就赶紧启程吧 技家大小姐虽没开口 却也明显流露出一丝不怨 倒是管事既有中素质 这护卫队长 对技家颇为忠心 不会无敌放食 侧过头露出询问之色 护卫队长没有解释 而是朝培林跟三名伞修之处 分别看了一遍 而后又看向自家大小姐 技有中见状旋即 像是想到了什么脸色瞬间一摆 这世间本就不太平 就算他们技家无人入道 却没少听说过妖鬼之说 这道观建在荒山野岭的本 就是画本里容易淡于精怪的场地 而在他们前后进入道观的两方人 似乎从坐下开始就在没动 更何况天色已黑 对方却丝毫没有靠近灯火的意思 最可怕的是那两处竟连呼吸声都久久不闻 想到此处的技有中立刻起身 劝说技家大小姐即可感悟 技家大小姐虽然面露不悦 却也没有反对 且非常配合地率先站了起来 其他人见状也只好收拾东西 准备连夜冒雨感悟 就在这时那三名伞修里的矮子忽然开口 这天色已晚且咒语倾盆的 诸位又何必急着动身 技有中文言心头一沉连忙陪笑道 多谢尊驾提醒 只是家中老夫人惦念不敢拖延 与此同时 护卫队长立刻调整脚步 护驻大小姐暗暗朝外走去 那矮子却是怪笑一声忽然掐绝 一团面盆大小的幽绿色鬼火疏忽砸落门前 鬼火落地迅速形成一道火墙 挡住了诸多凡人的去路 这是一座充满诡异的道观 凡是入观之人都会被世间所遗忘 然而此时道观之中的三名伞修 对此却是毫不知情 反而还在干着强抢凡间少女的事情 深知道观诡异的裴灵当即 选择出手救下这群凡人 见三名伞修仍旧心有不甘 裴灵果断照出上百头怨魂加以震慑 三名伞修见状赶忙裴礼道歉 想让裴灵放他们离去 然而裴灵却是异常强硬地 让所有人都各自作回原地 三名伞修以及技嘉众人也只好乖乖就反 裴灵刚才已经损失了两头怨魂 眼下若是放任这些人离开多半也会遇难 倘若再因此引得道观发生一遍 纯确都是杰丹七的修为 只见这二人进来之后先是面露无疑 但很快便自顾自地一边主察一边 讨论着修仙界的趣闻 这也让大殿中紧张的氛围缓解不少 唯有裴灵心中疑惑 这二人的行为貌似也太过惬意了欲 是因为道观之中无人能对他们造成威胁 还是说这二人就是这道观的诡异 就在这世纪友中突然发现技嘉好像少了一个人 但这个人是谁又是什么身份却是无意人计 如此诡异的情况自然也引起了两位杰丹修士的注意 在听完记友中的描述后 那位杰丹南修冷冷说道 凡人孱弱极易被迷惑心智 询问他们不过是浪费口舌 倒是你们这些修真界的小辈可有什么发现 那三名练习七的伞修听后却是一个劲的摇头 而裴灵则隐约感觉少的是一名护卫 但此人的容貌他却是一点也想不起 不过裴灵还是提醒道 我们这些人最开始的目的恐怕都不是彭音灌马 不过眼下却都莫名其妙走了进来 看来此地的古怪不简单了 闻听此言那两名杰丹散修顿时一惊 他们的确是无意间走进来的 甚至在裴灵开口提醒之前都未曾察觉到什么不对 意识到这点的杰丹南修立刻询问裴灵是如何静着彭音灌 在听到裴灵原本是打算去附近的兰科城时 那名杰丹南修却是眉头一皱 本作记得这座道观独在深山之中周围根本没什么城池 裴灵心头猛然一跳 附近没有城池 这怎么可能 还未等裴灵想明白这个问题 那名杰丹南修又继续询问起其他人是怎么进来的 那三名散修是去附近方式购买所需之物时 莫名其妙就来到了这棚音观 而记家则是奉老夫人之命 不送外出探亲的大小姐返回兰科城老家 因途中遇见大雨怕大小姐吃不消这才进来躲雨 听闻记家提到兰科城裴灵这才暗松口气 看来不是自己的记忆出了问题 而是跟前这五名修士有问题 就在这时众人猛然发现记家又少了一个人 跟刚才一样 他们只是发现记家少了人 但究竟如何失踪少了是谁却是一点没有察觉 裴灵赶忙提议把所有人的名字都落入预解之中 接下来不管少了谁都能一目两然 还未等那两名杰丹散修回应三名练器散修 便战战兢兢地说道 既然此地蹊跷那我等何不赶紧离开 然而裴灵却告诉他们 在你们进来之前我就已经试过 这道观只可进步可出 我们现在都已经被困在这 闻听此言那名杰丹女修赶忙照出一具木偶进行试探 眼见如此众人也只好报上名讳 而裴灵则依次将众人的名讳记录在预解之中 然而就在裴灵记录完毕的瞬间 记家的人数好像又少 此时大殿之中只剩下纪双二 女仆小侠 管事既有忠 护卫队长纪五 三名练器散修 结丹男修紫梅老祖以及结丹女修桑夫人 在紫梅老祖的提示下裴灵赶忙拿出预解查看 却发现预解之中也只有他们九人的名字 紫梅老祖与桑夫人在查看过预解之后同样是一无所获 说话间外面的暴雨也开始逐渐停息 几人见状赶忙各自施展手段再次放出怨魂木偶以及指人进行试探 得出的结论却是 凡是走出道观的假人都会莫名消失 而在道观之内活动的却是没什么异常 几人一番商量最终决定 趁着雨水停息赶紧将整个道观翻找一遍 看能不能找到离开之侧 随后众人便在紫梅老祖的安排下一同向大殿后方走去 书接上回 看着道观中人一个个莫名的消失 紫梅老祖当即便决定趁着雨水停息赶紧去后院寻找破局之法 然而刚步入杂草丛生的后院便看到吻玉的枝叶之后仿佛吊着一个女人 紫梅老祖率先出手将微蕊会幕全部砍断 只见树木的横之上赫然吊着一个长发覆面的红衣女子 山风吹过那红衣女子也随之飘来荡去 更诡异的是 树下两名打扮光鲜的少年男女正窃窃私语言谈甚欢 仿佛从未发现有人前来更不曾抬头看到头顶的女掉 裴玲微微皱眉立刻吩咐一头怨魂朝内对少年少女靠了过去 只是怨魂刚刚接近那二人就疏忽消失不见 裴玲正于继续出手 却听身后紫梅老祖默然一掌拍了过去 法力如长红直冠而出 仅此一招便将眼前的一切全部轰为击粉 随后便吩咐众人继续前行 只是刚走了没几步 丧夫人就忽然发现队伍里好像又少了一人 不同于以往的事 这次裴玲却是清晰地记得少的那个人是紫梅老祖 反应过来的其他人迅速乱作一团 就连实力惊为天人的杰丹修士都抵御不了观众诡异 更何况他们这些凡人以及练气气散修 巨大的恐惧瞬间将众人笼罩 就连呼吸都显得格外沉重 突然大殿后方的墙角处传出一道火光 就见一对血红色灯笼飘飘荡荡地晃上了家道 紧接着便是第二对第三对 很快这一对对灯笼便仿佛一条蜿蜒的血色光和静静飘荡在家道上 桑夫人下意识地想要出手却又没敢出手 而是让那三名练气散修充当炮灰 其中一名修士立刻施展锋刃术打向为首的那对灯笼 不料这些看似不堪一击的指灯笼 却只是轻轻摇晃了一下便继续朝着众人奔来 然而就在灯笼快要飘至众人身前之时 却忽然毫无征兆地消失不见 一同消失的还有刚才出手的那名练气散修 裴灵赶忙在心中总结起灌中诡异的规律 然而还未等他理清头绪就忽然惊觉 刚才消失的练气气散修他已完全想不起来了 落在预检之中的名字也在这一刻消失不见 唯一让裴灵意外的是 紫梅老祖的名字他倒是记得清清楚楚 预检之中也依旧存有紫梅老祖的名讳 裴灵脑中急速思索 难道是因为紫梅老祖还活着 所以才没有被众人所遗忘 不等裴灵多想计家就又少了一人 仅存的结单修是 桑夫人当即便指挥众人继续前行 直至众人进入了第三境院子这才停下 然而就在众人谨慎地四处打量之时 继双二漠然发出一声淒厉的惊呼 众人闻声立刻朝他看去 却见不远处的屋檐下赫然多出了两张人皮 随着一阵山风吹过两张人皮 那空洞的眼眶直勾勾地瞪视着众人 裴灵瞳猛然一说 这不就是他们刚才遇到的那一对少年男女吗 桑夫人神情阴沉立马吩咐一名恋气修士出手 烧了这两张人皮 看着两具人皮很快就被烧成了灰烬 裴灵跟桑夫人立刻转头目不转睛地盯着 刚才出手的那位修士 果然不出所料 那名修士就在两人的注视下疏忽消失 起先两人还记得他的名字跟样貌 但很快所有人都失去了对他的记忆 众人心中的恐惧已然达到顶峰 毕竟谁也不能保证下一个消失的不是自己 唯有尽快找到出路方能破解此局 桑夫人猛然抬头看向不远处的第二座正殿 示意季双二进去探查一下情况 然而一向养中处优的季双二早已被吓得接近崩溃 桑夫人见状当即便要结果了 这位连炮灰都不愿意做的大小姐 好在护卫队长季武主动请应代替季双二前去探查 死里逃生的季双二文言又是感激又是害怕 又是怯懦地看了一眼季武 想说什么却又只能满怀羞愧地低下了头颅 他知道季武这时候站出来代替自己会是什么下场 但他真的太害怕 他怕拒绝了这份好意之后莫名失踪的就是自己 看着季武毅然决然地走向大殿 裴灵目光闪动之际直接将一道刀器封进了季武的配刀之内 由于反铁太过脆弱所以这刀器只能使用一次 季武先是愣了愣神 随后便跪在地上给裴灵重重地磕了一头 这才向大殿内走去 普通散修与宗门弟子的差距究竟有多大 随着季武独自进入大殿 众人皆全神贯注地等待着探查结果 然而紧紧片刻功夫裴灵便发现季武与自己的刀器一同消失了 桑夫人面露阴沉正要继续派遣下一个炮灰 却发现季家只剩下季双二亿人 心知凡人孱弱即便进去也没有任何意义 于是便威胁裴灵主动进殿探查 不料裴灵却完全不给他面子 反而让他充当炮灰 桑夫人作为现场唯一的杰丹修士又岂能看他人脸色 当即便要给裴灵一点教训 却见裴灵眼中猛然迸发出一道蔚蓝色的光芒 几乎是转瞬之间 桑夫人的修为就从杰丹初期跌落到了助击后期 桑夫人脸色大变淡反应却是一点不慢 随手照出十只拇指大小的木偶直扑裴灵 然而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裴灵仅用一刀就将他的木偶金属绞碎 还未等他反应裴灵的刀已然抵住咽喉 桑夫人心中一凉 单单这一手压制修为的神通就不是他所能应付了 从对方的刀气来看 想必也是九大宗门的魔教高徒 蝼蚁尚且偷生 更何况杰丹修士 桑夫人没有丝毫迟赶忙向裴灵求饶 然而裴灵又怎会留一个杰丹七的仇人在自己身边 只会让他进殿探查发挥出自己该有的作用 看着进入大殿的桑夫人迟迟没有出来 裴灵忽然心有所觉 转头一看却见空荡荡的庭院里 就只剩下他与季双二两人 裴灵心知在当得下去消失的恐怕就是自己 于是便带着季双二朝大殿后方继续寻找破局之法 然而两人走了许久 却始终都走不出一处小小的灌木丛 察觉到不对的裴灵微微轻叹 横吟灌的古怪已经有些时日了 你们应该换条路走的 哪怕多费些晨光多个圈子也终归是安全性 季双二听后却是一脸迷茫 他们一直都是走的这条路 前两日去伊姆家他们还在这里过的夜 裴灵闻言心中猛然一惊 目光一下子锁住季双二 似乎只要季双二稍有异动 就会立马施展没听手段将其斩杀 季双二见裴灵疏忽便脸赶忙哆嗦着身子 战战兢兢地说道 我没有说谎 我说的都是真的 前两日我前往伊姆家小住 出城未酒恰好路上也下了暴露 当时灌主还热情地招待了我们 裴灵听罢却是心头一跳 你确定当时接待你们的是彭银罐灌主 而不是他人冒名底替 季双二非常肯定地告诉裴灵 他见到的确实是灌主本人 只因灌主为人心善又精通法术与医术 常常为蓝科城百姓治病紧的 所以附近之人对他都很是熟悉 听到此处的裴灵脸色微沉 历史十五书给的预检里明明白白写着 彭银罐是一年前开始发生一变 其后不久那位炼器五层的灌主就悄然无踪 而且罐中失踪的生灵外界都会忘记他们的存在 这季双二区区凡人又怎会记得罐主 可从季双二的表现来看完全不像是撒谎 难道季双二所言的两天前其实是一年前的事情 裴灵正要继续想下去却忽然一正 自己刚才在跟谁说话 心中疑惑的同事裴灵也发现 自己一点都记不清刚刚说了些什么 他隐约感觉到自己刚才似乎抓住了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 此时却无论如何都想不起来了 就在这时裴灵突然一阵恍惚 当他回过神时已然站在了道观的大门之内 裴灵猛然惊醒 我来彭音观做什么我应该去兰克城啊 反应过来的裴灵正欲离开彭音观却猛然发现 原本的黑夜已然变成了白天 自己好像一下子忘记了很多事情 就在这时身后忽然漂浮出一对对血色灯笼 直直地朝他飘来 裴灵没有丝毫犹豫一刀将其斩碎 就见相防之中缓缓走出一名年轻男子 助击欺便能领悟如此刀意 敢问阁下师出河门 裴灵见此人气息浑厚举手投足 竟显尊荣华贵赶忙警惕地回到 在下崇明宗郑金山 那修士文言微微一阵旋即露出恍然之色 姓郑 山自辈 原来是郑家这一代的麒麟子啊 你们郑家世代依附我久恶立世 既然遇见了那边 随我近来我有事情要安排你去做 裴灵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 心里倒是松了口气 看对方的态度明显是对郑家遗旨气使习惯了 如此倒是不会对自己有多少防备之心 然而栗燕灵接下来的话却让裴灵心中一惊 你小子隐藏得很深啊 我记得前些日子周庙里还拿你银鱼列月 说你去去练气九层就算参加外门大笔 恐怕也拿不到什么名字 没曾想你竟然不声不响地突破至住击后期了 想必是列月让你这么做的吧 裴灵本想假借郑金山的名义行一些苟且之事 不料却遇到了郑家的主子栗燕灵 不过栗燕灵作为九恶立世的天骄 也并未真正见过郑金山这种小人物 于是便随口问了一句郑金山父亲的近况 裴灵闻言心中顿时一惊 他虽然时常让郑金山替他背拨 却也从未真正了解过郑金山的家族情况 只能以最近修炼较忙的理由搪塞过去 丽燕灵听后倒也没说什么 而是随手掏出一对血色灯笼 让裴灵绕着院子走上一圈 红为魔教中人的裴灵立马心生警觉 好在门外突然走进一对避雨的年轻男女 丽燕灵见状便借着碧寒屈病的名义 让他们提着灯笼绕到罐转上一圈 见二人下意识地露出狐疑之色 只见丽燕灵手指轻点 一大团火焰忽然凭空出现 而后化作一条碗口粗细的火蛇 将二人身上衣物尽数烤干 随后丽燕灵又对寇三郎说道 这小娘子是寒入体怕是要香消欲 寇三郎闻言立马就要提着灯笼 为云娘避寒屈病 任凭云娘如何劝说都无济于事 一脸无奈的云娘也只好陪着寇三郎 向大殿外走去 然而就在寇三郎走出大殿的一瞬间 云娘却猛然回头露出一只巨大猙獰的蛇手 一团暗绿色毒雾喷涌而出直奔丽燕灵 眼看毒雾将至丽燕灵确实微微一笑 身前幽顾出现几个指人将毒雾全部吞噬殆尽 云娘建议几无功便也不再纠缠 赶忙跟上寇三郎的脚步继续劝说 然而作为凡人的寇三郎早已将丽燕灵奉为先师 说什么也要提着灯笼为云娘消除这事寒之症 就在这时两人身后突然浮现出一型虚影 其中一道虚影更是直接一掌拍向两个 云娘见状赶忙将寇三郎的头颅压低 或许是力道没有把握好 寇三郎竟直接晕死过去 长进咆哮如龙毫无阻碍地穿过两人的身体 差奈见 其他虚影飞快淡化 指于下那名出手的虚影在雨中越来越清晰 云娘心中郁闷至极 好不容易跟情郎出来 优各会却接二连三地被人打扰 若不是没有必胜的把握定不会轻饶了她 于是云娘便提议各自退去互不打扰 紫梅老祖忽然出现在此地脑中也是一片混沌 自然也不想贸然跟一头化形蛇妖动手 然而就在两人各自离去之时 力燕灵却突然带着裴灵挡在紫梅老祖身前 这捧音管我已经里里外外搜遍了 你一个区区杂单竟然能绕过正门凭空出现在此 看来你应该就是我要的误导之法 力燕灵说罢便不由分说地攻向紫梅老祖 紫梅老祖见状顿时也来了火气 刚才那化形蛇妖也还大 区区两个助击小辈竟敢率先向她出手 莫不是老祖难得出一次紫梅山 竟被这些小儿辈当作了好欺负 与此同时 云娘已然带着情郎退至终殿 忽然一阵若有若无的脚步声在殿中回答 云娘凝神望去 却见大殿之中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 察觉到不对劲的云娘刚想带着情郎离去脚步声 就再次响起 云娘没有任何迟疑回头 就是一口毒污喷出 然而身后却依旧是空无一物 正当云娘静意不定之时 一道虚幻的人影缓缓浮现在她面前 云娘脸色顿时一变 又是一名人族修士 而且又是结单妻 与此同时 裴灵的脑海之中也涌现出一幕幕 关于紫梅老祖的记忆 恢复了些许记忆的裴灵顿时如坠冰窖 这不是她第一天来捧银贯 但从紫梅老祖的表现来看 似乎完全不认识 正当裴灵急速思索之际 丽燕灵已然将紫梅老祖逼入绝境 突然一道惊雷声响起 丽燕灵与紫梅老祖竟同时消失不见了 仅仅片刻功夫裴灵已然想不起来 两人是如何消失的 只能隐约感到自己 似乎不是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况 但就是无法想起类似的影响 想不明白的裴灵干脆再次来到中殿寻找线索 然而刚一进殿就被一股腥臭未熏的头云脑胀 很显然那头画形蛇妖在这里语言动过手 看着依旧昏迷的扣三郎裴灵倒也不觉得能问出什么有用的线索 于是便独自探查起中殿的布局 待裴灵环视一周之后却猛然发现 刚刚躺在地上的扣三郎竟也消失不见了 仿佛整个中殿从始至终就只有她一人 必无所获的裴灵干脆也不再寻找线索 而是打算先将自己的修为提升至住机后期 于是便一件托管起焚叶片 随着身体控制权的失去裴灵忽然感到整个人都一阵轻松 像是疏忽从浑浊的水底被拉了上来 原本混沌模糊的记忆也开始一点一滴的浮现 你凭什么确定你所见到的人就一定是人 现实世界都不能百分百确定的事情 更何况是修真世界 随着系统托管的开始裴灵已经完全想起了前一日发生的所有事情 半赏前她所见到的云娘跟扣三郎便是第一日夜晚在树下见到的那对少年男女 也正是他们烧毁的那两张人皮的主人 当时紫梅老祖悍然出手打碎了景象玄机失踪 其很有可能是在出手之后直接从昨日来到了今日 而第一天消失的所有人都不是直接死了 而是被转移到了其他时间点 只是这个其他时间点却未必安全 就拿紫梅老祖来说 她来到今日之后先是碰见了花形蛇妖 而后又被栗燕灵找了过去 按照预检存留的名字来看 除了裴灵自己之外就只有紫梅老祖 桑夫人 以及得了裴灵一道刀器的纪武还活着 再结合这两日得到的所有线索不难推断出 季家一行人进入彭银罐发生在一年之前 丽燕灵进入彭银罐是在十年之前 而紫梅老祖与桑夫人那就更为久远了 毕竟那时候的兰科成都尚未建造 想到这里的裴灵不禁怀疑这彭银罐的诡异 很可能是位于一个错乱的时空之中 也未必是时空错乱 毕竟裴灵还不能确定自己这两日遇见的这些人 究竟还是不是真正的人 历史说彭银罐的异常只出现了一年左右 但现在的线索怎么看都不止一年 而道观里的这些人很有可能都是一些 以为自己还活着的亡魂 所以眼下整个彭银罐唯一没有问题的人就是自己 若非有系统相助裴灵甚至都不能确定 自己是不是还活着 想到这里的裴灵这才真正认识到了诡异的恐怖之处 就在这时裴灵周身气息一阵波动后 猛然提升了一大截 显然已经突破至助机后期 与此同时系统也弹出提示要免费赠送裴灵一名道理 然而被系统操控的裴灵刚走出中殿就被雨水打断了系统托管 恢复了身体控制权的裴灵脸色再次茫然起来 似乎一下子忘掉了很多事情 察觉到不对的裴灵赶忙朝着道观最后面的大殿走去 然而这看似咫尺之遥的距离却是怎么也走不过去 裴灵神色凝重的同时心中也越发肯定 这后殿一定藏着什么非常重要的秘密 毕竟前殿跟中殿虽然遇见些波折但最终还是抵达了 不像这后殿根本不给自己靠近的机会 有了目标的裴灵立刻施展血鬼顿法朝后殿飞驰而去 好一阵之后裴灵一个恍惚猛然回过神来 我不是应该先去兰科城吗 为何会出现在彭银罐 而且自己明明是助击中期的修为 现在却为何成了助击后期 察觉到异常的裴灵正欲操控怨魂出门探路 却忽然感知到自己已经有一头怨魂在门外 一件事情不对劲还有可能是自己记忆出现偏差 但接二连三出现类似的事情那就绝非偶然了 意识到情况不妙的裴灵赶忙询问九破刀 自己是何时突破之助击后期的 然而刀灵却与他一样毫无印象 裴灵心头一沉立刻叮嘱刀灵 等会儿只要他离开彭银罐就派他一下 随后便再次托管起无名功法 而裴灵的记忆也在托管的瞬间全部恢复 这已经是第三天了 也就是说不但死在彭银罐中的人会被遗忘 每一天结束活着的人也会遗忘掉进入道观之后的所有事情 将重复地开始当作第一次进入道观来过 最为致命的是自己的系统虽然可以让他在托管修炼时恢复记忆 但彭银罐中的景象却没有丝毫变化 很显然他之前的经历绝非幻想 就在裴灵思索之时系统却再次操控着裴灵来到前殿来回转圈 直到转了二十多圈后这才停了下来 同时也传出没有搜索到道理的提示音 随着身体控制权的恢复裴灵又是一阵茫然 关于之前的记忆也在一次消失 一脸猛逼的裴灵正要四处查看 却听一声惊雷响起 暴雨轻疼而响 电外再次传来一阵踢他的脚步声 只见七八名近装快削的轻装呼送的两名女卷 以及一名管事模样的中年人走了进来 那管事模样的中年人见到裴灵后连忙拱手一礼 在下记友中 挺为记家管事 然而裴灵的目光却越过记友中 落在为首的一名护卫身上 纪武 这是纪武 煞时间关于纪武的记忆瞬间涌入脑中 记忆之中裴灵清清楚楚地记得 当时也是下着与此刻一般无二的大雨 纪武一个人来捧银灌避雨 不对 对方肯定不止一个人 虽然其他人裴灵已然完全不记得了 但毫无疑问 眼前的这一幕他异常地熟悉 绝不可能是第一次遇到 除此之外 这纪武的配刀之中还存留着一道他的刀器 这也跟记忆中的一模一样